捡属性 捡装备 捡性命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我捡不到的 有杀戮 有温情 有悲欢离合 末世是沦丧的 也是充满希望的 就看怎么选择 郑姓雄穿越到末世 获得神奇的能力 捡出一个未来 啊 该死的贼老天 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让我回去 当得能填饱肚子的社畜吧 郑姓雄用手摸着肚子 在心中不停地咒骂着老天爷 两只眼睛冒出绿光 透过窗户盯着 楼下对面的小超市 小超市门前的大街上 几只歪歪扭扭的 丧尸在游荡 似乎在告诫郑姓雄 他们是比饥饿 更恐惧的存在 郑姓雄来到这个悲惨的世界 已经有两天了 这两天除了几口水 连饭渣都没吃过 饿得前心贴后背 他本来是一个 每天为了填饱肚子 而忙碌的社畜 实在厌俊了那样的生活 就对着老天爷抱怨了几句 没想到 老天爷是个小心眼 竟然把郑姓雄 弄到这么个世界 想要活活地饿死他 让他知道自己错得多么离谱 郑姓雄再次把目光 放在丧尸身上 这些丧尸和电视小说里的不同 除了身体扭曲 面目可憎之外 其他与常人无异 他亲眼看到 几个人高马大的混混 被丧尸活生生地撕成碎片 惨状把他吓尿裤子 躲在房子里不敢出去 郑姓雄又感到一股 汹涌澎湃的饥饿感袭来 觉得要是再不吃东西 就得饿死在这里了 饥饿终究战胜了恐惧 郑姓雄决定出去找吃的 反正怎么都是个死 被丧尸咬死 还痛快一点 郑姓雄小心翼翼地打开公寓门 尽量不弄出一点声响 他通过这两天的观察 发现丧尸全都是高度进士 主要是靠耳朵听 以及鼻子闻 他悄悄地探出头 闻到一股刺鼻的腥臭味 墙壁上是一块块黑色的斑块 显然是血凝固的结果 郑姓雄从公寓门爬出去 向着两侧张望了一眼 发现在不远处 躺着一只无头丧尸 手脚无意识地抽搐 他知道这只丧尸 是被其他丧尸干掉的 丧尸在没有食物的时候 会吃掉同类的脑袋 不知道是什么爱好 郑姓雄突然看到 在那个丧尸身旁 有两个透明的气泡 以及一块无规则的碎片 他好奇地爬过去 主要是想看看这个碎片 能不能当食物嚼了 一个人饿到极致 万物皆可违犯 郑姓雄爬到碎片前 发现有一个气泡挡在那 犹犹豫豫地伸出手 希望能够穿过气泡 就在他的手碰到气泡的时候 气泡突然消失不见 同时耳边响起提示音 获得一点体质 郑姓雄被这个声音吓了一跳 还没来得及反应 眼前出现一个透明的面板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普通人 体质 2加1 力量 3 速度 2 精神 7 特别备注 正常人全部为食 宿主处于极度饥饿状态 数据严重缩水 请尽快进食 郑姓雄在大腿上狠狠地掐了一下 疼痛刺激着他的大脑 眼前的板面并没有消失 说明并不是饥饿产生的幻觉 他糟糕的心情被狂喜取代 就知道老天爷不会这么对他 果然为他准备了金手指 还是赫赫有名的系统 郑姓雄有一种豪气甘云的感觉 真想大吼一声 系统在手 天下我有 他各种询问系统 想要知道系统有什么功能 拖了一盆冷水 让他冷静下来 知道一切 还得靠自己 郑姓雄伸手抓住另外一个气泡 得到的提示是 获得三点精神 精神终于达到正常人的水平 可以思考一些问题了 他在心中合计了一下 以他现在的状态 就算是增加属性 也比不上常人 更别说面对丧尸了 要想解决眼前的困境 必须得得到更多的属性 老天已经给了金手指 无论如何 也得搏一下才行 郑姓雄给自己打了打气 将旁边的碎片捡起来 一百地方米空间 捡到其他空间碎片 可进行叠加扩展 是否立即使用 郑姓雄露出兴奋的神色 连忙选择使用 碎片化作一道金光 融入到虚空之中 他脑中产生一丝明雾 立刻凝聚精神 眼前出现一个空间入口 里面空荡荡的 什么都没有 郑姓雄悄悄地向着楼下爬 这样既能节省体力 又能躲开丧尸 绝对是一举两得 他很快又发现了一些丧尸的尸体 尸体旁同样有气泡存在 立刻爬过去拾取 郑姓雄发现 气泡是有存在时间的 刚刚就有两个气泡 在他的眼前消失了 让他心疼得不得了 他连续扫荡了三个楼层 捡了十几个丧尸的属性气泡 属性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普通人 体质 20 力量 18 速度 13 精神 22 郑姓雄用力地捏了捏拳头 觉得浑身上下充满力量 现在面对丧尸 肯定能把丧尸的石打出来 他向着四周扫了一眼 看到墙上的消防箱 立刻露出喜悦的表情 按照上辈子看过的小说 消防府是末世主角的标配 郑姓雄兴高采烈地打开消防箱 现实给了他重重的一击 里面除了消防袋以外 就只有消防栓 算是重兵器 连个斧头的影子都没有 他郁闷地把消防栓拿在手里 入手颇为沉重 幸亏力量加到18点 不然想使用 还真不太容易 郑姓雄又向下摸了一层 看到两个丧尸在走廊里游荡 扭曲的样子 让他心中一阵阵恐惧 他心里非常清楚 想要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战斗是不可避免的 必须得强迫自己适应 郑姓雄用力地咬了咬牙 向着两个丧尸冲过去 脚步声引起丧尸的注意 丧尸看着冲过来的郑姓雄 同样发出幸福的叫声 显然觉得有食物送上门 实在是太好了 郑姓雄心中极为恼火 愤怒掩盖了恐惧 用力挥动小火栓 狠狠地砸在一个丧尸的脑袋上 丧尸的脑袋像西瓜一样被打碎 黑色的血液和白色的脑浆 向着四周飞溅 郑姓雄顾不得落在身上的脑浆血液 小火栓横扫 把另外一个丧尸打飞 丧尸的脑袋撞在墙上 同样撞得粉碎 血液和脑浆喷洒在墙上 形成黑色的血夹 郑姓雄兴奋过后 看着地上的无头丧尸 墙上散发着恶臭味的脑浆和黑血 挖一下吐出来 他吐得昏天暗地 因为没吃过东西 吐的都是清水 令身体一阵阵发虚 郑姓雄狠狠地给了自己一记耳光 强迫自己把嘴闭上 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吐 他目光突然被一个新型的小石块吸引了 石块在几个气泡的旁边 说明也是丧尸掉出来的 郑姓雄先把几个气泡捡起来 体质增加了五点 力量增加了三点 速度增加了四点 总体来说还不错 他将那个石块抓在手里 提示音再次响起 恭喜获得神秘元素石杀戮之星 是否立即使用 郑姓雄毫不犹豫地选择使用 石块化作一道红光 射入他的眉心 接着他的眼睛变成血红色 他眼前的景象一变 站在一片血色平原上 脚下全都是血泥 不断地向外冒着血水 很多奇形怪状的怪物出现 恶狠狠地向着郑姓雄扑过来 想要把他撕成碎片 郑姓雄瞪着血红色的眼睛 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嘀吼 挥动手中突然出现的长刀 向着这些怪物迎上去 他化身为极道修罗 每一刀都带走一个怪物 怪物的血液喷了他一身 他却若无所觉 只是眼睛变得越来越红 杀戮似乎只持续了一瞬 又似乎达到万年之久 直到所有的怪物全被杀光 血色平原才像玻璃一样碎裂 郑姓雄眼中的血色飞快退去 一切又恢复正常 再次看向稀烂的丧尸脑袋 这回一点感觉都没有 他心中产生一丝鸣雾 杀戮之心是锻炼他的意志 让他更好地适应杀戮 能够在这个崩坏的世界 好好地活下去 郑姓雄深吸了一口气 提着削火栓向下面走去 又碰到了几只丧尸 全都落得砸碎脑袋的下场 他除了气泡以外 又捡到了两块碎片 全都是武器碎片 狂暴的钉头锤 盾击兵器 有一定几率打出眩运效果 需要力量20点 坚固的臂盾 小心防具 特性加固 需要力量10点 郑姓雄兴高采烈地 将武器装备上 用力地挥动一下锤子 比削火栓顺手多了 他大步来到一楼大厅 这里有一个丧尸都没有 看看开着的大门 直到丧尸都到外面去了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普通人 体质 33 力量 29 速度 23 精神 32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坚固的臂盾 郑姓雄看了看板面上的数值 又晃动一下钉头锤 觉得信心十足 可以出去浪一下了 他小心地来到门口 向着左右张望了一下 左边一百米的地方 有十几个丧尸在游荡 右边倒是很安全 郑姓雄主要的对手 是小超市门口的六个丧尸 只要把他们干掉 就能到小超市饱餐一顿了 他同时发现自己所处的位置 实际上是在一所校园里 这栋公寓楼 是学生公寓 郑姓雄对周围的环境 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现在的首要任务 还是填饱肚子 其他的以后再说 他脚在地上一蹬 一个剑步冲到丧尸前 飞快地挥动钉头锤 瞬间就将三个丧尸的脑袋砸碎 速度提升的 不光是郑姓雄的奔跑速度 而是包括反应速度在内的全部提升 手速自然也是其中之一 在丧尸反应过来的时候 又有两个丧尸被打爆脑袋 脑浆见的到处都是 散发着一股奇特的味道 远处的那些丧尸闻到这股味道 向着这个方向冲过来 一个个速度飞快 远远超过正常人 郑姓雄狠狠地敲碎最后一个丧尸的脑袋 接着以最快的速度 将地上的气泡捡起来 随后一头扎进小超市 他力量再次得到增幅 单手拽过沉重的货柜 将超市的玻璃门死死顶住 郑姓雄在拽过货柜的同时 从上面抓下两根香肠 疯狂地撕破包装 直接塞到嘴里 恨不得一口就吞下去 那些丧尸冲到门口 不停地拍着玻璃门 玻璃很快出现裂痕 被拍碎是早晚的事情 郑姓雄飞快地将货架上的东西 收进储物空间 接着又把把台拽过来 没想到在把台下面 出现一个墨绿色的包裹 在包裹的边上 还有一个断腿的丧尸 之前被把台压住了 所以没有看到 断腿丧尸恢复自由 挣扎着爬向郑姓雄 显然也是饿坏了 想要好好地吃一顿 郑姓雄毫不犹豫地挥动钉头锤 把丧尸脑袋砸得吸烂 脑浆喷射到包裹附近 好像被什么东西给隔住了 他好奇地将包裹捡起来 提示音立刻响起 发现本土进化礼包 系统扫描存储信息 信息存储完毕 是否立刻打开 郑姓雄被提示音惊到了 没想到 这个礼包是本土出现的 也就意味着 它并不是唯一 这个世界的人 也是可以进化 获得力量的 他转念一想 这才正常 这个世上 没有必死的局 老天爷肯定会给一线生机 就好像他获得系统一样 郑姓雄忽然心中一动 不知道本土的这些人 会不会也得到系统 系统具有唯一性 每方世界 只能出现一个系统 宿主是这方世界 独一无二的存在 不必杞人忧天 郑姓雄听到了系统的提示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选择打开礼包 出现一瓶淡绿色的药剂 发现终极病毒免疫药剂 使用后 可免疫所有病毒 终生不再被感染 与进化药剂排斥 不可再使用进化药剂 是否选择使用 郑姓雄毫不犹豫地选择使用 反正可以减气泡 强化自身 进化药剂 没什么大用处 还是终身免疫 所有病毒诱惑力更大 药剂化作一道绿光 射入它的胸口 很快侵入脊柱 和里面的骨髓融合在一起 并且向着全身流动 郑姓雄就觉得自己的骨头里 好像有一万只蚂蚁 在爬动啃食 这种又麻又痛的感觉 让人生不如死 整个过程实际上 只持续的一分多钟 对他来说 却像一年一样煎熬 汗水将衣服湿透了 混合着血液脑浆 感觉非常不好 郑姓雄将小超市里的东西 一扫而空 随后摸着鼻子 思索下一步应该怎么办 突然出现的净化礼包 让郑姓雄有了危机意识 既然他能得到 别人肯定也能得到 按照系统给出的信息 礼包里的东西五花八门 有很多让人变强的途径 郑姓雄 常人三倍的精神力 令他的思维更加活跃 考虑的东西更加全面 他上辈子看的那些末世小说 里面最恐惧的并不是怪物 而是彻底扭曲的人性 末世说白了 就是丛林法则 强大的人可以为所欲为 弱小的人 只能在绝望中挣扎 最终迎来毁灭 郑姓雄已经走在其他人的前面 不允许再被他们踩在脚下 所以说便强势他的第一药物 没有其他的选择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将目光放在外面那些丧尸的身上 反正不会被感染 为什么不搏一搏 来个单骑便摩托 郑姓雄向着四周扫了一眼 发现边上有个小窗户 立刻来到窗边 用一面小镜子照了一下 确定没有任何危险 他悄悄地从窗户爬出去 看到那些丧尸正围在小超市门口 立刻从后面摸上去 打算先偷袭一波 郑姓雄亲手亲脚地来到丧尸后面 飞快地挥动钉头锤 每一下都打抱一个丧尸的脑袋 眨眼之间就灭掉十几个 丧尸脑将四射散发的味道 吸引了其他丧尸的注意 他们发出恐怖的嘀吼 向着郑姓雄扑过来 郑姓雄一面用盾牌抵挡 一面疯狂地挥动钉头锤 专门对丧尸的脑袋砸 简直就是碎脑暴徒 郑姓雄在战斗中发现 不一定要用手去失去气泡 只要身体能够碰触到 气泡就会融入到身体里面 随着气泡的不断融入 消耗的体力会得到恢复 同时力量和速度会提升 绝对是以战养战的典范 而且随着精神力的提升 系统似乎开发出辅助功能 除了气泡以外的其他东西 会自动存储在空间里 最后一只丧尸的脑袋被打爆 地上尸横遍野 脑浆和血液铺满路面 场面犹如人间炼狱一般 郑姓雄看着自己的战果 有一种豪气甘云的感觉 真想大吼一声 还有谁 他很快就看到成群结队的丧尸 向着他这里冲来 明显是脑浆和血液散发的味道 成为这些丧尸的止路明灯 尽管郑姓雄刚刚捶爆 一百多个丧尸的脑袋 但是面对蜂拥而来的丧尸 依然没有直面的勇气 像兔子一样撒腿就跑 郑姓雄刚刚吸收了大量的气泡 各方面都得到大幅度提升 速度绝对是杠杠的 令那些丧尸望尘莫及 他一边跑一边思考 自己的战斗力虽然够强 但是并非战无不胜 看看天快要黑了 得先找个落脚的地方才行 郑姓雄看到旁边有一座小三楼 三楼挂着窗帘 似乎是住的地方 立刻选择那里 一头冲进大厅 他看到大厅里有两个铁包柜 立刻把柜子拽过来 将门堵得死死的 才长长地喘了一口气 郑姓雄毫无形象地坐在地上 清点自己的战利品 除了被吸收的气泡以外 还有三块碎片和一张卡片 他第一次见到卡片 好奇地拿在手中 卡片是黑色的 正面画着一个模糊的图案 背面是奇特的花纹 捡到全基础技能卡一张 级别为黑铁级 是否立即使用 特别备注 技能卡由低到高分为黑铁 青铜 白银 黄金 以及钻石五个级别 郑姓雄马上选择使用 手中的卡片消失无踪 一股庞大的信息 涌入他的脑海 差点没让他崩溃了 信息很快被消化掉 真不愧是全基础技能卡 囊括了所有的基础技能 只要想到的 立刻就会 神奇的不得了 郑姓雄首先想到的是兵器使用 脑子里立刻出现这股信息 接着融会贯通 再耍起钉头锤 可比刚才强多了 他又把三块碎片拿出来 其中两块是兵器碎片 一块是工具碎片 锋利的长刀 攻击类清兵器 特别加固 需要力量十点 血腥的板斧 攻击类重兵器 特别加固加重 有一定几率打出破甲效果 需要力量八十点 神奇的锻造台 辅助类工具 可以修复 升级 融合兵器 当前碎片八分之一 不可使用 郑信雄看着神奇的锻造台 眼睛都要绿了 这件工具绝对是神器 只可惜不能使用 真是郁闷的吐血 他小心翼翼的 把神奇锻造台碎片 放在空间的最深处 然后打开透明版面 姓名 郑信雄 级别 一级净化者 体质 182 力量 176 速度 158 精神 201 技能 全基础技能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坚固的臂盾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碎片积攒中 郑信雄被板面上的树枝惊呆了 没想到 在不知不觉之间 自己已经变得这么强悍 达到常人的十倍还多 他发现自己的级别 被改为一级净化者 说明自己已经突破普通人的范畴 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强者了 郑信雄再次把目光放在板面上 看到精神已经突破200 觉得能够自动失去碎片和卡片 就是由此带来的好处 至于说 突破100时带来的 应该是随便身体的哪一个部位 触摸气泡都可以吸收 这种情况的出现 让郑信雄在群战中 如同开挂一般 可以越战越强 还是自带奶妈的那种 郑信雄正在高兴的时候 突然听到楼上传来声音 应该是从三楼传过来的 因为体质提升 所以才能听得到 你想要干什么 你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 怎么可以做这么龌龊的事情 离我远一点 你这个死丫头 在这装什么清高 知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情况 到处都是那种吃人的怪物 所有人都只能等死 反正早晚都是个死 还不如随心所欲 一看你就是个厨 死之前 让你尝到做女人的快乐 我也是出于好心 郑信雄总算是听明白了 这个小楼 是一个老教授的家 出事的时候 这里只有两个人 幸运的都躲过一劫 只不过末世降临 那些道貌黯然的老家伙 退去伪装 露出自己的本来面目 变成最邪恶的禽兽 郑信雄听到那个女孩 又传来一声惊呼 显然是那个老畜生 对女孩下手了 她一个礼于打挺站起来 向着楼上冲去 绝对不能让那个老畜生得逞 郑信雄来到一扇门前 呼救声正是从里面传出来的 如今只剩下女孩的哭泣 她毫不犹豫地一脚踹在门上 巨大的力量将门踹碎了 把里面的人吓了一跳 郑信雄看到一个六十左右岁的老人 只穿着一条短裤 把一个柔弱的女孩扔在地上 女孩瓜子脸柳叶眉 颜值在九十分以上 尤其有一股柔弱的气质 更能引起男人的征服欲 她长发披散 脸上全都是泪痕 身上的衣服被撕坏了几处 露出白净的皮肤 更是引人入胜 郑信雄上学的时候是贫困生 参加工作是社畜 陪伴自己的除了五姑娘以外 就只能靠铁平了 她看到一个女神被欺负 就觉得一股无名夜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那个老家伙看着一身血污 两眼冒火 手中提着一把锤子的郑信雄 心中一阵阵发怵 她撞着胆子大吼 你是哪个系的学生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跑到我家里来闹事 不知道我是谁吗 郑信雄冷漠地回答 我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 你是一个为非作歹 披着人皮的衣冠禽兽 像你这样的无耻老贼 有什么资格对我大呼小叫 自己从窗户跳下去 外面有你的同伴 老家伙大声吼叫 我是学校最有资历的老教授 就连校长见了我都得让我三分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你马上从我家里离开 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 不然我一个电话 让你这辈子都拿不着毕业证 他话还没有说完 郑信雄一步来到他面前 伸手掐着他的脖子 单手就给提起来了 郑信雄三步并两步来到窗户前 飞快地将窗户打开 打算把这个老家伙扔出去 老家伙连忙大叫 你想要干什么 我是拿国家津贴的老教授 你要是杀了我 肯定得给我偿命 郑信雄冷冷一笑道 你刚才也说了 这个世道不一样了 之前的那一套全都醒不通 杀了你也是白杀 老家伙急忙辩解 我刚才都是瞎说 国家这么强大 武装力量战斗力彪悍 很快就能镇压这怪物 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你要是杀了我 只肯定是包不住火的 到时候被大家知道 你肯定也是难逃一死 我把这丫头让给你 你千万不要犯婚 郑信雄根本不听这个老家伙的话 手臂微微用力 把他从窗户扔出去 正好砸在丧尸堆里 结果可想而知 你怎么真把欧阳教授扔下去了 他在学校很有势力 这样会有大麻烦的 郑信雄听到声音扭过头 看到女孩双手抓着领口 蜷缩在一个墙角 惶恐地看着他 他板着脸说 像这样的无耻老贼 不拿来为丧尸 难道还留着过年啊 郑信雄刚才已经把锤子收起来 随手撕下身上破烂的衣服 衣服上的味道 实在是太难闻了 因为连续增加体质 郑信雄一身的肌肉棒子 优秀的健美教练 和他比起来 也只能算是渣渣 女孩看着只剩短裤的郑信雄 脸上的恐惧变得更甚 以为他会像那个老家伙一样 想要欺负他 郑信雄猜到女孩的想法 嘿嘿一笑说 我承认你是个吸引人的大美女 不过我不是那个老畜生 起码现在不是 我今天杀了不少丧尸 身上黏糊糊的 在哪能洗澡 另外 你这有没有菜 做点好吃的给我 女孩连忙点头说 这里是书房 隔壁的卧房里有浴室 衣柜里有教授的衣服 你差不多能穿上 楼下的厨房里还有一些菜 我做饭的手艺不错 现在就去给你弄 一定会让你满意 我叫扇思婉 是才会系的 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是哪个系的 以前怎么没见过 郑信雄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不是你们学校的 至于说 为什么会在这里 具体的我也说不好 反正在这就是了 扇思婉觉得自己犯错了 惊慌失措的认错 急急忙忙的向着楼下跑去 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 他这副慌乱柔弱的样子 更让男人生起征服欲 想要把他抓过来 好好地蹂躏一番 郑信雄深吸了一口气 把躁动的心压下去 正如他所说的 现在他还是个人 做不出禽兽不如的事情 可是随着末世的发展 谁也不敢保证自己会不变 也许到那个时候 他会是禽兽中的禽兽 他大步来到卧室 这里的装修极其豪华 一张大床看上去就特别松软 洗浴间里有一个大大的浴缸 郑信雄躺在浴缸里 感受着热水对皮肤的浸泡 舒服的呻吟一声 这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那个老家伙的衣柜 里面全都是名牌 郑信雄挑了一件运动服穿在身上 大小稍微差了点 现在这个时候要什么自行车 有穿的就不错了 他把剩下的衣服全都打包 战斗实在是太费衣服了 总不能当赤裸战神 让大家过眼影吧 郑信雄突然发现 衣柜里出现一个包裹 这是之前见过的净化礼包 心中不由的一喜 连忙把礼包捡起来 他选择打开礼包 里面是一管一级净化药剂 和一把手枪 手枪配着三个弹夹 边上还有一盒子弹 郑信雄毫不犹豫地 将手枪拒为己有 至于净化药剂 反正他不能使用 还不如做个实验 他来到楼下 扇思晚已经把饭菜做好了 一锅热腾腾的米饭 还有几个小菜 颇有一些家的温馨 扇思晚紧张地看着郑信雄 很怕他不满意 到时候不一定使用什么手段 柔令摧残自己 郑信雄露出和善的笑容道 你用不着这么拘谨 赶快坐下吃饭 吃完了 咱们做个小实验 扇思晚听到这句话 吓得脸色惨白 哇一声哭出来 郑信雄看着哭得 离花带雨的扇思晚 一时之间手足无措 只能大吼一声闭嘴 扇思晚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 双手紧紧捂着嘴 坐在椅子上 无声地抽油 更让人想欺负一下 郑信雄瞪着眼睛问 我只是说拿你做个实验 又没说拿你怎么样 干嘛哭成这副样子 扇思晚唯唯诺诺地回答 谁知道 你想做什么实验 是不是要在我的身上 弄那些修人的花样 我还是厨子呢 郑信雄被口水呛到了 果然在柔弱的小白花 都有一颗渴望发污的心 他咳嗽一声 我没你想得那么龌龊 你吃得饱饱的 我要看看你的体能极限 然后给你使用一级进化药剂 看你能够提升多少 以此来判断一下 这个药剂的作用如何 扇思晚听到自己只是做小白鼠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心中还有莫名的失落 鬼知道是怎么回事 他随即反应过来 从凳子上滑落到地上 挣扎着从桌子下面爬过去 紧紧地抱住郑信雄的腿 扇思晚像一只可怜的小猫 瞪着无辜的大眼睛哀求 你不要把我变成怪物 让我做什么都行 什么花样 我都愿意 郑信雄彻底郁闷了 没想到自己在小白花的眼里 竟然是恶魔形象 不过腿上的感觉不错呀 他强忍着心中的欲望 把扇思晚拎到身边的椅子上说 都说了我没那么龌龊 干嘛非要把我往那条道上引 谁说要把你变成怪物 我是给你一个天大的机会 净化药剂是上天的恩赐 使用之后就可以变成净化者 我就是一个净化者 只不过是自主觉醒的 所以想要看一看 和使用药剂的有什么不同 现在听明白了 扇思晚小心翼翼地问 我是个柔弱的女孩 为什么把这么好的药剂给我 郑信雄懒得解释 只是哼了一声 接着让她赶紧吃饭 哪里有那么多问题 扇思晚之前是吓坏了 实际上智商情商都不低 情绪稳定之后 知道自己问的多愚蠢 首先这里除了她以外 没有其他可选择对象 其次做这种实验 身体越柔弱的效果越明显 酒足饭饱之后 不用郑信雄吩咐 扇思晚立刻开始 做各种体能测试 结果惨不忍睹 郑信雄在心心中估计了一下 扇思晚力量顶多也就有五点 体能大约在七点左右 速度能有四点就不错了 他把净化药剂递给扇思晚 他毫不犹豫地一口喝光 露出一副极其舒服的样子 还发出引人入胜的身影声 幸亏整个过程只持续一分多钟 要是时间再长一点 已经口干舌燥的郑信雄 说不定就要化身为禽兽了 郑信雄看着脸上红潮 还未退去的扇思晚 询问他感觉怎么样 扇思晚舔着嘴唇说 刚刚就好像泡温泉一样 浑身上下暖洋洋的 舒服得不得了 我觉得我的身体 比以前的强壮多了 尤其是头脑更加清楚 精力旺盛的不得了 似乎可以控制一些东西 他说着 看向桌上的叉子 叉子晃晃悠悠的飘起来 接着搜一下飞出去 狠狠的钉在墙上 郑信雄心中惊讶的不得了 没想到使用净化药剂 竟然能够净化出一能 感觉自己亏了 系统特别提醒 实验体具有特殊性 三项数值低于常人水平 一项数值特别发达 使用净化药剂后 演变发生变异 才会净化为特殊净化者 特例不值得参考 郑信雄听到了系统的提醒 暗中松了一口气 只要是特例就好 用不着在这起人忧天 不过这也给他提个醒 特例并不是个例 可以发生在扇思婉身上 自然也可以发生在别人的身上 以后对净化者 不能掉以轻心 谁知道对方有什么特殊技能 一旦动手 一定要坚决 绝对不能给对方机会 郑信雄琢磨这些的时候 扇思婉在摸索熟悉自己的能力 已经熟练了不少 并且确定可控制的极限 扇思婉 忽然脚下一个亮枪 身体发软地倒下去 明显是精神消耗过度 把自己累趴下了 郑信雄不及多想 本能的伸手将扇思婉抱住 这种软欲在怀的感觉 实在是舒爽得不得了 他见扇思婉 一副柔软无力的样子 索性来了个公主抱 把扇思婉吓得花容失色 以为难逃独手 郑信雄把扇思婉抱到楼上 随手扔在一张床上 让他好好睡觉养精神 转身走向另外一个房间 郑信雄站在窗边 看着在街上游荡的丧尸 脑筋高速运转 琢磨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人毕竟是群居动物 一个人先别说能不能生存下去 就是那份孤单寂寞 就能将人逼疯 虽说现在有了一个半 但是依然不够 也许天亮之后 可以考虑一下寻找幸存者 在里面挑选合适的伙伴 郑信雄从来没想过要做圣母 在不损坏自己利益的情况下 帮助一些人是可以的 出情况就只能呵呵了 他深吸了一口气 重重地将自己丢在床上 伴随着外面传来的惨叫声 缓慢地进入梦乡 郑信雄没有进入深度睡眠 时刻做好 取出兵器的准备 一旦有风吹草动 能够马上起来应战 也不知过了多久 郑信雄耳边传来轻微的脚步声 立刻将眼睛睁开 看到扇思婉小心翼翼地走进来 扇思婉低着头说 我煮了一锅白粥 不知道你吃不吃得惯 郑信雄点了点头 脸上的表情柔和了不少 扇思婉现在的表现 令他非常满意 扇思婉暗中松了一口气 尽管他已经成为进化者 对自己依然没有一点信心 他已经认真地考虑过 要想在这个世界活下去 眼前这个男人是最大的依靠 郑信雄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能力 把没有吃完的东西 全都收入储物空间 看得扇思婉目瞪口呆 扇思婉更加坚定自己的想法 以后眼前这个男人 就是自己的天 无论他要做什么 都得无条件顺从 这时窗外传来一阵惨叫 凄厉的声音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钉头锤和弊顿出现郑信雄手上 他一个箭步冲到窗前 看到外面的情形 脸色变得凝重 扇思婉好奇地跟过去 同样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 十几个瘦弱的男生 正在完命地奔跑 在这些男生的身后 跟着成群结队的丧尸 丧尸速度极快 很快就有男生被抓到 接着被撕成碎片 扇思婉捂着嘴 不可思议地说 他们为什么要跑出来 难道不知道这样会死 郑信雄深吸了一口气道 不是他们想跑出来 是有人逼着他们跑出来 这个办法叫活人隐尸 就是用活人做诱饵 将丧尸引到其他的地方去 为其他人弄出一条道 方便做一些事情 我只是在小说里 看过这种方法 没想到真的有人会用 想想过了这么久 吃的也应该差不多了 扇思婉明白郑信雄的意思 这些人因为弱小 所以成为诱饵 不管他们愿不愿意 弱小就是原罪 郑信雄回到厨房 把叉子参刀一类的东西 装在一个小包里 随手挂在扇思婉身上 他板着脸吩咐 你的身体 好歹也经过强化 相当于两三个正常人的水平 一会跟着我跑 这些是给你防身的 咱们防的不光是丧尸 同样还有咱们的同类 遇到危险 绝对不能犹豫 听懂了没有 扇思婉连忙点头答应 接着弱弱地问 咱们往哪跑啊 郑信雄重新来到窗边说 这些人应该是从食堂跑出来的 咱们逆其道而行 到食堂去看看情况 困在这里只有死路一条 必须得想办法离开城市才行 光凭咱们是做不到的 必须得有队伍 他的语气极其坚定 让扇思婉有的主心骨 同时在心中对他更加依赖 已经开始向着盲从转变 郑信雄来到门口 猛然将门打开 一个箭步冲出去 扇思婉跟在他身后 勉强能跟得上 他用余光看了一下 发现扇思婉速度能达到他一半的水平 也就是说对方的进化 针对性非常强 那些诱饵的表现还不错 将路上的丧尸引得一干二净 只要卯足进跑就行了 郑信雄实际上对这种情况不满意 没有丧尸给他杀 也就意味着没有东西可减 怎么增强实力呢 两人一路跑到食堂 看到大门扮演着 证明他们的猜想是对的 诱饵就是从这里放出去的 郑信雄心中暗自冷笑 末世刚降临的时候 大家肯定都往食堂跑 认为这里有吃有喝 起码也能多坚持一段时间 但是他们忘记了 没有哪个食堂的食物储备 是大量的 都是两三天运输一次 根本就没那么多吃的 而且因为人都往这里涌 这里的人口密度极大 一旦有丧尸出现 连逃都没地方逃 他要不是为了找人 绝对不会到这里来 实在是太不安全了 郑信雄心里这么想 脚下却不慢 一步冲进大厅 向着边上一闪 立刻站住脚步 他伸手拦住 冲得太猛的扇思婉 手臂碰到一处柔软 显然是碰到不该碰的地方 郑信雄故作不知 向着四周扫了一眼 地上有几十具丧尸的尸体 还有很多破碎的血肉 墙上都是黑色的血斑 以及乳白色的脑浆 足以说明 当时这里有多惨烈 能活下来的 要么是狠人 要么运气好 扇思婉被眼前的情形 吓得脸色惨白 向郑信雄靠近一点 好像一只寻求保护的小猫 郑信雄随手降门关死 接着拽过几张方桌 把门牢牢顶住 幼儿死得差不多了 丧尸该回来了 他板着脸对扇思婉说 要想在这个世道活下去 你这样是不行的 自己调节吧 扇思婉乖巧地点了点头 强迫自己去看那些尸体 连看都不敢看 以后还怎么活 郑信雄向着二楼走去 看到了很多桌椅 将楼梯口插住了 只有一条狭窄的通道 允许一个人通过 他不会让自己处于险地 把血腥板斧拿出来 狠狠地砍向座椅 轻易就砍出一条道来 声音吸引了上面的人注意 很快出现几个 身强体壮的学生 应该是体育学院的体育生 领头的学生大叫 你是从哪冒出来的 谁让你上来的 还不给我滚下去 郑信雄没有理会这个家伙 向里面扫了一眼 发现有几十个人 不过超过半数是女生 剩下的男生都很强壮 在一个角落里 有几个女生白花花地躺在那 两腿成特殊的方式打开 一看就知道经历过什么 剩下的那些女生 脸上都是惶恐的表情 一个个拼命地缩着身体 以前引以为傲的身材 现在是惹祸的根源 郑信雄在心中摇摇头 这些人的劣根性 已经被激发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根本不值得信任 他不打算和对方纠缠 准备从这里离开 扇思婉适应了下面的环境 急匆匆地走上来 那几个男生看到扇思婉 眼睛立刻就亮了 尤其是领头的那个 眼中是赤果果的欲望 扇思婉看到领头的男生 闪过一丝厌恶的神情 他是篮球队长谭木刚 也是学校的四大霸王之一 谭木刚家里是开建筑公司的 和道上的人有来往 再加上身强体壮 一直在学校无法无天 他一直在追求扇思婉 只不过里面牵扯到另外一个霸王 再加上那个老不休 所以一直没有用墙 张牙舞爪的大叫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这里哪轮到你说话 把这个妞留下立刻滚 老子想这个妞想很久了 今天终于能得偿所愿 这个世界太好了 可以让我为所欲为 扇思婉看着穷凶极恶的谭木刚 脸上献出恐惧的表情 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结果一脚踩空 向着后面仰去 郑姓雄出手如电 一把抓住扇思婉的胳膊 随手向怀里一带 又是一个温欲满怀 谭木刚看到这个情形 觉得肺都要气炸了 张牙舞爪的扑过来 谭木刚见扇思婉 被郑姓雄搂在怀里 顿时怒火冲天 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眼珠子都要瞪爆了 郑姓雄淡默地看着他们说 我刚刚看到 有人用活人隐尸 应该就是你们的主意 我劝你们做的人 谭木刚的狗腿子 立刻大呼小叫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和我们这么说话 时代已经不同了 如今是末世了 谁的拳头大 谁才是老大 我们有这个能耐 就有至高无上的决定权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谁敢不同意 郑姓雄没有理会这个狗腿子 而是在扇思婉身上拍了拍 让他杀掉这些混蛋 扇思婉不可思议地看着郑姓雄 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全会让他杀人 郑姓雄板着脸道 这条狗说的没错 这个世道已经变了 只有强者才能生存下去 记不记得我和你说过什么 这个世上最恐怖的不是丧尸 而是人心叵测的同类 你睁开眼睛 好好看看 那边的那几个女孩子 想想他们经历了什么 你是不是也想这样 扇思婉看向墙边的女孩 他们的眼睛里 已经失去了神采 一副木然的样子 好像丢了魂 谭木刚不耐烦地大叫 你们在那默默唧唧地 说什么屁话 乖乖地把这个妞给我 再跪下丢我个十个响头 这件事情就算了 你要是敢说半个不字 我就打断你的四肢 把你扔到外面为丧尸 让你就是变成丧尸 也是个没用的残废 郑姓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松开手向后退了几步 又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谭木刚得意的不得了 向着手下挥了挥手 几个狗腿子 立刻向扇思婉扑过去 扇思婉心中害怕 手忙脚乱地 从包里拿出十几个叉子 向着狗腿子扔过去 叉子打在狗腿子的身上 连一点用处都没有 纷纷掉在地上 只能听个响 狗腿子哈哈大笑 纷纷伸手 抓向扇思婉私密的地方 打算先占点便宜 郑姓雄冷声喝倒 忘了你的本事 你要是这么没用 就给他们当玩物好了 扇思婉听到这句话 勉强克制心中的恐惧 用念能力控制叉子 重新飞起来 在那些狗腿子惶恐的眼神中 叉子狠狠地插进他们的眼睛 疼得他们嗷嗷直叫 郑姓雄再次呵斥 你插他们的眼睛 有什么用 他们要是不死 同样能伤害你 给我插药汗 扇思婉咽了一口兔目 控制叉子拔出来 插到狗腿子的太阳穴上 要了他们的狗命了 谭木刚看得目瞪口呆 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看上去如此柔弱的扇思婉 竟然这么凶残 他两腿一软跪在地上 一边磕头一边哀求 一切都是我得错 是我长了一双狗眼 不应该招惹你们 求你们看在大家是同学的份上 放我一条生路 以后我就是你们最忠实的狗 让我干什么 就干什么 扇思婉看着苦苦哀求的谭木刚 不觉得心软 扭头看向郑姓雄 谭木刚看到这个情形 觉得机会来了 从腰间抽出一把菜刀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混蛋 让你再和老子庄 这个妞在我的手里 还不赶快丢我跪下 你自己把自己的双手砍断 要是不照着我的话去做 我就割断他的脖子 你听明白了没有 郑姓雄露出一副 无所谓的表情 答道 我就没见过你这种蠢货 竟然用这么愚蠢的女人来要挟我 现在是末世 最不缺的就是女人 你杀了她 我不过是损失了一个女人 再找一个就是了 还不动手 谭木刚握着菜刀的手 不停发抖 刀刃在扇丝碗白嫩的脖子上 划出了一道小口 扇丝碗在疼痛的刺激下 小宇宙爆发了 精神力缠住菜刀 直接向外荡开 然后一个回旋 把谭木刚的脑袋劈开了 郑姓雄刚刚就看到几个狗腿子死的时候 尸体边上出现红色的光球 现在又出现了两个 他立刻上前 腿碰在一个光球上 光球迅速融入身体 出现一种泡温泉的感觉 剪到气血乘一 增加寿命七个月 郑姓雄被提示因惊呆了 没想到 杀人能爆气血 还能用来增加寿命 简直是太夸张了 更夸张的还在后面 在这些红色光球 都被捡起来之后 郑姓雄脑中又多了一些信息 气血光球 不但能够增加寿命 还能用来疗伤 关键是 不光给自己疗伤 可以逼出来 给别人疗伤 郑姓雄看着脖子 流血的扇丝碗 决定还拿他做小白鼠 逼出一丝气血到指尖 在他白嫩的脖子上滑了一下 气血迅速地融入进去 扇丝碗脖子上的伤口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复原 几乎在眨眼之间就好了 扇丝碗感受到脖子的变化 急忙用手摸了一下 发现伤口消失不见 惊讶得不得了 郑姓雄板着脸说 今天是你第一次犯错 我给你一个改正的机会 替你把伤治好了 如果要是再有下一次 我绝对不会拐冕 一定让你自生自灭 我的话 你听懂了没有 扇丝碗乖巧地点了点头 看着那些惶恐的女孩 眼神极其淡漠 里面没有丝毫怜悯 扇丝碗从他身后探出头来 犹豫了一下说 他们留在这里 一定会死的 不如救救他们吧 郑姓雄皱着眉头说 咱们现在是 泥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如何能管得了他们 关键是 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一个短发女孩站出来说 看得出 你是有本事的人 你带着我们一起跑 我想 一定能找到落脚的地方 我知道 城里有一处军营 咱们到那里去 说不定能得到他们的庇护 到时候国家救援 肯定就没事了 郑姓雄在心中合计了一下 之所以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找些办 还是先走一步算一步好了 他打定主意 重重地咳嗽了一声 郑姓雄咳嗽一声 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所有的女孩子都面露惶恐 忐忑自己的命运 之前的事情 已经让这些女孩知道 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强者能够决定命运 弱者只能被决定命运 郑姓雄看着之前 说话的短发女孩 发现她的颜值非常高 几乎和善思婉不相上下 她疑惑地看着女孩问 你长得这么漂亮 那些禽兽竟然没对你下手 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啊 善思婉在一旁接话 我知道她的名字叫宋宇柔 别看名字柔弱 实际上并非如此 她是我们学校柔道部的主将 听说还会什么稀巴柔术 连男人都打不过她 郑姓雄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宋宇柔有这个本事 倒是意外之喜 欣喜能拍上一些用场 她摸了摸鼻子道 既然你这么能打 还能坐视其他人被蹂躏 说明你是个懂得审视夺视的人 宋宇柔咬着牙说 你这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不是不想保护他们 实在是做不到 我就算再能打 也不过是个女人 如果照这个情形发展下去 用不了多久 我连自己都保不住 郑姓雄晃了晃手指说 你用不着这么激动 我没有看不起你的意思 相反的更欣赏你 做人最重要的是有自知之明 莫是最不能要的 就是圣母 一旦有圣母出现 圣母必须死 我喜欢你这样之好歹的人 这样你才知道 怎么做最有利 把这里的人组织一下 先撤到小楼去 她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到处转了转 突然发现在一个饭柜的底下 藏着一个包裹 郑姓雄不动声色地 用脚碰了一下 包裹立刻进入空间 等到回去的时候 再看看是什么 他们来到楼下 郑姓雄向着铁门外望了一眼说 现在考验你们的时候到了 拿出吃奶的力气 向小楼跑 到达那里还能活 到不了那里 算自己命短 不要指望我来保护你们 命运握在你们自己的手里 斯婉带头跑 善斯婉毫不犹豫地冲出去 宋宇柔紧随其后 剩下的人鱼贯而出 表现得不尽如人意 之前被引走的那些丧尸 有一部分已经回来了 听到这么多猎物的声音 立刻嘶吼着围过来 善斯婉双手一扬 一些叉子飞在空中 将靠近的丧尸插死 同时速度并没有减缓 宋宇柔跟在她身后 心中惊骇得不得了 作为同级别的笑话 她对善斯婉 多少也有一些了解 善斯婉以前就是柔弱的小白花 除了超高的智商之外 根本一无是处 怎么可能会变得这么厉害 宋宇柔不由地想到 郑姓雄 一切一定和那个男人有关 她在心中做了一个决定 无论如何 要抱住那个男人的大腿 这样才能好好地活下去 其他的女生 根本没时间想这些 有几个吓得腿软的 一头栽倒在地上 变成丧尸鲜美的食物 郑姓雄慢悠悠地走在后面 不断地砍杀着丧尸 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属性 同时还有一些碎片 她的运气非常不错 弄到了两个空间碎片 空间被扩大到500平米 每块空间碎片 带的空间都是不一样的 另外还得到了几件兵器 暂时没有鸟用 先扔在空间里 等到以后有用的时候再说 大家经过一番夺路狂奔 终于回到之前的小楼 人数减少了一大半 剩下的进去就贪软在地 这些女孩缓过境之后 哇的一声哭出来 全都哭得梨花带雨 有两个还骂出声来 郑幸雄走到两个女孩面前 伸手掐住他们的脖子 一点连香西域的心都没有 直接就扔出门口 剩下的女孩全都被吓住了 一个个死死地捂着嘴 不敢让自己发出声来 郑幸雄冷漠地看着他们说 有一件事情 你们要清楚 我不欠你们的 更不是你们的舔狗 不会惯着你们 你们刚才跑的这点路 不过是一个开始罢了 以后要跑的路更多 你们以为想活下去 是那么容易的事 我不管你们以前是不是天之娇女 你们想要跟着我 就得守我的规矩 宋宇柔立刻说 我不管别人怎么想 我肯定是要跟在你的身边 不管你有什么样的规矩 我都无条件遵守 只要你不抛下我 不让我自生自灭 以后你就是我的主人 你让我做什么都行 我完全属于你 郑幸雄之前所有的表现 都是来自于杀戮之心的影响 实际上他的内在 依然是那个社畜 如今有一个女神级别的人物 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他心里是极其受用的 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而已 郑幸雄重重地咳嗽一声 你们其他人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这个人很民主的 绝对不会强迫你们 这里还储备了一些粮食 你们在这里休整一下 咱们不可能一直待在校园 终究还是要出去的 他说完不再理会这些女人 大摇大摆地回到楼上 把包裹从空间里拿出来 郑幸雄决定先看一下属性版面 然后再琢磨其他的事情 姓名 郑幸雄 级别 一级进化者 体质 201 力量 220 速度 165 精神 229 技能 全基础技能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坚固的臂盾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等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1%碎片积攒中 如今除了速度以外 其他几项 全都超过200 只要再把速度提上去 兴许就能成为二级进化者了 另外在兵器方面 只显示使用的几种兵器 剩下的都放在空间里 并没有显示出来 郑幸雄将手一翻 一个巴掌大的小口袋 出现在手上 这是被称作神奇标囊的兵器 按照这件兵器的说明 里面存有一百只飞镖 关键这个数额是不变的 就是有飞镖取出之后 立刻会进行补充 这个神奇胶镖 简直就是为 扇斯婉量身定做的 可以令他的能力 得到进一步的加强 郑幸雄将镖囊放在一旁 随手将包裹打开 被里面的东西惊到了 郑幸雄把得到的包裹打开 一道光芒闪过 桌子上出现一张卡片 空间里出现一辆装甲运兵车 他看着空间里的装甲运兵车 不由地咽了一口吐沫 有这么个大家活在 离开校园的安全性提升了不少 根据包裹的信息 这辆装甲运兵车 是最先进的暴风雪型号 使用的是特殊的重油 加满一次可以运行30年 现在这辆车就处于满油状态 除非是被摧毁掉 否则在30年之内 动力方面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至于说武器方面 在装甲运兵车的顶部 有一部遥控武器塔 里面包括一挺大口径高射机枪 并连了一挺重机枪 一挺轻机枪 在弹药储备方面 高射机枪储弹1000发 重机枪拥有5000发子弹 轻机枪达到惊人的1万发 真不知道储备在哪里 除此以外在车里 还有12个武器加层 里面有12只突击步枪 同时还有1200个通用弹夹 弹药数量相当可观 郑姓雄在心中做出决定 这辆装甲运兵车 绝不轻易使用 一定要当做一张底牌 关键时候 兴许可以救命 他把目光放在卡片上 上面的图案是一个猫女郎 看上去特别的妖娆 同时又充满了力量 这张卡片是比进化药剂 更厉害的人物卡片 每个人一辈子只能使用一张 使用之后 就不能再用进化药剂 使用了人物卡片之后 会得到人物卡片的力量 往往是出道极巅峰 至于说再想进一步 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人物卡片从低到高 分为C B A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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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个级别 可以说是好坏参半 郑姓雄眼前的这张卡 是B级的猫女卡 使用之后就拥有猫女的力量 倒是不能小看 别说这张卡 并不适合郑姓雄 就算是合适 也不会使用 作为一个拥有系统的男人 怎么会把自己局限住 郑姓雄心中 已经有了合适的人选 向着外面喊了几声 扇思婉先走进来 他把神奇的镖囊 递给扇思婉 让他在上面滴一滴血 完成滴血认主之后 就获得全部的信息 扇思婉乖巧地 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血滴在镖囊上 从上面射出一道红光 进入他的眉心 他和镖囊建立联系 以后就是镖囊唯一的主人 心中高兴得不得了 像个小女孩一样 蹦跳起来 郑姓雄笑着说 有了这个镖囊 以后你的安全就更有保证了 没事的时候 好好练习一下 不要到时候打不中 扇思婉笑眯眯地点头答应 决定立刻就去试一试 郑姓雄让他把宋宇柔叫进来 宋宇柔在门口深吸了一口气 随后推门而入 平静地站在郑姓雄面前 他柔声说 不知道主人找我有什么事 只要主人有需要 我随时都可以 现在叫你过来 是有件事情和你说一下 我这里有一张卡片 可以赋予你强大的力量 但是在使用之后 有一个弊端 他将卡片的作用讲了一下 然后询问 我觉得你练过柔术 非常适合这张卡片 愿不愿意使用 宋宇柔欣喜若狂地说 熊哥愿意把这张卡片给我 我当然愿意使用 太感谢熊哥了 不管怎么叫 在我心中 熊哥都是主人 我的一切全都属于你 郑姓雄不由地咽了一口口水 勉强压住心底的悸动 把卡片交给宋宇柔 宋宇柔同样是使用 滴血认主的方法 将一滴血滴在卡片上 卡片化作一道光 将它彻底笼罩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 笼罩在宋宇柔身上的光芒散去 它换上了一身紧身皮衣 和卡片上的猫女一模一样 紧身皮衣 把宋宇柔的身材 勾勒得玲珑有致 绝对是引人入胜 让人充满了犯罪的欲望 宋宇柔轻舔着嘴唇 轻轻地浮在郑姓熊的怀里 真的就像一只猫一样 似乎是等待主人的爱抚 郑姓熊 作为一个正常的男人 哪能受得了这种诱惑 迅速化身为禽兽 接下来的风景 不足于外人倒栽 她看着床单上的一抹烟红 露出满意的笑容 同时 心中充满了庆幸 如果不是在这样的世界 像宋宇柔这样的女神 她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 更别说是拥有了 宋宇柔虽然刚刚破身 但是拥有猫女的力量 这点小创伤 根本算不了什么 郑姓熊来到楼下 见善思婉嘟着嘴坐在一旁 小脸阴沉得可怕 心中不由的好奇 她坐到善思婉身边 笑着问 是什么事情惹你生气 说出来 让我乐呵乐呵 善思婉撅着嘴 同时又有些惶恐说 我今天表现得不好 你又有新人了 是不是就不要我了 郑姓熊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这个丫头 竟然是为了这件事情生气 心中不由的一阵欢喜 善思婉是郑姓熊在这个世界 碰到的第一个女孩 又这么单纯可爱 所以在她心中的地位 莫名其妙的极其稳固 郑姓熊笑着说 你在胡思乱想什么 除非是你自己离开 否则我的身边 始终有你的位置 再说 我又不是不想 是你自己不愿意 都说强扭的瓜不甜 这种事情 哪有抢求的 善思婉生气的哼了一声 瓜你没有吃到嘴里 怎么就知道 强扭的瓜不甜 再说 用强的也不是没有 反正我赖定你了 你就是撵我都不走 早晚把瓜味到你嘴里 看你到时候还说不甜 她这副耍小性子的样子 看得郑姓熊目瞪口呆 果然每一个女人 都不是好招惹的主 善思婉之所以会有这种表现 实际上 是有深深的危机感 之前在食堂的表现不好 又不如宋宇柔主动现身 怎么感觉自己都是一无是处 万一真的被抛弃了 在这个世道 怎么活啊 不管一个人的本性是什么样的 都会随着大环境而改变 人之所以为天地主角 就是因为懂得适应 郑姓熊没有在这件事情 尚多浪费精力 接下来要研究另外一件事 郑姓熊在大家吃饱之后 召开一个饭后会议 主要是集思广义 研究下一步怎么走 这些女孩子 根本没什么想法 一个个只能瞪着美丽的大眼睛 无知的东张西望 善思婉犹豫了一下说 我觉得咱们现在要做的 是想办法和外面联系上 只有这样才不会做睁眼下 孙丽颖立刻反驳道 可是怎么和外面联系 总不能杀出去吧 林敏仪在一旁附和 就算是杀出去的话 能不能找到人 还是个问题 拜托 不要这么无脑好不好 这两个女人 是宋宇柔的小跟班 知道宋宇柔成了 郑姓熊的女人 也跟着杨起来了 在这两个女人看来 能够对宋宇柔产生威胁的 也就是善思婉 要是能把她踩下去 肯定是大功一剑 善思婉眨着眼睛说 无知不是你们的错 但是表现出来就不对了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 这里一直都有电 而且有足够的水给你们喝 甚至还能让你们喜热水澡 韩素九恍然大悟道 我想起来了 这里是欧阳教授住的地方 当初学院为了把她请到这来 可是花了大力气 这栋房子里所有的器具 全都是最先进的 整个楼顶的瓦片 都是太阳能发电瓦 而且具有巨大的储备电池 就算是连下一两个月的雨 储存的电也绝对够用了 所以只要有太阳 这里的电就不会缺 有电就能启动净水装置 对那些污水进行过滤 所以才会水电齐全 不像其他的地方 已经断水断电了 她是少有的建筑系高颜值美女 因此说的头头是道 大家也没有办法反驳 善思婉赞同道 的确是这个样子 也就是说 咱们只要找到能和外面联系的工具 就可以在这里使用 槟城好歹也是一个新一线城市 相信能做到这一点的人不熟 怎么知道就联系不上 而且军方如果想建立庇护所 营救百姓的话 同样也需要发放信息 万一碰到漏网之鱼呢 他本身就是以智商著称的校花 如今静下心来 认真的思考这些问题 绝对不是别人能比得了 郑信雄点了点头说 斯婉说的非常有道理 现在的问题是 到哪里去找联系工具 韩素九立刻说 我知道半导体系的苏联青老师 组装过一个电台 据说收集电波的能力非常强 苏老师一直住的是单身公寓 幸存下来的可能性非常高 只要能够找到他 很多事情都方便多了 郑信雄摸着下巴想了一下 觉得可以试一试 反正也要出去杀丧师捡好处 到哪杀不是杀啊呢 他点了点头说 就按照你们说的去做 正好吃的东西也不多了 还可以找个地方补充一下 林敏仪立刻应答 在单身公寓附近 有一个新建的大型商场 里面的东西非常齐全 就是太多了 一个人拿不了呀 郑信雄晃了晃手指道 我和你们想象的不同 你们做不到的事情 并不意味着我做不到 我明天早上去找人 斯婉与雨柔留在这里 不管出现什么情况 都不要轻举妄动 宋雨柔连忙说 雄哥放心好了 我一定会把家看好 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郑信雄不可置否地应了一声 接下来自然是石髓之位 和宋雨柔滚在一起 扇思婉躺在床上 一边不停地磨牙 一边又犹豫不决 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像宋雨柔一样 同样睡不着的 还有其他女人 她们的想法就很简单了 如何找机会把自己献出去 免得成为牺牲的对象 早饭没有浪费粮食 而是煮了一箱方便面 除了郑信雄三人 其他人能垫个底就不错了 郑信雄看着舔盘子的女孩们 眼中没有丝毫怜悯 生米恩 斗米仇 她们摆正心态 知道应该如何自处 郑信雄又交代了几句 随后打开门冲出去 尽管以她的能力 已经不在乎小规模的丧尸 但也不敢掉以轻心 谁知道会不会有意外情况 郑信雄向着单身公寓方向 小心摸索 碰到落单的丧尸 轻易将对方面杀 然后得到一些属性东西 今天的运气并不太好 能掉落东西的丧尸 比之前少了不少 而且大部分都是属性气泡 碎片和其他物品几乎没有 郑信雄发现 学校里的幸存者不守 这些人看到她在校园里行动 一个个激动得不得了 大叫着 让她救命 其中有不少的女生 不停地摆手弄姿 表示 只要救他们出去 摆布什么花样都行 郑信雄没有理会这些人 依然快速前进 由于她的表现 以至于很多人认为 丧尸并没有想得那么可怕 一些男人觉得自己也行 索性组队冲了出来 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只是给丧尸加叉而已 郑信雄听着不断响起的惨叫声 眉头挤成一个穿字 可以不在乎这些家伙的死活 但是 他们会引来更多的丧尸 她这次的目的是 救人找东西 这种情形对她很不利 必须得加快脚步 免得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郑信雄脚下生风 移动速度又快了不少 终于来到单身公寓附近 首先看到的是那个商场 她在心中和解了一下 决定先到商场去 先不说苏联青现在生死不知 就是找到人之后 总不能带着她去商场 那样还不如让苏联青 先待在房间里 安全系数反倒更高一些 末世降临的时候 商场里的人并不多 所以丧尸的数量 远远少于外面 郑信雄很轻易 就把商场里的丧尸 一扫而空 这回的运气不错 除了获得属性之外 减到了两个能力碎片 其中一个是兵器精通 不管什么样的兵器 在她的手 都好像练过许多年一样 使用起来极其顺手 另外一个被称作三十眼 同时 兼具透视 全视 以及夜视三种能力 正好是主动 半主动 和被动技能 有的这两项技能的加持 郑信雄实力有了巨大的飞跃 郑信雄对这两项技能非常满意 立刻把板面打开 了解一下自身的属性状态 姓名 郑信雄 级别 二级进化者 体质 231 力量 242 速度 209 精神 243 技能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三视眼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坚固的臂盾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等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1%碎片积攒中 果然是功夫不负有心人 四项属性都达到200以上 并且成为二级进化者 应该算是独占凹头了 郑信雄仗着自己的储物空间足够大 被商场直接进行扫货 很快就把东西扫荡一空 接着向地下超市前进 商场的地下超市 货源极其充足 尤其是在库房里 有大量的存货 毫不夸张地说 就凭这些东西 在别墅里生活个三年五载 都不会有任何问题 到时他就是国王 那些女人都是他的奴仆 完全可以欲于欲求 郑信雄迅速将这个念头掐灭 温柔相视英雄种 无论如何也不能沉迷其中 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风险 他重新来到了地面 正打算离开商场 突然停住脚步 使用全视眼 将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 郑信雄认真地观察着 终于发现一条黑影 从一扇卷帘门后面 飞快地冲到另一扇防火门后面 以此向他靠近 他立刻使用透视眼 防火门在他眼中消失不见 看到一个身材瘦小的丧尸 正向他不停地张望 这个丧尸的眼神和其他的不同 显得更为灵动 说明其有一定的智慧 最起码能够分辨危险 而且从刚才的移动速度来看 这个丧尸的速度更快 和敏捷达到200以上的郑信雄不相伯仲 郑信雄装作了 没有发现这个丧尸 继续向着外面走 后背对着他 给他一次出手的机会 丧尸的眼神闪烁了一下 飞快地冲到一个柜台后面 这个角度更适合普及 郑信雄依然自顾自地向前走 似乎是一点都没有察觉危险的到来 丧尸酝酿了半天 终于从柜台后冲出来 仿佛一阵风一样 一下就扑到郑信雄背后 郑信雄猛然一个转身 借着回旋的力量 挥动手中的板斧 向着丧尸的脑袋踢过去 丧尸冲得速度太快 这一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根本就杀不住闸 一头撞在斧头上 脑袋被砍成两半 他直接来了个大爆 气泡出现了好几个 同时还有四个碎片 以及一块眼睛形状的石头 郑信雄先把气泡捡起来 没想到全都是敏捷属性 一下子增加了50多 绝对是后来居上 接着是四个碎片 其中一个是空间碎片 储物空间又增加了100多平米 另外一个是武器碎片 没有太大的用处 剩下的两个碎片倒是带来了惊喜 其中一块是神奇锻造台的组成部分 另外一块被称作富足的灵田 郑信雄注意力被富足的灵田吸引了 根据得到的消息 只要将这件工具凑成 就可以拥有一个类似于农场游戏的空间 可以在里面栽种各种种子 从而得到各式各样的东西 理论上来说什么都能种 就是把自己种进去都行 能长出什么就不知道了 郑信雄在心中感叹一番 接着抓起眼睛形的石头 石头化作一道流光 射入他的额头 出现一个眼睛形的印记 他拿镜子照了一下 弄得跟二郎神似的 脑子里出现这只眼睛的信息 顿时吓了一跳 这只眼睛被称作勘察之眼 是可进化类的技能 如果能得到后续的进化时 进化到天眼不是问题 勘察之眼属于主动技能 使用的时候 面对使用对象 就能知道对方的确切信息 这只眼睛是可以隐藏的 这样就不会被人发现 否则像个怪物似的 不一定引出什么样的麻烦 郑信雄使用信息传递的口诀 将额头上的印记隐藏 随后对被砍死的丧尸 使用勘察之眼 兵级敏捷型丧尸 智慧相当于五岁小孩 特点速度极快 特技无 郑信雄被脑子里的信息惊呆了 没想到这只丧尸 竟然是有级别的 实在是出乎意料 系统发现全新信息 进行扫描整合 扫描整合完毕 请接受信息传输 郑信雄脑子里有轰的一声 又是一股信息流 像洪水一样冲进来 弄得他头晕脑胀 他用力地甩了甩头 总算是恢复过来 开始查看系统 传递的信息 丧尸一共分为兵 将 帅 王 皇 帝 圣 神 组九个级别 目前只出现了兵级丧尸 随着时间的推移 其他级别会陆续出现 兵级丧尸和普通丧尸比起来 主要是具有一定的智慧 同时在某一项属性上特别突出 与二级进化者不相上下 但是从总体的实力来看 兵级丧尸实际上是比不上二级进化者的 应该是略强于一级进化者 而且 这个世上除了丧尸以外 还有由动植物变成的怪物 这些怪物的力量 比丧尸要大得多 更加难以对付 郑幸雄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在心中暗自庆幸 自己的运气相当不错 直接被扔在校园里 校园里养宠物的不多 所以到目前为止 还没碰到怪物 随着实力的不断提升 自保的能力越来越强 即便是现在碰到怪物 也拥有一战之力 若是一开始就碰到 肯定直接给怪物加仓了 郑幸雄调整好心态 向着商场外面走去 和进来的时候不同 这回多加了几分小心 他之前觉得 丧尸已经没什么威胁 只要不陷入尸海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以显得掉以轻心 这次的兵级丧尸 彻底为郑幸雄敲响警钟 让他知道 这个世界没那么简单 如果要是粗心大意 很可能会阴沟里翻船 最终把命丢在这里面 所有的一切 全都成为泡影 郑幸雄干掉几十个游荡的丧尸 来到单身公寓门前 用透视眼看了一下 将里面的情况了然于胸 他小心地将门打开 一个闪身来到里面 一点点的线上摸索 终于来到目标所在的房间 郑幸雄用透视眼看穿房门 发现屋里很整洁 一个穿着睡衣的年轻女人 正坐在桌前忙碌 他心中产生了疑惑 单身公寓和别墅不一样 不具备太阳能发电功能 苏联青怎么会有摆动电器 郑幸雄忽然心中一动 伸手在门上敲了敲 里面立刻传来询问的声音 他平静地回答 我是一个幸存者 听说你这里 有能和外面联系的工具 所以过来带你走 郑幸雄话音刚落 看到一根电线伸到门上 接着门咔一声打开了 更确定了他的想法 他一个闪身进到屋里 在将门关上的同时 使用勘察之眼 看向苏联青 一级进化者苏联青 特殊能力电器精通 控制电子设备 隐藏能力自身发电 使用电能攻击 苏联青见郑幸雄不说话 谨慎地看着他 悄悄地调动屋里的电线 随时准备进行绞杀 郑幸雄摊着手说 我希望你不要轻举妄动 如果我想对你不利 这些电线根本就不了你 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二级进化者郑幸雄 为了刚才说的目的 特意来带你离开 跟我走吧 苏联青瞪着眼睛叫嚷 我凭什么要跟你走 我在这里挺好的 储备的粮食 起码能用一两个月 跟着你这么一个陌生的男人 谁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危险 还不如留在这里 等待救援的到来 郑幸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要是这么想 我只能说你一想天开 救援也许会有 但是不会到这里来 你的心里应该非常清楚 人是有等级之分的 你觉得你有什么资格 让他们耗费人力物力来救你 不要和我说搜寻幸存者 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骗人的 这个时候优先考虑的是活着 其他的都可以不在乎 他拥有超过200的精神属性 头脑清晰的不得了 对于事情的考虑 比电脑还要全面 苏联青背对的哑口无言 他年纪轻轻就能成为大学的老师 头脑自然不是白给 知道这番话一点都不错 郑幸雄继续说 咱们退一万步讲 就当会有人来搜救 你觉得多久能到这里 这段时间你怎么过 人在不缺吃穿的情况下 最怕的就是孤单寂寞 你只面对这么大的房间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不会把自己逼疯骂 苏联青再次被说得哑口无言 别说是那么长的时间 就算是这几天 已经把他憋得够呛 郑幸雄看到苏联青的表情变化 趁热打铁说 你应该知道欧阳教授 如今他的房子被我给占了 成为一个临时的收容所 里面有我从食堂带出来的一些女生 其中有一个女生叫韩素九 就是她知道 你手里有能和外面联系的工具 所以我才会到这来找你 你如果执意不和我走 我也绝对不勉强 希望你能把工具交给我 大家算是结个善缘 苏联青傲娇的哼了一声 不是我瞧不起你 就算我把电脑交给你 你和外面也联系不上 既然你飞了这么多口水 我就暂时相信你一次 可是我的电脑是个激战 你怎么拿走 郑幸雄淡然一笑道 不要用你的无知 猜测我的本领 把你要拿的东西全都准备好 一次性全都带走 尤其是你储备的那些食物 更是不能浪费 周围的那些邻居 是不是也有食物储备 直接一招会了 苏联青对他的话将信将疑 首先指向那个激战 东西果然不少 光机箱就有十几个 郑幸雄将手一挥 把激战收到空间里 看得苏联青目瞪口呆 随后兴奋地跳起来 哇哇地大叫不停 郑幸雄无奈地摇摇头 把苏联青准备的东西都收起来 带头离开房间 本想向其他的房间搜索 结果苏联青说 这里幸存的人不少 毕竟每一户都是关门闭户 丧尸根本进不去 就是里面的变了 同样也出不来 郑幸雄想想空间里的那些东西 也觉得没必要多此一举 反正从学校离开之后 可以搜索的地方多了 他心中一动 问苏联青 你是怎么成为进化者的 能力具体怎么使用 苏联青大咧咧地回答 我是在厨房弄饭的时候 菜板上突然多了一个包裹 把我吓了一跳 当时身上暖洋洋的 好像洗三温暖一样 在光芒散去之后 我的脑子里就多了一些东西 我可以控制各种各样的电器 还可以把电器拆解 使用里面的东西对付敌人 之前我在走廊 发现两个丧尸 就是扔出一个电运斗 让电运斗像手榴弹一样炸开 把他们炸得粉碎 郑幸雄听到这里 心中就有数了 之前在商场弄了不少的电器 看来必要的时候 可以当炸弹使用 他拿出两个小电器 交给苏联青 让他他用来防身 然后带头向着小楼的方向摸索 这一路倒是颇为顺利 并没有碰到兵级丧尸 只是砍了几十个普通丧尸 除了一些属性以外 什么都没有得到 他们回到小楼 那些女孩子 慵懒地躺在地上 有几个还在打扑克 看上去倒是颇为清闲 郑幸雄眉头微微一皱 不过什么都没说 现在这种情况 说什么都没有用 韩素九跟在扇斯婉身后忙碌 看到他们回来了 立刻就迎上来 态度极其恭敬 郑幸雄咳嗽一声 你去把三楼的房间收拾一间 以后除了我和他们三人之外 其他人不允许到三楼 韩素九连忙点头答应 急忙到楼上去收拾 怎么看 都像是一个听话的女仆 郑幸雄把三个女人叫在一起 介绍说 你们都是一级进化者 以后一定要互相帮助 不允许出现任何龌龊 听明白我的话没有 扇斯婉乖巧地点头答应 宋宇柔低着头不说话 显然在拥有力量之后 心中多少有些不安稳 郑幸雄没心思猜测他们的想法 只是让他们遵守命令 剩下的事情听天由命好了 兵级丧尸的出现 以及怪物的信息 让郑幸雄有了一种紧迫感 必须得赶快变强 没心思顾及其他 他板着脸说 我这次出去 碰到了进化的兵级丧尸 这种丧尸能力大幅度提升 并且拥有一定的智慧 你们三个人联手 应该可以干掉一个兵级丧尸 如果要是一对一 几乎没有任何胜算 可以说死定了 除此以外 还有动植物变成的怪物 虽然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见到 但是不能保证以后碰不到 怪物的实力究竟有多强 现在还不是很清楚 就是我能不能全身而退 都是一个未知数 宋宇柔之前的那点小心思 在听了这句话之后 立刻抛到九霄云外 再次坚定之前的想法 苏联青却犹豫了一下说 既然我能通过包裹 变成一级进化者 想必别人也可以 如果能多找一些志同道合的人 将大家的力量合在一处 是不是日子会好过一些 宋宇柔绝对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警生 立刻把之前食堂的事情说出来 他一副后怕的样子说 我觉得和丧尸比起来 人才是更可怕的 越是有本事的人 越不一定干出什么事来 如果真的有那么多人聚在一起 万一要是有人心怀叵测 到时还不一定出现什么状况 弄不好 先死在他们的手里了 善思晚连声附和 我也觉得是这个样子 信雄之前 说在这个世道 最难测的就是人心 最危险的 反倒是同类 苏联青犹犹豫豫的说 你们说的不无道理 但是 咱们也不能自己关起门来 根本不管外面的事情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还找我回来干嘛 何必与外面联系 关上门自娱自乐多好 郑信雄点了点头道 他说的很有道理 与人接触 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要想不被人欺负 就得用实力做后盾 咱们一方面 要寻找更多的包袱 把自己人培养起来 另外一方面 也要精诚团结 凝成一股声 才能让人怕 一会我去校园里找一找 看看会不会有什么收获 你们主要是守在这里 让大家有最后的退路 三个女人连忙点头答应 表示一定会好好配合 绝对不会让郑信雄失望 郑信雄先把小楼附近的丧尸 彻底的倾搅了一番 这回碰到一个力量型的兵级丧尸 他仗着自己的速度够快 围着对方一顿暴砍 生生将其砍成肉泥 力量一点没发挥出来 这个丧尸 只爆出一些属性气泡 果然全都是力量属性 令郑信雄的力量 增加了几十点 只可惜 没有突破三百大关 不过随着力量的提升 郑信雄对那些重兵器 使用得更加得心应手 索性把清兵器 全都扔在空间里 将来当合成材料使用 郑信雄就像一只暴熊 不断地大杀四方 晚上也是精力旺盛 把送上门的孙丽颖和林敏仪 一起笑纳了 他看着瘫软在床上的两个女人 又在心中感叹了一番 这个世道对他来说 真的难说好坏 郑信雄来到苏联青的房间 基站已经彻底置起来了 只可惜 能收到信号极其有限 而且都是毫无意义 苏联青摇着头说 现在收集到的都是游离信号 根本就没有什么用 不过 我发现有一处信号 就在咱们校园里 从平面图上定位 应该是在体育馆附近 我查了一下之前的资料 在出事的那天 那里有一场游泳比赛 应该有不少人在 就是不知有多少幸存者 郑信雄 拥有超高的精神力 几乎已经达到过目不忘的水平 认真的看了看平面图 将一切记在脑子里 他独自一个人离开小楼 向着体育馆的方向前进 刚开始的时候还好 后面碰到的丧尸越来越多 也从侧面说明 当时体育馆聚集了多少人 郑信雄脑补一下当时的惨象 不由得打了一个寒战 经过一番暴力击杀 郑信雄终于杀到体育馆的附近 基数大就是有好处 得到的东西属实不少 这次最大的收获 就是获得了智慧之心 令他的智慧大幅度增长 思考问题更加全面 能够做出正确的取舍 同工之妙可以放在一起使用 另外锻造台和灵填 都已经拥有了三块碎片 照这个进度下去 很快就会有工具使用了 在兵器方面 弄到了一面牢不可破的塔盾 正好用来取代弊盾 更加适合他暴力的打法 姓名 郑信雄 级别 二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319 力量 384 速度 309 精神 356 技能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全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勘察之眼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牢不可破的塔盾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等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三分之三碎片积攒中 富足的灵填 三分之三碎片积攒中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七分之一碎片积攒中 他看着版面上的数值 和系统沟通了一下 得知想要成为三级进化者 必须各项属性 全都突破500才可以 郑信雄对此 倒是不着急 反正这个世界最不缺的 就是丧尸 只要一直杀下去 升级是早晚的事情 他使用透视眼 打量体育馆 很快就找到大量的幸存者 这些人全都缩在顶层的大厅里 郑信雄觉得不解的是 在这些人之中 有十几个人的身体特别强壮 怎么看都不像是学生 反倒像是练家子 他毕竟不是这个学校的人 对学校的情况并不了解 这十几个人 实际上是保镖 负责保护一个叫 宁兵王的学生 宁兵王是宁家的大少爷 而宁家是宾城第一大家族 可以说是黑白两道通吃 就连衙门都得给面子 正是因为这些保镖的存在 他们才会在第一时间打退丧尸 然后在大厅苟延残喘 一直活到现在 宁兵王本来就不是个豪鸟 如今又是这种情况 更是嚣张的不得了 郑信雄虽然不知道这些 但是在拥有智慧之心之后 只要用心想一下 大智能猜到端倪 他没把这个二代放在心上 大摇大摆地走进体育馆 挥动血腥板斧 生生地杀出一条血路 郑信雄将斧头扛在肩上 大步走进大厅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这些人脸上的表情不一 一个看上去极其干练的男人 向着前面走了两步 伸手拦住郑信雄 男人双手抱拳说 在下是堂王门的虞书坤 不知道阁下怎么称呼 郑信雄没有立刻回话 而是使用勘察之眼 读取对方的信息 拥有按进修为的现武者 实力和出入的二级进化者相当 拥有一定的战斗技巧 不可小看 郑信雄看到这个信息 心中颇为惊讶 没想到眼前这个人 竟然是个练武的 而且还有一定的本领 他在心中合计了一下 出入的二级进化者 应该是指数据在20万03百之间的 对方的实力还不如他 但是对方拥有战斗技巧 想必指的是功夫 有功夫加成 战斗力肯定有所提升 的确不能小看 郑信雄在之前捡到的技能里 有拳脚精通和顶级格斗术两项 所以真的打起来 倒也不出对方 他又用勘察之眼 看了一下另外那些人 其中只有两个被评价为明镜 勉强和一级进化者相当 至于说剩下的几个人 也不过就是身强体壮 并没什么大不了 随便就能将其打发 这一切说起来复杂 实际上也不过是十几秒钟的事情 在外人看来 郑信雄不过是愣了一下神 郑信雄大咧咧地说 你用不着和我套近乎 我从来没练过舞 和你肯定不是一条道上的 我是接收到你们发出的信号 知道这里有幸存者 所以过来看看情况 看起来你们的状况并不好 尤其是那几个漂亮女人 腿都合不拢了 尽管漂亮是原罪 也不用这么没人性 有点过分了 他的话音刚落 宁兵王从一个简易房间里走出来 一副鼻孔朝天的样子 好像有多牛似的 宁兵王极其嚣张地说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管本少爷的闲事 听你刚才说话的意思 应该是也有一伙人 本少爷就勉为其难 收你们做我的狗 还不给我跪下任主 郑信雄惊讶地看着宁兵王 真想把这家伙的脑袋撬开 看看里面是不是全是江湖 这种话也能说得出来 不是一般的缺心眼啊 于书坤脸色同样变得极其难看 郑信雄一看 就不是个好惹的主 少爷还敢这么说 真是往死路上赶 他急忙行李道 我们少爷就是愿意开玩笑 兄弟千万别往心里去 你要是看中这里的妞 带走就是了 宁兵王听到这句话 直接就跳了起来 张牙舞爪的大叫 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别忘了 你只是我们宁家的一条狗 竟然敢替主人做主 我看你不想活了是吧 郑信雄接过话头 就这么个玩意 你们也能忍得了 不知道以前是什么情况 现在已经不同了 你们仔细地看看外面 就知道 世道不一样了 甭管以前有多大权势 现在不过是过眼云烟 就这么一个顽固子弟 也敢在你们面前大呼小叫 要不是由你们护着他 他早就让丧尸给啃了 这么一个不懂感恩的玩意 还留着他干什么 直接扔出去为丧尸 大家的耳边都清静了 他这番话说的合情合理 那些保镖听了之后 都露出认同的表情 叹了一口气说 我知道你说的很有道理 可是他爹对我有救命之恩 无论如何都要护他周全 希望你能高抬贵手 不要和他一般计较 如果一定要动他 就得问问我的拳头答不答应 凌冰王本来心中还有些害怕 听到这句话就有底了 他瞪着眼睛 张牙舞爪的大叫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狗东西 不知道 他是我们家最中心的狗 想挑拨我们的关系 你还是省省吧 你这个不知死活的玩意 少给老子说废话 这里已经断粮了 赶快把吃的拿出来 不然就打断你的狗腿 郑姓雄皮笑肉不笑道 吃的我手里 有凭什么给你呢 你要是有本事 到我的手里来抢啊 凌冰王听到这句话 就觉得一股无名夜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他对于书坤大声吼叫 你像个傻子似的 处在这干什么 还不赶快把他给我废了 把吃的东西找出来 于书坤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不过还是向前踏出一步 摆了一个螳螂拳的起手势 郑姓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突然把之前得到的那把枪拿出来 对着凌冰王连开三枪 全都击中要害 凌冰王一下栽倒在地 眼中都是不可置信的表情 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 就这么被打死了 郑姓雄淡默地看着于书坤说 不做死就不会死 这么个不知好歹的玩意 早晚也是被弄死的祸 还不如我现在动手 免得你们被拖累了 为了这么个祸和我拼命 你真的觉得值得吗 于书坤刚想说说话 那两个明镜的手下 连忙在一旁劝阻 认为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为宁兵王这么一个二世祖 玩命实在是不值得 还不如留着命出去 说不定有机会继续暴打老爷 于书坤被两个人劝动心思 最终无奈地点了点头 表示这件事情不予追究 就当没发生过好了 郑姓雄之所以选择这么做 纯粹是为了以后考虑 毕竟他们是要离开校园的 以他一己之力 如何能保证这些人的安全 再说 天下也不是一个人闯的 身边必须得有些帮手才行 尽管三个女人 已经是进化者 终究还是差了一些 眼前这些男人 之前过的是刀口舔血的生活 是合适的合作对象 至于说以后如何 到时候再说好了 郑姓雄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想法 才会在弄死那个白痴之后 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于书坤确实是个 非常重情义的人 但是让他为了那么个白痴 二代去死 实在是有些难为人了 而且 两个手下给出的理由恰到好处 索性就以此为借口 直接答应下来 这样对谁都好 郑姓雄在心里和解了一下说 我的据点 在西边的那个小楼里 里面有十几个女孩子 其中三个是进化者 我知道 你们都是恋家子 一身的好本事 和我们这些进化者不一样 说起来 你们才是真能耐 不知道 像你们这样的人 槟城一共有多少 如果要是组织起来 实力应该很可观 于书坤犹豫了一下说 我们是武术界的人 在这个世界没有崩坏之前 武术界是理事界的一个组成部分 你应该看过武侠小说 里面所说的江湖 就包括武术界和古武界 江湖是整个理事界的底层 理事界的水究竟有多深 我也不好说 只能说 我在理事界 就是一只小虾米而已 根本不值一提 我不知道 外面的世界变成这样 对理事界会有多大的冲击 不过 我觉得理事界的人 活下来的几率会更大一些 郑姓雄对这句话深表认同 没有过多打听理事界的事情 世界都已经变成这副德性了 打听那些 还有什么用 他有意展示自己的实力 手向着地上一挥 弄了不少的食物出来 够这里的人坚持几天 郑姓雄做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说 我那个小楼地方狭小 没有办法安置这么多人 不如你们先待在这里 我会为你们准备足够多的食物 让你们能够生存下去 另外这段时间 我要是找到幸存者 全都送到这里来 至于说这里的秩序 就要依靠于大哥维持 他这么多的目的非常简单 如果真的能和外面联系上 带着足够多的幸存者出去 地位肯定会更高一些 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人类想要延续下去 最缺的就是人 人比什么都重要 是最为宝贵的资源 郑姓雄以前精神力虽然强 但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在很多事情的考虑上 实在是不够周祥 拥有了智慧之心以后 这方面得到了弥补 重新考虑之前的事情 发现漏洞真是不少 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现在下手布局 也算是恰到好处 毕竟不经过磨难 那些幸存者 怎么会变乖 于书坤自然是没有任何问题 拍着胸脯硬承下来 能够成为一个据点的老大 总好过去养人鼻息 郑姓雄再次把目光放在单身公寓 这回是意间间的进行清理 不但得到了大量的物资 还搜寻到不少的幸存者 他把幸存者集中在一起 冷冷地看着他们说 你们在这里苟延残喘 终究不是个办法 体育馆那里 现在有一个据点 先把你们送到那里去 等到和外面联系上 再想其他的退路 一个男人更着脖子大叫 你哪来的这么多废话 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 就应该保护我们 让我们不受到任何伤害 他话还没有说完 郑姓雄一步冲到他面前 直接挥动板斧 把他的脑袋砍下来了 其他人看到这么血腥的场面 一个个吓得哇哇大叫 不少人直接就尿裤子了 郑姓雄大声喝道 全都给我闭嘴 谁敢再叫唤一声 这个混蛋就是他的榜样 那些人连忙用手捂住嘴 很怕发出一点声音 在他们的眼中 郑姓雄是比丧尸还恐怖的恶魔 郑姓雄晃着斧头 凶神恶煞的大吼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如今时代已经不同了 之前的那一套行不通了 谁才是真正的老大 是可以说话的那个人 我肯救你们 已经是天大的恩情 你们这些混蛋 就算不敢恩戴德 也不能认为理所应当 我惯着你们 就是害了你们 等到了那个据点 会有新的老大管你们 要想活得好 就乖乖的听话 听懂了没有 这些人像小鸡卓米一样 点头答应 要不怎么说 人都是贱皮子 好说好商量 绝对不行 必须得杀意紧百 郑姓雄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 几乎把校园都翻遍了 找到了一部分幸存者 同时灭掉了不少的丧尸 这其中包括十几个兵级丧尸 主要都是力量和敏捷型的 只不过 他的运气并不太好 得到的大部分 都是属性气泡 在技能方面得到的 居然是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水产养殖技术 令他郁闷得不得了 这里面驾驶技术比较有用 甭管是什么东西 都能驾驶得了 农业和水产 倒是可以配合工具 前提是 能把碎片凑齐 如果放在末世之前 顶级厨艺肯定能混碗饭吃 现在真不知道厨艺有什么用 难道去当舔狗 鱼汤的碎片又多了两块 另外两个一点都没有进步 本来火热的心 已经有些发凉了 姓名 郑姓兄 级别 二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389 力量 454 速度 449 精神 406 技能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全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勘察之眼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水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牢不可破的塔盾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等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三分之三碎片积攒中 富足的林田 三分之三碎片积攒中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三分之三碎片积攒中 郑姓兄回到小楼 屁股还没做热乎 楼上就传来苏联青 兴奋的喊叫声 立刻三步并两步的冲上去 苏联青指着屏幕大叫 终于联系上了 我找到了军方的信号 和他们取得的初步联系 按照他们的说法 他们在城市的北侧 依靠最早期的防御公式 建立了一个聚集点 咱们可以去那里 安家落户 大家的脸上露出笑容 不过随即又发现 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全都露出喜悦的表情 但是喜悦过后 一个实际问题 摆在他们面前 苏联青指着电子地图说 从咱们学校到防御据点 眨着眼睛说 能不能联系部队 让他们派人来接咱们 咱们都是大学生 是国家的栋梁 韩素九撇嘴反驳 你就不要唱高调了 这一套一点用都没有 还不如直接告诉他们 这里有足够多的女人 能够繁衍下一代 可行星更高一点 郑幸雄深深地看了韩素九一眼 这个女人从开始到现在 都表现得极其理智 绝对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她这几天到处寻找幸存者 翻了很多的地方 找到了二十几包裹 从里面开出不少的东西 包括五瓶初级进化药剂 和一瓶中级进化药剂 中级进化药剂 已经在和善斯碗水乳交融的时候 给它使用了 又增加了精神扫描 和精神链接两项一能 精神扫描是以自身为原型 五十米为半径的范围内 所有的情形都会反映在脑子里 现在看起来 这个技能算不了什么 关键是半径可以持续增加 以后要是达到上千米 作用大去了 精神连接是可以以自己为基站 将几个人的精神连在一起 用精神进行交流 目前的数额是五人 人数同样也是可以增加的 至于说初级进化药剂 究竟应该给谁使用 郑姓雄一直都在观察之中 肯定不会留在自己手里 随着末世的进一步加剧 人类应该称之为人族 为了种族能够存在 多造就一些强者 是必须的事情 郑姓雄对苏联青说 你尝试一下 能不能和军队对话 看看他们有什么要求 最好传一份更详尽的地图过来 韩素九跟我到楼上去 其他人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最好是养精蓄锐 这次想不走 恐怕是不行了 韩素九平静地站在卧室里 对于即将要发生的事情 之前早就已经模拟过很多遍了 才轮到他 已经是意料之外 郑姓雄晃了晃手指说 这次让你上来 是我对你最近的表现很满意 所以决定给你一瓶初级进化药剂 让你成为一级进化者 他说着手在座上一抹 一瓶土黄色的药剂出现 接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是以韩素九自行取用 韩素九舔着嘴唇问 我不和你做那种事情 你也肯把药剂给我 郑姓雄笑着说 我之前就和你们说过 这种事情不强求 讲究的是 你请我愿 反正这里的女人这么多 也不差你一个 你确实是个美女 但是还做不到出类拔萃 我是真的很欣赏你 所以才把进化药剂给你 以后咱们不能再自称为人类 应该称之为人族 人族只是世界上的种族之一 想要在这个世界生存下去 只靠一两个人是不行的 你懂我的意思 韩素九用力地点了点头 拿起药剂一饮而尽 身上很快就爆发出一股香土气息 过了片刻之后 韩素九的气息稳定下来 向着旁边的花盆一指 里面的泥土飞出来 在他的手上变成一个土球 韩素九兴高采烈地说 我有控制土石的能力了 可以按照自己的心意 让土石变成各式各样的样子 郑姓雄使用勘察之眼 得到关于他的信息 四个属性增加的并不多 的确是多了控制土石的异能 由此总结一下 使用初级净化药剂 是有几率激发出异能的 激发异能的方向 和使用者本身的特性有关 韩素九是建筑系的高材生 在潜意识里 就是和土石打交道 所以才会激发出这种异能 韩素九本来就是个很有主意的人 不然也不会等到现在还没现身 如今他有了能力 更不想这么做了 随便找到一个借口 急匆匆地下楼去了 郑姓雄在信中合计了一下 把孙丽颖和林领仪叫上来 作为最早跟他的女人 有资格得到净化药剂 这两个女人的表现很一般 只是四种属性超过一百 并没有激发出异能 实在不令人满意 郑姓雄挑选了两件清兵器 交给两个女人 让他们下去适应一下 有能力就要战斗了 对于还剩下的两瓶药剂 郑姓雄打算给于舒坤使用一瓶 看看他在使用之后 会提升到什么程度 校园里的丧尸 已经被收拾得差不多了 大家第二天整队出发 到体育馆和那些人会合 苏联青也是个狠人 走的时候 把太阳能发电瓦拆下来了 准备有时间的时候 做一台太阳能发电机 有那个巨大的蓄电池在 这件事情是完全可行的 应该说他所拥有的能力 绝对是上上之选 郑姓雄把情况和大家介绍了一下 然后说 我们现在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穿过城市 到聚集点和部队会合 只有那样 我们才能更好的生存下去 如果要是留在校园里 我们绝对坚持不了多久 最终困也把自己困死了 穿越城市风险重重 一不小心就会命丧黄泉 我不会强迫你们跟着 想留下的可以守在这里 他说完不再理会这些人 把于书坤叫到一旁 将初级进化药剂交给他 还是那套说辞 把他感动得不得了 于书坤喝下进化药剂之后 思维属性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直接跨过一级进化者 达到二级进化者的层次 只不过 他依然没有激发出异能 只是战斗力 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现在再去杀普通丧尸 肯定是砍瓜切菜一般 郑幸雄拿出一对短刀 交给于书坤 对方是练螳螂拳的 使用短刀相得一张 更是如虎添翼 他看着乱轰轰的队伍说 咱们这次穿越城市 能够有一半的人到达目的地 就是老天眷顾了 咱们没有其他的选择 这一步是必须得走的 在路上 要是碰到幸存者 能带的全都带上 同时搜索更多的物资 他储物空间 已经增加到一千多平米 可以携带更多的东西 一定要未雨绸缪 郑幸雄和于书坤商量好之后 非常果断地 把队伍领导权交出去了 于书坤为此吓了一跳 半天才缓过进来 心中高兴得不得了 之前因为宁兵王的那点小疙瘩 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他们这支队伍 除了这几个进化者之外 还有两个 自己找到包裹的进化者 一个叫邱维军 没有激发异能 纯粹的体能战士 另一个叫星德金 激发了控制金属的异能 也就是说 他们这支队伍里 拥有十个进化者 整体的战斗力相当可观 是可以搞些事情的 于书坤把队伍里的男人组织起来 给他们配备了一些锋利的装备 碰到丧尸的时候 起码也能战斗一下 郑幸雄对这些事情置之不理 小声吩咐自己的女人 你们不要多管闲事 能保住自己的安全就行 尤其不要和他们发生什么争执 我就是不想当过多的责任 才会把管理权交出去 明白我的意思 宋宇柔连忙点头说 一切都按照熊哥说得来 其实我觉得 就不应该带着他们 咱们自己行动 肯定更加方便 扇斯婉轻轻地摇了摇头道 以后这种话不要说了 咱们之前就说得很明白 多带些人去据点 也能显示出咱们的重要性 我觉得这一路走过去 一定要多搜寻一些幸存者 相信在他们之中 也有进化者 这样可以进一步增强咱们的力量 他现在也是二级进化者 身体机能达到一级进化者的巅峰 精神力更是超长 说话的底气也足了不少 扇斯婉只有在面对郑幸雄的时候 还是那朵柔弱的小白花 反正在他的心中 这辈子跟定郑幸雄了 郑幸雄笑着拍了拍手说 斯婉说得非常有道理 以后不要再说这种破坏团结的话 免得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宋宇柔表面上点头答应 心中却有所不满 他在孙丽颖和林敏仪成为进化者之后 多了一些别样的心思 只不过小心地掩饰起来 三个女人的关系更加密切 没事就在一起嘀嘀咕咕 不时地张望一眼 说明心中有事 郑幸雄拥有智慧之心 对这一切并非没有察觉 只不过没有放在心上而已 他之前在校园找人的时候 碰到车子就把里面的汽油抽出来 装在空间的器皿里 以备不时之需 大家很快来到校门口 之前那两个明镜好手 红光龙和龙突喜 立刻来到门边 向着外面张望 红光龙扭头说 大道上有不少的丧失 咱们就这么出去 肯定是人家嘴里的菜 郑幸雄几步来到门口 从空间拿出一辆遥控汽车 在上面拴了一个铃铛 控制着冲向街道尽头 遥控汽车不断地发出响声 吸引那些丧失的注意 全都追遥控汽车去了 留下一个巨大的空档 郑幸雄向着大家招呼一声 带头向着另外一侧奔跑 其他人紧随其后 一个个连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了 这个时候 只要能跑过自己人就行 落在后面的人 很有可能成为丧失的食物 大家向前奔跑的一段 郑幸雄看到一家大型超市 立刻一脚将门踹开 一个箭步冲到里面 郑幸雄使用透视眼 把里面的丧失找出来 轻易敲碎他们的脑袋 顺手捡了一些属性气泡 在大家进入超市之后 立刻用柜子降门封上 这段距离足足有几百米 算是不小的收获了 郑幸雄在这些人 抢夺超市食物的时候 已经找到超市的库房 几分钟就把库房清理一空 他回到外面 看到有一个人 被邱维军扔出去 剩下的人瑟瑟发抖 老老实实地蹲在地上 善思婉在他耳边小声说 于书坤不让这些人抢食物 他们根本就不听 之前那个家伙 还大骂出口 结果就这样了 郑幸雄立刻说 这种事情不必多管 于书坤是这支队伍的领导者 他怎么说就怎么试 只要不惹到咱们头上就行 几个女人立刻点头答应 但是脸上的表情 却各自不一 说明心中各有想法 于书坤大声说 咱们现在是一个整体 所以要整体考虑 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 不允许私自抢夺食物 所有的食物都要集中起来 进行统一分配 现在开始分食物 男人的负担比较重 可以优先选择食物 至于说女人 看表现在定好了 韩素九对这句话很不满意 什么叫女人看表现在定 分明就是让女人屈服 成为男人的玩物 他看了郑幸雄一眼 见他一副老神在在的样子 显然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 话到嘴边又憋回去了 韩素九是个非常有主意的女人 觉得自己不能一棵树上吊死 一定要找个帮手才行 他很快就把目标 锁定在心得经的身上 对方的能力是控制金属 和他有异曲同工之妙 是很好的合作伙伴 郑幸雄在大家休息片刻之后 咳嗽一声 咱们刚才的方法不错 但是还有需要改进的地方 一会我们几个先出去 以最快速度确定下一个目标 然后将那里清理好 你们向着目标跑 他说着把一个改造好的手机 交给于舒坤 这个手机可以当对讲机使用 正好用来联系 韩素九在他们准备出发的时候 突然开口 我的能力是控制土石 必要的时候 可以做土墙 非常适合保护队伍 不如留下来吧 郑幸雄眉头微微一皱 随后点了点头说 你这么说也有道理 按照你的心意 来就是了 他说完大步走出去 手里提着塔顿 另外一只手拎着钉头锤 仿佛威武的战神一样 其他几个女人跟在他身后 紧张地望向四周 同时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做好战斗准备 郑幸雄看到 前面有一群丧尸 抬手扔出一个洗衣机 正好落到丧尸群里 苏联青心领神会 立刻让洗衣机爆炸 各种碎片到处乱飞 清出了一大块地方 郑幸雄发出一声怒吼 带头向着前面冲 郑幸雄向着前面快速冲锋 简直是如入无师之境 同时不断地拾取周围的东西 可谓是收获颇丰 他们冲出一公里还多 再次选择一间大超市 一头扎进去 飞快把里面的丧尸清理掉 在苏联青联系后面队伍的时候 郑幸雄顾忌重施 把超市的库房给端了 面上的东西不动 免得到时候脸上不好看 521 力量 584 速度 569 精神 519 技能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式眼 勘察之眼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水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牢不可破的塔盾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等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3分3碎片积攒中 富足的灵田3分3碎片积攒中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3分3碎片积攒中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是1分3碎片积攒中 郑信雄在等待的时候 打开板面 发现自己 已经成为三级进化者 四维属性 全都超过500 绝对称得上是个强人 技能方面 倒是没什么增加 至于说增加的兵器 基本上没什么鸟用 都在空间里躺着了 没有得到之前的工具碎片 反而是增加了一条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需要的碎片极多 不知道用处如何 另外就是他的储物空间 如今已经达到了2000多平米 已经有点浩瀚的感觉了 后续队伍终于到达这里 人数缩减了不少 每个人的脸上 都露出劫后余生的表情 灵灵仪不屑地哼了一声 我们已经杀掉了不少的丧尸 你们还这么惨 真是太丢人了 一个之前的保镖 瞪着眼睛大叫 你不要在那里说风凉话 有能耐 你们把丧尸全杀了 让我们安全地过来 他的话音刚落 郑信雄一步出现在他面前 手中多了一把菜刀 狠狠地砍进他的脖子 郑信雄一脚 把这个家伙踹出去 如此狂暴的表现 将其他人全都吓着了 他板着脸呵斥 你们全都给我 听好了 以后和进化者说话 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 谁允许你们这么嚣张 修为君大声附和 熊哥说的没错 做人一定要有自知之明 知道自己有几经几两重 胆敢不尊重进化者 本身就是重罪 为此丢掉性命 也是死有余辜 怪不得任何人 因为他们是在维护进化者的地位 刀无声息地捡起两团气血 寿命增加了一年多 嘴角微微上扬 又退回去了 按照这个方式前进 速度非常有限 已经过了三天 才走出两条街而已 他们在几栋居民楼里 找到了一些幸存者 只是可惜 里面没有进化者 实力没有得到增强 韩素九这两天 刻意接近新德经 彼此的关系 变得非常融洽 经常有说有笑 苏连青之前毕竟是个老师 在想法上要成熟得多 观察力自然更是不差 很快就发现了一些苗头 他对郑信雄小声说 你有没有发现 韩素九和新德经走得很近 郑信雄神情淡漠道 韩素九是个大姑娘了 觉得新德经人不错 想要和对方在一起 也没什么大不了 他之前确实待在别墅里 但并不是我的女人 不能给我戴帽子 所以做什么事情 与我无关 他说得极其干脆 意思非常明白 只有他的女人他才管 至于说其他人 爱谁谁好了 苏连青一时之间 不知道应该说什么 同时在心中有一些犹豫 自己也不是郑信雄的女人 这样是不是有所不妥 现在这个世道 有个强者作为依靠 是最明智的选择 必须得做出决断才行 大家晚上在一座酒店落户 郑信雄没有选择楼上的豪华套房 而是选择了三楼的标准间 这里的距离刚刚好 一旦出现什么问题 跳楼逃命也方便 以现在的身体条件 从顶楼跳下来 不敢说一定摔不死 宋宇柔拉着另外两个女人 住在隔壁的房间 这几天 他们这个小团体 变得更加紧密 郑信雄本想和善思婉同床 没想到这丫头 独自跑到另一张床上 还对她做了个鬼脸 就在郑信雄疑惑的时候 苏联青用矿泉水洗了个澡 围着浴巾坐在她的床边 一丝不言而喻 郑信雄已经是个吃肉的主了 怎么会放过 送到嘴边的美肉 发出一声狼嚎 毫不犹豫地扑过去 在一阵狂风暴雨之后 苏联青窝在郑信雄的怀里 手指在她的胸口画着圈 像小女孩一样撒娇 郑信雄在苏联青嘴角轻了一下 拿出一瓶终极进化药剂 这两天在包裹方面 并非没有收获 只是没有拿出来而已 苏联青心中暗自庆幸 幸亏做出正确的选择 如若不然的话 怎么会有变强的机会 她将药剂喝下去之后 同样增添了两种能力 一种是控制电流 包括控制天上的雷电 另一种是之前隐藏属性的强化 可以凭借自身发电 实际就是将生物电 转化为电流 也可以认为是摩擦升电的加强版 控制电流这项异能 有种鸡肋的感觉 毕竟在外面有电的时候不多 但是碰到雷雨天 绝对称得上是大杀气了 想拿雷劈谁就劈谁 郑信雄忽然有一种危机感 立刻从床上跳起来 在吩咐两个女人的同时 一拳打穿墙壁 将另外三个女人叫过来 她面色凝重说 酒店里一定有其他的东西 斯丸使用精准扫描找一下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端倪 善斯丸立刻按照吩咐去做 结果却一无所获 只能无奈地摇了摇头 郑信雄在心中和计了一下说 你们几个待在这里不要动 斯丸的精神扫描不能停 主要是防止你们被偷袭 我怀疑有怪物进来了 我要出去找找看 正好见识一下 怪物的能力究竟有多强 几个女人点头答应 善斯丸和苏连青叮嘱她小心 另外三个女人却没这个觉悟 郑信雄将几个女人的表现看在眼中 心中再次进行地位的划分 同时做了一些决定 她这回没有使用塔盾和锤斧 而是换上弊盾和锋利的长刀 这样在碰到怪物的时候 更加方便搏斗 郑信雄三世言火力全开 好像打开了一个立体雷达网络 压根就没有死角 不存在被偷袭的可能 她在心中和计了一下 改变之前的决定 拿出一个扩音器大吼 让所有人到楼下大厅集合 在大家集合在一起之后 进化者倒是一个都没手 但是普通成员 有好几个不见了 一个男人哆哆嗦嗦地说 不见这几个人 住在八楼的同一个房间里 不会都让人给害了吧 郑信雄眯着眼睛说 我们肯定是碰到怪物了 不知道是什么动物变的 必须得小心应付才行 我在附近寻找这个怪物 你们全都待在大厅里 撕完有精神扫描 可以令你们更安全一些 于书坤犹豫了一下说 我陪你一起去 到时候还能帮上忙 对付起来更容易一些 郑信雄摇了摇头道 你是除我之外的最强战力 一定要守在这里 万一怪物绕过我 这里还有一战之力 可以让寒素九和心得精配合你 就是于书坤见郑信雄心意已决 索性不再说什么 按照他说的进行防守 争取做到万无一失 郑信雄进入消防通道以后 立刻就停下来 完全是拿这些人当诱饵 让怪物自投罗网 扇斯婉已经使用精神链接 把他们三个人的精神连在一起 可以在脑海中进行交流 苏联青成为二级进化者之后 之前的能力实际上也是得到提升的 能够控制一些监控 搜索周围的信息 他忽然说 我在三楼看到一个影子 看上去好像是一条蛇 速度特别快 一下就没了 扇斯婉不可思议地说 这里怎么会有蛇 如果是龙虾一类的东西 倒是还能接受 郑信雄犹豫了一下道 现在的人什么都能下毒 用蛇做蛇羹 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 本来用做蛇羹的蛇 应该是没毒的 不知道变成怪物之后 会不会出现变异 他正在琢磨这个问题 突然看到一条黑影 向他扑过来 立刻来了一个驴打滚 躲到了一旁 黑影撞在墙壁上 把墙都给撞裂了 落到地上之后 现出了本来面目 苏联青果然没有看错 的确是一条蛇 只不过并非是菜蛇 而是那种宠物黄金蟒 这种蛇本来个头就不小 变成怪物之后 体型更是增加了不少 起码也有水缸粗细 三四十米长 郑信雄看着这条大蛇 不由得咽了一口兔沫 不过还是咬了咬牙 向着这条蛇扑过去 极其凶狠的就是一刀 它拥有兵器 精通这项技能 对刀的掌控极其了得 这一刀的目标是蛇眼 下手极其狠毒 黄金蟒成为怪物之后 智慧提升了不少 知道在这种走廊 不适合它发挥 立刻就想要逃走 郑信雄见黄金蟒扭动舌头 向着天花板狠狠撞去 一下就撞出一个洞 然后飞快地向上爬 它不敢有丝毫怠慢 向着前面冲了两步 长刀用力一插 刺穿黄金蟒的鳞片 整个人挂在上面 黄金蟒受到伤痛的刺激 向上攀爬的速度更快 很快就一路冲到楼顶 随后满地打滚 郑信雄没想到 黄金蟒来这招 被这么巨大的身体压一下 肯定就歇菜了 他双脚在黄金蟒身上一蹬 向着后面倒飞而出 同时一个钥子翻身 落到一个出气孔上 这里的地方足够大 适合黄金蟒发挥 立刻挥动蛇尾 向郑信雄狠狠地拍过去 郑信雄仗着身体足够灵活 不断地进行躲闪 楼板被拍的到处都是裂痕 所以说明黄金蟒的力量之强 他心中郁闷得不得了 根本就不能靠近这条蛇 如此被动躲闪 绝对不是个办法 谁能保证全都躲得过 黄金蟒在连续拍击不中之后 同样郁闷得不得了 掉转舌头对着他 张开大嘴一吸 想要把他吸到肚子里 郑信雄将长刀插在楼板里 死死地抓着刀柄 整个人被吸的都已经横起来了 他忽然心中一动 拿出之前捡来的炸药包 拉开导火索扔出去 和郑信雄猜想的一样 炸药包被黄金蟒吸向肚子里 恰巧在咽喉的位置爆炸 炸药包所产生的巨大力量 把黄金蟒的喉骨都炸断了 黄金蟒腾得满地打滚 不断地用头敲击地面 郑信雄抓住这个机会 逃出手枪 连开了好几枪 打烂黄金蟒的眼睛 这样就是缓过来 一条瞎蛇也好对付 黄金蟒彻底陷入癫狂 在楼上不停地到处撞击 最终冲到楼的边缘 一头扎下去了 郑信雄本着趁你病 要你命的原则 立刻从楼梯往下冲 以他超过五百的敏捷 一分多钟就冲到楼下 打破窗子跳出去 怪物的生命力确实顽强 已经摔得鳞片乱飞 身上到处都是伤口 还能不断地吞噬丧尸 进行自我疗伤 郑信雄当然不会给怪物这个机会 又拿出一些雷管 扔到他的嘴里 再次一声巨响 把他的嘴彻底炸烂了 他换上血腥的板斧 对着舌头就是一顿狂批 终于把舌头砍下来了 干掉这个强悍的怪物 郑信雄发现在黄金蟒的身边 有一本小书一样的东西 立刻就捡起来 恭喜捡到技能书召唤术 可选择自行使用 或者赋予他人使用 他不由的眼睛一亮 没想到还能弄到技能书 果然是只有想不到的 没有系统爸爸做不到的 除了这本技能书之外 还得到不少的属性气泡 另外还有一些碎片 基本上都是杂七杂八的东西 不过其中的两块碎片 是两套蛇灵衣 具有很强的防御能力 可以当作盔甲使用 有足够的柔和 郑信雄立刻就为这两套衣服 找到主人 笑呵呵地走进酒店大门 扇思婉见郑信雄走进大门 立刻哭着扑进他的怀里 刚才的动静太大 真是担心得要死 苏联青紧随其后 同样是一副关心的样子 不过和扇思婉比起来 还是略有不足 宋宇柔三个人迟疑了一下 才上前询问有没有受伤 差得绝对不止一筹 让人感觉虚情假意 寒素九就属于是隋大流了 只能说他们考虑的更多 最主要是不想损失一个强悍战力 郑信雄非常随意地应付了几句 告诉大家已经没事了 好好地休息一下 明天一早继续出发 他带着两个女人来到另外一个房间 和宋宇柔三人的房间 已经有一段距离了 郑信雄把两件蛇灵衣 交给两个女人说 这是我刚才得到的 具有很强的防御力 能更好地保护你们的安全 你们用不着和我推辞 先别说这两件衣服 我穿着不合适 凭你们是我的女人 就应该得到保护 蛇灵衣和镖囊一样 属于需要低血认主的存在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 已经趋近于法器了 蛇灵衣认主之后 两个女人心中一动 立刻出现在他们身上 好像多了一层灵片 并没有任何不适 郑信雄从空间里拿出两把尖刀 对着两人的身体扎下去 结果尖刀折断了 灵片上连一个白点都没有 两个女人再次进行调整 灵片瞬间消失 实际上是隐藏在皮肤之下 算是隐蔽的保护 郑信雄又把召唤术技能书拿出来 交给扇斯婉道 你的精神力超强 特别适合这项技能 所以交给你修炼 连青不要心生妒忌 以后找到合适你的技能书 自然会交给你 你们在我心中 地位是一样的 苏连青笑着答应 心里却非常清楚 从刚才的表现 已经分出地位高低 一切都是咎由自取 根本怨不得别人 好在他的表现不算差 做一个老二也不错 在这个世道能够活下来 还能拥有力量 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扇斯婉打开技能书 一道光从里面射出来 落入他的眉心 把技能转嫁到他的身上 从理论上来讲 召唤术可以召出万物 但是想做到这一点 非常困难 有很多先决条件 首先精神力要足够高 能够支持召唤出召唤物 其次要有所了解 有个召唤目标 扇斯婉刚刚通过精神扫描 见到了黄金蟒的样子 现在能召唤的 就是黄金蟒 倒也算是不错 郑姓雄对此非常满意 把召唤术 交给扇斯婉的目的 是让他有足够的自保之力 其他的倒真不在乎 第二天队伍集合之后 郑姓雄咳嗽一声 以后我带着斯婉和廉青打头阵 宋宇柔三个人留在队伍里 增加队伍的安全系数 宋宇柔听到这句话 眼神不由地变了变 留在队伍里当保镖 绝对不是个好差事 郑姓雄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带着两个女人大步而出 向着前面快速推进 林领仪在宋宇柔耳边问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咱们应该怎么办呀 孙丽颖扬着头答道 其实我觉得没什么不好 如今咱们全都是进化者 干嘛非要给人当奴仆 只要咱们三个报成团 同样能拥有一席之地 而且我发现邱维军 对咱们挺有想法 也许可以 宋宇柔打断她的话 咱们抱团取暖 拥有一席之地 没有问题 但是其他的想法不能有 大家都知道 我们是郑姓雄的女人 在这个标签没有摘掉之前 和别人在一起 分明就是给她戴帽子 男人最忌讳的 就是这一点 到时候还不一定 干出什么事情来 你们不会真以为 咱们能挡得住她吧 两个女人立刻就不出声了 郑姓雄是能杀掉怪物的存在 绝对的战立天花板 哪是他们几个女人能比 宋宇柔继续说 而且只要没有翻脸 咱们还是郑姓雄的女人 有这个头衔在 别人总要给咱们几分面子 咱们不能做对不起她的事情 但是不意味着不可以结盟 韩素九是个非常现实的女人 完全可以把她们拉拢过来 到时候 咱们六个人连成一片 就能争取到一定的话语权 于书坤想把这里变成一言堂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他们的想法是非常好的 而且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进行行动 倒也是一帆风顺 六个人的关系 变得更加密切 郑姓雄察觉到这一点 果断地拿出两瓶初级进化药剂 将红光农和农突喜变成进化者 两人同样没有激发异能 不过全都达到一级进化者的巅峰 再加上之前的武功 战力非常强悍 这两个人一直是于书坤的忠实跟班 他们的势力再次占据上风 保住了对队伍的领导权 宋宇柔对郑姓雄的做法很不满意 却敢怒而不敢言 想要再施展美色 怎么也捞不到同房的机会 郑姓雄在大家晚上休息的时候 让苏联青在墙上放出幻灯地图 上面标着他们的行进路线 他指着地图说 咱们从学校出来已经有一个月了 总体的进程还算不错 路程走了一大半 在路上找到的幸存者 也已经有数百人 同样咱们的损失也不小 想想就让人觉得唏嘘不已 于书坤叹息一声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其实大家的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不是有你们三个人开刀 大家根本就走不到这里 如今还剩下一少半的路程 可谓是胜利在望 只要大家咬咬牙 一定能够成功 他当了这么久的老大 各方面的水平都渐长 尤其是心思有所变化 不再是当初那个 只想报恩的笨保镖 现在再回到当时的情况 宁兵王根本就轮不到正姓雄杀 于书坤就把这个白痴送下地狱了 苏联青有超级蓄电池 和数量极多的充电宝做电源 着急了自己还能发电 所以之前的那些装备还可以使用 他用激光笔在前面画的一个圈说 这里是外商公寓 这两天我接收到这里的信号 里面不光有幸存者 肯定还有进化者 大家的兴趣立刻就被勾起来了 有新的进化者加入 也就代表了变数 郑姓雄带着两个女人 一路杀到外商公寓 看着眼前的大厦 有一种很不一样的感觉 他使用透视眼望向大厦 没想到入眼一阵模糊 就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根本没办法看透 郑姓雄心中惊讶得不得了 立刻使用勘察之眼 再次看向大厦 被得到的消息吓了一跳 覆盖信仰屏障的大厦 大厦里面有精通信仰之术的人 使用信仰形成结界 暂时和外面隔绝 信仰屏障的力量 在不断减弱 说明对方的信仰之力在减少 等信仰之力消耗殆尽 结界不攻自破 信仰屏障 只能阻挡黑暗生物 正常人可自行穿梭 郑姓雄把信息告诉两个女人 她们也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在外商公寓里 竟然有这么神奇的存在 善思婉琢磨了一下说 我觉得 制造信仰屏障的人 应该不是进化者 而是于舒坤说过的 理事界的人 咱们华国有很多的神话传说 所谓空穴不来风 多少应该有点依据 说不定说的 就是这些人 郑姓雄觉得 善思婉说的非常有道理 这个世界 能够成为末世 本来就不能用常理来推断 发生任何事情 都有可能 她让两个女人 把蛇灵衣准备好 带头向着大厦的大门走去 为了表示诚意 把武器都收起来了 三个人走进大厦 发现这里非常干净 墙壁上没有血污 应该是有人清理过了 苏联青很快和大厦的摄像头联系起来 通过摄像头 找到里面人的藏身地点 都在大厦的中层 他可以控制电梯 保证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这样省去爬楼的时间 还能节省不少的体力 他们并没有直接到藏人的楼层 而是在下一层进入楼层 防止发生误会 出现不必要的损伤 郑姓雄站在楼梯口 大声吼道 上面的人听着 我们也是人类 是从大学城那边过来的 要到军方的生存据点去 我们一路上寻找幸存者 希望大家都能活下来 之前接收到你们这里的信号 知道还有人活着 所以过来寻找 我们没有丝毫恶意 现在顺着楼梯上去 你们千万不要误会 大家可以见面 好好地谈一谈 过了几分钟 上面传来别角的华语 我们有强大的战士 和神奇的巫女 你们最好不要骗我们 否则一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从楼梯上来吧 扇思晚已经使用精神扫描 和精神链接 把楼上的情况 反馈到他们的脑子里 绝对是一清二楚 说话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外 他的手里提着一把十字剑 看上去不是一般的兵器 老外的身后还有一些人 虽然有几个是华国面孔 但是考虑到这里的情况 应该并不是华国人 郑信雄带着两个女人来到楼上 将双手举起来 做出一副人畜无害的样子 同时用勘察之眼 观察对方的情况 得到的信息倒是挺有意思 拥有斗气的二级进化者 进化评价一般 通过斗气加持 整体战战力 趋于二级进化者顶峰 郑信雄之前和于书坤闲聊的时候 知道华国古武者修炼的是真气 而那些老外练的就是斗气 说明眼前这个家伙 是比于书坤高一级的古武者 果然在成为进化者之后 实力要强上不少 他观察另外那些人 其中有四个纯粹的一级进化者 除了数量比较可观 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地方 领头人大声说 我叫凯尔库恩佐 是一个神次战士 很高兴见到你们 郑信雄笑着硬道 能够和阁下见面 我也深感荣幸 刚才听你说 有神奇的巫女 不知道能不能见到 凯尔库恩佐哈哈一笑说 你说的是我老婆平山又美 他就在里面 几位请随我来 苏联清立刻说 我们还有后续队伍 里面包括九名进化者 现在就让他们过来 麻烦做好接待 他听到那个巫女 是凯尔库恩佐的老婆 立刻说出这番话 主要是显示他们的实力 免得被看清了 凯尔库恩佐表示 一点问题都没有 对手下的一个一级进化者 山姆高德吩咐一声 让他立刻去准备接待工作 他们来到一个套间 看到一个穿着和服的女人 正规在地上祈祷 说明信仰屏障 就是这个女人弄出来的 拥有巫术的二级进化者 身体素质 在进化者中不值一提 拥有强悍的精神力 通过巫术加持 能起到神奇的效果 郑信雄通过勘察之眼 得到平山又美信息 立刻决定拉拢对方 凯尔库恩佐为他们 倒了一杯红酒 摇着头说 我这里的储备也不多了 恐怕再过一段时间 只能回味红酒的味道 郑信雄手在桌子上一抹 立刻多了十几瓶红酒 在交好对方的同时 展现自己的能力 他端着酒杯说 我知道外商公寓 因为尊夫人的存在 暂时可以算是一方净土 但这里绝对不是长久之计 相信尊夫人心里非常清楚 等他的信仰之力用完 就不能再庇护这里了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 咱们合在一起 到军方的生存据典去 咱们都是有本事的人 只要彼此互相照应 肯定能拥有话语权 日子一定会过得好 起码比这里强 他的智慧之心 不光带来无边的智慧 还有很多的见识 这些老外喜欢直接 就和他们直接讲利益 凯尔库恩佐摸着下巴 觉得郑信雄这番话 说得非常有道理 很多时候抱团取暖 是最明智的选择 平山又美停止祈祷 皱着眉头说 阁下看得很准 我的信仰之力 确实越来越少 已经坚持不了多久了 可是我们向生存据点移动 需要跨过很长的距离 必然是凶险重重 其他人肯定有所损伤 善思婉悠悠地说 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我们从大学城到这里 已经死了很多人了 但是这条路 我们又不能不走 等着最终只有死亡 搏一把心血还有机会 为什么不试试呢 善思婉这番话 说得非常直接 同样完全在理 既然早晚都是死 为什么不能在死之前拼一把 凯尔库恩佐 哈哈大笑道 尊夫人说得非常有理 我决定和你们合作 相信以咱们的实力 肯定能到达生存据点 郑信雄伸出手说 我是这支队伍的先锋 并不拥有领导权 领导者是暗尽一级 进化者于舒坤 相信你们也会一见如故 凯尔库恩佐 惊讶地看着郑信雄 没想到他居然不是领导者 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 郑信雄淡然一笑道 你用不着惊讶 我之所以没有成为领导者 是因为生性懒惰 不愿意管吃喝拉撒的琐事 反正也没人管我 这样也乐得清闲 不过你可以放心 如果真有什么事情 我说话还是好用的 他在话语之间 给了凯尔库恩佐一个暗示 很多时候拥有队伍的领导权 未必就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在本身的力量 并不足以震慑所有人的时候 这么做 更是费力不讨好 还不如悠闲自在来的的劲 凯尔库恩佐默示之前 做一个外商 脑袋也绝对不是白给 只不过并没有说话 而是另有想法 郑信雄只是严禁于此 没有必要再多说下去 反正他也不要领导权 别人爱斗就斗好了 于舒坤带着后面的队伍 满身血气的来到外商大厦 和躲在这里的人比起来 在气势上胜了不止一筹 于舒坤双手抱拳说 我是堂狼门的弟子 以前听我师父说过 凯尔库恩佐阁下 今日能够相见 实在是三生有幸 凯尔库恩佐晃了晃手道 于先生用不着这么客气 如今咱们都是进化者 更加是一路人 以后要互相照应才是 我看你们风尘仆仆 不如在我这里调整两天 大家养精蓄锐之后 再向据点出发 你们觉得怎么样 于舒坤在心里合计了一下 觉得这些天的损失 的确不小 在这里调整调整 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苏联青找了一个 足够宽敞的会议室 重新将激战织起来 和军方据点取得联系 看看情况具体如何 郑幸雄摆到外商大厦的顶上 看着整座城市 街道上充斥着丧尸 一切都让人感到绝望 就算是能到达生存据点 谁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 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很多时候 活着就是痛苦 郑幸雄看着灰暗的天空 不知道这里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不是有强大的存在 操控着所有的一切 既然他来到这个世界 并且拥有这么神奇的系统 就要凭借自己的力量 为这方世界的生灵 讨回一个公道 甭管对方是何等存在 都要付出代价 郑幸雄这个念头升起之后 空中突然电闪雷鸣 同时狂风大作 乌云四涌 似乎是对他的回应 他用力地攥着拳头 将拳头伸向天空 眼神极其坚定 这是他的挑战 郑幸雄产生的一丝明雾 这一刻他才算真正融入这方天地 得到这里的认可 以后不会再有任何之种 可以尽兴而为 郑幸雄回到大家所在的楼层 看到宋宇柔站在走廊里 脸上的表情非常纠结 似乎是想做什么决定 他来到宋宇柔身边说 你到我房间里来 有些事情的确应该说说了 宋宇柔低着头跟他进房 关上门立刻靠在上面 看上去有些柔弱 好像随时准备逃离 郑幸雄站在窗边说 实际上你和善思婉 在我心中的地位 应该是一样的 都占据了第一次 只可惜 你们的性格完全不同 你过于功利了 而且还控制不住自己的心 压制不住欲望 当初你在得到那张卡片的时候 我就和你说得非常清楚 你是出道极巅峰 没有任何增长的可能 我为你准备的一对拳刺 特别适合你使用 能够让你变得更强 只可惜 你一直没有得到的机会 今天我把这对拳刺交给你 算是我们之间的一个了结 咱们也是好聚好散 不要记恨我吧 他说着 将手一挥 一对拳刺扔到宋宇柔的手里 现在毕竟是一个队伍的人 好去好散 对谁都好 宋宇柔看着拳刺 咬着牙说 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不管将来变成什么样 我都不会后悔 不过你可以放心 既然我做过你的女人 就不会再和别人在一起 而且还会约束孙丽颖和林敏仪 郑姓熊晃了晃手指说 对这两个女人 没有必要这么做 大家不过是各取所需 根本没有必要放在心上 就好像去找那些战阶女一样 不管战阶女有多少男人 都不会有人觉得自己的头上发虑 至于说你的话 这样的要求对你太过分了 如果你真是碰到爱的人 又和我不在一处 随你好了 你我之间就像是恋人分手 总不能让另一方意志不找 只不过眼不见为尽 好自为之吧 宋宇柔咬着牙点了点头 这个女人终究还是克制不出自己的野心 选择走出这一步 郑姓熊让善思婉 把这个消息散布出去 让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 很多时候众口朔惊 容易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孙丽颖和林敏仪 知道那番评价之后 非但没有恼火 反而如释重负 终于有机会释放自己了 他们并没有选择邱为君 而是和洪光农 龙突袭两人打得火热 这番操作也没谁了 让人为之惊叹 由于决定在这里休养两天 郑姓熊打算出去转一转 目标是附近最大的商场 没有人会嫌弃储备的东西多 善思婉辈留下来帮助苏连青 毕竟这两个才是正牌女友 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否则什么脸都没了 郑姓熊独自一个人行动 更加游刃有余 凭借着三世眼 躲开大鼓丧尸 向着商场的方向快速移动 他在收拾了几十个落单的丧尸之后 终于来到了商场 还是按照老规矩 从上向下扫荡 刚开始的时候 一切顺利 但是在进入地下商场的时候 发现了不同的地方 郑姓熊来到地下超市 首先找到库房 将里面一扫而空 运气相当不错 竟然捡到了三个包裹 他从库房出来 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不远处的几个丧尸 竟然排队而行 好像在巡逻一样 郑姓熊心中充满了好奇 立刻用勘察之眼看过去 发现领头的是一个兵级丧尸 后面的是普通丧尸 如果把这些丧尸 视为一个小队 兵级丧尸 就是小队长 用有限的智慧 约束后面那些白痴丧尸 郑姓熊心中充满了好奇 并没有对这对丧尸下手 而是悄悄地跟在他们身后 看看他们最终去哪里 他来到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 应该是由地下车库改造成的 能让丧尸做这些事情 这件事情有点大条了 郑姓熊多加了几分小心 向着另外一个方向摸去 很快又看到机队丧尸 和之前的配置完全一样 他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能够将这些丧尸组织起来 肯定不是兵级丧尸能做到的 说明将级丧尸已经出现了 姓名 郑姓熊 级别 三级进化者 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675 力量 702 速度 721 精神 638 技能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全角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勘察之眼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水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牢不可破的塔盾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等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八分之四碎片积攒中 富足的灵田 六分之三碎片积攒中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七分之五碎片积攒中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十三分之二碎片积攒中 郑幸雄看了看版面上的数值 觉得信心又多了一些 按照系统的信息 四维属性 全都超过一千大关 才能成为四级进化者 他悄悄地向着里面摸去 发现里面的丧尸越来越多 分在几个小区域里 彼此之间互相吞噬 以此来促进进化 之前的几个巡逻队 除了领头的兵集丧尸之外 剩下的迅速投入各个区域 参与到疯狂的吞噬之中 兵集丧尸 转身向着外面走去 很明显是去引导其他普通丧尸 不得不说这个做法 令人心头发寒 因为不能确保隐蔽地穿过这个区域 郑幸雄打消了继续向前的念头 以最快速度返回外商大厦 郑幸雄把这个消息告诉大家 他们也是听得天雷滚滚 同时心中一阵阵后怕 没想到就在附近 有这么大的危机 他极其严肃地说 咱们不能再等了 明天一早就离开这里 否则那些兵集丧尸 肯定让咱们吃不了兜着走 大家对他的话高度认可 不过决定对这件事情保密 免得引起恐慌 最终适得其反 苏联青把这个消息通知生存点 让那里的队伍加强防御 万一被打得措手不及 麻烦可就大了 不过没人回应 他对郑幸雄说 我今天和生存点的人聊天 这几天已经有好几只队伍 进入生存点 其中包括大量的进化者 咱们队伍的进化者 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 恐怕到了那里之后 未必会得到想象中的重视 郑幸雄眯着眼睛道 我之前就已经想到这点了 城市里有几百万的人口 就算剩下一小部分 起码也得有几十万 包裹出现的数量肯定不少 所以进化者的数量 一定比想象的多 要不是这样的话 丧尸也不会加速吞噬 以此来制造兵集丧尸 我的手里有一批初级进化药剂 但是我不打算给队伍里的人用 而是等到进入据点之后 作为咱们的资本 数量不占优势 没什么了不起 关键是在质量上 能不能引起重视 平山幼美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她能够吸取信仰之力 然后生成信仰屏障 将一个区域笼罩保护起来 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扇思完眼睛一亮道 可以人为的制造安全区 想想就觉得厉害 郑幸雄点了点头说 而且你们想没想过另外一个问题 平山幼美是八旗人 巫女是她的职业 所以有这种手段 在咱们华国也是有道士存在的 按照道理来说 这些道士应该也有特殊的本领 怎么会没有显现出来呢 我觉得军方所谓的依托以前公事 建立生存据点 可信度并不是很高 应该和其他方面有关 苏联卿立刻把地图调出来 放大查找一番 果然在生存点的范围内 有一家非常有名的道观 还有一间特别有名的寺院 道观和寺院正好位于生存点的两端 如果那些和尚道士真有本事 恰巧能撑起一个 笼罩生存点的防护罩 他们觉得已经掌握了事情的关键 看来这次末世到来 把很多藏在水面下的大鱼 全都给露出来了 郑姓雄吩咐两个女人 这件事情不要让其他人知道 一切等进入生存点之后 在剑机行事 他们第二天快速出发 这回改变了之前的打法 所有人都混在一起 向着前面平推 之所以这么做 完全得益于平山又美的信仰屏障 保护一支队伍和笼罩一栋楼比起来 消耗简直是天地之差 郑姓雄拎着板斧冲在最前面 犹如一尊杀神一般 砍丧尸跟砍瓜切菜似的 手下无意合之敌 他不断地吸收属性气泡 体力的消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只是这种不间断的砍杀 对心理的冲击是非常大的 大家选了一个地方休息 郑姓雄大口大口地喝着水 不停地喘着粗气 令心态变得平和 于书坤来到他身边说 再往前就是唐离沟别墅区 宁家就在最大的别墅里 咱们今天晚上能不能在那里落脚 郑姓雄看了看天道 别墅区的安全系数相对来说要高一些 在那里落脚当然没有问题 不过有一件事情 你要想清楚 面对宁家的人 你要如何自处 依然给他们当狗吗 于书坤听到这句话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做了这么长时间的领导者 很多想法已经改变了 郑姓雄脸上露出笑容 在他的肩膀上拍了拍 一切不言而喻 和于书坤预测的一样 大家在到达别墅区的时候 太阳已经偏西 只能选择在这里落脚 擅思晚之前 使用了一支提升药剂 精神利益大幅强化 精神扫描的探测范围 已经扩展到500米 他眯着眼睛说 这片别墅区非常干净 里面连一只丧尸都没有 所有的人都在最大的别墅里 里面肯定有进化者 于书坤听到这句话 目光闪烁了几下 心中不知道是应该高兴 还是应该悲哀 山姆高德一马当先 向着最大的别墅冲去 他在成为一级进化者之后 最终还是没有说出口 山姆高德来到别墅门口 二话不说 一拳向着门砸去 想要直接将门砸开 在他的拳头 快要砸到门的时候 从里面突然跳出一个人 狠狠的一脚踹向他的拳头 山姆高德躲闪不及 拳头被踹中了 感觉像被大铁锤砸了一样 疼得嗷嗷直叫 那个人一招得手 并没有停手的意思 另外一只脚飞起 踢向山姆高德的头 踢中肯定完犊子了 于书坤大声叫 屈方柜 不要下杀手 都是自己人 屈方柜的脚 停在山姆高德的太阳穴上 把这个白痴 直接吓尿了 两腿一软瘫在地上 于书坤介绍说 他是宁家的保镖队长屈方柜 在武术界被称为蝎子战士 一双腿 匕首还要灵活 郑信雄使用勘察之眼看了一下 果然和想的一样 屈方柜也是一个一级进化者 而且在敏捷上还有加持 屈方柜看着于书坤说 你不是和少爷待在大学里 怎么回来了 还和这些人混在一起 于书坤叹了一口气回答 这件事情一言难尽 老爷现在还好吧 屈方柜摇了摇头道 如今宁家只剩下大小姐了 大小姐的实力比我们都强 是我们的领导者 到里面说吧 郑信雄让其他人去附近的别墅安置 进化者跟着屈方柜进门 这样力量不会分散 有事也好应付 他们走进别墅大厅 一个板着脸的女人坐在沙发上 正是宁家仅存的大小姐 宁妙仪 二级异能进化者 拥有空风异能 实力评价上等 勘察只眼得到的消息很短 但是非常有用 果然是字数越少越厉害 于书坤上前一步说 见过大小姐 对于老爷的不幸 我深表遗憾 他在说这番话的时候 口气和之前有所不同 显然相对于老爷的救命之恩 对大小姐另有想法 宁妙仪晃了晃手说 看来你也是进化者了 既然你跟着他们到这来 想必我弟弟也不在了 郑信雄咳嗽一声 你弟弟是让我打死的 至于说 为什么这么做 你应该很了解你弟弟 就不用我说了吧 你弟弟毕竟是死在我手里 作为对你的补偿 我可以给你提供 两支初级进化药剂 让你多两个一级进化者 你觉得如何 于书坤害怕大小姐 做出错误的选择 急忙在他的耳边嘀咕了几句 说明郑信雄有多厉害 万万得罪不得 宁妙仪念色阴沉道 我弟弟从小被我父亲惯坏了 一直觉得自己就是老大 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 死在你的手里 只能说他就由自取 说起来 我这个做姐姐的应该报仇 但是没有必要 为了一个死人 惹下大麻烦 按照你说的来 郑信雄露出欣赏的笑容 把两支进化药剂放在桌子上 能够以此了结仇怨 是最理想的结果 他心里非常清楚 这件事情是绝对瞒不过的 当时的人剩下不熟 随随便便就能查问出来 还不如像现在这样 由他主动开口 然后通过赔偿 将事情彻底抹去 以后也好说话 别墅区的储备 不是别的地方能比的 宁妙仪让人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 大家边吃边聊 于书坤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汇报了一遍 之前的那点小心思 在见到大小姐之后 就彻底熄灭了 宁妙仪端着酒杯说 各位觉得 去生存据点 是最理想的选择吗 平山又美 目光低垂道 应该说 我们根本没得选择 到生存据点 却是唯一的选择 我在末世之前 是一名属于修炼界的巫女 地位比你们江湖人要高得多 只不过 能力不比你们强 大小姐和其他人不同 算是家族的高层 肯定知道修炼者存在 也应该知道他们有多厉害 咱们这座城市的修炼者 主要就集中在生存点那里 我敢断定生存点的建立 就是这些修炼者的手笔 军方不过是推到前台的傀儡 毕竟想要取信于人 军方才是最合适的 真要是修炼者号召 估计没几个人去 宁妙仪伸出右手 掌心出现一个小小的旋风 看上去特别的诡异 他看着旋风问 你觉得以我的能力 能不能对抗修炼者 平山又美立刻回答 如果是没有成为 净化者的修炼者 你肯定能对抗得了 但是修炼者也是人 同样可以使用净化药剂净化 净化之后就更强大了 不过我觉得 净化者进入生存点之后 应该不会受到刁难 而且有机会 败入修炼者的门下 学到更厉害的本事 郑桑之前说的明白 丧尸一共有九个级别 降级不过才是第三个级别 谁知道后面的有多厉害 另外还有那些强悍的怪物 我认为 这些怪物已经趋近于妖怪 将来在净化之后 肯定就是妖怪了 所以进入生存点 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活下去 大小姐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包括宁妙仪在内 所有的人都点了点头 觉得的确是这个样子 能够和强者抱团取暖 是何等幸运的一件事 宁妙仪是一个非常有魄力的女人 在事情定下来之后 立刻进行总动员 带着人加入到队伍之中 郑姓雄再次发挥库房本色 把这里所有的储备物一扫而空 反正每次战斗 储物空间都在加大 多装一些 没什么大不了的 不得不说 宁妙仪这只人马 人数是最少的 进化者的数量 却是最多的 足足达到二十多人 擅思挽嘟着嘴说 老天真是不公 在末世之前 这里住的就是有钱人 过着纸醉精迷的生活 没想到末世到来 这里的包裹也这么多 而且还被这些人得到 依然可以成为人上人 郑姓雄在他的嘴上 刮了一下说 这个世道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说是条条大路通罗马 而有的人生下来就在罗马 很多时候 你奋斗一辈子得到的 却是人家唾手可得的 而人家想要毁掉 你一辈子的成就 只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没有必要为了这种事情抱怨 这么做 没有任何意义 翻过头想一想 你们都是二级进化者了 还有什么不知足呢 苏联青笑着点头说 老公说的没错 我们应该知足才对 所谓知足常乐 就是这个道理 现在两个女人叫郑姓雄老公 是地位得到认可的体现 这是之前那些女人 根本就得不到的待遇 如今进化者的地位 已经得到大家的认可 在队伍中拥有很多特权 夜夜声歌是很正常的事情 队伍里的漂亮女人 没有人能保住自己的清白 甚至有些是被丈夫献出去的 这就是漠视的人性 郑姓雄之前已经明确表示 当初在别墅里的那些女人 和他有关系的就是玩玩意 前台词就是这些女人 不过是一些工具 即便投入别人的怀抱 也完全不在意 谁都不用放在心上 队伍里的女进化者 最早对此还有一些反感 到后面也就适应了 有些甚至比男人玩得还凶 随着队伍实力的提升 行进的速度有所增加 终于到达生活据点的外围 已经胜利在望了 郑姓雄忽然停住脚步 侧耳倾听道 你们有没有听到枪声 他说这指的一个方向 扇思婉立刻对着那个方向 进行直线扫描 这是新练出的能力 距离会变得更远 扇思婉扫描到一支 装备精良的小队 正在猎杀丧尸 普通丧尸在这些人面前 就和土鸡娃狗一样 从这只小队的装备上来看 应该是军方的人 正好赶过去和他们会合 郑姓雄带头向着 那个方向前进 很快就看到目标 这些人在一辆猛士车上 对方同样也看到他们 立刻向着他们开过来 同时不断地向四周开枪 将出现的丧尸爆头 郑姓雄停住脚步 向着那些人摊开双手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车子在不远处停下来 机枪手将枪口对着他们 然后下来两个人 向着他们走来 领头的敬礼说 我是生存点武装巡逻队队长 一级进化者于荣英 你们是过来投奔的幸存者 郑姓雄没有接话 而是拉着两个女人 向后退了一步 把宁妙姨和凯尔库恩佐 让到前面 宁妙姨微笑着说 我是二级异能进化者 他是二级进化者加巅峰战士 我们的确是过来加入生存点的 希望你能为我们引路 他这句话说得非常漂亮 先说明两人的身份比对方高 接着又表明是过来加入的 并不是投奔 这样意义有所不同 于荣英听到对方 有两个二级进化者 态度立刻有所转变 生存点里的进化者虽然多 但是二级进化者数量有限 他要是知道在队伍里 还藏着郑姓雄这个三级进化者 肯定得下掉下巴 因为整个生存点一个三级 进化者都没有 这个级别可以吊打所有人了 郑姓雄通过智慧之心进行分析 决定先韬光养晦 等把一切都看明白了 再做决断也不迟 于荣英满面笑容道 能够得到各位的加盟 实在是太好了 我为你们引路 咱们现在就去生存点 说起来 你们的运气还不错 这段时间 附近的丧尸少了许多 要是放在以往 这段路 还得造成一定的损失 宁妙姨脸色一遍说 这里的普通丧尸也在减少 不会这么夸张吧 于荣英疑惑地问 你们怎么这副表情 难道丧尸减少不是好事 宁妙姨把之前的消息说了一遍 于荣英吓了一大跳 于荣英立刻说 这件事情事关重大 必须得马上报告上面才行 小姐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先开车带你回去 其他人慢慢来 宁妙姨表示没有任何问题 一个手下都不在 独自一人跟着于荣英 尽快赶回生存点 在他们离开之后 留下的巡逻队员 为剩下的人做向导 带着大家向生存点的方向前进 走了大约两条街 扇斯婉大声说 大家赶快戒呗 有好几只怪物向咱们靠拢 扇斯婉话音刚落 十几条马巨大小的野狗 飞快地冲出来 一下就叼走了十几个人 野狗把十几个人咬死 心脏掏出来吃掉 再次将目光盯在其他人的身上 口水不停地滴落 武装巡逻队的人 立刻向野狗开枪 子弹打在野狗身上 爆出朵朵血花 但是伤害极其有限 郑信雄吩咐两个女人自己小心 一手撑着塔顿 一手拎着钉头锤 从队伍里大步而出 他凶狠地盯着野狗 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 如此做法将野狗激怒 一条野狗凶狠地扑上来 郑信雄使用塔顿一挡 接着挥动钉头锤 狠狠地一锤打向野狗的脑袋 锤子打在野狗脑袋上 发出一声巨响 野狗被打得退了十几步 只是有些头昏脑胀 没有受到其他的伤害 一名巡逻队员大叫 狼和狗的脑袋都是罪硬的 要打他们的腰才行 郑信雄恍然大悟 索性把塔顿换成板斧 一手锤一手斧 看上去就彪悍无比 之前被击退的野狗 发出一声嚎叫 剩下的野狗闻风而动 向郑信雄围过来 凯尔库恩佐看到这个情形 立刻拎着十字剑冲出来 狠狠地劈向一条野狗 剩下的进化者随着他行动 只不过是好几个人围攻一条野狗 依然有半数的野狗 凶狠地盯着郑信雄 大战一触即发 郑信雄看着剩下的那些野狗 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笑意 锤子和斧头撞击 发出当当的响声 声音好像是开战的信号 这些野狗 发出一声狂吠 向着他们凶狠地扑过来 郑信雄没有丝毫退缩 迎着野狗而上 狠狠地一锤打在一个狗头上 把这条狗 打得头晕眼花 他借机转到野狗身旁 板斧高高扬起 凶狠地砍中狗腰 将其拦腰斩断 一脚把野狗的上半身踢飞 失去了下半身的野狗 痛苦地哀嚎大叫 挣扎片刻才死 看上去惨不忍睹 郑信雄战术得手 立刻一样画葫芦 又干掉了两条野狗 不过很快 野狗就会学乖了 一条野狗被打晕之后 立刻就有别的野狗疯狂地扑上来 为这条野狗争取时间 让他能够缓过进来 郑信雄对此非常无奈 但是又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能和这些野狗周旋 希望可以简陋 他突然发现 外商公寓的一级进化者 马丁瑞德 使用一根大木棒 每次打在野狗身上 都能把野狗打出很远 郑信雄心中 立刻就有主意了 把钉头锤收起来 拿出一把大铁锤 一个箭步 冲到马丁瑞德身边 他把铁锤交给马丁瑞德 大声吼道 照着野狗的脑袋锤 然后剩下的交给我 郑信雄在队伍里的威望极高 马丁瑞德对他言听计从 立刻接过大铁锤 狠狠地一锤打在野狗的脑袋上 马丁瑞德的力量 绝对不是盖的 一锤就把野狗打懵圈了 要不是狗头是最坚硬的地方 估计就拍死了 郑信雄抓住这个机会 绕到野狗边上 挥动板斧劈下去 再次将野狗一分两断 然后把野狗的上半身踢飞 两人的配合相当完美 很快就把这些野狗诛杀殆尽 所有的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郑信雄在这些野狗的身上 除了剪刀大量的敏捷气泡之外 还得到了超级嗅觉这项一能 这项技能是半主动技能 不主动使用的话 只有在遇到危险的时候 才会被动触发 这一点和权势眼一样 另外还得到了很多的材料 这些材料最多的是狗牙 不知道能干什么用 先扔在空间的角落里了 巡逻队那些人看着郑信雄 脸上的表情极其恭敬 毕竟这么凶猛的主 不是他们能够随便得罪的 高双雪是一名霸王花 因为表现优异 所以被选进巡逻队 算是有一个不错的好差事 他犹豫了半天 最终开口询问 这位大人的实力如此强悍 不知道是几级进化者 郑信雄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反问 你为什么称呼我为大人 按理来说 不应该有这个称呼才对 高双雪立刻回答 生存点刚建立的时候 里面的人拎不清是怎么回事 对进化者指手画脚 还有一些仗着以前有些权势 想要得到生存点的领导权 这种做法引起了进化者的不满 进化者对生存点进行了一次清理 把所有的不安定因素 全都赶到外面去了 从此制定了新的秩序 进化者在生存点 是绝对的人上人拥有很多的特权 普通人见了进化者 一定要称大人才行 郑信雄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相信这件事情的背后推手 应该和那些修炼者有关 否则末世刚开始 生存点的主持者又是军方 在短短的时间内 让军方改变想法 做出这种事情 是绝对不可能的 郑信雄又询问了很多 关于生存点的问题 高双雪绝对是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交代得一清二楚 他露出满意的笑容说 我对你的回答非常满意 像你这样优秀的霸王花 不能成为进化者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我这有一瓶初级进化药剂 送给你作为报酬 至于说 你能进化到什么程度 就看你的命了 高双雪看着郑信雄帝国的进化药剂 一脸的不敢相信 如此珍贵的东西 自己竟然也有得到的一天 他一番千恩万谢之后 连忙接过药剂喝下去 现在这个时候 谁都不能相信 只有用了才是最把握的 在高双雪进化完成之后 郑信雄使用勘察之眼看了一下 高双雪没有激发出异能 但是身体各方面的属性 全都达到一级进化者的巅峰 郑信雄想到一种情况 询问剩下的几个巡逻队员 知道他们之前都是特种战士 立刻决定再试一下 这几个人拿到进化药剂 同样是一番感恩戴德 然后使用药剂进化 结果和高双雪的情况差不多 郑信雄由此得出一个结论 在使用进化药剂之前 使用者越强悍 思维属性的增加就越强 相对的激发异能的几率越低 这种变化相对来说是比较公平的 能够达到一种奇妙的均衡 就相当于在游戏之中 培养战士和法师一样 高双雪带着几名队员 在郑信雄面前站成一排说 今天要是没有大人赐给我们药剂 我们根本就不能成为进化者 以后我们就是大人最忠实的手下 一切为大人马首是瞻 大人的命令就是我们的意志 郑信雄微微一笑道 你们用不着这样 我刚刚给你们药剂 也是为了证明我的猜想 只能说这个结果大家双赢 不过你们愿意加入我们的队伍 我们是非常欢迎的 相信到了生存点之后 同一队伍的人互相照应 日子总会好过一些 高双雪立刻说 大人有所不知 队伍进入生存点以后 普通人会留在中外围 进化者进入核心区域 核心区域的生活是最好的 越向外条件越差 基本上留在外围的都是老弱妇孺 只能挣扎在温饱线上 所以对于一支队伍而言 最重要的是有多少进化者 人数虽然也是个重要指标 但终究是差了一些 郑幸雄听到这里 心中就有数了 坚持不收他们为手下 但是又打出感情牌 彼此之间保留了很好的友谊 就这样在消灭了两波丧失之后 大家终于看到了生存点的围墙 大家看到生存点的围墙 所有人全都发出欢呼 尤其是从学校出来的那些人 更是热泪盈眶 从学校走到生存点 当初的那些人 已经是实不存一 就是别墅的那些女孩 剩下的也是个位数了 至于说后加入的那些幸存者 加入的时间越长 感情自然越深 感触也就越多 郑幸雄使用全视眼 将这些人的表情看在眼里 有心想要说点什么 最终还是忍住了 生存点的大门已经打开 一个极其干练的中年人 带着一些人等在这里 高双雪小声介绍 他是生存点大头领 原军方槟城负责人 金方级的副官景玉林 也是大统领最信任的人 郑幸雄立刻使用勘察之眼 看了一下 景玉林是二级进化者 而且激发出鹰眼异能 不是个一般角色 景玉林露出温和的笑容说 大头领正在和宁小姐 研究之前说的事情 所以让我出来迎接各位 还希望各位不要介意 于书坤上前一步道 景副官太客气了 我们是来加入生存点的 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 完全没有必要如此 景玉林说了几句客套话 带着大家来到里面 出现在大家面前的 是用破棚布搭的窝棚 在这些窝棚的前面 能够看到一些老人孩子 一个个用祈求的目光看着他们 景玉林身边的一个男人 大声说 你们队伍里的老人和孩子 全都留在这个区域 会有人为你们分配窝棚 队伍里的老人和孩子 立刻哀嚎 好容易来到这里 你们不能这么对我们 不要把我们抛下呀 男人历生呵斥 所有到达我们这里的队伍 全都一视同仁 你们要是不想待在这 现在就可以离开 如果老人孩子之中 有人是进化者的亲人 自然可以另当别论 至于说其他人 没有叫嚣的权利 听懂我的话没有 郑姓熊咳嗽一声 我觉得 把老人留下没有问题 但是把孩子留下过分了 如果生存点想要有未来 就不能这样对待孩子 整个外围所有的孩子 好好地养着 景玉玲点了点头说 这位大人说的非常有道理 不过把孩子送到核心区域 未免有些过了 还是送到中间区域吧 他说完 吩咐之前那个男人 按照他的命令去做 谁要是敢不满意 打断腿直接扔出去 队伍里的老人本来就不多 所以数量并没有明显的减少 很快就来到了中间区域 这里比外围强多了 起码是一间间的房子 从外道里 分别是平房和楼房 说明等级也是不同的 队伍再次进行划分 瘦弱的男人和年龄大一些的女人 被留在外面 分配到那些平房里 不是夫妻的就强行拉廊配 强壮的男人和年轻女人 被分配到楼房的区域 这回没有出现拉廊配的情况 反倒更说明里面有猫腻 如今剩下的都是进化者 景玉玲发现 巡逻队员没有散去 不由得露出疑惑的表情 高霜雪立刻上前行李说 报告复关 郑大人之前赐予我们进化要件 如今我们已经是进化者 可以进入核心区域了 景玉玲听到这话 眼睛顿时就亮了 惊讶地看着郑兴雄 没想到对方能拿出 这么多的进化药剂来 郑兴雄非常随意地笑着说 我的能力还算过得去 没事的时候 就愿意到处乱窜 所以找到的东西多了一些 我之前一直有一个想法 但是没有合适的实验人选 恰巧碰到他们 发现他们正是我需要的人 所以就在他们身上 做了个小实验 实验的结果 令我非常满意 他们也成为进化者 增强生存点的力量 算是皆大欢喜吧 景玉玲见郑兴雄说的如此轻描淡写 在心中对他高看了几分 知道这是个真正的猛人 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他同时在心中多了一个主意 也许可以借助这个强人 改变生存点的一些局面 郑兴雄见景玉玲 目光不停地闪烁 立刻猜到 他一定有其他的主意 只不过现在情况不明 应该静观气变 大家继续向前 很快看到一圈铁丝网 上面不时有蓝色的电火花闪得过 说明是真正能电死人的电网 景玉玲笑着说 这里就是核心区域 用电网和外面隔开 防止有那些不知好歹的家伙 到这里来搞破坏 住在这里的 都是进化者和他们的直系亲人 大家在这里 可以享受最好的待遇 应该说 这里和末世之前 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 他说着 带领大家来到一扇门前 这扇门 是用特殊的绝缘体做成的 电流直接从门上越过 不会对进门的人 造成任何影响 穿过这扇门 就好像来到末世之前 里面绝对是灯红酒绿 在路上能看到很多漂亮的女孩子 不停地搔手弄姿 景玉玲对身边的人吩咐一声 把巡逻队的几个人带走 不过是原路返回 显然去接他们的家人 他继续说 根据生存点的规矩 一级进化者住外面的连排别墅 二级进化者住里面的独栋别墅 各位先跟着我去登记 然后会有人为你们进行分配 肯定会令各位满意 以后 这里就是你们的家 郑姓雄在他说这番话的时候 一直使用勘察之眼看周围的人 发现这里除了进化者 就是普通人 而且这些进化者 顶多是鼓舞者 并没有和平山又美一样的人存在 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景玉玲一直在暗中观察郑姓雄 发现他不停地东张西望 立刻猜到的一些东西 他装作不经意地说 各位所见到的 是整个生存点的大带情况 在生存点的东西两侧 各有一个区域 这两个区域是属于另外两伙人 他们之中 虽然也有一些进化者 但是和咱们完全不同 没有必要去招惹他们 正信雄想到这些 却表现得默不关心 现在要做的 就是先安顿下来 然后好好地观察一下 再说 他们来到一处大厅 和末世之前的办事大厅差不多 里面是一个个的窗口 工作人员是那些进化者的家人 这些人可不敢有任何傲娇的表现 绝对是合格的公仆 毕竟他们服务的对象都是猛人 着急了 真的要命啊 凯尔库恩佐率先上前 报上明号说 我是二级进化者 同时还是一个修炼斗气的战士 战斗力应该还不错 她是我老婆 平山又美 同样是二级进化者 并且是一个巫女 可以使用信仰屏障 将一个区域保护起来 景玉玲听到平山又美的能力 眼睛顿时一亮 没想到在这支队伍中 还隐藏着这么一个大神 她满面堆笑道 没想到尊夫人 竟然是一个修炼者 之前实在是怠慢了 两位理应住在核心别墅区 有的他们夫妻美玉在前 剩下的那些一级进化者 就显得黯然无光 也就是有异能的几个 多少掀起一点波澜 剩下的都被安排在普通的别墅里 郑姓雄发现这些进化者的住所安排 实际上是把他们全都打散 这样无法形成一个整体 尽管都在核心区域 彼此想要见面并不难 但是远亲不如近邻 还是很容易被附近的邻居所同化 郑姓雄相信他们附近的邻居 至少有一半是生存点的土著 这样可以增加他们 对生存点的认同感 这守完的很高明 很快就剩下他们三个人 郑姓雄笑着说 我们夫妻全都是二级进化者 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随便安排一下就行了 景玉雄心里非常清楚 郑姓雄肯定是隐瞒了能力 一个能随便拿出进化药剂的人 怎么可能普普通通 他立刻说 二级进化者在生存点 已经是最强的存在 你们一家子都是二级进化者 还想怎么样 同样安排在核心别墅区 就和凯尔库恩佐他们做邻居好了 我住的地方就在你们附近 没事可以聊聊天 接待员带其他人去住的地方 他们由我带着去就行了 如果各位有什么要求 可以向我提出来 一定为你们安排妥当 于书坤和屈方柜立刻表示 他们之前一直跟着宁妙仪 希望在安排住所的时候 能和宁妙仪安排在一起 景玉零颇微微难道 你们两位都是一级进化者 只能住连排别墅 这个要求恕我无能为力 其实我觉得问题并不大 整个核心区域一共也没有多大 一会把你们的门牌号爆出来 到时候让宁大小姐 过去找你们就是了 如果她愿意安排你们 住在她那里 也就解决了你们的问题 同时 你们自己还有住的地方 必要的时候 也有个退路 这样和乐而不为 岂不是对大家都好 两个人觉得她说的非常有道理 索性就答应下来 跟着招待离开这里 心中多了一些期待 郑幸雄在心中暗自点头 景玉零的办事能力的确够强 怪不得能够得到重用 倒是不能等闲是知 他们很快来到住的地方 是一栋三层的独院别墅 和之前在学校的那一栋 看上去倒是差不多 不过别墅里面的装修 和那栋别墅根本没法比 更从侧面说明 大学的那些领导者 全都是该死的祸 苏联青让郑幸雄 把之前的那些太阳能发电瓦 拿出来 在院子里一字排开 然后连上超级蓄电池 让别墅拥有独立的电能 他笑着说 我相信整个生存点 在能源方面一定很紧张 我们自己能够解决 就不浪费生存点的能源了 景玉零笑着应了几句 更感兴趣的是郑幸雄 从哪里拿出这些太阳能发电瓦 总不可能是无中生有吧 郑幸雄没有解释的意思 之前拿进化药剂 用巡逻队员做实验 已经是实力的体现 没有必要再化蛇添足 他拿出两支进化药剂 递给景玉零说 咱们初次见面 我也没什么好东西奉上 小小意思不成敬意 希望你不要嫌弃 景玉零正好有一子一女 并没有得到进化药剂 如今有这两支药剂 儿子女儿以后的生活 就有着落了 他毫不犹豫地 把药剂接过去 连客套这一步都省了 表示以后大家都是好朋友 一定守望相助 经过一番客套之后 景玉零向着四周张望了一眼说 咱们都是朋友有些话 我也就不瞒着你们了 既然你们之中有修炼者 肯定对修炼者并不陌生 咱们这个生存点能够建立 实际上是那些修炼者的功劳 只不过 他们的心思并不纯 根本不是什么拯救苍生 而是想发展自己的力量 毕竟没有人 是没办法传承的 而他们的名声不显 没有足够的号召力 所以才会让军方做代表 实际上就是一个傀儡而已 郑幸雄在心中暗自点头 一切和他猜想的一样 看来军方这些人并不想做傀儡 希望能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景玉零果然说 这些修炼者都是贪得无厌之辈 我们得到的净化药剂 九成都被他们给弄走了 他们所变成的净化者 实力比正常的净化者要强得多 但是他们根本就不出去战斗 只是掠夺我们的胜利果实 而且他们极其高傲 根本看不起咱们这些正常的净化者 我说的那两个区域 就是他们的地盘 连净化者都不得入内 他们却经常到咱们这里来 作威作福 以欺负净化者为乐 以后要是碰到他们 一定要多加小心 免得让他们给欺负了 根本就没地方说理去 说起来真是郁闷 咱们要是有足够的净化药剂 弄出足够多的净化者 肯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郑幸雄打了一个太极说 我一向主张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斩草除根 最好不要有什么事情 他在放出狠话的同时 把净化药剂的事情岔开了 展现出非常高明的手段 给景玉琳提个醒 景玉琳明白郑幸雄的意思 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随后起身告辞 先回去把药剂给子女使用了 然后才去见金方剂 在他离开之后 郑幸雄对凯尔库恩佐说 所谓远亲不如近邻 以后咱们两家是邻居 应该多多互助 凯尔库恩佐立刻说 咱们可是一个队伍里的人 这话还用得着说 肯定是最好的朋友 说起来 在咱们队伍之中 就属你们夫妻最厉害 要不是你们做开路先锋 真不容易到达这里 郑幸雄叹息一声 你以为到了这里就安全了 实际上恰恰相反 这里的危机更不少 景玉琳刚才的话 你们也听到了 修炼者对咱们并不友好 弄不好就是大敌啊 说起来 尊夫人也算是修炼者 也许你们可以混入修炼者的阵营 到时候 日子就好过一些 平山又美急忙说 你有所不知 华国的修炼者非常排外 尤其是对我们八旗 更是不屑一顾 我想要投奔他们 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 再说 我丈夫在这里 我也不能这么做 郑幸雄在心里哼了一声 不光是华国修炼者 他们对八旗人 同样极其敌视 只不过 因为众所周知的的原因 大家敌视的 通常都是八旗男人 对八旗女人 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毕竟是启蒙老师嘛 郑幸雄咳嗽一声 你要是有这个想法 我觉得 应该想办法透露出去 免得其他人有别的想法 既然这样 我们就只能属于进化者阵营 在阵营明确了之后 对于很多事情 就要有具体的考虑了 很多时候 不是你想不卷入争斗 就能不卷入的 水面上出现巨大漩涡 没有哪条鱼能跑得了 而且现在 这个世道 也不允许退一步海阔天空 只会是忍自心头一把刀 后退就是粉身碎骨 说句实在话 咱们这支队伍从开始 就不是一个整体 那些一级进化者 根本就指望不上 不给别人添砖加瓦 就不错了 他这句话 绝对是有感而发 宋宇柔三个人 是最好的例子 有肌腹之亲的 都能跑掉 更何况其他人了 凯尔库恩佐 犹豫了一下说 我觉得 山姆高德 和马丁瑞德他们 应该是可以用一下的 尤其是马丁瑞德 这个傻大哥 就是个憨货 之前你送给他一把锤子 他对你感恩戴德呀 郑信雄非常随意地 应付了一句 这个老外 也不是个好鸟 等他把那些老外 串联起来了 肯定是自成势力 哪有别人的份 郑信雄真正看中的是 平山又美的能力 信仰屏障 实在是太厉害了 即便是出了什么问题 也能当一栋堡垒使用 他手里还有一辆 先进的装甲车 如果让这个女人 在装甲车里 使用信仰屏障 装甲车绝对是大杀器 完全能横着走 大家接下来又商量了一番 表面上和和气气 气氛融洽得不得了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在凯尔库恩佐夫气离开之后 郑信雄沉着脸坐在沙发上 显然对这一切并不满意 扇思晚犹豫了一下道 我觉得 咱们现在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能够安顿下来 已经是一件好事了 没有必要再想那么多 反正很多事情 想也没办法解决 还不如走一步算一步 见招拆招来得稳妥 郑信雄觉得这番话说的有道理 未来的情况不明 想那么长远 也没什么用 还不如只顾眼前呢 他们在这里商量的时候 景玉玲也把一切都报告给金方济 包括自己得到两瓶净化药剂在内 景玉玲一本正经说 郑信雄绝对是个隐藏的大鳄 到现在为止 已经拿出十几瓶净化药剂了 我觉得他的身上还有更多 只是不知道他使用的是什么手段 能够把东西完美地藏起来 他之前拿出的那些太阳能发电瓦 站的地方绝对不小 如此庞大的储物空间 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关键是 不知道他的手里 还有什么东西 我已经问过那些巡逻队员 他的战斗力极其可观 不能随便对付 金方济摸着下巴说 有这么一个强人进入生存点 倒也未必是坏事 说不定能把这滩水搅混 可是 你刚才也说了 郑信雄为人非常低调 不险山不漏水 想让他弄出事端来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锦玉玲立刻笑着说 其实 咱们什么都不用做 这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郑信雄拿出进化药剂的事情 肯定会被那些修炼者知道 以他们嚣张的作风 不可能不搞事情出来 根据我的观察 郑信雄虽然为人低调 但是性格暴烈 只要修炼者敢找事 肯定直接打回去 在他们起了冲突之后 咱们在从中斡旋 就能做收于人之力 到时候得到的好处 肯定是不会少的 金方纪一向非常欣赏 锦玉玲的办事能力 让她一定要好好注意这件事情 免得出现不必要的纰漏 她和解了一下说 你去通知所有进化者 就说 为了欢迎新人的到来 生存点决定举办一场酒会 让大家彼此认识认识 锦玉玲表示 立刻就去办 接着问 关于他们带来的那个消息 咱们应该怎么处理 金方纪皮笑肉不笑道 我已经把消息告诉修炼者了 既然他们无动于衷 咱们也没必要太当回事 反正真有强力的丧尸打过来 也是由这些修炼者对付 让他们狗咬狗 咱们看个热闹 岂不是更好 锦玉玲觉得 这么做有些不妥 但是又不好多说什么 只能再次点头答应 先去弄酒会的事情 金方纪独自坐在办公室里 眼神变得极其深邃 现在这个多世之秋 能不能带着大家生存下去 真是千金重贷呀 他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军人 做到现在这一步 已经是有为原则 但是为了更多的人活着 只能出此下策 郑姓雄接到通知之后 脸上露出笑意 这些人倒是挺有意思 正好借这个机会 看看这些进化者的实力如何 为了表示对郑姓雄他们的重视 锦玉玲亲自带着儿女 过来接他们一起 参加酒会 锦玉玲的儿女都是十五六岁 儿子叫锦戴库 女儿叫锦美华 都是刚刚成为一级进化者 郑姓雄习惯性地 用勘察之眼看了一下 没想到 他们全激发了异能 看来和遗传精英有关 锦戴库名字虽然奇怪 但是给他带来运气 异能是拥有一个空间库房 具体大小上未可知 锦美华的异能是能控制风暴 这个异能只有在有风的时候才好用 不过戴上一把扇子 应该就能解决问题了 锦玉玲笑着说 多亏你的进化药剂 不然他们两个也不能成为一级进化者 还不赶快谢谢叔叔 郑姓雄挥了挥手道 你用不着这么客气 反正进化药剂我也用不上 还不如在你这派上用场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就算修炼者拿走九成的进化药剂 你作为大头领的副官 怎么会弄不到呢 难道说大头领真的这么公正严明 一点都不逊私 进化药剂都用在强力的战士身上 锦美华嘟着嘴说 才不是这个样子 大头领的儿子金王迪 就是个不学无数的白痴 结果不光得到初级进化药剂 还得到了中级进化药剂 和我父亲一样 都是二级进化者 这小子除了会作威作福之外 根本就啥也不是 从来都不敢出去打丧尸 简直就是浪费药剂了 锦玉玲皱着眉头呵斥 他好歹也是大头领的儿子 受到一些优待算不了什么 以后不要再这么说 善思婉开口反驳 我觉得他说的不无道理 区区一个纨绕子弟 都能成为二级进化者 你是大头领身边的副官 为生存点操了多少心 凭什么你的子女 就不能成为一级进化者 大头领既然做了初一 就应该让你们做十五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才是真正的真理 锦玉玲叹了一口气说 你们有所不知 金王敌使用的药剂 实际上是分配给大头领的 因为大头领的夫人死得早 所以觉得亏欠儿子 才会一直惯着他 并且把药剂让给儿子使用 我之前在使用中级药剂的时候 也想过拆分成两瓶初级药剂 给我的子女使用 后来让大家给劝住了 毕竟我和大头领 不能都是弱者 否则怎么压住茬子 做父母的 总会有一些私心 实在是没有办法 郑信雄想了一下 拿出一瓶初级净化药剂说 大头领毕竟是生存点的领导者 不是净化者说不过去 把这瓶药剂给他吧 至于说大头领的太子爷 对方最好不要招惹到我的头上 我这个人一向不习惯于给人面子 也不要招我要面子 锦玉玲连忙点头答应 把隔壁的凯尔库恩左夫妻叫上 大家来到酒会大厅 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了 他让子女陪着他们 赶快去见大头领 让他使用初级净化药剂 变成一级净化者 凯尔库恩左夫妻恰恰相反 他们都是场面上的人物 最擅长的就是应酬 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郑姓雄正在闭目养神 听到有脚步声向他们的方向过来 眼睛睁开一条缝 看到是几个年轻人 这几个年轻人一脸的张狂 好像他们有多牛一样 怎么看都像是那些顽固子弟 郑姓雄使用勘察之眼看了一下 领头的是个二级净化者 剩下的都是普通人 他们的身份呼之欲出 他的确没有猜错 这伙人就是生存点的二代 父母都是净化者 所以嚣张的不得了 领头的就是金王迪 这小子好歹也是个二级净化者 尽管没有激发出异能 战斗力还是很可观的 别看金王迪不敢出去和丧失战斗 但是在生存点欺负其他人 绝对是乐此不疲 金王迪看到扇斯婉和苏连青 口水立刻就流下来了 觉得像这样的美人 李英由他这个太子爷享用 他大咧咧地看着两个女人说 你们就是今天新来的 是跟着哪个净化者 知不知道我是谁 郑姓雄睁开眼睛答道 他们是我老婆 我不管你是谁 马上从我面前消失 就到你刚才在放屁了 如果要是敢说半个不字 我就把你的屎打出来了 让你知道什么叫黄河滚滚流 还不管 一个狗腿子 跳着脚大叫 你真是豪大的狗胆 知道在跟谁说话 这是生存点的太子爷 还不赶快跪下认错 郑姓雄眼睛一瞪 大声呵斥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面前大呼小叫 我看你才是想死 他说着掏出手枪 对着这个家伙连开了三枪 全都击中心口 当场就给干掉了 随着思维属性的增加 郑姓雄已经可以自动拾取 方圆百米之内的所有东西 这个家伙被打死之后 掉的气血 为郑姓雄带来了六个月的寿命 倒也算是聊胜于无 枪声惊动了所有人 大家立刻赶到这里 一个女人看到被打死的年轻人 立刻就大叫起来 这个女人歇斯底里的大叫 是谁这么大胆 居然杀了我儿子 我一定让他血债血偿 他话还没有说完 郑姓雄抬手又是一枪 直接把这个女人给爆头了 又得到了八个月的寿命 郑姓雄板着脸说 他们不过是一对普通人 竟然敢对我这个进化者叫嚣 看来是藐视生存点的规矩 真是死了也不多余 你们给我听好了 不管你们是借着哪个进化者是 住到这里来的 都不能改变 你们是普通人的事实 你们敢和进化者叫嚣 就是自寻死路 他们是谁的人 站出来 咱们聊一聊 看看怎么解决这件事情 他这番话 说得完全在理 找不出半点毛病来 只是没有人站出来 替这对母子说话 倒是出乎意料之外 就在冷场的时候 锦带库来到郑姓雄身边 小声地说了几句 锦带库在郑姓雄耳边小声说 这小子的父亲是进化者 在之前的战斗中死了 所以一直没有人和他计较 郑姓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即便那样又能如何 谁规定他的父亲为生存点捐躯 他就可以飞扬跋扈 不把其他的进化者放在眼里 作为牺牲者的后代 更应该严格地要求自己 这样才不能给牺牲者丢脸 将来才能继承牺牲者的遗志 我认为让牺牲者的后代 生活在核心区域 并且优先得到进化药剂 是非常正确的一件事情 毕竟大家的命都只有一条 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否则只会让大家心寒 以后谁还会这么做 但是并不意味着 家里有一个牺牲者 别人就全都欠他们的 谁知道下次会谁死 活着就是为了死亡 大家觉得这番话非常有道理 牺牲者的后代 可以享受好的待遇 但是不意味着 可以不知好歹 挑战进化者的尊严 本身就是重罪 杀了也就杀了 郑姓雄继续说 为了防止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应该把牺牲者的家人集中起来 统一安置在一个地方 在保证充足的物质供应的同时 还要让他们接受最好的教育 能够有坚定得信念 成为像父辈一样的人 而不是跟着那些不知好歹的东西 最终把自己变成一个废物 这样是对牺牲者的亵渎 是绝对的不负责任 他这几句话说得太漂亮了 直接把矛头指向金王嫡这个头号二代 一定要让他焦头烂额 直到天高地厚 金王嫡一直是一个嚣张的主 认为仗着老爹的势力 没人敢不给他面子 哪里能受这个去 他一下跳了起来 张牙舞爪的大叫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谁是不知好歹的东西 不要在那寒沙摄影 他是我的兄弟 如今让你给弄死了 关键是连他娘一起弄死了 实在是嚣张得很 有没有把我放在眼里 扇思丸撇了撇嘴说 不知道你算是哪一号人物 干嘛要把你放在眼里 你是出去打过丧尸 还是搜索过物资 不过是一个不要脸的二代 真把自己当成玩意了 简直就是个笑话 金王嫡是个纹酷子弟 但不是个傻子 知道大家是怎么评价他的 背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苏联青火上浇油道 就你这么个东西 也敢和我们叫嚣 知不知道 我们从大学城是怎么过来的 是一路杀过来的 这一路上被我们干掉的丧失 可谓是数以百计 你连剑都没见过这么多吧 就你这种废物 如果要不是有个好爹 哪有资格使用进化药剂 找个地方瞇着得了 跳出来装什么大尾巴狼 金王嫡听到这句话 就觉得一股无名夜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他愤怒地咆哮 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有什么资格和我说这种话 凯尔库恩佐在一旁插话 我们从大学城过来的时候 郑先生夫妻三人是先锋箭头 就是两位夫人 在面对丧失的时候 同样也是大杀四方 绝对是强大的战士 理应得到尊重 金王嫡背对的脸色铁青 偏偏又不敢再开口 人家一家三口都这么猛 真是惹不起啊 金方嫡实际上 已经到了大厅后门 将这一切全都看在眼中 见到儿子的这幅炯相 心中恼火的不得了 锦玉玲擅长察言观色 立刻在一旁小声说 生存点对于少爷的怨言 一直都是甚嚣尘上 我觉得让少爷吃点亏 并不是什么坏事 以后要是能收敛一些 对大家都有好处 金方嫡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对这些并不是不知道 只是没有办法 希望能够如此吧 他们加重脚步 接着走进大厅 大笑着和大家打招呼 把这件事情插过去 金方嫡大笑着说 今天又有一支队伍加入生存点 让咱们的力量又增加了不少 真是值得庆贺 只要大家一起努力 肯定能把生存点建成一方净土 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 也算是得到传承 不至于灭亡啊 他说到后面 故意感叹了一下 希望能够引起共鸣 最终得到这些人的支持 稳固自己的地位 刚才还慷慨激昂的郑姓兄 瞬间就转化为小透明 拉着两个老婆 不断地往后退 绝对不当出头鸟 宋宇柔倒是想展示自己 妩媚地笑着说 大头领说得太好了 相信在大头领的领导下 大家一定能实现这个目标 其他人立刻跟着拍马屁 一时之间 马屁如潮 整个现场的气氛 推向了一个高潮 郑姓兄刚才使用勘察之眼 把大家的等级分出来了 现在拍马屁的 都是一级进化者 二级进化者 全都冷眼旁观 很显然在他们的心中 另有一些想法 只不过没有表达出来 锦玉玲来到郑姓兄身边 一副歉意的样子说 对于刚才的事情 真的要说一声抱歉 郑姓兄晃了晃手指道 你用不着和我说这些 不管你找出什么样的借口 都不是那个 混蛋嚣张的理由 我要不是今天刚来 刚才死的 就不是那个白痴 而是这个不知好歹的太子爷了 不管大头领 有什么雄心壮志 不把太子爷的事情解决好 都只是无稽之谈 你看看 拍马屁这些人 有几个是本领强的 为什么大家冷眼旁观 说明心中对大头领不认可 只不过 军方在这里占主要地位 而大头领在军中的威信 是别人不可替代的 所以才只能这么妥协 但是有一点你要清楚 威信是可以丧失的 一旦大头领把威信丧尽 很多事情就不好说了 锦玉玲眼神微微一变 最终叹了一口气说 很多事情做下属的不好说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走到哪里算哪里好了 郑姓兄随意地点了点头 刚刚能说这么多 已经是交浅延伸 没有必要再多说下去 他们自己好自为之就是了 郑姓兄久会一开始的时候 出尽了风头 后面又全程隐身 如此虎头蛇尾 让很多人心中不解 他们回到别墅之后 郑姓兄趁着夜色 在院子里 买了很多的小型电器 准备给苏联青当地雷使用 苏联青把这些地点记住 疑惑地问 老公为什么要这么做 难道还有人敢对咱们下手 郑姓兄抱着扇思婉说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尤其是现在这个世道 多做点准备 总是好的 咱们今天直接收拾了太子爷 谁知道大头领是怎么想的 会不会觉得心中不甘 想要对咱们下手 扇思婉一双玉壁 缠在她的脖子上 吹气如蓝道 老公送给大头领 一瓶净化药剂 她应该不会恩将仇报吧 再说 她能做到这个位置 肯定不是一般人物 心里非常清楚 一旦和咱们翻脸 肯定是得不偿失 郑姓兄笑着说 你们不知道这个世上 有一招叫借刀杀人 我今天拿出这么多净化药剂 实际上有很大的风险 如果有人把这件事情 报告修炼者 那些修炼者 肯定会过来找我 以他们猖狂的作风 哪里会好说好商量 咱们之间必然会引发冲突 修炼者 就算是没成为净化者 本身的实力 也是很强的 动起手来 还不一定什么情况呢 苏联青皱着眉头说 老公居然已经想到这些 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难道是特意漏才 为了引人注意 和明打了一个响指道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抱着这个目的 才会让人知道 我手里有净化药剂 首先对净化者来说 他们的家人 有很多都是普通人 其次那些修炼者 知道我有净化药剂之后 必然会找上门来 和他们打上几场 知道咱们是硬骨头 这些修炼者 就会改变策略 这样 咱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话语权 最起码不会被人坑 最终成为炮灰 而且 你们想过没有 为什么在丧尸和怪物出现之后 人类之中 要出现净化者 为的就是达到平衡 不管这一切的背后 是谁在操控 让人类全军覆没 绝对不会是对方的目的 一定是另有所图 所以 净化药剂会越来越多 想要得到 也越来越容易 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幸存者全民净化 只有所有的人 全都成为净化者 才能达到所谓的平衡 只不过净化程度的高低 决定了地位的不同 苏联青恍然大悟道 老公要趁着初级净化药剂 还是好东西的时候 谋取到更多的利益 真是高明啊 正信雄笑而不语 拥有智慧之心以后 他是真正运筹帷幄 布局天下的智者 这点手段对他来说 根本就不值一提 是数量极其稀少的提升药剂 到目前为止 他只给善思婉 使用过一支提升药剂 以此来提升他的精神力 让他的技能变得更加实用 善思婉的召唤物 在变异黄金蟒的基础上 又增加了变异野狗 随随便便 就能召唤百八十之初 可以大规模作战 正信雄已经和善思婉交代 除非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 否则不要轻易使用召唤术 一定要将其作为底牌 杀了这么多的丧尸和怪物 都没有爆出第二本技能书 从侧面说明 技能书有多难得 证明技能有多厉害 生存点实行的是大锅饭制度 所有人都到食堂去吃饭 而且菜品都是一定的 根本没得选 正信雄手里有足够多的物资 懒得到食堂去 索性就在家里开火 火食还很丰盛 锦带库和锦美华 发现这一点 就跑到他们家来蹭饭 很快就混得特别熟了 锦带库一边啃猪蹄 一边嚷嚷 我爹让我告诉雄叔 说是今天下午有个会 要求二级进化者全都参加 不过你们是一家三口 用不着都去 雄叔作为一家之主 做个代表就行了 千万不要不去啊 锦美华晃着可乐说 我说就是没事闲的 老开会干什么玩意 还以为是末世之前啊 有这时间 还不如睡个好觉呢 苏联青递给他一打面膜 让他拿回去 给他妈用 和这一家子打好关系 是非常必要的 正信雄笑着应了两声 晃晃悠悠地离开别墅 这几天到处乱转 已经把核心区域 摸得一清二楚 他来到大礼堂 看到守门的是 俞荣英和高双雪 明显两人的关系不一般 不停地眉来眼去 俞荣英连忙上前说 里面已经有很多大人在了 郑大人赶快进去吧 正信雄扔给他一盒玉西道 你们一直在这守门 知不知道 这次开会干什么 高双雪立刻说 还是为了上次的事情 最近在巡逻的时候 发现丧尸的数量不断减守 怪物反倒多了一些 大家觉得有些反常 所以要商量商量 应该怎么应付这件事情 有人提议报告上去 不过被大头领否决了 进化者的思维属性得到强化 他们站在门口 对于一些不掩饰的议论 是能听得一清二楚的 正信雄听到这里 心中就有数了 笑着说 你们是我到生存点来 认识的第一拨人 没事的时候 到我这区串门 聊聊天也好啊 两个人连忙点头答应 能够抱上二级进化者的大腿 绝对是一件好事 更何况人家一下有撒 正信雄大咧咧地晃进去 随意地扫了一眼 宁妙仪和凯尔库恩佐坐在一起 边上还有一个空位 显然是给他留的 他们毕竟是一起来的 先天上就属于同一阵营 除非后面产生分歧 否则不会有任何改变 正信雄坐在他们身边 小声问 讨论的怎么样了 上面有什么想法 宁妙仪皱着眉头回答 都已经告诉他们好几天了 一直没有受到重视 就是一个劲的扯皮 凡都烦死了 正信雄眼珠一转 想到了之前的一件事情 金方济见人基本到齐了 重重的咳嗽一声 将大家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他一本正经说 这次把大家召集过来 是有重要的事情商量一下 具体的情况 由景副官向大家做汇报 景玉玲把事情讲了一下 然后说 具体情况就是这个样子 所谓是出反常必有妖 咱们得拿个对策出来 正信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觉得 在说这些之前 先要说一件事情 我老婆在大学城的时候 就和生存点建立了信号连接 正是因为有了信号的指引 我们才会到生存点来 我是最早发现这种情况的 当时就推断 一定出现了降级丧尸 并且让我老婆 把这个情况通报生存点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回应 我们在到达生存点的时候 从巡逻队的嘴里 知道普通丧尸的数量越来越少 已经发现了一些端倪 所以让您大小姐 提前来报告这件事情 结果我们到这里都有十多天了 现在才开始商量这件事 如此的办事效率 怎么能让我相信 生存点有能力处理好这件事情 总不能我们出去卖命 后面的人却一点都不当回事 大家的命都只有一条 不能这么浪费吧 他这番话说的斩钉截铁 其他人听了之后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觉得的确是这个样子 二级进化者宋长津 及其赞同道 我觉得他说的没错 这种办事效率 确实是没谁了 实在是让人恼火 如今不是末世之前 这些人也不是那些衙门里的办事员 想怎么拖沓 就怎么拖沓 根本不用把别人放在眼里 另一个二级进化者夏玉玲 就是办事员出身 一听这话就诈妙了 夏玉玲眼睛一瞪说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所有的事情都要讲规矩 他们也都是按规矩办事 怎么就拖沓了 你给我说清楚 两人很快就吵成一团 大家都露出无奈的表情 缺少一个强力的领导者 注定是这样的结果 金方纪能够成为军方的大头领 本身还是极具气势的 只可惜 面对这些二级进化者 底气有所不足 他不由地把目光投向郑姓兄 觉得他是一个强力的主 并且 一家三口都是二级进化者 在数量上也占优势 郑姓兄再次发扬 拱火不灭火的特性 对金方纪的目光视而不见 直接就装气迷了 金方纪心中恼火的不得了 偏偏又无计可施 只能把目光放在军方汉将 二级进化者强勇猛的身上 他一直不希望 过多地展现军方的力量 只有这样才能闷声发大财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 只能不得已而为之了 强勇猛大声吼道 是让你们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让你们来吵架的 能不能消停一点 听听大头领怎么说 两个人终于闭嘴了 但是都不满意 同时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将头偏向一旁 金方纪首先来了个自我批评 这件事情的确是我疏忽 对下面的管束不利 以至于出现了拖沓现象 玉玲以后一定要引以为戒 好好的约束下面 不管是什么样的消息 都要重视起来 不能等闲视之 锦玉玲急忙点头答应 表示一定会好好整顿 绝对不会再让大家失望 金方纪继续说 咱们现在输归正转 如今出现这种情况 咱们也不得不防 毕竟下面有数万人呢 我本来想把这件事情 报告修炼者 但是又怕没有确切的证据 万一要是谎报的话 同样是个大麻烦 真是进退两难呀 郑幸雄立刻接话 其实也没什么可能的 生存点就在这里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 都不可能跑得掉 首先要做的是加强防御 免得被人家一下子攻破 就以咱们的人口密集程度 到时候绝对够咱们喝一壶的 我觉得在这方面 可以和修炼者协商一下 毕竟加强防御是正常的事情 想必修炼者也找不出什么问题来 大家觉得这番话 说的很有道理 不管到什么时候 加强防御都是应该的 的确是无懈可击 郑幸雄继续说 光加强防御也不行 咱们还得双管齐下 弄清楚究竟是什么情况 所谓兵贵金而不贵多 出去侦查这种事情 有少数的几个人就行了 多了反倒是麻烦 我不管你们别人怎么做 反正我自己是一路 明天一早就出去好好的转一转 兴许能够有所收获 我当初能发现这个情况 就是出去瞎转的结果 在这就算说的天花乱坠 也没有任何帮助 宋长金极其惊讶说 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一个人单独行动 这样太危险了吧 郑幸雄淡然一笑道 我不觉得有什么危险 一个人反倒更方便一些 绝对是进可攻 退可逃 我的两个老婆留在这里 可以加强生存点的防守 即便是有什么事情发生 也能够尽一把力 大家全都默然无语 让他们一个人出去侦查 绝对是连想都不要想 肯定不会这么干 这件事情商量到这里 实际上就已经告一段落了 继续商量 也不会有什么结果 仁妮娜忽然说 我觉得应该说一说另一个问题 当初在进入生存点的时候 就说物资集中管理发放 可是据我所知 郑大人家里有充足的物资 这样搞特权不太好 是不是应该把所有的物资都交出来 郑幸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家里现在用的物资 是这一路上我个人收集到的 绝对不属于团队合作 警副官非常清楚 我们队伍在进入生存点之后 上交了一百多袋大米 两百多公斤白面 另外还有很多的猪肉 并且我们还交了一定量的衣服 被入这些东西就更多了 你们哪个队伍 有我们交的多 还敢在这里叽叽歪歪 如果是一支队伍出去搜索的东西 回来交工很正常 毕竟是团队合作 应该顾全大局 可我是一个人出去 你们有什么脸说这句话 有本事 你们也一个人去找 看看自己能不能活着回来 郑幸雄这番话说得非常狂 偏偏没有人敢接话 让这些人自己出去 谁都没有这个勇气 强勇猛犹豫了一下说 我觉得郑大人说的有道理 如果是自己出去搜寻的物资 的确没有上交的必要 反正我是没有这个能耐 所以我也不眼红 谁要是觉得不妥 谁就站出来说话 她看上去非常粗犷 实际上心思特别细 这番话说得特别毒 谁敢站出来 招惹这样的强人 任妮娜见大家没什么反应 心中暗自叫苦 得罪这样的强人 想想就头皮发麻 刚才真是脑袋让驴踢了 她的好朋友圆美芳 硬着头皮打圆场 妮娜没什么坏心 只是怕别人误会 觉得郑大人不顾全大局 所以才会说出来 郑大人大人大量 肯定不会和一个女人计较 两位夫人也是女中豪杰 也许大家以后可以做闺蜜 郑姓雄哈哈大笑道 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聪明人打交道 有时间可以到我的别墅 陪我老婆聊聊天 没什么事情 我就先告辞了 走之前还要说一句 现在已经不是末世之前 没必要动不动就开会 这么做只能浪费大家的时间 需要的时候 聚在一起商量一下就行了 人用不着太多 有用就够了 她说完扬长而去 摆明了 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 同时又在这些人的心中 种下的一粒种子 凯尔库恩佐咳嗽一声 我觉得郑大人说的很有道理 我回去挑选一下 也带几个手下出去转转 各位尽管放心 我们算是团队行动 搜寻回来的物资 会把一半上交生存点 剩下的就不客气了 宁妙仪在其他人都离开之后 对金方济说 我觉得大头领 应该改变自己的作风 如今已经不同了 很多东西 不能再按照以前的规律去做 如果大头领愿意的话 我希望能和大头领合作 共同制定一些章程 为生存典立一些规矩 我爹以前和我说过一句 规矩多了 不能成大事 规矩少了 同样不能成大事 对于这个度的掌握 才是对领导者的考验 金方济叹了一口气说 刚才的情形 你也看到了 就算制定规矩 恐怕也实行不了啊 宁妙仪微笑着说 既然我要和大头领合作 心中自然有数 像郑姓雄这样的强人 肯定是由我来解决 金方济终于来了兴趣 脸上露出笑容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可以到办公室详谈 郑姓雄回到别墅 把大会的事情 告诉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的脸色 变得很不好看 扇思婉气呼呼地说 这些人太过分了 分明就是眼红 咱们吃得好 一定要给他们一个教训才行 苏联青摇着头道 话道也不能这么说 咱们确实过得比别人好多了 被人妒忌 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老公要一个人出去 会不会有所不妥 不如我们随你一起去 彼此之间 也好有个照应 郑姓雄将两人搂在怀里说 这次出去侦查 的确有些风险 正是因为如此 才不能让你们随我同往 你们尽管放心 以我的本事 想要逃命 肯定没有问题 反倒是你们在这里 一定要小心一点 那个顽固子弟 一直没有动静 不一定憋着什么坏水 我离开这里之后 就给了他一个使坏的机会 扇思婉咬着牙道 那个混蛋 要是敢找事 甭管他是谁的儿子 都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郑姓雄笑着说 做我的女人 要的就是这个气势 我会给你们多留一些电气 谁要是不满意 就炸得他满脸开花 就算是那些修炼者 也一定让他们付出代价 事情定下来之后 晚上美美地吃了一顿 接着又喂饱两个女人 第二天一早就出发了 郑姓雄带着一个平板电脑 里面储存着 这个区域的全部资料 尤其是有一张 详细的军用地图 苏联青把附近 所有的大型市场 各种物资集散地 全都在地图上标记出来 方便过去寻找物资 生存点的这些人 实际上 活动范围是有限的 也就是方圆十公里的范围 其他的地方 边长莫及 郑姓雄的目标 就是这个范围之外的那些地方 至于说 侦查丧尸的情况 只不过是稍待而为 他首先选择的是一个射箭俱乐部 按照资料显示 那里储备了大量的弓箭 可以拿回去武装生存点的人 郑姓雄心里非常清楚 单打独斗 终究是不行的 还是需要团体作战 所以 生存点的实力越强 作用也就越大 他向着那个方向 悄悄地摸过去 果然发现 路上的丧尸数量极其稀少 而且还没有碎肉 说明并不是被干掉了 郑姓雄觉得 在这附近 最起码有一个降级丧尸 数量有可能会更多 毕竟生存点的吸引力 绝对不容小觑 他的三尸眼 一直火力全开 很快就发现在一个墙壁后面 趴着一个绿油油的怪物 这东西 看上去像是一只大青蛙 在城里能有青蛙怪 倒也是一件奇特的事情 郑姓雄决定先发制人 悄悄地拿出 从包裹里开出的炸药 猛然向着墙壁后面扔过去 炸药落在怪物的身上 瞬间就被粘住了 并没有爆炸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 怪物发出一声大叫 直接从墙壁后面跳出来 在空中舒展身体 想要来个泰山压顶 把郑姓雄压成肉饼 郑姓雄反应极其迅速 飞快地拿出十几根镖枪 直接戳在地上 然后脚在地上一蹬 向着边上飞扑而出 这个怪物没想到有这一招 结结实实地落在镖枪上 被镖枪刺穿身体 发出痛苦的嚎叫 郑姓雄拿出两个自制的燃烧瓶扔过去 火焰终于把炸药引爆了 在怪物的身上 砰砰炸开 一时之间碎肉横飞 如此持续地打击 怪物哪能顶得住 终于一命呜呼了 这个怪物 除了爆出属性气泡之外 还多了几块碎片 其中包括一项异能 令郑姓雄非常满意 决定继续向前 郑姓雄从怪物身上得到的异能 被称作粘液泄力 在身体受到攻击的时候 会在皮肤上分泌出粘液 将攻击的力量卸掉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三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756 力量 792 速度 771 精神 738 技能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勘察之眼 超级嗅觉 粘液泄力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水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牢不可破的塔顿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等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5分之5碎片积攒中 富足的灵田 6分之4碎片积攒中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7分之6碎片积攒中 非常神奇的牧场 9分之2碎片积攒中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13分之2碎片积攒中 他对于这次的收获 非常满意 不光有这么实用的艺能 而且还多了一个神奇的牧场 并且一下是两块碎片 除了神奇的军火生产线之外 其他的在碎片上也都有进步 尤其是鱼塘 再有一块碎片就成功了 郑幸雄 信心变得更足 继续向着前面摸索 在路上又碰到了几只怪物 总体来说 实力并不强 没怎么费力就解决了 他终于来到射箭俱乐部 非常意外的发现 里面一个丧尸都没有 而且环境还很干净 郑幸雄不由的多加了几分小心 一个闪身进入其中 经过一番勘察 找到放置弓箭的库房 里面放置的弓 起码有上百张 箭矢更是数量极多 而且看上去任性特别好 除此以外 在收取的时候 竟然还找到了二十多把弩 都是性能极其优良的那种 郑幸雄不由的眉头紧锁 按照道理来说 射箭俱乐部不应该有这么多东西 尤其是这些弩 更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说明这个俱乐部 在末世到来之前 一定有极大的猫腻 郑幸雄迅速将这里搬空 意外的捡到了三个包裹 在把包裹收起来之后 发现了一处暗门 他找到打开暗门的机关 谨慎地进入里面 通过一道螺旋形的楼梯 竟然到了一个地下军火库 这里面的武器装备 齐全的不得了 除了各种枪械以外 居然还有大量的火箭筒 甚至找到了六门迫击炮 以及近百发炮弹 幸亏经过这段时间的搏杀 郑幸雄的储物空间 已经增加到五千平米 否则收取这些东西 还真有点空间不够用 郑幸雄把这些东西收起来之后 本打算原路返回 突然又发现了一个门 他心中好奇的不得了 按耐不住开门而入 结果进入一个地下加工厂 郑幸雄终于知道 这里为什么有这么多武器了 这个地方在漠视之前 分明就是个地下料场 而且还是有衙门背景的那种 他心中恨得咬牙切齿 这些该死的畜生 知道这些料流入社会 肯定会让大量的人家破人亡 但是这些畜生 为了自己的利益 根本就不在乎这些 他们才是最应该下地狱的主 郑幸雄正在暗自发狠 突然听到了一些声音 立刻使用透视眼看去 被眼前的情形吓了一跳 如今这里聚集了大量的丧尸 彼此之间正在互相吞噬 只要有兵级丧尸产生 立刻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区域 这个区域里的兵级丧尸 自动产生分流 强壮地向着外面走 弱小的留下继续吞噬 郑幸雄心头一灵 这些弱小的兵级丧尸 差的只是身体 本源和强壮的是一样的 他们之间进行吞噬 本源不断地融合 最终就会产生降级丧尸 而且并非是弱的 毕竟量变可以引起质变 按照道理来讲 主持吞噬的丧尸 不会允许产生 和自己同级别的存在 那样弄不好 就会互相吞噬 如今这里可以产生降级丧尸 也就意味着主持者 绝对是帅级丧尸 甚至有可能更高 尽管从对应上来讲 帅级丧尸对应的是三级进化者 但是郑幸雄不敢保证 自己一定能干过帅级丧尸 郑幸雄觉得 正是因为自己的存在 丧尸之中 才会出现帅级丧尸 只有这样 才能达到所谓的平衡 由此再进一步推断 那些怪物的频繁出现 很有可能 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也就是说 会有强大的怪物参与进来 郑幸雄已经得到有用的消息 没有必要在这里纠缠 立刻原路退回 以最快速度 离开射箭管 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拿出特殊的手机 把这里的情况 告诉苏联青 让他转告给凯尔库恩佐 让对方去找金方记 这样可以隐藏他们的实力 不会过于引人注意 郑幸雄安排好这一切 又向着附近最大的 野外生存俱乐部前进 那里所储备的装备 同样是好东西 他路上倒是非常顺利 很快就来到野外生存俱乐部 这里倒是没什么幺蛾子 一切都是本本分分 郑幸雄把所有的东西 都收起来之后 突然有一种危机感 好像是被什么东西给盯上了 他立刻站立不动 三世眼全力运转 将周围的一切 尽收眼底 但是依然一无所获 郑幸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心中的危机感越来越强烈 已经可以断定 这里一定有危险 他尝试着移动脚步 那种被盯着的感觉 随着他的移动而移动 说明对方在跟着他动 郑幸雄额头上全都是冷汗 这种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 就好像隐藏在暗处的毒蛇 随时都可能跳出来 咬你一口 他强迫自己平静下来 再次认真的观察四周 绝对是360度无死角 每一个角落全都看到了 一颗烟雾弹 直接摔在地上 然后借着烟雾的掩护 直接撞破窗户跳出去 他在街上一个懒驴打滚 迅速滚到街边 接着一个老树盘根 在防卫中跳起来 郑幸雄没有受到任何攻击 但是危机感也没有消除 依然是被那个东西盯着 真是如芒在背一般 他知道这样是绝对不行的 现在只能冒险一搏了 郑幸雄将三四眼开到极致 也没能找到那个怪物 但是危机感一直存在 说明怪物一直都在 他决定银而走险 就在郑幸雄身心放松的时候 突然一条长蛇出现在他身后 向着他的后脑刺去 郑幸雄急忙一个转身 终究还是慢了一点 长蛇在他的脸上滑过 留下一道血槽 他终于知道怪物是什么了 原来是一条变色龙 可以根据环境改变身体的颜色 简直就像会隐身一样 变色龙这种能力是很难破解的 即便是使用一些手段 他也会跟着手段变化 最终还是无用功 郑幸雄忽然闻到一股血腥 心中闪过一丝光亮 立刻使用超级嗅觉这项异能 很快就锁定变色龙的位置 他装作没有发现变色龙 不断地向四周摸索 实际上是慢慢地向那个位置靠近 变色龙对自己的隐藏能力 绝对是盲目自信 趴在那一动不动 一点防备都没有 郑幸雄在到达攻击距离之后 手中多了两个铁桶 里面装的都是汽油 对着那个位置泼过去 汽油是全覆盖的 直接就把变色龙给浇湿了 接下来就是一根火柴 把变色龙变成火龙 变色龙皮糙肉后 被点着之后 受到的伤害也是很有限的 但是彻底显出形 攻击起来就容易多了 郑幸雄挥动大铁锤 对着变色龙一顿狂砸 功夫不负有心人 生生地把变色龙砸成肉饼 变色龙不愧是有特殊技能的怪物 直接来了一个大爆 不但有大量的属性气泡 而且还有很多的碎片 正中间是一块黑色的石头 郑幸雄急忙把石头抓在手里 立刻得到信息 是一块技能融合石 可以将相似的技能融合 然后更进一步 唯一的问题是 这块技能融合石 只能融合生活技能 如果想要融合战斗技能 就得找到属性相配的融合石 郑幸雄没有任何沮丧 只要是新东西的出现 都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他把剩下的碎片都捡起来 绝大部分都是材料和武器 直到最后几块才有大收获 最好的是一块异能碎片 为他带来的是环境适应能力 这项能力可以让他的身体 在任何环境之中 都变成最合适的状态 接着就是一个生活技能 畜牧养殖技术 可以和随产养殖技术融合 在合并之后 变成超级养殖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特别 不管什么东西都能养 牧场和鱼塘 正是用武之地 最后一块碎片 恰巧是鱼塘的最后一块拼图 将这块碎片拾取之后 系统的声音立刻响起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碎片收集完成 是否立即生成 郑幸雄果断地选择了事 一道光芒闪过 一个小小的鱼塘 出现在空间里 他对鱼塘选择使用 没想到 鱼塘就在空间里展开 并没有占据空间的位置 而是向着外面扩展 一大片鱼塘 出现在空间的一侧 里面的水看上去特别的清澈 水面上还漂浮着一些水草 郑幸雄看着空间里的鱼塘 心中不由的泛男 鱼塘在空间里面 要怎么进去养鱼呢 鱼塘安置成功 空间发生变异 系统进入升级状态 升级时间48小时 敬请期待 系统的提示音及时响起 接着系统处于封闭状态 不过储物空间还能使用 只是暂时不能再捡东西 郑幸雄在心中合计了一下 决定先去旁边的高档小区躲一躲 等到系统升级完成之后 再琢磨下一步怎么办 他从窗户钻出去 翻过小区的围栏 这里已经没有丧失 只要小心不碰到怪物就行了 这种小区的居民 都愿意养宠物 平时像对儿子似的 可是宠物变成怪物之后 根本不拿他们当爹妈 而是直接当成点心 要不怎么说 这些人才是最坑的 真是死了也不多余 只是可惜的那些邻居 郑幸雄这段时间 杀怪物不会掉东西 没有必要浪费精力 找了一间还算不错的房子 用家具将门窗封闭 随后躲在里面 把系统升级这两天躲过去 然后再大杀四方 郑幸雄在这里躲避的时候 生存点的家里也有事情发生 修炼者找上门来了 扇斯婉 苏连青 平山佑美和景美华 正在打麻将 突然听到砸门声 扇斯婉脸上现出怒色 正打算去开门 没想到门被人踹开了 几个人凶神恶煞地冲进来 金王迪这个二代 跟在一个中年人身边 像哈巴狗一样点头哈腰 明显是个带路党 扇斯婉冷着脸呵斥 你们是什么人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 私闯民宅 金王迪 一副狗杖人士的样子大叫 你才是好大的狗胆 这几位是修炼者大人 到哪都享有特权 扇斯婉眼睛一瞪说 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也不能跑到我们家里来闹事 你好歹也是大头领的儿子 竟然做出这么卑鄙的事情来 一定让大头领 给我们一个交代 金王迪 嗷嗷大叫 我就是替我爹分担事情 才带各位大人到这来 这位是万凡君大人 有话要问你们 最好老老实实地回答 否则一定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苏联青拉了扇斯婉一下 上前一步说 不知道修炼者大人 有什么事情 我们丈夫出任务了 只有我们两个女人在家 有什么事 我们也做不了主 不如等我们丈夫回来之后 大人再来吧 万凡君傲然地扬着头说 你们少给我打马虎眼 你们来到这里之后 拿出了十几支进化药剂 这件事情是不是真的 苏联青点了点头道 我们是从大学城一路打过来的 路上的确捡到了一些包裹 在里面开出了一些进化药剂 不过 这是我们的私人物品 想给谁是我们的权利 似乎没有任何问题 万凡君打断苏联青的话 愤怒地咆哮起来 局面瞬间变得极其严峻 万凡君听了这句话 心中顿时大怒 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怒气冲冲地看着两个女人 他瞪着眼睛大吼 简直是一派胡言 只要进了生存点 所有的东西 就是属于生存点的 谁允许你们随意支配 你们这么放肆 就是没把修炼者放在眼里 今天要是不让你们付出代价 修炼者还有什么卫性 扇斯婉压不住火 跳起来大叫 你少在这装大尾巴狼 修炼者又有什么了不起 不服 咱们就掰掰手腕 看看谁能干过谁 别以为我们不知道 你们是什么东西 一天就会坐享其成 你们出去打过丧尸和怪物吗 有没有带回过一点物资 你们这些修炼者 所享受的一切 还不是我们拼死拼活带回来的 不懂得感恩也就算了 还想在我们这找事 真是不知廉耻 这里闹出的动静很大 有不少人都聚集过来 在核心别墅区的 全都是二级进化者 本身具有极强的实力 槟城修炼界有两大巨头 一个是玉州观 属于道家派系 和龙虎山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擅长的是雷法 千佛寺是另外一个巨头 听名字就知道是佛门的了 最擅长的就是佛光和度化之术 正是两大巨头联手 才打造了这个生存点 让所有人都有一个立足的地方 能够苟延残喘 应该说两大巨头的初衷还是好的 只可惜生存点建成就变位了 修炼者觉得自己 应该凌驾于所有人之上 享有绝对的特权 刚开始生存点的进化者数量少 不足以挑战修炼者的地位 也就让这个观念贯彻下来了 修炼者不断地掠夺进化药剂 让自己的进化者增多 话语权自然是变得越来越重 也就越来越嚣张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到生存点 进化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 新来的这些进化者 对这个观念是不认可的 大家一直都想打破这个格局 只不过缺少一个带头人 今天这个突发事件 恰恰给了他们一个机会 夏玉玲开口附和 我觉得两位夫人说的没错 我们进化者付出了这么多 还要被别人欺负 简直就是天理难容 修炼者可以随便到我们这里来搞事 而他们所在的地方 根本就不允许咱们去 分明就是没拿咱们当人 宁妙仪接过话头 连圣人都曾经说过 哪里有压迫 哪里就有反抗 修炼者如此嚣张 咱们可不能忍气吞声 我不管之前的进化者是怎么想的 反正在我这肯定是行不通 如果修炼者一定要搞事 那就干好了 凯尔库恩佐晃着拳头大吼 要战便战 谁怕谁啊 万凡君看到大家群情激愤 心中也是一阵发出 虽然修炼者变成了进化者更厉害 但是真要是完命干起来 谁也不敢说一定没事 万凡君只是一个散修 不过是抱上了欲周冠的大腿 才敢苟障人士 在这里作威作福 真要是闹得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要找出一个替罪羊 他是最合适的人选 保证死无葬身之地 万凡君也是一个狡猾之辈 重重地咳嗽一声 你们大呼小叫什么 不要往我们修炼者身上泼脏水 我今天之所以会到这里来 是金王狄向我们举报 有人侵吞生存点的财产 而且还是最重要的进化药剂 所以我才过来查看一下 如果事情真的像你们说的那样 我也是被人蒙蔽的 只能说是一时失察 不过你们可要想清楚了 金王狄是大头领的儿子 既然是他检举皆发 这是总不可能空穴来风 金王狄见火烧到自己的身上 心中惶恐的不得了 之前只是想着报复一下 没想到会把事情弄得这么大 万凡君非常狡猾 把金王狄推出来之后 找个借口就带着人离开了 回去将这件事情报告上去 让上面早做决断 金王狄看所有的人都盯着他 又摆出那副高傲的样子说 你们看我干什么 我爹是大头领 我做什么都是应该的 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 你们没本事搞修炼者 就想来搞我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我是未来的大头领 你们不想活了 大家被这番话彻底激怒了 宋长经大声吼道 少在那放屁 你以为是当皇帝 还让你们家世袭 你这个该死的王八蛋 在外面干了多少坏事 大家看在大头领的面子上 对你睁之眼闭之眼 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 现在竟然当叛徒 我怀疑你和你爹沆瀣一气 出卖我们这些进化者 今天要是不给我们的交代 这件事情没完 这里闹得这么大 金方记不可能不知道 但是让他处置儿子 真的是狠不下这个心来 锦玉玲无奈的摊着手说 现在局面已经要控制不住了 如果不给这些进化者一个交代 还不一定发生什么事情 说起来 前面的情况都是很好的 完全符合咱们的计划 有这些进化者支持 可以和修炼者平起平坐 要想保持胜利果实 现在只能由大头领大意灭清了 如果要是不处置金王狄 所有的一切都会前功尽弃 金方记犹犹豫豫豫的说 你觉得我把这个逆子叫回来 好好地骂他一顿 让他以后不要肆意妄为 能不能 他自己都说不下去了 这是根本就不可能的事情 不管到什么时候 叛徒都是不被接受的 必须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锦玉玲极其失望说 大头领如果一定要保住儿子 就只有一个办法 代替金王狄受罚 交出大头领的位置 而且你还要通电整个师团 让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 免得新的大头领上台 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金方记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要是这么做的话 这么多年积攒的威信 将会彻底毁于一旦 以后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他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个该死的坑爹祸 实在是太可恨了 只能对不起王七了 大家再次聚集到之前的大礼堂 作为导火索的扇斯婉和苏联青 自然是在最前面 扇斯婉又恢复小白花的样子 气鼓鼓地瞪着眼睛 怎么看都是人畜无害 他指着金王狄说 这次就是他向修炼者告密 修炼者才找到我们的头上 想要趁我们丈夫在 欺负我们两个女人 我丈夫出去干什么 各位一清二楚 我丈夫为了把事情打探清楚 肝冒奇险 深入失学 却遭到这样的对待 真是让人心寒 凯尔库恩左站出来说 这件事情 我可以证明 郑姓雄已经有消息传递回来 说是在咱们的外围 很有可能有一个帅级丧尸 他虽然没有见到帅级丧尸 但是亲眼看到 兵级丧尸互相吞噬 以便能进化出将级丧尸 所以这个推断是非常在理的 郑姓雄为了能把事情弄清楚 确实是冒着巨大的风险在侦查 结果却发生这样的事情 的确是令人心寒 我不知道别人是怎么想的 反正这件事情 要是处理不好 以后有危险的任务 我肯定是不去的 总不能我在前面卖命 后面始终有人 想要欺负我老婆 做人不能这么不要脸 大头领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他心里非常清楚 到了这一步 大家已经没什么缓和的余地 还不如直接把对战明白 以后更有好处 金方济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 我首先要做一个父亲 对大家说声对不起 是我没有教育好儿子 养出这么一个孽畜 按照道理来说 这个孽畜 做出这种事情 应该将他就地正法 但他是一个二级进化者 这样做 实在是有些浪费 不如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 这样 对咱们生存点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不知道各位以为如何 任妮娜绝对是脚屎棍的典范 标准的对人不对势 看不顺眼 一定要跳出来说两句 他撇了撇嘴道 大头领真是说得比唱得都好听 就连最外围的老弱妇孺都知道 金王笛是最大的窝囊费 他成为二级进化者之后 就没离开过核心区域 真可惜的那两支药剂 要是用在一个强力战士的身上 才真是多了一份助力 大头领要真是为生存点考虑 当初就不应该这么浪费 现在还不如直接一点 说你不想处罚儿子就得了 袁美芳无奈地看着闺蜜 觉得他早晚得吃亏在这张嘴上 已经替他擦过多少次屁股了 怎么就吃一百个豆 不嫌心吗 袁美芳再次打圆场说 所有的人都知道 大头领一向是大公无私 刚才的提议肯定就是字面的意思 大家不要过分解读 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 主要就是一个态度问题 要是金王笛真的能改过自新 倒也不是一件坏事 可是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想要改过自新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肯定是个漫长的过程 不如先关起来吧 他这番话说得漂亮 绝对是一碗水端平 两边都不得罪 同时又给了大头领一个台阶下 明妙仪以前见过袁美芳 当时对方是槟城一号领导的秘书 能够坐到那个位置 情商果然美话说 景玉玲对苏联青使了一个眼色 希望他们能够高抬贵手 不要在这件事情上过于追究 苏联青心领神会道 我们毕竟是两个女人 这种事情不好说什么 等我丈夫回来 再做定夺好了 这种情况就属于是冷处理了 等到热度过去以后 很多事情就好谈了 不过是利益交换而已 金方济长出了一口气 感激地看了看袁美芳 如果要不是这个女人 这次真的只能对不起王七了 景玉玲却在心中暗自摇头 现在这个处理结果 实际上是最不应该出现的 在这些进化者的心中 已经不再相信他们了 他对金方济一向是忠心耿耿 但是在这一刻 有了其他的想法 也许可以做一些事情了 郑幸雄通过特殊手机 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眼神变得极其深邃 看来大头领比想象的要差 也得另做打算才行 两天的时间转瞬即逝 系统终于升级完成 提示音好像天籁之鹰一样响起 系统升级完成 本次升级的重点 是将储物空间进行进化 初步具备世界的雏形 郑幸雄脑子里 多了一股庞大的信息流 差点没把脑神经直接崩断 幸亏精神力足够强 不然就变成白痴了 这次进化出的空间世界 绝对是超牛的存在 不但可以安插各种组件 牧场 灵田都是空间世界的组件 随着组件越来越多 空间世界也就越完善 最终会成为一片乐土 姓名 郑幸雄 级别 三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827 力量 853 速度 847 精神 821 技能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勘察之眼 超级嗅觉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牢不可破的塔盾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等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5分之5碎片积攒中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12分之2碎片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件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6分之4碎片积攒中 非常神奇的牧场 9分之2碎片积攒中 他仔细地看着版面 上面多了空间世界组件这一项 适用的组件从工具挪到这里 更加一目了然 郑幸雄按照信息赋予的方法 一下子出现在鱼塘边上 现在只能在这一带活动 其他的地方只能望而心探 他捧了一捧鱼塘的水 感觉特别的清澈 但毕竟是养鱼的 不能当食用水 算是一份遗憾 这个鱼塘是鱼就能养 只不过想要得到鱼苗 就得依靠自己去捡 只要捡到一根鱼苗 这类鱼就取之不竭 郑幸雄对此非常满意 是时候出去浪一圈了 郑幸雄的思维属性 都已经过八百 觉得凭借现在的实力 是能和帅级丧尸掰掰手腕的 可以去好好地浪一把 他直奔射箭俱乐部 还是决定从后面摸上去 多弄一些丧尸 兴许能捞到一两件组件 肯定有得赚 至于说生存点的情况 现在外面情况不明 修炼者也不敢肆意妄为 万一把势闹大了 对谁都没有好处 郑幸雄就是因为想到这一点 所以才不着急 把实力再提升一下 回去也好说话呀 如今大街上非常清静 连一个丧尸都看不到 只有风吹着垃圾 让人觉得特别的萧瑟 郑幸雄很快来到射箭俱乐部 先是认真地打量了一番 确定没有任何变化 才轻车熟路地奔着失学而去 普通丧尸的数量 没有丝毫减少 说明除了这个区域以外 其他区域的普通丧尸 也在向这里聚集 郑幸雄觉得 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率及丧尸的智慧 应该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能够做出一些分析 他坚持在到这里来 除了想浪一番以外 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就是要用勘察之眼 看到降帅两极丧尸的具体数据 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不待 在不了解对方 根底的情况下 不一定会出现什么情况 最终因沟里翻船 是极有可能的 郑幸雄拥有的环境适应能力 和变色龙的情况还不同 是身体变成最适合环境的状态 并不能达到隐身的效果 他对这一点很不满意 要是能像变色龙一样隐身 到哪去就方便了 哪用像现在这样 小心翼翼 郑幸雄没有对普通丧尸下手 他们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需求 最起码 也得是兵级丧尸 才能勾起一些兴趣 他来到第二区域 趴在一根铁梁上 盯着正在互相吞噬的兵级丧尸 足足过了四个多小时 有一个更强悍的丧尸出现 郑幸雄心中大喜 立刻使用勘察之眼看过去 果然是一个降级丧尸 运气真是不错 没有特殊强化的降级丧尸 智力等同于十岁孩子 实力相当于二级进化者巅峰 身体特别坚韧 力量极大 速度极快 是强悍的战士 郑幸雄被没有特殊强化几个字吸引了 也就是说 降级丧尸和进化者一样 有一定的几率出现特殊强化 看来还得继续向里摸 多看一些降级丧尸 弄明白特殊强化是怎么回事 然后好做打算 另外 之前看兵级丧尸 智力相当于五岁小孩 如今降级丧尸相当于十岁 不知道是五进制 因为帅级丧尸现在的表现 怎么也不像十五岁能干出的 起码也得二十岁才行 至于说猜的对不对 到最里面看看就知道了 相信以他的实力 想要全身而退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这次系统升级 除了空间世界以外 又增加了一些小功能 其中就包括 只要是被他干掉的丧尸和怪物 掉落的东西会自动出现在空间里 到时从空间里一一拾取就行了 这样就免除了在放大招的时候 没时间去捡东西 这里面不包括属性气泡 算是对郑幸雄的一种制衡 为什么要这么做 系统爸爸没给解释 郑幸雄一向信奉知足常乐 现在这种情况已经很知足了 没必要自寻烦恼 乐乐呵呵的不香吗 他之前捡到合开包裹 弄到的乱码气糟 东西不少 其中就包括地雷和炸弹 悄悄地安置在各处 一定给他们一个惊喜 郑幸雄终于摸到里面 看到一个身材魁梧 半人半师的家伙 坐在一张椅子上 面前站着十几个将级丧尸 他立刻使用勘察之眼看过去 对方果然是帅级丧尸 评价相当彪悍 带读的帅级丧尸 智利等同二十岁的青年 实力相当于高阶三级进化者 自带统帅能力 可以统领降级丧尸 郑幸雄正在感叹的时候 系统的声音突然在耳边响起 帅级丧尸已经恢复一半人的特性 具有沟通能力 可与之交谈 由于过于危险 不建议这么做 他被这个信息惊到了 没想到丧尸达到这个级别 竟然开始恢复人的特性 岂不是说级别更高 将会变得何人无益 如果要是那样的话 丧尸甚至可以称为新人类 将会是人类的替代者 也许这是老天爷的选择 郑幸雄迅速把这个念头压下去 绝对不能让这种念头出现 丧尸就是丧尸 到什么时候都是死敌 他用勘察之眼看 其他的降级丧尸 一方面印证自己的猜想 另外一方面也是分散注意力 果然和他想的一样 在这些降级丧尸中 出现了经过强化的降级丧尸 和异能净化者一样 经过强化的降级丧尸 同样会使用类似于异能的手段 绝对是不可小看的存在 郑幸雄暗自吸了一口气 放弃在这里放炸弹的想法 悄悄地原路返回 在射箭俱乐部摁一下遥控器 他赶到脚下的地面晃动起来 立刻向着外面飞奔 眨眼之间就冲出几百米 身后传来一声巨响 郑幸雄使用全视眼看了一下 射箭俱乐部已经被炸上天了 地面形成一个巨大的大坑 坑里都是残枝断壁 接着一声愤怒的嚎叫 从坑里传出来 声音特别的雄浑 穿透力极强 震得郑幸雄耳朵嗡嗡作响 他心里非常清楚 发出嚎叫的一定是帅级丧尸 速度又加快了几分 向着边上的一个小区 玩命奔跑 郑幸雄在靠近小区的时候 脚在地上一灯 向着前面飞纵而出 在空中来 这个转体七百二十度 接着一个前空帆 稳稳地落到小区里 他向着后面扫了一眼 没有发现丧尸追过来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向着小区里面走 小区里种了很多的柳树 这些柳树长得特别茂盛 叶子清脆清脆的 似乎还散发着光芒 郑幸雄停住脚步 向着四周扫了一眼 觉得这些柳树有些不对劲 不由地加了几分小心 就在这个时候 柳树的柳枝悄悄地向他伸来 郑幸雄使用三十眼 将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 看到悄悄靠近的柳枝 嘴角微微上扬 他猛然一个转身 手中握着锋利的长刀 一刀砍在柳枝上 结果柳枝过于柔软 没有任何效果 柳枝迅速地收回去 所有的柳树枝压晃动 树叶啪啪作响 完全是扰人耳目 郑幸雄根本不为所动 使用勘察之眼 向着前面望去 立刻得到这些柳树的信息 妖化的柳树林 所有的柳树已经都被妖化 根系完全连在一起 只有找到主树 才能将其消灭 郑幸雄面色变得凝重 没想到植物变成怪物 竟然如此难缠 关键是上来就撑妖化 和动物变成的怪物比起来 觉得高大上不少 郑幸雄心中虽然这么想 手上可一点都不慢 长刀不起作用 换了一根铁棍 结果还是毛用没有 他空间里的兵器不少 但是都起不到什么效果 关键是柳枝太有韧性 兵器打在上面 力量直接就被抵消了 郑幸雄突然看到一把大剪刀 派上用场 他向着边上一闪 在躲过柳枝的同时 大剪刀向上一扬 咔嚓一下 把一截柳枝剪下来了 柳枝被剪断的地方 冒出了一股绿水 绿水落在地上 发出呲啦呲啦的声音 明显极具腐蚀性 树木是不知道疼的 剩下的柳枝依然前扑后继 很快 剪刀被腐蚀的坑坑洼洼 已经不堪大用 郑幸雄无奈地将剪刀收起 废了还能当材料使用 不能随便浪费 勤俭才是革命的传家宝 他不断地观察这些柳树 想在其中找到主树 绝对困难的不得了 一时之间 毫无头绪 郑幸雄在和这些柳树周旋的时候 意外地发现了一个情况 有一棵柳树的柳枝 从来没有伸出来过 他又认真地观察了半天 终于可以确定 这棵柳树就是主树 由于怕受到伤害 所以踩眼不动 郑幸雄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现 依然和其他的柳树拼斗 实际上是悄悄地向着这棵柳树靠近 在到达一定距离 突然拿出火焰喷射器 对着这棵柳树一阵狂喷 很快就把它点着了 这棵柳树着火之后 其他的柳树急忙伸出质押 不断地进行拍打 希望能将火灭掉 郑幸雄之前收集到足够多的汽油 现在派上用场 疯狂地向柳树浇汽油 最终将其烧成一节黑炭 所有的柳树全都枯萎 因为爆出的东西会自动拭取 所以剩下的都是属性气泡 没想到全都加在体质上 郑幸雄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 把拾取的东西全都打开 运气相当不错 竟然得到了三块沙土地 土地是世界的最基本组件 每块都是一百平米 分为好几个等级 沙土地是最低级的 但是也比没有墙 起码多了个落脚的地方 两块土地融入空间时间 多了一个三百平米大的沙地 躺在柔软的沙子上 感觉相当的不错 有了这块沙地 郑幸雄就可以在这里开东西了 然后再扔进虚空空间 安全上有所保障 在空间世界出现之后 就不会再得到空间碎片 只能依靠组件来扩大世界面积 同时周围出现无限大的虚空空间 虚空空间相当于储物空间 不管放多少东西都行 只是不能有活物进入 如果不小心进入虚空空间 肯定是死路一条 郑幸雄在边界设了警戒线 防止出现不必要的损伤 除了沙土地之外 还得到了一棵柳树 沙地不适合种柳树 只能先封存到一旁 等到有合适的土地再用 最后发现了一条鲤鱼苗 立刻将其扔进鱼塘 鱼塘出现一个分隔 成为鲤鱼生活的地方 水草就是鱼石 所有的鱼都可以用 而且能促进生长繁衍 很快就可以钓鱼吃了 郑幸雄在沙地上 美美地睡了一觉 感觉外面应该已经平息得差不多了 才从空间世界钻出来 他在小区里搜索一番 除了零零碎碎的东西 还找到了六个包裹 准备拿回去当盲盒 让老婆拆着玩 郑幸雄在心里合计了一下 刚刚来了一个狠的 不能在外面活动 先回生存点 避避风头 顺便把事情解决 他在原路返回的时候 和之前的情况完全不同 一对对兵级丧尸 在街上巡逻 显然是对这里进行封锁 由此可以说明 帅级丧尸真的被激怒了 一定要把炸老巢的家伙找出来 剥皮抽金方能消心头之恨 郑幸雄根本不把兵级丧尸放在眼里 手里提着塔顿 挥动着血腥的板斧 向着一对兵级丧尸冲过去 他挥动手中的斧头 砍在一个兵级丧尸的脖子上 脑袋立刻飞出 有如砍瓜切菜一般 郑幸雄下手的速度极快 一对兵级丧尸几分钟就被砍杀殆尽 然后向前狂奔 不给他们合围的机会 他的举动引起丧尸的注意 大量的兵级丧尸向着这个方向冲过来 打算使用失朝战术 彻底将他淹没 郑幸雄越战越勇 同时不断地吸收属性气泡 增强自己的思维属性 没有任何疲劳的架势 他没有恋战 而是向着前面快速前突 毕竟还有降级丧尸在 真让对方围上来 乐子绝对大了 郑幸雄凭借着彪悍的战斗力 生生地打穿兵级丧尸防线 在降级丧尸到达之前 得以逃出升天 不知道帅级丧尸是不是有要求 这些丧尸在接近生存点10公里的范围线时 立刻就停住了 没有继续向前的意思 郑幸雄暗中松了一口气 在街角进入空间世界 查看捡到的东西 又增加了两块黑土地 正好可以把柳树种在上面 黑土地和沙土地的交界处 绝对是精卫分明 彼此之间不会侵扰 就是把沙子踢过去 也会瞬间变为黑土 反过来同样如此 还捡到了一个小木屋 放在沙土地上 变成20平米大小 摆上家具 就是栖息地 郑幸雄对这一切非常满意 终于有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本了 郑幸雄从空间世界出来 准备返回生存点 突然闻到了一股香味 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他寻着香味找过去 看到一个年轻和尚 正驾着一堆火烤肉 也不知道肉是从哪来的 郑幸雄习惯性地 使用勘察之眼看了一下 结果被和尚的信息吓了一跳 修炼精神的三级进化者 本身战力达到三级进化者的巅峰 有精神术加持 可短暂拥有四级进化者的力量 郑幸雄之前已经猜到 和尚是修炼进化者 但是没想到这么猛 竟然是三级进化者 而且还拥有精神术 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 和尚听到他的脚步声 抬头望了一眼 笑眯眯地说 一个人行动的进化者 想必你就是郑幸雄施主吧 郑幸雄点了点头道 没想到大师知道我的名字 还没请教大师的法号 和尚非常随意说 贫僧法号樊丰 称不上大师 只是一个和尚 就叫贫僧樊丰丰和尚好了 相逢就是有缘 施主要是不介意的话 可以和我一起吃一点 你有酒吗 郑幸雄拿出一瓶五粮液 放到和尚面前说 不知道你的肉 是从哪弄来的 这里已经被收刮得一干二净 樊丰和尚直接对瓶吹 狠狠地喝了一口回答 这些肉是怪物身上的 他们身上的肉 并非都不能吃 只不过要进行筛选 我从小就有别人没有的天赋 能够找到 别人找不到的东西 所以在这些怪物身上 轻易就找到能吃的肉 你要不要尝一尝 这些怪物都是变异的 肉质特别鲜美 是难得的美味 郑幸雄毫不戒备地 抓起一块肉 塞到嘴里嚼起来 味道的确不错 樊丰和尚瞪着眼睛说 都说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又没看到我吃 就这么吃下去 难道不怕我害你 郑幸雄蛮不在乎地答道 你该不会以为 有本事的只有你吧 我从小也和别人不一样 天生对病毒免疫 别说这些怪物的肉 你就是把丧尸身上的烂肉 拿下来烤 我吃了也不会有任何问题 只是恶心吃不下去吧 樊丰和尚竖起大拇指说 我见过不少牛人 像你这样牛的 的确非常少见 怪不得你老婆敢对修炼者 真是物以类聚啊 说起来 我觉得你老婆对得好 修炼者早就已经忘了初衷 一个个只知道做威做福 早晚都是遭报应的货 我就是不愿意看他们的嘴脸 才经常跑到外面来 自己吃吃喝喝 岂不是快灾 郑幸雄笑着硬喝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 只不过比不得你四大皆空 终究有一些牵挂 说起来 咱们的麻烦要来了 我在外面看到了一个帅级丧尸 他已经弄出十几个降级丧尸 而且数量还在增加 等到他们把力量积蓄好了 肯定会对生存点发动攻击 你觉得以咱们的实力 能不能挡得住 樊峰和尚犹豫了一下说 问题不在于能不能 而是在于想不想 这次末世到来 并没有想的那么简单 大家如何能生存下去 我心里也没底 生存点这种方法 肯定是对的 但是实施的过程对不对 就不好说了 本来生存点建立之后 修炼者应该大范围出击 尽可能多的找到包裹 得到足够多的进化药剂 力求在短期内拥有大量的进化者 这样才有足够的力量 守卫生存点 彻底稳定之后 再向外扩张 郑信雄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樊峰和尚说的非常有道理 全民进化才是正确的道路 只可惜一上来就跑岔到了 他觉得幕后推手 肯定会拨乱反正 想要做到这一步的办法不多 最有效的就是生存点合并 所以生存点被攻破 一定是早晚的事情 迫使生存点里的人 向其他的大型生存点移动 这个过程就是优胜劣汰的过程 一定会诞生足够多的进化者 这样合并到那个生存点后 进化者的数量就增加了 他们之前从大学城到生存点来 就已经有这种意味在 这么短短的一路死了多少人 想想就让人觉得头皮发麻 樊峰和尚 寻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所有的一切都是自己选的 也怪不了旁人 只能说命中有此一劫 郑信雄毫不犹豫地反驳 为什么要被命运操控 我坚信 我命由我不由天 只要抗争到底 一定能够胜天半子 樊峰和尚 没有和他争辩 而是喝了一口酒说 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命运是什么样的 兴许你抗争之后的命运 才是为你安排好的命运 说来说去 一切都看自己的本心 只要能做到心安理得 其他的全都不重要 做一天和尚 壮一天中 今朝有酒今朝醉 莫管明朝有与愁 再给和尚两瓶酒 和尚要回去睡大觉了 有空可以到千佛寺来找我玩 郑信雄看着樊峰和尚的背影 目光变得极其深邃 佛门有这样的天才佛子 盗门肯定也有栋梁 之前小看他们了 他一边吃着烤肉 一边大摇大摆地回到生存点 路上没有碰到怪物 应该都被樊峰和尚给烤了 郑信雄看着最外围的那些老人 心中有些怜悯 不过没有给他们东西 人太多了 救济不起 他来到了中间区域 倒是给那些孩子扔了几把糖果 这样不会有任何问题 这里的人也不会冒险 中间区域已经有武装巡逻队了 如果要是有任何事情 都有可能遭到武装镇压 没人会找不自在 郑信雄回到核心区域的消息 像长了翅膀一样 很快就被大家所知 所有人立刻观望 猜测他会有什么动作 金方济坐在办公室里 手指压着太阳穴 心中满是忐忑 很怕郑信雄就是重提 再闹起来 郑信雄根本没有这个想法 和两个女人见面之后 立刻赋予他们权限 能够自由出入空间世界 两个女人被空间世界彻底惊到了 随后心中无比欢喜 以后终于不用再担心安全 而且不会再分开 扇斯婉坐在鱼塘边上 两只脚伸到水里 不停地踢着水花 苏联青躺在沙地上 表情特别惬意 郑信雄笑着说 这里的地方以后还会增加 咱们总算是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不再有后顾之忧 扇斯婉跳到鱼塘里去抓鲤鱼 一边有回答 老公真是太棒了 有了这个好地方 以后我们就可以和你一起出去了 郑信雄哈哈大笑道 我赋予你们的权限 你们在任何地方都能进入到这里 等于多了一道护身符 苏联青犹豫了一下问 不知道进入这里的权限 可以赋予多少人 等到将来这里大了 是不是可以 郑信雄打断他的话 这里只能属于咱们 将来进入这里的人 肯定都是最亲近的人 我可没那么大公无私 两个女人的心里非常清楚 郑信雄身边不可能只有他们 必然会有其他的女人 这里就是他们的乐园 扇斯婉笑嘻嘻地说 老公将来一定要找够一百个姐妹 把这里变成百美元 成为真正的女儿国 郑信雄在扇斯婉翘臀屯上拍了一下说 你当我是种猪 只会用下半身思考 必须得是像你们一样 和我真心相爱的人 才能入得了这里 如若不然的话 就算是长得再漂亮 也只能是临时玩物罢了 两个女人笑着点头 同时心中有了一些算计 至于说怎么做 等到将来再说好了 苏联青把小巫重新布置了一下 显得更加的温馨 三人完成这里的第一次 打上他们的印记 他们从空间世界回到别墅 郑信雄说起之前的事情 听得两个女人心惊胆战 叮嘱她 以后不要再这么冒险 这次的收获确实不小 光包裹就有两三百个 开出了一百多瓶初级进化药剂 还有十几瓶中级进化药剂 其他零零碎碎的东西也不少 加上之前捡的那些东西 以及从射箭俱乐部里拿到的 完全可以武装一支强大的力量 如今特殊的手机 已经在他们的盟友之中普及 一个电话打过去 大家集中在这里 郑信雄把中级进化药剂 摆在桌子上说 大家都是好朋友 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变强 这些可以让你们更进一步 凯尔库恩佐拿起四支药剂说 我就不和你推辞了 以后大家是最好的朋友 我们夫妻绝对无条件支持你 终极进化药剂 可以支持从一级进化者 一支进化到三级进化者 只不过使用的数量要增加 令妙仪同样拿走四支药剂 两支给自己使用 另外两支准备用在余舒坤和屈方贵身上 他们是一路走过来的盟友 一下子拿走超过一半的终极进化药剂 别人也说不出什么来 郑信雄将两瓶终极进化药剂 交给紧戴库和紧美华 让他们进化到二级进化者 毕竟拥有异能 提升实力是很必要的 他在心中合计了一下 将一瓶终极进化药剂交给紧玉琳 让他给大统头领送过去 增加大头领的领导力 还剩下三瓶终极进化药剂 并没有交给其他人 而是收起来 等碰到适合的人再用 郑信雄对紧玉琳说 你告诉大头领 明天把所有的战士都集中起来 我要挑选合适的 令其成为进化者 数量大约在百人左右 锦玉琳犹豫了一下说 你大张旗鼓的这么做 肯定会引起修炼者的注意 他们必然要奋一杯羹 郑信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这些进化药剂 都是我弄来的 他们想从我手里弄走 绝对是白日做梦 而且经过今天晚上 咱们会多几个三级进化者 到时大家一起努力 就不相信干不过他们 我这次在回来的时候 碰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和尚 必要的时候 可以让这个和尚帮忙 一定不会有问题 锦美华成为二级进化者之后 控制风暴的能力得到增强 正兴高采烈的玩战 他听到这句话 立刻跳起来大叫 熊叔说的没错 修炼者又有什么了不起 真把咱们惹急了 一定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 锦带库除了空间库房扩大以外 又增加了一项空间刃的异能 算是有攻击手段了 同样跟着大吼大叫 锦玉琳见大家心意已决 也不好再多说什么 急匆匆地离开这里 把这一切告诉金方济 金方济成为二级进化者 本身的实力又提升了不少 觉得就是面对修炼者 也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他沉吟片刻道 既然郑信雄决定这么做 咱们一定要支持 同时注意做好保密工作 尽量不被修炼者知道 锦玉琳犹豫了一下道 大头灵也知道 咱们这个区域有很多的二代 他们不能得到进化药剂 肯定不会甘心 说不定会去告密 问题是 他们告密之后 咱们还没有办法处罚他们 而这种情况 必然会让郑信雄极其不满 得想的对策才行 金方济明白这话的意思 他的儿子告密没有事 其他的二代就不能受到惩罚 不然根本不足以服众 但是告密这种事情 一向都是大忌 一而再再而三的出现 是绝对不可容忍的 必然会闹出事端来 金方济陷入进退两难的劲敌 心中懊恼的不得了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希望能够控制得住吧 第二天一大走 部队就集合 所有的战士都觉得莫名其妙 已经很久没有这么集合过了 他们悄悄地交头接耳 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让他们干什么 郑信雄和强勇猛出现在大家面前 他之前给了强勇猛两支 终极进化药剂 令其成为三级进化者 关系已经相当密切了 强勇猛向着下面的士兵大吼 这位是三级进化者郑信雄大人 他会在你们之中 挑选一部分人 完成一件事情 下面的士兵听了这番话 更是莫名其妙 只不过已经关于服从命令 一个个全都默不作声 郑信雄使用勘察之眼 很快就挑出合适的目标 把他们带到核心区域的一个库房 郑信雄一共挑了108名战士 并不全是强壮型的 其中有一部分看上去很瘦弱 还有一些女兵 他看着这些人说 恭喜你们被我选中 你们的人生将会就此改变 你们将会是全民进化的先驱 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们是幸运的 但你们同样也是不幸的 因为你们在成为进化者之后 将会肩负更重要的责任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 真正的大战就要来了 进化者一定要冲在前面 这是没有选择的事情 他说着将手一挥 面前的空桌上 出现一瓶瓶的初级进化药剂 看得这些战士目瞪口呆 云荣英和高双雪 带着之前巡逻队的队员 把进化药剂发到每个人的手上 让他们立刻进行进化 这些战士乐的都已经找不到北了 连做梦都没有想过 会有这样的好事落在他们身上 在他们的心中 郑信雄形象极其高大 简直如同再生父母一般 以后一定对他唯命是从 郑信雄看到这些战士的眼神 嘴角微微上扬 能够达到这个效果 扇斯婉功不可没 扇斯婉和苏联青 没有使用中级进化药剂 使用的是高级进化药剂 在成为三级进化者之后 各自增添了新的能力 扇斯婉增加的是精神冲击 和精神影响 苏联青增加的是电光鞭 电光腿和电流拟物 而其他人从二级进入到三级的时候 只有宁妙仪运气特别好 又增加了控火的能力 其他人只是自身能力的强化 这就是使用中级药剂叠加进化 和直接使用高级药剂进化的区别 以后向上进化的时候 同样也有这种特性 扇斯婉躲在暗处 借着这些战士的感激之情 对他们使用了精神影响 才达到这种效果 和之前的实验一样 身体强壮的那些士兵 四维属性得到巨大提升 成为强悍的战士 而那些有一项超长的士兵 基本上都激发出了异能 至于说失败那几个 只能说是运气不好了 郑姓雄对锦玉玲说 我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 剩下就是你们练兵的事情了 外行不能跟着瞎参与 就先告辞了 对于没有得到进化药剂的那些士兵 也可以挑选一些优秀的出来 我弄到了一大批热武器 肯定能把他们武装好 锦玉玲和强勇猛这下彻底服了 心中同时有一个想法 要是郑姓雄当大头领 肯定令这里变得更好 金方记载军方的威信 已经不断地丧失 所以有想法的人 不止他们两个 只不过想法不一样罢了 核心区域 一下多了一百多个初级进化者 自然引起大家的关注 这件事情很快被大家所知 所有的人都被郑姓雄的大手比震撼了 可是在震撼过后 那些二代极度不满 认为这么好的机会 应该优先考虑他们才对 这些二代立刻对父母哭诉 家里的进化者 同样也觉得应该是这样 郑姓雄太不守规矩了 但是这些进化者 大部分都是一级进化者 只能算是大众水平 让他们挑衅三级进化者 根本没这个勇气 少量的二级进化者 同样也好不到哪去 只能把怨气憋在心里 在心中将郑姓雄视为仇敌 那些二代聚在一起商量 很快就商量出一个办法 把这件事情 碰爆修炼者 让修炼者解决郑姓雄 郑姓雄正躺在躺椅上晒太阳 别墅的门再次被一脚踹开 一些凶神恶煞的家伙 气势汹汹地闯进来 领头的是一个一脸横肉的道士 身上的气势倒是不错 说明是个真正的强者 修炼雷法的二级进化者 整体实力相当于二级进化者巅峰 雷电攻击力极强 得小心应付 郑姓雄通过勘察之眼 得到对方的信息 心中立刻就有数了 这些修炼者终于按耐不住 找上门来了 他站起身来 瞪着眼睛呵斥 你们是什么人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赶到我这里找不自在 万凡君从一旁冒出来 皮笑若不笑地说 这位是玉州冠的内门弟子 二级进化者明须道长 还不跪下剑里 扇思丸指着万凡君骂道 又是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上次灰溜溜地从这里逃走 这次又来了 看来不收拾 你是不行了 樊京阳是玉州冠的外门弟子 也是一个一级进化者 一直以来 嚣张得不得了 他大声喝骂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贱人 真是好大的狗胆 竟然敢和我们修炼者这么说话 郑姓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骂我老婆 今天你死定了 这话是我说的 就是三清下凡 也救不了你 明续道人撇着嘴说 你真是好大的口气 还敢这么猖狂 郑姓雄哈哈大笑道 你算是个什么玩意 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大呼小叫 说我犯了重罪 是谁给我钉的罪 到底是什么罪 说出来听听 明续道人傲然道 按照生存点的规矩 你们得到的进化药剂 九成要交给修炼者使用 剩下的你们才能支配 你拿出一百多只初级进化药剂 理应交给我们九百多只才对 你把这些进化药剂贪污了 难道不是重罪 苏联青牙间嘴利的回应 我们进入生存点到现在 从来没有人和我们说过这个规矩 谁知道你是不是眼红 故意编出来的 他们这里闹得动静很大 很多的进化者都过来围观 其中就包括那些二代的父母 这些人唯恐天下不乱 同时想要借机报复 立刻大叫 生存点的确有这个规矩 你们不可能不知道 不幸问问和你们一起来的进化者 韩素九和新德经已经成为夫妻 而且两人因为特殊的能力 意外地被修炼者看中 马上就要成为其中的一员 他们觉得机会来了 好好地表现一下 等到了修炼者那里 肯定能得到更多的好处 至于说郑姓雄以前的恩惠 爱谁谁好了 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韩素九和新德经打定主意 立刻就跳了出来 首先表明自己的身份 确定有说话的资格 新德经一本正经说 我们进入生存点之后 有人告诉我们 生存点能够建立 完全是依靠修炼者大人 为了对修炼者大人表示感激 只要是得到的进化药剂 九成都要交给修炼者大人 剩下的再由大头领进行分配 任何人不得私藏 随意分配进化药剂 否则就是犯了生存点的规矩 一定要严惩不待 这样才能以尽校友 韩素九接着说 我们和郑姓雄 是一起从大学城过来的 他在大学城的时候 就是个飞扬跋扈的主 他在那个时候 占据了大学城最好的别墅 还把很多的女孩子 关在别墅里 至于说 对于这些女孩子做什么 大家应该能想得到 他的两个老婆 就是在那个时候强占的 只不过这两个女人 骨子里也不是什么好人 最终和他同流合污 除了这两个女人之外 当时还有三个女人 一直和他保持着关系 只是三人截身自好 摆脱了他的掌控 宋宇柔向前踏出一步 指着韩素九大骂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贱人 这种话也能说得出来 之前怎么没发现 你这么不要脸 我就是这个贱人 说的三个女人之夜 郑姓雄并没有强迫我 是我自愿跟他的 后来离开他 他也没有怪我 当时住在别墅里的那些女孩 都是他救回来的 这里面就包括这个贱人 如果不救他的话 他还不一定变成什么烂火 这个贱人 能够成为进化者 药剂也是郑姓雄给他的 并且没有让他出卖自己 当初真是瞎了眼了 他把韩素九骂得哑口无言 只能低着头 退到心得经的身后 已经用事实证明 自己就是一个贱人 明绪道人 看到这个情形 不满意地哼了一声 你们现在这样成何体统 我不是来和你们说这些废话的 是来执行规矩的 在生存点修炼者就是天 说出的话就是规矩 谁敢违背我们的规矩 就必须得付出代价 郑姓雄冷冷一笑说 你真是好大的口气 今天我就要挑战你们的规矩 看看你们修炼者 是不是真的可以只手遮天 他战斗经验极其丰富 选择先下手为强 血腥的板斧出现在手中 冲到明绪道人面前 劈头盖脸就是一副 明绪道人没想到他们敢反抗 根本就没防备 直接被劈成两半 死得极其憋屈 之前他们一直使用精神连接 两个女人早就做好准备 下手同样不慢 擅思挽来了个大面积的精神冲击 将毫无防备的修炼者 弄得头晕眼花 庞大的电流通过他的身体 直接就把他烤熟了 明妙仪展现出超凡的战斗意识 立刻放出两个火球 打在两个修炼者的身上 将他们化为灰烬 凯尔库恩佐将十字键扔出去 刺穿樊金阳的身体 把这个家伙钉在墙上 剧痛让他清醒过来 樊金阳拼死发出一道求救信号 已经做好准备了平山幼美 使用信仰屏障 把求救信号给挡下来了 郑姓雄仿佛一个杀神一般 如同砍瓜切菜一样 瞬间就把剩下几个修炼者给砍了 他们这次配合 撑得尚完美 眨眼之间就把修炼者团灭了 尽管有偷袭的嫌疑 这份战绩也相当惊人 在他们动手的时候 宋宇柔三个人 把目标定在寒素九身上 一定要让这个贱人付出代价 于书坤和屈方贵自然也没闲着 将心得经纳入打击范围 让他们夫妻到地府 做鬼鸳鸯去了 郑姓雄在打扫战场的时候 在这些修炼者的身上 除了捡到气血之外 竟然捡到了法力 绝对是意外之喜 法力的计量单位是私 明续道人提供的最多 有两丝法力 万凡君和凡金阳 各自提供了一丝法力 剩下的几个修炼者 加起来才凑到三丝 也不知道这个是怎么算的 只能说有比没有强 另外 在进化者被干掉之后 竟然可以把进化药剂再还原回来 二级进化者是中级药剂 一级进化者自然就是初级药剂 郑姓雄把几瓶初级药剂 交给凯尔库恩佐和宁妙仪 让他们用来强化自己的手下 算是分配战利品了 他又拿出几张卡片给宋宇柔 对于两人之间的关系 还真的不太好说 只能这么糊涂下去了 把这些人都打发走之后 郑姓雄立刻进入空间世界 看这次捡到的战利品 希望能像想的那样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三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827 力量 853 速度 847 精神 821 法力 六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技能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勘察之眼 超级嗅觉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牢不可破的塔盾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等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5分之碎片积攒中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十三分之二碎片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六分之四碎片积攒中 非常神奇的牧场 九分之二碎片积攒中 郑信雄看着版面 哈哈大笑 系统爸爸真是给力 果然能在修炼者的身上 捡到了他们的法术 他在沙地上尝试了一下 掌心雷使用一次 需要一丝法力 五雷正法 起码需要十丝才能驱动 现在只是摆设 法力在消耗掉之后 一个小时能够恢复一丝 反正平时也用不上 倒是在可接受范围之内 郑信雄接收到 扇思晚传递的信号 知道景玉琳来了 立刻从空间世界出来 接着来到客厅 景玉琳焦急地看着郑信雄说 这次的事情怎么搞得这么大 杀了好几个修炼者 怎么向修炼者交代啊 郑信雄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而是说了另外一个问题 郑信雄冷着脸回应 我觉得在说这件事情之前 应该先说说另一件事情 修炼者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另外 在修炼者想要收拾我的时候 有很多的一级进化者 在旁边推波助澜 这些人应该怎么处置 景玉琳心中暗自叫苦 之所以急匆匆地赶过来 修炼者被灭只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因为这件事 他觉得那些进化者的脑袋 都让驴踢了 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到了现在这一步 真不知道应该怎么收场 郑信雄面色阴沉道 我连修炼者都敢杀 更不会在乎这些进化者 大家都是成年人 必须得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知道你想要说什么 把这些不稳定因素清除之后 我会按照他们的数量 提供进化药剂 或者同样赋予力量的卡片 保证不会降低生存点的战力 景玉琳以前没听说过卡片 宋宇柔当初也是被当作进化者 进入到核心区域的 这里就没有使用过卡片的人 郑信雄对此也觉得非常奇怪 按照道理来说 这里的人开了那么多包裹 不可能一张卡片都开不出来 他开出的卡片虽然不多 但是也有三十多张 也就意味着随时可以造就 三十多个强大的急战力 景玉琳咬了咬牙说 这件事情我要报告大头领 然后才能给你答复 你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郑信雄神情淡莫道 有一件事情 你没有搞清楚 我并不是和你商量 而是通知你 我要动这些人 大头领要是想为这些人和我为敌 我没有任何问题 之前是我不想惹事 并不代表我怕事 景玉琳心里非常清楚 郑信雄并不是吓唬他 就凭对方一家人的战斗力 已经足以做到这件事情了 更何况 还不止他们一家人 帮忙的人肯定不少 并且都是猛人 核心区域根本就抵挡不住 景玉琳叹息一声 既然你心意已决 我也就不再说什么了 只希望你不要殃及无辜 下手留点情 郑信雄点了点头说 我给你这个面子 进化者一定要死 二代撵到最外围去 剩下的可以待在中间区域 景玉琳知道 这已经是最大的让步 不能再给脸不要脸 只能点头答应 让人为他们带路 起哄的那些一级进化者 回到住的地方之后 并没把这件事情当回事 他们觉得法不责重 不会把他们怎么样 毕竟生存点还需要他们保护 总不能杀了他们吧 汪文国是带头起哄的人之一 正在大骂那些修炼者无用 轻易就让郑信雄给灭了 听到别墅的门 被人一脚踹开 见郑信雄一脸杀气的 从外面走进来 心中顿时觉得不好 汪文国壮着胆子说 你闯到我家来干什么 就算你是三级进化者 也不能为所欲为 郑信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简直就是在放屁 我有强悍的实力 当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反倒是你这个白痴 没本事 还敢挑衅强者的尊严 今天就让你付出代价 要是有下辈子 记得有自知之明 汪文国下的跪倒在地 不断地磕头哀求 是我猪油蒙了心 才做出这种事情来 求你大人大量 放我一条生路吧 以后 我就是你最忠实的狗 让我往东绝不往西 让我打狗 绝不碾击 我还不想死呀 郑信雄没有理会他的哀求 决定试试法术 看看威力究竟如何 他调动一丝法力 接着将手一扬 从掌心射出一道雷霆 打在汪文国身上 直接把他给烤熟了 汪文国提供了三年的寿命 另外 还有一瓶初级进化药剂 只能说是马马虎虎 勉强过得去而已 苏联青在院子里 装了不少的监控 当时起哄的人 全都被定格出来 准确地找到他们 将其一一斩杀 当时起哄的进化者 一共有二十多人 已经被杀了一大半 剩下的集中在一起 打算进行垂死挣扎 朴勇军是这些人里 唯一的一个二级进化者 自然成了他们的领头人 他看着郑姓雄 大声吼道 就算你是三级进化者 也不能如此无法无天 随便斩杀进化者 未免太过分了 苏联青把平板亮出来 指着上面的图片说 我们不是随便杀人 你们自己做了什么 心里应该非常清楚 既然你们想要借刀杀人 就应该有被杀的觉悟 如今不过是让你们 为自己的罪孽买单 怎么就不行了吗 朴勇军硬着头皮大叫 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 再说 我们当时说的是实话 本来就有这个规矩 哪里冤枉你们了 郑姓雄冷冷一笑道 现在说 这些都没有用 你们聚在一起 不就是想对付我 我给你们一个机会 一个人把你们杀光 你们要是能从我的手里逃掉 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他说着 亮出长刀 冷漠地看着这些人 他们连一个异能进化者 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他的对手 朴勇军撞着胆子大吼一声 带头向着郑姓雄冲过来 速度已经拼到极致 可惜在郑姓雄眼里 依然像龟爬一样 向着边上微微一闪 手中的长刀一横 直接就把他腰斩了 朴勇军在地上痛苦地哀嚎 剩下的人 吓得心胆俱丧 战斗力降到极致 简直连娃娃都不如 郑姓雄 如同砍瓜切菜一般 轻易就把这些人全都斩杀 运气还不错 全都爆出了进化药剂 在士兵中 又挑了合适的人选 将他们全都变成一级进化者 毫不在意 正坐在鱼塘边上钓鱼 在那些进化者的身上 又捡到的几种水产苗 鱼塘的品种丰富了不少 已经过了一个星期 修炼者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 郑姓雄也是丈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郑姓雄在心里合计了一下 决定先发制人 去找凡风和尚 看看能不能有些收获 郑姓雄一向是想到做到 至于说 那些所谓的规矩 根本就没必要放在心上 有本事就没规矩 他来到千佛寺所处的位置 只要踏入这个区域 就觉得浑身懒洋洋的 一点欲望都提不起来 郑姓雄心中暗吃一惊 立刻使用勘察之眼看了一下 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 被佛光不满的地方 令人变得特别虔诚 心中完全想着佛的教义 最终四大皆空 具有极强的迷惑性 他暗中吸了一口气 从空间世界 弄了一个特殊的东西出来 这个东西不断地散发魔气 可以和佛光综合 这样就不会被迷惑 郑姓雄越来越觉得 系统爸爸威武无边 什么东西都能捡得到 在必要的时候 可以派上用场 魔气突然出现在佛光之地 惊动了千佛寺的主持心绪禅师 立刻命令守座大弟子 祥丰和尚 查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 祥丰和尚修为 同样极为精深 很快就找到魔气的源头 却没想到是一个人 心中充满了好奇 他双手合十道 见过施主 不知道施主为什么到这里来 郑姓雄回了一里说 我是三级进化者郑姓雄 之前和凡丰和尚有一面之缘 特意过来探望他 祥丰和尚眼神一变道 你就是之前杀掉 玉州冠几位弟子的 那个进化者 你的胆子真是不小 竟然赶到这里来 郑姓雄蛮不在乎的回答 我杀他们是正当防卫 怎么就不敢到这里来了 都说佛门慈悲为怀 难道还能对我动手 祥丰和尚 见他这副赖皮的样子 也没什么好办法 只能无奈地 把他带到里面 让主持研究怎么办 心绪禅师 至光如巨道 郑姓雄到这里来 恐怕不只是 为了探望我徒弟 应该还有其他的想法吧 郑姓雄笑着说 大师果然明察秋毫 我这次过来 主要是想和大师商量一下 关于进化药剂分配的问题 这个问题 也是导致我和玉州官冲突的原因 因为在修炼者看来 进化药剂 优先提供给你们 才是最合理的选择 心绪禅师犹豫了一下说 修炼者本身实力就强 如果再成为进化者 更是恰到好处 能够很好的守卫生存点 郑姓雄哈哈大笑道 都说出家人不打狂语 禅师说这句话 你自己相信吗 生存点从成立到现在 修炼者就是吸血回虫 始终在吸进化者的血 可谓是无耻之急 只不过 以前进化者的实力不够 所以才会任由修炼者 肆意妄为 只能打碎的牙 往肚里咽 如今 我们的实力够了 自然不会甘心如此 上次杀掉那几个人 就是给你们提个醒 让你们知道 我们现在 也能杀掉你们 如果真要是拼起来的话 你们也未必能讨到好去 兴许禅师叹息一声 我知道你说的完全在里 那些人的吃相 的确是太难看了 郑姓雄继续说 其实 修炼者使用进化药剂 方向完全是错的 进化药剂 就不应该给修炼者使用 正确的方式是 进化药剂给普通人使用 其中出现的异能进化者 才是你们所需要拿下的目标 你们可以将这种进化者 收为弟子 根据他们的特性 传授法术 这样才是真正的 令实力加强 并且有助于你们的传承 祥风和尚非常赞同说 我觉得 施主说的非常有道理 我们现在出现的进化者 有很多与功法相悖 绝对是得不偿失 正性凶手在桌子上一抹 所有的卡片 都出现在上面 两个和尚看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 有这么神奇的东西 他笑着说 其实这种人物卡片 才是最适合修炼者的 只不过想开出这种卡片 必须得由修炼者 打开包裹才行 以后大师要是愿意的话 我可以把一部分包裹 拿到这里来 让你们的人打开 卡片全都留给你们 其他的归我 心绪禅师在点头答应的同时 发现话里的特异之处 如果只有修炼者打开包裹 才能得到卡片 这些卡片是哪来的 除非正性凶也是修炼者 正性凶猜到心绪禅师的想法 猛然将手一抬 一道掌心雷飞射而出 说明自己的身份 很多时候同样的身份 会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有很多事情在说就容易了 正性凶笑着说 我应该算是半个修炼者 实际上在我们那个区域 还有一个八旗巫女 同样也算是修炼者的范畴 我们一直希望能化解修炼者 和进化者的矛盾 只可惜效果甚微 在万般无奈之下 才不得不出此下策 我这次过来找樊峰和尚 也是希望能有一个桥梁 好好地解决这件事情 不知道大师能不能助我一臂之力 心绪禅师在心中合计了一番说 既然施主有这份心 老那自然是当仁不让 我会和玉州观的屈云道长联系一下 向他陈说厉害关系 肯定能够说动他 以后大家和睦相处 郑姓雄立刻拍了一堆马屁 然后又出去找到樊峰和尚 再次说起这件事情 樊峰和尚不屑一顾道 所有的一切都是利益 只要利益到了 一切都不是问题 之前真没发现 你竟然如此能忽悠 连那个老和尚 都让你给忽悠住了 不过我喜欢你的风格 郑姓雄脸上挂着笑容 心中却不以为然 如果要是相信他们的话 最终一定死无葬身之地 他回到别墅 把这些事情告诉所有的盟友 他们倒是非常高兴 一颗心终于放到肚子里了 景玉玲犹豫了一下说 修炼者的事情虽然解决了 但是上次你大开杀戒 弄得人心惶惶 还得善后才行 宁妙仪皱着眉头说 这件事情应该大头领处理 怎么会着落在我们的身上 要是我们把什么事情都做了 还要大头领做什么 以为我们缺个爹孝顺啊 他看上去是在发脾气 实际上是给景玉玲铺路 让他把接下来的话说出来 郑姓雄拥有智慧之心 宁妙仪这点小把戏 在他眼里根本就不够看 只是没有点破 让他们继续下去 景玉玲苦着脸说 按理来说的确是这样 但是你们也知道第一次的事情 大头领并没有言成金王敌 所以说这个时候 大头领要是站出来说话了 根本就没有办法令人信服 毕竟是不能一碗水端平啊 郑姓雄一家人 已经用精神连接连在一起 在暗中进行沟通 确定由谁来说话 怎么做最有力 善思婉故意说 那些人都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不知道是谁觉得不满意 难道说还有漏网之鱼 要再查杀一下 景玉玲吓了一跳 上次已经杀了不少进化者 要是再来一次 非得彻底乱套不可 他急忙说 漏网之鱼肯定是没有的 只不过吐死狐悲 那些一级进化者 真的是心里发虚 凯尔库恩佐咬了一口肉 嘟闹 你们不是有一句话 叫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叫门 只要他们不觉得亏心 似乎就没什么好怕的 要是真怕得厉害 只能说是该死了 平山又美犹豫了一下道 话虽然这么说 但是本身的实力不济 害怕被冤枉 也在情理之中 我觉得这件事情 还是应该由大头领来处理 如果大头领要是处理不了 完全有必要换一个人 坐这个位置了 郑信兄摇着头反驳 我和你想的恰恰相反 以现在这种形式 没必要把大头领拿下来 让他继续干挺好的 你们用不着这么看着我 我说的不是反话 恰恰是真正的实话 绝对发自真心 如果是风平浪静 大头领换了也就换了 相信换上的人肯定更好 更有利于生存点的发展 可现在是非常之秋 起码有一个帅级丧失 在外面虎视眈眈 咱们哪有那么多时间 完成替换的阵痛 而且你们想过没有 如果真的是不可为 不得不进行转移的话 咱们是投靠别人的生存点 他说到这里闭口不言 意思却不言而喻 跑到别人的地方讨饭吃 说白了就是让人家兼并了 对于他们这些有本事的人来说 这个问题并不大 就像末世之前公司合并 业务骨干依然有一席之地 但是老板绝对玩犊子了 毕竟你以前也是当老大的 谁知道你到了我这里 有没有在当老大的心思 就算你没有这个心思 你的手下有没有这个心思 是不是想要把你推出来 重新摇起 最终获得更高的位置 即便是这一切都不存在 怎么安置你 同样是个问题 给你一个二把手的位置 摆明了就是埋炸弹 不给你一个合适的位置 肯定会被人诟病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 变成一个死人 然后善待你的家人 大家都安逸了 因此不管从哪方面考虑 这个时候换大头领 都是一件不可接受的事情 还不如维持现状 只要大家有这个心 在度过危机之后 再做这件事情也不迟 很多时候不能操之过急 免得把腰给闪了 景玉玲做出一副 松一口气的表情 好像她一直是 大头领的拥护者一样 至于说是演给谁看的 就是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了 大家分开之后 景玉玲第一时间去见金方济 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一个字都没有更改 金方济叹了一口气说 如果真的到了那个地步 我倒是愿意舍身取义 为大家消除隐患 只是要迁徙的话 这一路必然会死很多人 最后能时钟存一 就算是万幸了 景玉玲目光深邃道 郑姓雄和修炼者达成共识 为的就是这件事情 如果修炼者能够出手 肯定大有可为 兴许咱们能守住生存点 不必出现这种情况 金方济摇摇头说 想做到这一点不容易 如果真是优胜劣汰的话 这一步是必须要走的 现在启人忧天也没有用 咱们还是一步一步地走下去 要是真有那么一天 替我照顾一下敌儿 我这辈子欠老婆的太多了 她临死前只有这么一个要求 我不希望最后食言 让我老婆在九泉之下 没有办法瞑目 景玉玲没有接这个话茬 而是将话题岔开 又说了一些其他的事情 意思不言而喻 随着时间的流逝 各种各样的流言日益发展 不只是核心区域 中外围也是人心惶惶 善思婉靠在柳树干上说 我昨天出去见了几个姐妹 他们说外面人心浮动 有很多的流言蜚语 如果要是不能辟谣的话 恐怕会动摇整个生存点的根基 老公真的不打算管一管 郑幸雄斜着眼睛道 这种事情不是咱们该管的 没必要操这个心 明天咱们出去转一转 这回的重点是 让你多见一些怪物 丰富一下召唤的品种 一旦真的发生大战 召唤术就是最后的底牌 苏联青用投影仪在木屋的墙上 头下冰城地图说 现在最让我担心的 是咱们冰城有一个大动物园 里面有很多的猛兽 如果这些猛兽 全都变成怪物 并且过来进攻生存点 肯定让咱们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咱们这次出去 我认为应该反其道而行 直奔生存点的后面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退路 如果要是没有退路的话 到时候就让人家包饺子了 想要逃出升天 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 郑幸雄对这番话非常认同 他最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要是无路可退 才真是悲催到家了 晚上把盟友集中在一起 在胡吃海塞之间 将这个消息传递出去 看看他们是什么反应 凯尔库恩佐犹豫了一下说 之前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 要不咱们一起去 看看能不能探出一条路来 景戴库却大咧咧地说 生存点的后面是903国道 在末世之前是通往凤城用的 真要是跑的话 可以沿着这条路跑 我觉得应该考虑的是另外一个问题 咱们总不能靠脚走路吧 是不是得有一个逮捕工具 景戴库这句话抓住重点了 别看大家一直讨论得很欢 但是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方法 一切都是空谈 反正大家都是进化者 到了那个时候就是跑 也比别人跑得快 活命的几率更高 景美华犹豫了一下说 我觉得哥哥想多了 这种事情应该是上位者考虑的 哪用得着我们操心 景戴库反驳道 都说上位者比 现在来看的确如此 指望他们根本不行 还得咱们出头才行 这小子到底还是年轻 是正义感爆棚的年龄 真把自己当救世主了 郑兴雄想了想说 我们要出去探路 不如把这件事情交给宁大小姐 让他和大头领好好地谈一谈 最好是成立一个应急委员会 除了宁大小姐之外 进化者就不要加入委员会了 让非进化者自己操作这件事情 他给了宁妙仪一个天大的机会 想要操控进化者不容易 还不如把目标放在普通人身上 毕竟进化者要生存 普通人的作用还是很大的 这样也能拥有一定的话语权 宁妙仪对此心领神会 感激地点了点头 表示一定会代表进化者 起到应有的作用 郑兴雄在别墅里留下不少的物资 让景家兄妹住在这里帮他看家 实际上就是拉拢景玉玲 他对景玉玲非常看重 不管将来变成什么样 一个会来世的人都插不到乃去 郑兴雄一家三口出了大门 立刻顺着围墙 奔着后面的国道去了 一定要把这里的情况弄清楚 到了国道附近 久违的场景又出现了 道路上有很多残破的尸体 无疑是丧尸扭曲着身体游荡 郑兴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这是一个好现象 说明这条退路还能用 不会被赶尽杀绝 他拿出一条狼牙棒 向着这些丧尸走去 就好像打地鼠一样 轻易打爆他们的脑袋 很快就向前推进了几十里地 看到一个加油站 决定到里面去转一转 擅思完使用精神扫描 将整个加油站笼罩 并没有发现里面有丧尸 但是却发现了大量的汽油 他眨着眼睛说 只要有足够的汽油 咱们就可以弄汽车回去修 相信在幸存哲理 会开车修车的一定不少 到时候组成一支车队 车退起来也方便 说到这 我想起来了 记得之前说军方是有装甲部队的 那批装备在哪 郑兴雄听到这里 故意势敌已弱 军方即能够成为军方的最高统帅 绝对不是一个善茶子 之前所有的表现 都是为了让他们麻痹大意 郑兴雄让苏联青通过特殊手机 把这个消息告诉自己人 让大家心里有个数 免得到时候被算计了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汽油全都抽走 再弄到足够多的车辆 做好万全的准备 剩下的事情 听天由命好了 擅思完使用念能力 把汽油灌到各种储物器皿中 然后储存在虚无空间 因为两个女人 有进入空间世界的权利 所以也可以把虚无空间 当储物空间使用 在两个女人忙活的时候 郑兴雄站在围墙边上 看着远处空旷的野地 很快发现不妥之处 郑兴雄让两个女人收完汽油 就到空间世界去 她到野地里去探一探 兴许会有一些收获 根据空间世界的特殊性 擅思万呆在里面 也能看到外面的情况 一样可以丰富召唤的物种 姓名 郑兴雄 级别 三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965 力量 896 速度 885 精神 864 法力 六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技能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勘察之眼 超级嗅觉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牢不可破的塔盾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等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八分之六碎片积攒中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十三分之五碎片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件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六分之五碎片积攒中 非常神奇的牧场 九分之三碎片积攒中 郑兴雄看了一下版面的数据 得益于那片柳林的收获 体质 已经快要接近一千 各方面都有全面的提升 工具和组件 也有所发展 希望这次能多收获一些碎片 最好将其完成 令实力更近一步 他依然拎着狼牙棒 向着荒帝快步前进 三十眼全力打开 周围的一切 尽收眼底 郑兴雄很快发现 一个个和地面赤平洞口 不知道里面究竟是什么东西 拿出一串鞭炮扔进去 从里面窜出一个黑影 是一只野猪大小的田鼠 田鼠的眼睛 是血红色的 嘴上还挂着一丝肉丝 不知道啃了什么东西 郑兴雄决定先发制人 脚在地上一蹬 向着田鼠冲过去 挥动狼牙棒 向田鼠的后背打去 田鼠的反应速度非常快 一下子就躲开了 接着张开大嘴 狠狠地咬向郑兴雄的腰 郑兴雄在躲闪的时候 把一颗手雷扔到田鼠的嘴里 轰然一声响 炸得田鼠满嘴是血 田鼠虽然受伤 但是比想象的要轻得多 说明这些热武器 在面对怪物的时候 遭到极大的削弱 受伤的田鼠更加疯狂 不断地发出滋滋的叫声 旁边的洞里传来回声 接着有田鼠爬出来 郑兴雄没想到了这些田鼠 会选择群体作战 好在数量不算太多 倒也能应付一下 他将塔盾握在手中 接着换上板斧 对着田鼠一顿砍 经过一番激战 终于把出来的都干掉了 他先回空间世界 看看捡到的东西 运气还不错 弄到了五块沙地和两块黑土地 使用面积大大加强 另外还弄到了一口水井 按在黑土地和沙地的交界处 以后饮用水的问题解决了 绝对是大收获 郑兴雄饱餐一顿 调整一下 决定到田鼠的洞穴里去看一看 兴许会有些收获 郑兴雄准备好之后 从之前的洞口跳下去 下降了一分多钟 才脚踏实地 说明洞穴极深 扇丝碗出现在他身边 对于这种洞穴探险 精神扫描这项技能 作用绝对是杠杠的 在成为三级进化者之后 精神扫描范围 已经增加到一千米 可以当作作弊器使用了 唯一的缺点就是 对精神力的消耗太大 并不能持久 一会就得回去歇着 扇丝碗把扫描范围 控制在百米左右 这样损耗会小很多 坚持的时间自然更久 整个地学四通八达 简直就像地道站一样 在每一个通道的尽头 都会有一个圆圆的学士 里面是一只只田鼠 这些田鼠睡觉的并不多 在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袭击其中的一个 很有可能会遭到围殴 苏联卿和解了一下说 咱们之前弄出不少的毒药 不如把毒药抹在食物上 扔给这些田鼠 兴许可以把他们毒死 扇丝碗眨着眼睛道 这些田鼠已经是怪物了 毒药对他们会不会起作用 万一要是不行 把他们引出来怎么办 郑信雄倒是觉得可以一试 毕竟有空间世界在 实在不行躲在里面 等到田鼠安稳了 再逃命就是了 他们说干就干 拿出不少的熟食 在上面下了各种各样的毒药 然后重新回到鼠学 郑信雄找到一个田鼠的地方 把一根香肠扔进去 田鼠毫不犹豫地吞到肚子里 过了大约十几分钟 田鼠突然满地打滚 身体不停地抽搐 接着口吐白沫 最终一命呜呼 郑信雄上前把鼠性气泡捡了 接着对这里进行搜索 意外地找到了大量的粮食 应该是田鼠的储备 田鼠虽然变成了怪物 但是江山一改 秉性难移 储存食物的特性 还是保存下来了 郑信雄变得动力十足 不断地如法炮制 很快就弄死了十几只田鼠 收获绝对是大大低好 他突然停住脚步 使用超级嗅觉闻了一下 闻到一股非常奇特的味道 正向着他靠近 郑信雄急忙躲在一旁 很快就要看到一条巨型蚯蚓 身体有水缸粗细 足足几十米长 蚯蚓和田鼠不同 已经进行变异了 两端各有一张嘴 嘴里是锋利的牙齿 和奇特的异形倒是有一拼 蚯蚓明显是过来抢地盘的 把其他的田鼠吸引过来 立刻对蚯蚓发动攻击 蚯蚓两张嘴上下翻飞 不断地吞噬田鼠 同时身体也被田鼠抓咬得千疮百孔 腥臭的液体流了一地 几只田鼠向着一个地方狂攻 终于把蚯蚓咬断了 没想到在断开的地方 各自长出一张嘴 变成了两条蚯蚓 变短的蚯蚓在吞噬田鼠之后 身体迅速变长 最后变成之前蚯蚓的大小 蚯蚓的数量越来越多 田鼠完全落于下风 最终只能四散逃窜 希望可以逃出生天 蚯蚓不打算放过田鼠 疯狂地进行追击 最终把所有的田鼠一扫而空 将这里雀巢纠战 郑信雄彻底被惊住了 这些蚯蚓的战斗力太强 根本不是之前的怪物能比 尤其是分裂这个能力 简直就是逆天的存在 有一条蚯蚓被分成八段 结果变成八条蚯蚓 并且很快就长大了 看样子 除非把蚯蚓化为灰烬 否则想要对付它们 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郑信雄打算再收集一些粮食 然后就撤离这里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 又来了一群蚂蚓 这群蚂蚓 每只都有一米多长 和蚯蚓比起来 根本不值一提 但是数量极多 犹如铺天盖地一般 刚刚杀的田鼠 闻风丧胆的蚯蚓 在面对这些蚂蚓的时候 只是徒劳的挣扎 最终被蚂蚓撕碎吃掉了 蚂蚓并没有占据这里 而是像蝗虫过境一样 将所有的东西一扫而空 接着飞速撤退 郑信雄本着富贵险中求的原则 悄悄地跟着这些蚂蚓 走了两个多小时 来到蚂蚓的巢穴 和田鼠的地穴比起来 蚂蚓的巢穴 简直就是迷宫 复杂的不得了 要不是有蚂蚓领路 肯定就迷在里面了 在迷宫的核心位置 是小山一般巨大的蚁后 不间断地生产蚂蚁 而且一下是生产十几只 郑信雄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不能干掉这只以后 就不可能击败蚂蚁 生产的速度太快了 简直就像暴兵一样 他认真地观察了半天 都没有任何方法 可以干掉以后 因为这里的环境太特殊了 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手段 都会轻易地被破解掉 郑信雄最终选择退去 这个时候招惹蚂蚁 实在不是明智的选择 还不如徐徐徒之 好在扇思丸已经观察到了 可以召唤以后 然后形成蚂蚁大军 大不了就彼此对战 看看谁爆兵的速度更快 他们直接从地下钻出来 发现这里已经偏离国道 而且方位混乱 不知道生存点应该往哪走 苏联青经过一番测算 总算是找到了方向 在击杀了一些怪物之后 终于回到了国道上 并且运气还算不错 终于把林田凑齐了 直接坐落在黑土地上 形成了一大片田地 并且和鱼塘连成一片 柳树被移到鱼塘边上 竟然一下变成一排 听名字就知道是干什么的了 不知道会有多辉煌 还得到了几块红土地 本以为会被林田占据 没想到却没有任何反应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经过一番跋涉 再次回到生存点 其他人也都回来了 看大家的表情 就知道这次没那么顺利 彼此交流了一下信息 现在十公里外的地方 已经有兵级丧尸巡逻队出现 战斗力又提升了不少 郑姓雄把他们看到的情况说了一下 将大家吓了一跳 一个个神情极为沮丧 郑姓雄见大家神情沮丧 重重地咳嗽一声 你们干嘛这副样子 难道现在的情况 会比刚开始的时候更严峻 那时我们一点本事都没有 就是待宰的羔羊 现在我们起码有反抗之力 又有什么好怕的 再说 根据我们的观察 国道相对来说 还是很安全的 这是咱们唯一的生路 必须得抓住才行 大家听到这番话 一想也是这么回事 如果必须得死 为什么不拼一把 死了也没有遗憾 善思丸把之前的计划说了一下 大家觉得可行性很高 四个轮子肯定比腿跑得快 完全可以试一试 苏连青对锦家兄妹说 你们两个回去告诉你父亲 现在已经到了非常时期 一切都要早做准备 很多东西用不着在藏着掖着 如果要是准备不好 最终大家都完蛋 这一切毫无意义 两兄妹听得莫名其妙 不过还是点头答应 回去把这件事情告诉父亲 锦玉玲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锦带库疑惑地问 他们这么说 到底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猫腻 现在已经到了非常之秋 必须得团结 才能活下去 如果再玩这一套 真的什么都完了 锦玉环要聪明一些 眼珠一转说 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了 咱们是有装甲运输部队的 还有一批坦克 可是进入生存点之后 再也没见过这支队伍 是不是把这支队伍 藏起来当后手了 锦玉玲叹了一口气道 你说的没错 这支队伍确实被藏起来了 是最后的杀手锏 不过 这也是为了应付不实之需 并没有对付进化者的意思 后来一直没拿出来 也是出于各方面的考虑 锦带库瞪着眼睛大叫 爸爸说这番话 恐怕连自己都不信 你们真当别人都是傻瓜 这件事情办得太不地道了 反正换的是我的话 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必然得让你们付出代价 锦玉玲知道 儿子说的非常有道理 这件事情确实说不过去 如果要是处理不好 肯定会是大麻烦 他觉得要想处理这件事情 还得在郑信雄身上做文章 只要郑信雄不计较这件事情 其他的全都好说 郑信雄一直都表现得顾全大局 也许可以沟通得了 这种事情已早不宜迟 现在就过去找他们 等着锦玉玲上门了 他笑着说 今天晚上 你要是不来 明天我就会去找修炼者 共同把不稳定因素铲除掉 然后再做其他的事情 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 以为保留这么一支装甲队伍 就能逆风翻盘 我看是喝甲酒了吧 锦玉玲尴尴尬地笑着回答 当时不是没想到有这种变化 觉得坦克是入战之王 肯定能派上用场 要是知道 进化者能达到你这个程度 我们肯定不会这么干 指望用坦克对付你 直接就是喝酒精了 郑幸雄从火锅里捞起一块羊肉说 你就不要给我戴高帽了 我真是受不起 怕让帽子压死 你用不着这么担心 现在是非常时期 就算有再多的矛盾 也不能爆发出来 不然真的死定了 把那支队伍拉出来 坦克放到正面 全都当炮台使用 最重要的是运兵车 可以用来运送进化者的家人 只有这样才能让进化者安心 放心的和丧尸怪物拼杀 为大家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这段时间 我会弄足够的车回来 你一定要把幸存者之中 会开车修车的都找出来 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 有一支完全可用的车队 甭管最后能幸存多少 该做的准备 还是要做好的 锦玉林不断地点头答应 能够做到这一步 已经是最好的结果 要不是有外部压力 早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大家不再隐瞒外面情况 直接向所有人掀了底牌 之前的流言蜚语得到证实 整个生存点陷入恐慌之中 这是必然要有的阵痛 只有经过这段恐慌 大家才能真的镇静下来 在最后逃跑的时候 多一些人逃出生天 上面的人心里已经很清楚了 想要守住生存点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给大家一个虚假的希望 郑信雄一家子再次出发 这回的目标是正面 尽可能多得杀伤丧尸的有生力量 对将来的危机 也有些缓解作用 他们来到十公里分界线 果然看到在不远的街道 一对兵级丧尸正在巡逻 看上去倒是有模有样的 善思晚疑惑地问 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明明是一些丧尸 却弄成现在这个局面 让人觉得费解 苏联卿犹犹豫豫地回复 的确是有些想不通 想不通就不去想 反正总会水落石出 先底牌的时候就知道了 他们在说话之间 已经离开分界线 正式进入到对方的区域 郑信雄拎着两把板斧 向着那对巡逻的兵级丧尸冲过去 猛然挥动斧头 把两个兵级丧尸砍成两段 苏联卿速度同样不慢 由电光组成的鞭子 缠在两个兵级丧尸的脖子上 强大的电流迅速把他们烤糊了 扇斯婉控制那些飞镖 袭击兵级丧尸的脑袋 同样有所掌获 他们一家人的配合 天衣无缝 仅仅几个呼吸之间 一对兵级丧尸就被干掉了 他们随后进入空间世界 等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 继续向前面摸索 一切如法炮制 在一个巨大的礼堂里 帅级丧尸坐在椅子上 一副半睡半醒的样子 一个将级丧尸进来报告 已经有十几对士兵失去联系 应该是被干掉了 帅级丧尸睁开眼睛 似乎是来了一点兴趣 对将级丧尸做了一个手势 后者立刻就退了出去 随着命令传达下去 所有的丧尸全都回缩 把那个区域让给怪物 来个鹤棒相争 坐收鱼人之力 郑信雄发现丧尸突然不见了 心中觉得不妥 对方这么做肯定有猫腻 必须得小心应付才行 免得阴沟里翻船 郑信雄看到街上的丧尸都不见 心中暗道不好 出现这种情况 要说没有猫腻 打死别人 他都不信 他的念头刚刚升起 一阵呼吱呼吱的声音传来 向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是几十只猫狗野怪 郑信雄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帅级丧尸太看不起人了 就凭这种货色 也想对付他们 简直就是个笑话 他正打算出手 善思婉笑嘻嘻地说 不过就是一群猫狗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让我们来处理吧 郑信雄笑着点了点头说 既然你们有这个兴趣 让你们玩玩也好 我替你们压阵 尽管放手为 苏联青双手一挥 使用电流拟雾的能力 一道电光闪过 一条电流九头蛇 出现在他们面前 猫狗野怪 看着九头电蛇 感受到巨大的威胁 不停地发出嘀吼 表示心中的不安 善思婉没有使用飞镖 而是从空间里 拿出上百把水果刀 在空中一字排开 他向着前面一指 所有的水果刀 飞射而出 在空中不断地变换轨迹 刺向这些猫狗野怪的要害部位 所有的野狗怪顶在前面 想要凭借强壮的身体 成为最坚实的肉盾 为野猫怪挡住攻击 野猫怪躲在野狗怪的身后 准备找机会扑出去 凭借灵活的身体 给敌人中创 郑信雄发现 猫狗野怪没有一拥而上 而是有排兵布阵的架势 好奇心被勾起来了 立刻使用勘察只眼观察 二级猫狗野怪 实力介于兵级和将级丧尸之间 具有一定的智慧和战斗素养 没有激发本命天赋 系统发现新情况 信息采集中 信息采集完成 是否立刻传输 郑信雄毫不犹豫地选择传输 一股信息出现在脑子里 正是关于这些动物怪物的等级划分 动物怪物同样是分为九级 只不过没有名称 就是用一到九级划分 每一级都介乎于两级丧尸之间 九级等于祖级丧尸 从三级动物怪开始 就可以拥有天赋 相当于具有异能的动物怪 与小说中的妖魔兽相似 理论上来说 所有的动物怪都可以激发本命天赋 只不过级别越高越容易 低级的极其罕见 郑信雄上次碰到的变色龙 属于特殊一级动物怪 所以才拥有本命天赋 剩下的没碰到过 这些猫狗野怪 也就是有些智慧 知道打打配合 再就是实力比兵级丧尸强一些 其他的没什么了不起 扇斯婉和苏联青 是拥有多种能力的三级进化者 收拾他们绝对是轻松加愉快 单方面的吊打 郑信雄忽然想到 樊峰和尚吃怪物肉的事情 使用勘察之眼 观察这些怪物的尸体 找到那些特殊的肉 他从一只野狗怪的腿上 割了一块肉下来 又想到灵天的特殊性 索性将这块肉埋到田里 看看能长出什么东西来 经过一番厮杀 所有的猫狗野怪都被干掉了 由于不是郑信雄亲手干掉的 掉落的属性气泡和东西并不多 但是郑信雄的运气非常不错 竟然一下把牧场凑齐了 同时还得到一个超级治疗室 一听就是智商用的 绝对是好东西 只可惜需要的碎片太多 农场占据了黑土地 牧场占据了红土地 看来这些土地都有各自的属性 能够派上一定的用场 善思婉本想把自己的召唤物 养在牧场里 结果遭到牧场的排斥 召唤物进去就被弄死了 变成灵天的肥料 就在他们琢磨 应该怎么办的时候 之前种下的那块狗肉长出来了 竟然结出了一颗狗狗 果子落在地上 变成一条狗 自己跑到牧场里 占据了一块区域 迅速繁衍生息 很快就变成一大群狗 这些狗的品种非常齐全 有可以战斗的斗狗 可以侦察的侦察狗 能当宠物的宠物狗 最后用来上桌的肉狗等等 郑姓雄观察牧场里的狗 又要看看善思婉召唤出的野狗怪 完全是两样东西 不能混于一谈 至于说 牧场里的狗和野狗怪哪个好 就得看干什么用了 小药愤出孰青孰重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善思婉本来还觉得有的牧场 自己的召唤术不香了 看到现在这种情况 小脸又傲娇的养起来了 那块狗肉种出的野狗果 只能成熟一次 然后就枯萎了 必须得重新种才行 果然有点意思 郑姓雄一家人 从空间世界出来 决定扩大搜索范围 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包裹 毕竟之前答应千佛寺 总不能一点都不玩活 苏联青在平板上敲了一下说 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小区 里面的房间特别多 从基数推断上来讲 这里有包裹的几率更大 郑姓雄一向是从善如流 立刻向着这个小区活动 在路上又碰到了几波怪 牧场增加了一些新品种 他终于知道自己的厨艺技能 究竟有什么用了 自然是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 不然指望两个老婆 都能食物中毒 他们很快就摸索到小区 善思婉使用空间扫描 将这里笼罩 发现里面没有丧尸 怪物倒是有不少 这些怪物都是家养的宠物 本身的级别不高 顶天也就是二级 对他们产生不了任何威胁 有精神扫描这个作弊器 只有他们给怪物迎头痛击 根本轮不到怪物来伏击他们 完全是单方面的屠杀 唯一的美中不足 就是这些宠物的种类 难以摆脱猫狗两大类 不能增加牧场动物的数量 在包裹方面的收获也不少 苏联青的猜测是正确的 因为房间基数在这摆着 包裹出现的几率更大 他们正在一个房间里休息 善思婉突然睁开眼睛说 我感觉有东西在楼里活动 但是使用精神扫描 没有发现 郑幸雄和苏联青 立刻就精神了 能够出现这种情况 说明肯定是出了新的东西 绝对不能等闲视之 三人先进入空间世界 给对方一个错觉 在对方放松警惕之后 他们再出来寻找 肯定能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郑幸雄在空间世界 做了一条红烧鱼 然后独自回到房间 三视眼开到极致 依然没有任何发现 他虽然没有发现敌人 但是不代表心里没感觉 和上次遇到变色龙一样 那种危机感再次出现 郑幸雄心中觉得非常奇怪 善思婉的精神扫描 特别厉害 就是变色龙那种本命天赋 也不可能躲过扫描 现在这个怪物没有被发现 只剩下一种可能 这个怪物没有实体 也就是所谓的鬼 细想一下倒是也正常 既然能出现修炼者 连掌心雷都有了 出现鬼魂也没什么大不了 三视眼加起来 比雷达都厉害 但毕竟是反眼的 看不到鬼魂 是很正常的事情 因此才发现不了对方 郑幸雄大脑飞快地算计 想到了一个可行的办法 使用勘察之眼 到处扫视 来个瞎猫胖死耗子 便意红衣厉鬼 实力相当于三级进化者 高级战力 技能鬼遮掩 鬼打墙 脑电波干扰 物理攻击无效 法术攻击有效 雷法攻击效果翻倍 郑幸雄被最后一句吸引了 也就是说 用掌心雷攻击红衣厉鬼 效果绝对是杠杠的 关键是怎么找到对方 他觉得 真是开错剧本了 明明是末世剧本 现在已经向着仙侠 鬼怪方向发展了 还不知道 后面会出现什么状况 郑幸雄心里虽然这么想 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来 既然末世可以降临 出现这种情况 又有什么不可以 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 扇思婉突然出现在他身边 这丫头的智商极高 想到一个对付红衣厉鬼的办法 扇思婉使用精神链接 一下子就连上红衣厉鬼 将三人锁定在一起 对方就无所遁形 他这么做 遭到红衣厉鬼的反抗 这种纯粹精神领域的交锋 伤害是特别大的 郑幸雄不敢有任何怠慢 立刻向锁定的方向 连放了四个掌心雷 准确的击中目标 红衣厉鬼一声惨叫 直接就化为碎片 没有任何属性气泡出现 空间里的碎片倒是多了两块 扇思婉双手抱着头 两腿一软就要跌倒 郑幸雄急忙一把抱住 立刻回到空间世界 郑幸雄把扇思婉放在床上 关心的询问情况如何 脑袋像针扎一样痛 估计在短时间之内 我是帮不上什么忙了 任何精神技能都不能使用 只能在这里养伤 郑幸雄握着扇思婉的手 轻声安慰 你不要想这么多 这段时间好好地养伤 等到伤好之后 咱们再并肩作战 以后再出现这种情况 不要再这么做 在我的心中 你们是最重要的 看到你们受到伤害 我心如刀脚一般 两个女人的脸上 都露出幸福的表情 接下来自然是一番温存 郑幸雄捡起两块碎片 没想到是阴阳眼和阴阳耳 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以后不会再对鬼魂束手无策 姓名 郑幸雄 级别 四级进化者 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1085 力量 1026 速度 1013 精神 108 法力 六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技能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全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勘察之眼 超级嗅觉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掩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钉头锤 牢不可破的塔盾 锋利的长刀 血腥的板斧等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八分之六碎片积攒中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十三分之七碎片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非常神奇的牧场 辉煌的宫殿七分之一 超级治疗室 二十二分之一 郑幸雄看着版面上的信息 入出满意的表情 四维属性 终于全都突破一千大关 成为四级进化者了 而且各种各样的技能 弥补了他的不足 以后碰到各种情况 都有一战之力 随即又有一些担心 按照之前的情形 他成为四级进化者 丧尸之中 就会出现相对应的级别 也就是说 狮王要出现了 相信狮王出现之后 率级丧尸数量 肯定会增多 想要守住生存点的难度 又提升了一个层次 郑幸雄无奈地摇了摇头 总不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不提升自己的实力 那样非但不会有人感激 反而会被人吞得 连渣都不胜 相对于外面这些怪物 内部的敌人 才是最恐怖的 让外必先安内 甭管到什么时候 都是治理名言 绝对的血泪教训 不可以不放在心上 不然死无葬身之地 郑幸雄重新坚定信心之后 眼神变得极其冷力 莫是不需要圣母 自己和身边的人活着 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他回到小木屋 把自己得到阴阳眼 和阴阳耳的事 告诉两个女人 免得他们以后再因为担心 做出过激的事情来 郑幸雄索性 把两个女人都留在这里 苏连青还能照顾一下扇斯万 这丫头实在是懒得动 一动就头痛欲裂 只能在床上趴着 等着饭来张口了 郑幸雄对小区继续进行搜索 失去了精神扫描 这个作弊器 仅依靠三世言 相对来说要麻烦一些 好在他已经是四级进化者 本身的实力足够强悍 即便是碰到一些情况 也完全应付得来 不会出现大危机 就这样 在外面搜索了十几天 功夫不负有心人 找到了上百个包裹 可以让那些和尚 好好地开盲盒了 郑幸雄决定原路返回 在路上很快就发现情形不对 师兵巡逻队的数量增加了不少 本来这也没什么 偶然发现 这些巡逻队彼此之间 关系并不融洽 似乎有派系之分 师兵归师师将管 再次发现 将级丧尸之间 也出现敌对的情况 就只有一个可能了 这里出现了新的帅级丧尸 弄不好还不止一个 郑幸雄决定赶快回去 把事情报告一下 结果来到一处凉亭 竟然被拦住了 郑幸雄本来是原路返回 可是走着走着 就来到了一处公园 在一个凉亭里 看到一个男人 这个男人给他的感觉 有一种王者之气 如果要是放在古装片场 最差也是个掌实权的王爷 郑幸雄心中有不好的猜测 立刻使用勘察之眼看过去 果然和他猜的一样 这座城的狮王于国鹏 城中的唯一王者 也是最强的掌控者 可以改变城市里的一些布局 诸如道路不止一类 狮王基本完成类人化 拥有四十岁左右的智慧 具有统筹能力 本身战斗力特别强悍 无师可挑战其位置 郑幸雄心中大吃一惊 没想到狮王这么厉害 连名字都已经出现 基本上算是新人类了 于国鹏淡默地看着郑幸雄说 你就是那个四级进化者 首先要对你说声谢谢 如果不是你 我也不会这么快觉醒 郑幸雄摊着手说 你用不着谢我 我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实力 更好的在这个世道活下去 你拦住我的去路 肯定是觉得能够对付我 不知道你哪来的这个自信 太自信了可不好 于国鹏哈哈一笑道 我只是想和你打个招呼 没有和你动手的意思 你用不着这么紧张 看样子 你不是一个关心新闻的人 否则你不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回去问一问 于国鹏活着的时候 是干什么的 郑幸雄先是一愣 随即就反应过来 能够成为狮王的 肯定不是一般的主 王者之气 不是谁都能弄出来 他瞪着眼睛说 难道你是当初的城市一号老大 我就说 连军方老大都逃出来了 你这个一号老大 怎么会逃不出来 原来是在这等着呢 想想也是这个道理 除了你这个一号老大以外 谁有资格成为这座城市的王 于国鹏赞赏地点了点头道 怪不得你能成为四级进化者 果然是一个聪明的主 一下就猜到我的身份 那你回答我一个问题 你觉得 人类真的能够延续下去 并且最终击败失足吗 郑幸雄毫不犹豫地回答 能不能击败丧尸 这个我不敢说 但是 人类要延续下去 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 当初末世来得那么猛 不是依然出现了生存点 在生存点里 不敢说安居乐业 起码是能够活命的 于国鹏晃了晃手指反驳 你就不要自欺欺人了 我当初能做到这个位置 就是因为对上位者的心态 了解得极其透彻 想必 现在生存点的进化者 和修炼者的关系不融洽 同时 进化者和进化者 修炼者和修炼者 同样也有很多的龌龊 知道人类最大的问题在哪 就是善于内斗 红眼病的人太多了 他们宁可成全外敌 也不想让自己人占便宜 所以 要是没有外部压力 生存点最后一定会爆发内战 除非出现一个强有力的独裁者 镇压所有的敌人 才能暂时改变这种情况 而有本事的人 最不能接受的 就是被压制住 哪怕压制他们的这个人 让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 他们也会选择视而不见 而是要想尽一切办法 将这个人推倒在地 然后再狠狠地踩上一脚 至于说这么做之后 会不会把所有的一切都毁了 让很多人死无葬身之地 根本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正是因为 人有这么多的劣根性 末世才会降临 把所有的一切 全都摧毁 失足取代人类 成为这个世界新的主角 郑信雄虽然不想承认 但是不得不说 这个老家伙 说得全对 人类的劣根性 确实是让人极度无语 他深吸了一口气说 你不要跟我说这些 我以前只是一个小人物 每天只能仰望那些上位者 然后去做一个社畜 现在 我有了强大的力量 还有两个女神一样的老婆 已经完全知足了 根本不去考虑什么 所谓的责任 我只知道 谁想打破我现在的生活 谁就是我的敌人 对敌人心词手软 就是对自己残忍 只有死了的敌人 才是好敌人 如果我要是心情好 说不定还能给他一副棺材 于国鹏惊讶地看着郑信雄 没想到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完全是一小搏大 四两拨千斤 让他刚才的话 全都变成无用功 他拍了拍手说 你能成为四级进化者 果然是有道理的 对于今天的谈话 我很满意 作为对你的奖励 我再给生存点四个月的时间准备 时间到了 我就发动进攻 看你们能不能守得住 郑信雄眯着眼睛道 既然这样 我就恭候大家 看看到时候 是你灭了生存点 还是我们让你付出代价 你别忘了 这座城里有很多的怪物 你能够驱使得了 不要到时候鹤棒相争 鱼翁得利 鱼国鹏笑着说 你用不着探我的口风 等到和你们动手的时候 你就知道会是什么情况了 一定不会让你失望 我送你一程 他说着打了个响指 郑信雄眼前的景象一遍 出现在生存点 十公里范围的边界线上 郑信雄越过边界线 同时心里有数 在没有爆发最后一战之前 十公里范围 就是属于他们的区域 就连失望都没办法染指 他回到空间世界 两个女人 已经看到刚才的一幕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如今空间世界的地盘 又大了五倍 并且又多了黄土地这个品种 只不过暂时还不知道干什么用 扇斯万伤势 已经恢复了大半 只是偶尔有些头痛 还不能使用技能 其他的 已经和普通人差不多 他极其担忧问 狮王看上去就特别厉害 你觉得 以咱们的能力 能挡得住吗 苏联青毫不犹豫地说 反正咱们有退路 能不能挡得住都无所谓 只能是近人视听天命 郑信雄对这句话深以为然 觉得理应如此 这件事情要告诉大家知道 免得狂妄自大 弄出事情来 郑信雄回到生存点 这里有了一些变化 大家都在热火朝天的做事 即便是那些老幼 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在心中暗叹一声 他们都为了希望而拼搏 却不知道 这个希望多么渺茫 又不能告诉他们 一旦没了希望 就什么都没有了 郑信雄正在感叹这件事情 突然听到一阵嘈杂声 向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看到一些人 正在殴打一名老人 他脸上闪过一丝怒涩 向着这些人走去 在半路被人拦住了 拦路的人恭恭敬敬地说 想必您是进化者大人 大人还是不要多管闲事了 免得到时候惹火烧身 郑信雄不可思议地问 你知道我是进化者 还说出这种话来 莫非这些人有什么地位不成 这个人连连点头说 大人既然是进化者 肯定也待在核心区域 应该知道 核心区域之前发生的事情 这些人 就是被驱逐出来的二代 他们刚到这里的时候 还是比较守规矩的 不会惹是生非 但是在几天之前 大头领的儿子来找他们 重新给他们撑腰 结果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他们现在全都是监工的身份 想收拾谁就收拾谁 到时候扣个帽子 谁也说不出什么话来 郑信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这些人真是好大的胆子 如今所有的人 都在加班加点的干活 他们竟然还敢在这捣乱 看来当初对他们的处罚轻了 必须得让他们付出代价才行 他说着 给了这个人一袋面包 算是通风报信的报酬 然后不再理会这个小人 继续向前去 郑信雄一声大喝 你们这些混蛋 还不给我住手 谁给的你们胆子 敢随便动手打人 那些二代 听到有人管闲事 立刻就跳了起来 结果看到是他 马上就别茄子了 一个二代点头哈腰说 原来是郑大人 大人误会我们了 我们教训这个老家伙 是他不好好干活 如今 我们都是监工的身份 谁要是不好好干活 我们就教训他们 让他们知道 是怎么回事 郑信雄眼睛一瞪 大声呵斥 简直是一派胡言 这个老头的岁数这么大了 就是在努力干 又能干多少活 反倒是你们这些混蛋 个个年轻力壮 才是干活的主力军 现在却在这里装死狗 真正该收拾的是你们 既然你们不想干活 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 下辈子的 要是能再做人 一定不要再做纹固子弟 他说着拿出手枪 对着这些人连续开火 很快就把他们全都打死了 周围传来一阵欢呼声 郑信雄没有理会周围人的欢呼 而是把他们的气血减了 收益马马虎虎 多了二十多年的寿命 他把管事的叫过来 那家伙一来就跪在地上 一把鼻涕 一把泪得诉苦 反正是把锅都甩在金王笛的身上 郑信雄毫不犹豫地 将其一枪抱头 然后头也不回地 向核心趋一而去 至于说剩下的事情 根本用不着他操心 这件事很快就报告上去 金方记看着报告 脸色难看得不得了 恨不得把那个败家儿子撕碎 金方记愤怒地咆哮 我之前说 把那个混蛋关在家里 不允许他离开家半步 是谁把他放出去的 锦玉林犹豫了一下道 是大头领的小姨子这么干的 这件事情我也觉得不妥 可是又不好向大头领说 郑信雄当初同意 把那些二代送到外围改造 已经是给咱们面子 结果这些二代在那里作威作福 并且还是名正言顺的监工 这就是赤果果的打脸 属于绝对的挑衅了 设身处地地想一下 如果换了是我 恐怕会比这座的更过分 金方记叹了一口气说 一切全都是我得错 太惯着他们了 你到我家里去一趟 把那个逆子关到监狱里去 至于说家里其他人 全都送到平房区 以后不允许再回到核心区域 并且不允许他们享有任何特权 要吃饭就自己干活 否则就让他们饿着 一个个都是吃饱了撑的 锦玉林立刻点头答应 同时举一反三 把因为特权安排进来的 全都给扔出去了 郑信雄本来也没想发难 如今他们又做到这一步 自然是顺水推舟 又一次给了面子 他把自己的盟友全都找过来 里面就包括锦玉林 甭管到什么时候 不能和当权者 闹到一点转环的余地都没有 郑信雄面色阴沉地看着大家说 你们猜我见到谁了 于国鹏这个名字 你们知不知道 原美方立刻说 他是咱们城市的一号老大 当初我就是他的秘书 难道说你见到他了 郑信雄把之前的事情讲了一遍 大家听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这么厉害 连狮王都弄出来了 原美方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道 怪不得连我都逃出来了 一号老大却没有逃出升天 原来是有这种关系 任妮娜不满意地说 老天爷真是不公平 末世之前 他就位高权重 到了末世 还能当狮王 也太过分了吧 宁妙仪摇着头道 没什么可过分的 人家能登上高位 本身就是气韵使然 既然有那么高的气韵 成为狮王 也在情理之中 宋宇柔因为上次表现得不错 重新回到了盟友的行列 只不过没有获得 进入空间世界的资格 他越来越像一只猫了 勇懒地靠在沙发上说 我觉得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 而是应该想一想 于国鹏会不会念旧情 放过咱们生存点 原美方积极坚决说 以我对他的了解 他是绝对不会这么做的 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个真正的强人 甭管坐在什么位置上 都会把事情做到尽善尽美 而且 一旦决定要去做了 保证做到最好 他向生存点发动攻击 目标肯定是一个活口 都不留 现在可谓是迫在眉睫 必须得做出万全的准备 他是最有发言权的 既然下了这个结论 大家就不能掉以轻心 必须得再进一步 同样进行的如火如荼 郑姓雄上次把一百多个包裹 拿到千佛寺 让这些和尚开到嗨 果然得到了二十多张卡片 至于说开出的净化药剂 一半给了御州官 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毕竟防守的时候 还要依靠他们 郑姓雄见到了御州官 所谓的栋梁御波道人 发现对方也就是降风和尚的水平 三级净化者都是硬堆上去的 御波道人在事情的处理上 更是比不上凡风和尚 简直是让人失望至极 怪不得他们会这副德行 剩下的净化药剂 依然是给军中的精英使用 军人更懂得服从命令 到时候安排起来也方便 在这期间 他们又出去过几次 只可惜活动空间被压缩得厉害 就是郑姓雄也很难有所作为 这期间最大的收获 就是神奇的锻造台终于凑齐了 另外还多了一个超级合成药盒 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郑姓雄把手里的武器 用神奇的锻造台 重新打造了一下 最终变成四件兵器 分别是狂暴的八冷紫金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斧 锋利无比的唐刀 肩不可破的盾牌 其中八冷紫金锤是双锤 梨花开山斧是大斧 这两件是绝对的重兵器 可以用来冲破敌阵 大杀四方 锋利无比的唐刀 可以单独使用 也可以配合盾牌使用 不管是近战 还是冲锋 都能用得上 肩不可破的盾牌 不但防御力极强 而且边缘藏有锋刃 还有锁链和手臂相连 可以当作投掷性武器使用 郑信雄决定 以后再得到的武器 以及各种各样的材料 除了给别人的之外 都用来提升四件兵器 相信只要假以时日 四件兵器 都会变成真正的神兵利器 必然会像青龙眼月刀一样 名扬天下 他本来想铸造一件铠甲 最终还是放弃了 在战斗中 可以不断地得到属性气泡 铠甲的用处并不大 并且穿着铠甲过于显眼 很容易成为黑暗中的萤火虫 谁知道在拼命的时候 会不会被强敌给盯上 除了自己的兵器之外 郑信雄也给两个老婆 准备了不少东西 尤其是强化了蛇灵衣 让他们的安全更有保证 其实对于接下来的战斗 大家的心里都是没底的 毕竟要面对的是失亡 谁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形 郑信雄弄了一锅香肉 在别墅招待凡风和尚 不知道这些和尚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个个对狗肉喜欢的不得了 凡风和尚抓着一条狗腿 吃得满口流油 一边吃一边说 你们跑路准备的怎么样 郑信雄笑着说 你能不能矜持一点 虽然大家都有这个想法 但是直接说出来 真的不太好 凡风和尚撇着嘴说 你们这些家伙就是虚伪 明明都已经准备好 还有什么不能说出来的 据我所知 现在外面 可谓是人心浮动 很多人都知道 是守不住的 心里全都是别样的心思 郑信雄知道 凡风和尚不会无地放食 既然已经说出来 必然有其目的 怪不得过来找他吃香肉 原来跟在这呢 他递给这个花和尚一瓶酒说 据我所知 外面管控的不错 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流言蜚语 莫不是和修炼者有关 凡风和尚喝了一口酒到 真让你给说着了 上次被你们杀掉的万凡君 有一个弟弟叫万凡福 同样是一个散修 两兄弟的关系 不是一般的好 在万凡君死了之后 万凡福一直想要报仇 哪怕大家一起毁灭 也在所不惜 如今就是他在散布谣言 因为他的背后 有玉州观的影子 所以我们不方便对付他 但是你就不一样了 你们不管是从明面 还是从暗地里 都有足够的理由 把他拿下 郑姓雄翻了个白眼说 你这个和尚太坏了 好人都让你们做了 结果恶人由我们来 这件事情可以答应下来 但是丑话说在前头 一旦真的出现 不可预测的变化 你们不能当缩头乌龟 凡风和尚毫不犹豫到 只要你们不是故意 把事情搞大 到时候 我们会出面斡旋 肯定不会有事 外面那个狮王 就是悬在咱们头上的利剑 谁也不敢保证 一定能逃出升天 所以 绝对是气韵之子 像你这样的人 放在风神榜 就是深宫豹 谁敢随意招惹你啊 郑姓雄心中大惊 作为一个穿越过来 身上带着系统的主 绝对是气韵之子的模板 这个花和尚厉害啊 他心中虽然这么想 表面上却是风轻云淡 笑骂 你这个死秃驴 我怎么就不能是江子牙 非得是深宫豹那个三门星 凡风和尚摸着光头说 你以为风神大劫真正的主角是江子牙 要是那么想 可就错了 真正推动风神大劫的 实际上是深宫豹 没有那句道友请留步 风神榜就是个摆设 都觉得深宫豹最后的结局不好 实际上这个想法 更是错的离谱 有句话叫天崩地裂 海枯石烂为世间尽头 就算是漫天神佛 也不敢让海枯石烂 深宫豹镇守北海之眼 等于把海枯抓在手里 谁敢和他嘚瑟 而且他还是分水将军 绝对的正直 享受世间香火 江子牙算什么玩意 大过年 还不是得蹲在灯笼杆下面 郑姓雄听得目瞪口呆 想想真是这么回事 江子牙除了一个虚名 唠叨的也就是人间富贵 恰恰在所有的奖励之中 人间富贵是最不重要的 江子牙并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 深宫豹可是一样都没落下 所以说 气韵之子到任何时候 最后肯定都是减便宜的 只不过气韵分大气韵 小气韵 便宜自然也分大小 郑姓雄笑哈哈地说 你这个死秃驴 真是能白化 死人都能让你说活了 这件事情交丢好了 樊峰和尚一向都是试了服役去 顺手还带走一条狗 至于说剩下的事情 郑姓雄自有计划 郑姓雄和宁妙仪 来到中部区域的管理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 还是郑姓雄受益组建的 就是为了应付这次的危机 宁妙仪指着一个中年人 介绍说 这位就是委员会的委员长 农峰红 末世之前是工会主席 最擅长人员组织工作 委员会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农委员长功不可没 要是没有他任劳人员的付出 还不一定变成什么样子 龙峰红满面堆笑道 大人太夸奖我了 我只不过是尽一份力 和各位大人比起来 根本就不值一提 郑姓雄晃了晃手指说 你用不着这么客气 有功劳就是有功劳 到什么时候都不能抹杀 作为对你的奖励 给你一款初级进化药剂 这个药剂你不能用 委员会不能没有一个优秀的管理者 他把进化药剂递给龙峰红 之前已经调查过 对方还有一个儿子 正好可以使用药剂 让他更加忠心 果然和想的一样 得到进化药剂之后 龙峰红忠心度立刻就爆棚了 有付汤导火 在所不辞的架势 郑姓雄板着脸说 刚刚是对你功劳的奖励 现在要说说对你的处罚 委员会已经工作了这么久了 对于那些流言蜚语 你们是怎么处理的 为什么弄得人心惶惶 知不知道现在这种情况 每一分每一秒 都是非常重要的 出现这么大的人心浮动 对整个计划有多大影响 龙峰红额头上全都是冷汗 满脸惶恐的说 一切都是我得错 是我对流言的关注力度不够 今后一定改正 尽全力控制流言蜚语 不让那些破坏分子有机可乘 一定把破坏分子全都找出来 将他们赶出生存点 宁妙以眼睛一瞪说 赶出生存点干什么 给那些丧尸增加队员 抓到之后 当着所有人的面 直接处于极刑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有这个胆子做人间 就得承受不可承受的代价 在这个时候 只有使用重刑 才能让所有的人怕 龙峰红犹豫了一下说 可是武装力量不掌握在我们手里 我们就是想这么做 也势力有不歹啊 郑姓雄敲了敲太阳学问 你手下有绝对值得信任 办事能力不错人吗 龙峰红急忙表示 有这样的人 而且数量还不少 如果要是真能组织起来 也算是一股战力 郑姓雄守在桌子上一抹 多了几十把手枪 每把枪配三的弹架 他面无表情说 既然这样 你就把那些人组织起来 彻底清剿那些破坏分子 如有反抗 格杀勿论 你可以肆意妄为 只要别让我知道就行 如果要是让我知道 一定让你后悔 来到这个世上 听明白我的话没有 龙峰红连忙点头答应 表示一定不会辜负郑姓雄的信任 肯定把这件事情做好了 郑姓雄勉力的几句 又开口说 安排你的人 好好查一查 有一个叫万凡福的人 现在在什么位置 万凡福是一个修炼者 肯定不是你们能对付得了 找到他不要轻举妄动 一切由我来处理 龙峰红 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 见郑姓雄不打算多说 也不敢继续问 只能当作头等大事 立刻安排人去做 郑姓雄不打算 立刻回核心区域 而是在中部区域 好好地转一转 这里才是生存点最大的地方 所有的一切 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最重要的是 修复那些车辆 同时储备生存物资 在路上总不能饿肚子 有了林田之后 郑姓雄对搜寻物资 已经不感兴趣了 果然像介绍的一样 林田真的是什么都能种 而且产量相当的惊人 当初试着种下一包方便面 结果长出一颗方便面树 每天都能收获一千多包 可以毫不掩饰地说 就是空间里 现在储存的方便面 都已经够整个生存点的人 吃个十天八天的了 另外其他的东西 同样也是数量不菲 只是现在没有必要拿出来 生米恩 斗米仇 到什么时候都是真理 郑姓雄一直觉得 对牧场的运用 还没有摸到门 现在养的那些东西 应该不是真正的运用方法 他绞尽脑汁也想不到 应该怎么用 索性就不去想 什么时候能够碰上 什么时候再说好了 郑姓雄眼睛忽然一亮 阴阳眼自动启动 看到在一个阴暗的角落里 聚集了几十个阴魂 这些阴魂全都是女人 一个个表情痛苦 说明在死的时候 承受了极大的痛苦 而且怨气重生 郑姓雄知道 生存典里有很多的龌龊 毕竟想要生存下去 并没有想得那么简单 相对于男人来说 女人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劣势 为了能够更好的生存 做出一些牺牲 是非常必要的 他忽然发现在这些阴魂的脚下 出现了一块黑色的石头 心中充满着好奇 立刻向着石头走去 只有被他干掉的 掉落的东西 才会出现在空间里 否则就得自己去捡 只不过 这种情况并不多 那些阴魂不知道 郑姓雄能够看到他们 所以根本就没当回事 依然在那里随意飘荡 郑姓雄将黑色的石头捡到手 脑子里立刻出现信息 这是一块阴魂石 可以将勘察之眼 而且还有其他的能力 最主要的是 可以依靠吸收鬼魂 增强自身的法力 如何能够增强法力 一直是困扰郑姓雄的大问题 如今有机会解决这一点 绝对令他欣喜若狂 郑姓雄立刻回到空间世界 然后使用阴魂石 石头画做一道黑气 融入到勘察之眼里 他觉得脑袋都要炸了 同时头发上结满了黑霜 像鸵鸟一样 把脑袋扎在沙地里 才感觉舒服了一点 黑气慢慢地 在勘察之眼的位置凝聚 就好像用电钻在钻脑门一样 这种剧痛 令脑袋好像都要炸裂了 郑姓雄牙关紧咬 用最大的毅力忍耐着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这种剧痛慢慢消退 黑霜全都融入到脑袋里 总算是成功了 郑姓雄将头从沙地里扒出来 立刻拿着镜子照照 发现额头中央 多了一道黑色的条纹 现在这个模样 去眼魔君反派 压根就不用化妆 往内一站直接就是了 真是太霸气了 恭喜宿主勘察之眼 进化为幽冥鬼眼 幽冥鬼眼 保留勘察之眼功能 增加鬼术功能 可以吸收鬼魂 转化为法力 郑姓雄对幽冥鬼眼非常满意 尤其是新增加的鬼术 具有很多神奇的能力 他回到刚才的位置 结了一个法印 身上散发出阴气 将那些鬼魂笼罩 吓得他们瑟瑟发抖 那些鬼魂跪在地上哀求 我们都是凄惨的女人 活着的时候 让人给害了 死了也是孤魂野鬼 求大人开恩 放过我们吧 郑姓雄使用鬼语说 你们现在变成孤魂野鬼 不可能再入地府 飘荡在人世间 只会承受痛苦 给你们一个报仇的机会 只要你们肯变成我的法力 我就把害你们那些人 全都碎尸万段 你们意下如何 这些女鬼互看了一下 重重地点了点头 对于他们来说 报仇是最重要的事情 只要能够报仇血恨 就算是魂飞魄散 也在所不惜 至于说 郑姓雄会不会骗他们 已经不在考虑范围之内了 郑姓雄在这些女鬼的带领下 找到当初害他们那些人 让他们亲手折磨至死 然后将那些恶人的魂魄 变为法力 最后收拾的是 这些女鬼 甭管他们是不是可怜 说话一定要算数 能够报仇 已经算是幸运了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四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1189 力量 1136 速度 1153 精神 1089 法力 十一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超级嗅觉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掩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八棱子精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腐 锋利无比的糖刀 肩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十三分之十一碎片积攒中 超强的药剂合成和 十五分之六碎片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非常神奇的牧场 辉煌的宫殿七分之五 超级治疗室 二十二分之八 郑信雄看着版面上的数据 露出满意的笑容 军火生产线和宫殿 也快要成 空间世界 又能鸟枪换炮 在这些天捡刀的东西里 多了几张武器图纸 肯定是给军火生产线用的 能够生产武器 地位自然会提升不少 宫殿自然是单纯的享受 沙土地 现在已经有数千平米 只有那么一个小木屋 孤零零的 实在是不够 最让郑信雄欣喜的是 法力终于达到十一丝了 可以使用一次五雷正法 如此强悍的法术 就算是渔国鹏挨上一下 也得哭 终于有和这些强者 叫好的资本了 郑信雄心情大好 回去做了一桌好菜 把盟友全都叫过来 大家好好的乐一乐 景美华舔着嘴唇说 熊叔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 以后我叫你熊哥 你收了我好不好 郑信雄在这丫头 头上拍了一下说 我和你爹是兄弟 你却想做我的女人 让我和你爹怎么相处 再说 好男人有的事 干嘛非要找我这个大叔 如今你也是进化者 不要老挝在核心区域 没事出去走一走 说不定能找到自己的春天 紧带裤摇头晃脑道 其实我觉得我妹妹说的没错 反倒是熊叔说的不对 只要有真感情在 年龄根本不是鸿沟 善思婉笑着摇了摇头说 美华现在还小 等到再过几年 她要是还有这种想法 沈就替你书把你收了 大家听得哈哈大笑 根本没人把这种事情当真 细想一下也没什么 郑信雄是最强的存在 攀附强者本来就是人的本性 景美华就是真做他的女人 也完全在情理之中 郑信雄岔开话题 把樊峰和尚当初的话说出来 让大家的心里多少有个数 免得到时候乱了阵脚 于书坤攥着拳头大叫 那群该死的混蛋 实在是太可恶了 使用这种卑鄙的手段 一定不能放过他们 居方贵负荷道 我觉得咱们对那些平民 有些太客气了 以至于很多都不知道天高地厚 咱们应该拿出强硬的手段 让这些平民知道 在生存典里谁才是天 想要把天捅破 得有这个本事才行 他们两个在末世之前 都是不守规矩的主 能够说出这番话来 完全在情理之中 平山又美毫不犹豫地说 我觉得他们说得非常有道理 现在的时代已经不同了 不能再用以前的那些老办法 生存典之前做过一些事情 改变了他们的一些想法 但是做得并不彻底 让他们还抱有幻想 咱们应该使用最冷酷的手段 让这些平民知道 咱们掌控着他们的生死 很多事情 不是他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 他毕竟是一个八旗人 骨子里是凶狠阴毒的 这个时候表现出来 绝对是恰到好处 有了这三个人领头 其他人也纷纷说话 基本上都觉得如此 在前一末话之间 进化者已经把自己 摆在人上人的位置上了 郑幸雄咳嗽一声 我今天已经让农风红 处理这件事情 他要是处理不好 就按照你们说的来 于书坤和屈方贵 以前是跟过大哥的 这种事情 由你们来做 肯定是轻车熟路 一切辛苦你们了 宁妙一不希望 两人接下这个活 但是又没有办法开口 只能两害相权取其亲 让他们两个人去做恶人了 一切和大家预测的一样 农风红对这件事情的处理 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效果 主要的原因 就是他不够狠 尽管他们已经有了一支手枪队 但是在面对那些人的时候 依然是心词手软 最终只是口头教训一顿 不过他们倒是收集到了不少的情报 于书坤两人按图所记就行了 于书坤和屈方贵 绝对是心狠手辣的主 按照情报找到那些人 使用最暴力的手段 让他们知道错得多离谱 于书坤看着风阴床说 你最近这段时间蹦得挺欢 不断地散布谣言 说丧尸要打进来了 大家只有死路一条 风阴床跟着脖子大叫 就算你们是净化者大人 也不能随便污蔑人 有什么证据证明 我说过 龙吐喜一脚踹在他脸上 脸都要踹平了 牙齿吐出好几颗 口鼻之中全都是血 他气势汹汹的大骂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质疑我们老大的话 既然我们过来找你 肯定就错不了 还以为现在是末世之前 没证据就收拾不了你 我们的话就是证据 我们说的就是真脸 弄死你就跟弄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 懂不懂啊 孙丽颖在一旁帮枪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东西 也敢和我们叫唤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以为只收拾你 你家里人一个都不放过 心找的老婆不错 让我老公品尝一下 封英闯急忙哀求 一切都是我得错 是我猪油蒙了心 才会说出这些话来 不过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 他们说的有板有眼 听上去就跟真的是的 所以我就告诉别人了 红光龙恶狠狠的说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到这个时候 还想避重就轻 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看来真的和你老婆好好谈谈了 封英闯听到老婆的惨叫声 心中焦急的不得了 只能不断地磕头哀求 他一把鼻涕 一把泪说 我说实话 是警方员 让我散布谣言的 他给了我两袋白面 作为散布谣言的报酬 我真的只是想吃饱饭 所以才会这么做 以后再也不敢了 求各位大人开恩 饶了我们吧 屈方柜一脚踢爆他的头 向着里面喊了一声 送他老婆去团聚 算是做好事了 他们连杀了十几个人 你就算把生存点给我翻过来 也要把警方员找出来 这点小事 你要是再干不好 别说我一点情面都不讲 废物随便找个人就取代了 龙风红极其卑微的点头答应 之前多少有的那点优越感 已经全都抛到九霄云外 这些进化者 已经用事实证明 大家之前太一想天开了 在绝对的实力面前 一切都是徒劳的 郑信雄看着快步而入的景玉林 笑着说 干嘛这么激动 难道有人给你发福利啊 景玉林瞪着眼睛说 这个时候 你还有闲心和我开玩笑 虞书坤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 郑信雄斜着眼道 他们所做的事情 自然是为了生存点的稳定 之前那些流言蜚语 千万别告诉我 你们不知道 确实说过 要把这件事情 透露给大家 但不是 让你们这么透露的 一旦整个生存点乱起来 如何还能守得住 之前我让委员会处理这件事情 结果却不尽如人意 既然他们处理不了 我们让人处理 又有什么错 景玉林叹了一口气说 我知道你说的全都是对的 可是现在这么做 更是动摇人心 岂不是事与愿违 郑信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不要和我打马虎眼 只有这么做生存点才不会乱 莫是不需要圣母 是最基本的准则 你们当初是怎么稳定生存点的 使用的还不是这种手段 这回在这和我装好人 也不怕 让人笑掉大牙 其实 你们当初 做得已经很好了 为什么没有坚持下去 如果不是半途而废 你们现在的地位 绝对不止如此 景玉林露出苦涩的表情说 你说的这些 我不是不知 实在是利有不殆 这种做法 很可能会引出修炼者 到时就得不偿失了 知道你们现在有足够的能力 可以和修炼者对抗 但是对抗就会引来内乱 岂不更是南辕北辙 郑信雄哈哈大笑说 你太看得起修炼者了 既然我敢这么做 自然没把他们放在心上 肯定能应付得了 我已经有足够的证据 证明这件事情的幕后推手 是一个叫万凡夫的修炼者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把他找出来 然后送他归西 景玉林霆的目瞪口呆 怎么也没有想到 郑信雄胆大妄为 竟然想再次对修炼者下手 郑信雄胸有成竹道 这件事情 你就不要再操心了 免得说的太多 影响咱们之间的友谊 回去告诉我大头领 我们现在所做的事情 是替你们做的 想要我们不做也可以 你们做就行了 景方元是这次事件的关键人物 一定要把这个人找出来 否则就是一颗定时炸弹 可能让咱们所有的心血 都毁于一旦 景玉林瞪着眼睛说 你确定要找的这个人 是景方元 他是大头领的小舅子 就待在大头领的别墅里 郑信雄意味深长地 看了景玉林一眼 立刻拿出手机联系大家 在大头领的别墅前集合 郑信雄对着别墅里大叫 景方元 知道 你就躲在里面 如今 这里已经被我们团团围住 你是绝对跑不掉的 乖乖地出来 把事情说清楚 别墅的大门打开 一个中年人 从里面走出来 眼中透露着精明 不是那种随便能被忽悠的人 景玉林一副惋惜的样子说 方元 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他们说 外面的那些谣言 你才是罪魁祸首 是不是有什么苦衷 景方元面无表情道 他们说的没错 那些谣言 是我让人散步的 至于说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只是希望更多的人活下来 你们用不着这么看着我 自己摸着心口问问 我说的那些是谣言 还是你们真实的想法 生存点到底能不能守得住 我在我姐夫那里 看到装甲运输部队的名单了 装甲运兵车装的 都是进化者的亲人 你们已经做好了逃跑的准备 其他人为什么要蒙在鼓里 最终只能为你们拖延时间 这一切公平吗 警方元这番话 说的大意凛然 尤其是最后的反问 让大家一时之间无言以对 宋宇柔向前踏出一步 冷冷地说 你用不着在这里唱高调 这个世界本来就不公平 你敢不敢告诉我们 在末世之前 你是干什么的 能够做到那一步 是靠你的本事 还是靠你姐夫的人脉 那个时候 你怎么不和我们谈公平 反而是心安理得的 享受那一切 还不是因为 你是利益的既得者 如今 我们成了进化者 你只是一个普通人 就开始和我们讲公平 这才是最大的不要脸 你还想说什么 他这番话对得漂亮 警方元正义使者的形象 轰然倒塌 戚戚爱爱的 没有办法回答 郑信雄重重地咳嗽一声 大家都是明白人 没必要说这些废话 还是干脆一点的好 我知道你背后是修炼者万凡福 不知道这个混蛋 给你什么承诺 这些承诺 只能是进化水月 我现在也给你一个承诺 只要你带着我们 找到万凡福 我保证不杀你 你觉得怎么样 警方元之所以装成那个样子 就是希望能保住命 如今有了这个承诺 连忙表示一点问题都没有 他瞬间就完成变脸 好像一只哈巴狗一样 点头哈腰说 大人果然是明察秋毫 这一切都是万凡福的主意 这个混蛋 平时躲在玉州冠控制的区域里 不过 我有办法联系他 可以把他引到外围 大家的眼睛一亮 让他立刻安排这件事情 一定要把那个混蛋引出来 让他为自己的罪孽 付出代价 行动地点选择在外围 一个偏僻的窝棚 在这里动手 不会引人注意 防止修炼者出现救援 万凡福是一个张头鼠目的家伙 一看就不是个好鸟 他们兄弟 当初是盗墓贼 在古墓里挖到秘籍 自己照着秘籍瞎练 结果练出名探来了 警方元看到万凡福来了 立刻上前 毕恭毕敬说 大人可算是来了 你要是再不来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些进化者 像疯了一样 已经杀了好多人了 他们正在到处找我 我肯定是躲不了多久了 大人一定要救救我 万凡福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看你这副小胆 这种胆量能做什么事情 只能是一事无成 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你应该借着这个机会 继续煽动大家 让他们和进化者对立 这样才能自保 警方元竖起大拇指说 大人果然是高明 咱们到里面好好商量一下 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做 万凡福没有怀疑 跟着警方元来到里面 一进去就看到郑姓兄 皮笑肉不笑地坐在桌旁 他心中大吃一惊 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 愤怒的大吼一声 一掌拍碎警方元的脑袋 郑姓兄本着苍蝇腿 也是肉的原则 毫不犹豫地 把警方元的魂魄给吸收了 他摊着手说 你干嘛这么着急 随随便便杀人 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啊 万凡福瞪着眼睛大叫 你少和我扯没用的 你想要干什么 我的心里非常清楚 你不要异想天开了 我可是一个修炼者 你要是敢杀我的话 玉州冠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郑姓兄嘲讽道 恐怕这话连你自己都不信吧 你哥哥是怎么死的 难道你已经忘得一干二净 我最不喜欢别人不给我面子 而你现在做的事情 恰恰就是把我的脸扔在地上踩 为了能够踩回来 我决定把你的脸扒下来 扔到我们家的马桶里 你觉得这个主意好不好 万凡福听到这句话 就觉得一股无名夜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他愤怒地咆哮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用不着这么嚣张 想要扒我的脸 你也得有这个本事才行 只要我发出求救信号 很快就会有修炼者来救我 我倒要看看你 是不是有这个勇气 真的和修炼者翻脸 你也得能发出求救信号才行 我已经使用信仰屏障 把这里完全笼罩了 任何信号都发不出去 不信你可以试试 平山又美的声音 从外面传进来 既然决定要干掉这个混蛋 自然是做出万全的准备 不给他一点机会 万凡福物心里非常清楚 现在求饶是没有用的 只能拼死一搏 兴许还能逃出生天 他修炼的法术和图有关 飞快地结了一个法印 口中念念有词 地面不停地晃动 出现一道道的裂缝 郑信雄脸上露出不屑的笑容 腰部用力 弹射而起 狠狠地一拳 轰向这个混蛋的脑袋 万凡福再次结印 一道土墙升起 拳头打在土墙上 瞬间令其四分五裂 郑信雄双脚连环踢出 所有的土块都像炮弹一样 恶狠狠地砸向万凡福 迫使他不停地躲闪 郑信雄再次向前冲出一步 一下抓住万凡福的两个脚踝 双臂用力一扯 将他扯成两半 万凡福为他提供了一丝法力 和十年的寿命 另外还有土墩树这项法术 绝对是赚到了 郑信雄非常意外地发现 修炼者死了之后 魂魄会被一个黑色的漩涡 在第一时间吸走 根本不给他吸收的机会 他觉得这个黑色漩涡 应该是前往地府的通道 不得不说这些修炼者 在很多方面都是占便宜的 郑信雄放了一把火 把尸体和窝棚化作飞灰 之前已经下过封口令 这件事情就当没有发生过 弄死的修炼者这种事情 私底下做还行 绝对不能让人抓到把柄 如若不然的话 很可能会引出大麻烦 郑信雄第一时间到千佛寺 把这件事情告诉凡风和尚 毕竟是对方的主意 不能让这个秃驴置身事外 凡风和尚笑着说 你办事的能力果然够强 这么快就找到关键点 知道怎么做才是最有利的 你不要有什么负罪感 现在这么做 只是让这些人知道 什么叫做尊卑 免得将来到了更大的生存点 惹出更多的麻烦 郑信雄死死的盯着凡风和尚 问出心中的疑惑 凡风和尚看着郑信雄说 你用不着这么看我 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很多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现在时候味道 告诉你没有任何意义 你只要知道做好眼下的事情 比什么都强就行了 郑信雄玩味道 你们这些和尚 总是讲什么所谓的馋鸡 说白了就是卖关子 今天我还就不问 让你全都憋在心里 看看你憋得难受不难受 不要过来求我听 他说完扬长而去 只留下凡风和尚一个人磨牙 这种异于常理的做法 效果通常都是不错的 郑信雄回到空间世界 把这件事情告诉两个女人 他们听了之后 也觉得里面的猫腻颇多 本着想不通就不去想的原则 索性不浪费这个脑细胞 反正他们有退路 这点比什么都强 善思晚犹豫了一下说 宋宇柔这段时间 表现得颇为积极 显然是对以前的事情后悔了 老公要不要原谅他 人非圣贤 孰能无过 再说他离开你这段时间 一直都是洁身自好 不像另外两个女人一样乱搞 郑信雄晃了晃手指道 宋宇柔和你们两个不一样 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的野心 就算是一时收敛 最终也会爆发出来 如今 咱们只是在一个小水洼 我是这里最强的那条鱼 他才会觉得后悔 想要再回到我身边 借用我的威势 继续做人上人 可是 咱们马上就要 跳到一个小水塘里 那里的鱼肯定就多了 怎么敢保证 我还是最强的那条鱼 而且我敢肯定 咱们绝对不是跳一次就完事了 水塘肯定会越来越大 最终变成江河湖海 到时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大鲨鱼 他一定不会甘于寂寞 最终 还是会走出这一步 那个时候 就不会像现在这么收敛了 肯定要给我的头上加点颜色 这种事情 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我必须得做出一些反应才行 否则哪还有颜面见人 你说这样算不算是天降横祸 绝对倒霉催的 实际上 苏联青同样看出这一点 只不过怕被说妒忌 所以没有开口劝阻 他见郑信雄 看得这么透彻 心中非常高兴 尽管很多事情 都有所准备 也得是合适的女人才行 善思婉 终究还是太单纯了 在这方面 差得不是一心半点 只能眨着美丽的大眼睛 自己好好琢磨去了 他现在最愿意做的事情 就是种地 各式各样的东西 都往林田里种 收获自然也是千奇百怪 好在林田会随着黑土地的增加 不断地扩大面积 否则都让他给浪费掉 郑信雄得枯死在田地边上 郑信雄从水塘里 抓了一只帝王蟹 为两个女人 做了一顿丰盛的午餐 充满了家的温馨 很难想象外面是末世 苏联青打开背头电视说 按照当时约定的日期 现在已经到日子了 于国棚没有任何动作 反倒让人觉得不妥 我觉得 应该把所有的进化者 全都叫回来 收缩生存点的防线 同时让修炼者参与到防线中来 免得到时候没有配合 扇丝腕嘴里塞得满满的 含糊不清地说 把进化者叫回来没问题 但是让修炼者参与防御 恐怕难度不小 我觉得 这些修炼者 就会喊口号 根本就没有一点诚意 已经过了这么久 也没见他们 做什么事情 郑信雄眯着眼睛说 修炼者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暂时不用 把他们考虑进来 另外对于进化者 也用不着咱们去管 该做的 都已经做到了 剩下的 应该靠他们自觉 难道你们没有发现 咱们强化的那些军方进化者 一直以来 都由利于咱们的体系之外 既然大家都有 各式各样的想法 索性就借着这个机会 让他们知道 自己错得多离谱 在这里吃亏 总好过合并之后吃亏 在这吃亏 咱们能自己消化 合并之后吃亏 就只能被人消化了 他现在有些明白 凡风和尚话里的意思 吃一欠才能长一智 不吃亏 永远不知道自己是错的 尽管这么做 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但是也不得不这么做 不光是生存点 幸存的人类 都要付出这个代价 郑姓雄想明白这点之后 再次回归半隐居状态 完全是做看各方势力 把自己的花花心思 玩到极致 他正悠闲地吃葡萄 紧带库慌慌张张地跑进来 一进门就大叫 丧失跨过十公里的防御线了 郑姓雄扔给他一串葡萄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时间早就已经到了 这个时候才跨过防御线 余国鹏已经是念旧情了 多给了这么长的准备时间 要是还没有准备好 只能怨自己脑子有病 紧带库眨着眼睛 不知道应该怎么回话 想想真是这么回事 关键是 他们没做出有效的准备 郑姓雄捏捏鼻子说 把你妹妹叫到这里来 咱们都是进化者 战斗是不可避免的 你们两个小家伙 是出生牛犊 为了防止你们蛮干 我得看着你们 不要白白丢了性命 景美华接到电话 立刻就跑到这里来了 一副兴奋的表情 真是出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 郑姓雄板着脸说 我现在一本正经地告诉你们 等到打起来之后 不允许你们随意行动 一切都要听我的命令 除了我和你们父亲的命运之外 任何人的命令都当是放屁 根本用不着理会 谁要是敢叽叽歪歪 直接就打回去 我不是和你们开玩笑 相对于外面那些敌人 内部的龌龊 更令人防不胜防 你们很可能成为突破口 你们的父亲 想要取代大头领的事情 看上去做得非常漂亮 实际上太小看大头领了 能够做到这个位置上的人 怎么可能是个善茶 更是个念旧情的人 金王迪不过是拿出来 让人麻痹大意的工具 我几次三番的表态 将来要让大头领背黑锅 同样也是在麻痹他 至于说究竟能做到什么地步 只有我们彼此心里清楚 大家听得目瞪口呆 无论如何都没有想到 竟然还有这种博弈 别说是锦家兄妹 就连善思婉和苏连青 都听得目瞪口呆 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郑姓雄叹息一声 为什么说上位者比 就是因为如此 好人当不了上位者 只有坏人才能干得漂亮 本来不想告诉你们这些 只是怕你们两个小家伙 不知好歹 古往今来有多少事情 就是毁于自以为是 你们兄妹 只要不成为累赘 就是立大功了 不要老想着 自己能做点什么 而是要想想自己怎么做 才不会拖累别人 锦家兄妹连连点头答应 这一刻 他们才算长大了一点 这一说 长大是好是坏 只能是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了 郑姓雄给两个小家伙洗完脑 带着几个人来到最外围 之前加固的城墙上 占满了防御的士兵 这些士兵使用的武器 基本上都是军方的库存 郑姓雄上次拿回来的那些 也就是看着多 实际上是杯水车星 坦克在城墙里面排成一排 炮筒从射击口伸出去 这样既能成为炮台 又能成为城墙加固的一部分 郑姓雄从锦玉林手中 接过望远镜 向着前面望去 看到一对对丧尸 向着他们这里大步而来 丧尸突破10公里防御线 说明 生存点的攻防战终于开始了 究竟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这几天就会有结论 丧尸队伍 在距离他们五公里远的地方停下 好像古代的工程军队一样 不断地排列阵型 扇丝碗已经完全复原 使用精神扫描扫了一下 暂时没有发现其他的敌人 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 郑姓雄摸着下巴说 还是小看渔国棚了 真不愧是一号老大 他用这段时间 把怪物搞定了 甭管他们是什么合作方式 只要是合作 对 咱们就是个恶号 接下来的防守会非常难 想想着头痛啊 他在说话之间 双手连续挥动 一件件大型电器 无规则地分布在这段距离里 似乎是要当障碍 大家严阵以待 全神贯注地盯着前面 第一波攻击一定要挡得漂亮 否则士气被摧毁 一切就全都完了 丧尸的队伍里传来一阵嚎叫声 接着数以百计的野猫野狗怪 从队伍里冲出来 飞快地冲向生存点 郑姓雄用不着调用技能 就能看出这些野猫野狗 是最低一级怪物 作用是吸引火力的炮灰 这些猫狗的速度极快 很快就冲到一半 电器障碍对他们来说 就好像不存在一样 苏联青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随手打了一个响指 电器砰砰炸开 碎片向着四周飞射 瞬间就清理一片 郑姓雄不断地扔出小型电器进行调整 爆炸声连续不断 在声音停止的时候 猫狗怪全都被干掉了 城墙上传了一阵欢呼声 所有的人都在高呼 净化者万岁 第一波进攻挡得完美 士气空前高涨 相对于士兵的欢呼 净化者的表情极其严肃 这些猫狗怪根本不值一提 轻易消灭他们 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强勇猛作为军方 唯一一个三级净化者 不但是军方的指挥者 而且在净化者之中 拥有极高的话语权 他板着脸说 这些怪物的实力很强 不能让他们靠近城墙 除了远程杀伤以外 只要进入到二公里范围 净化者就得出手 龙掌精瞪着眼睛大叫 我们出手当然没有问题 但是那些修炼者在哪 总不能我们在前面拼命 他们在后面装死狗 普通修炼者可以当他们平民 修炼者中的净化者 总不能享受这样的待遇 应该和我们一样站在这里 大家分分附和 他说的没错 不管从哪方面来讲 修炼者中的净化者 都没有资格享受特权 必须得和我们一样 强勇猛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却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 净化者的要求并不过分 理应如此才对 就在他进退两难的时候 玉波道人和祥风和尚 带着修炼者中的净化者 来到这里 玉波道人 斜着眼睛呵斥 你们吵吵什么 谁说我们不来了 不是还没开打 那么着急干什么 人妮娜毫不犹豫地开队 你不是把眼睛练下了吧 地上那么多的怪物尸体 看不见啊 祥风和尚打着圆场道 大家都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就不要互相敌对了 还是团结一心对敌吧 他在说话之间 将目光放在郑信雄的身上 郑信雄却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 再次的装成小透明 他们的争吵并没有持续下去 因为第二波攻击来了 这次依然是怪物打头阵 一个师兵方阵跟在他们的身后 苏联青顾忌重施 不断地引爆电气 对怪物的杀伤倒是不错 但是师兵有防备 基本上没什么效果 凯尔库恩佐大教 除了异能净化者之外 所有的一级净化者立刻出击 把这些该死的丧尸 全都干掉 马丁瑞德一声大吼 拎着铁锤冲在最前面 其他人跟着蜂拥而上 修炼净化者却没动 郑信雄不得不开口 你们不要告诉我 这些净化者全都是异能者 难道真的练傻了 连话都听不懂吗 祥风和尚不好意思地说 我们并不是有心的 所有的一级净化者 立刻投入战斗 还不动手 他的威望相当不错 那些一级修炼净化者 不情不愿地投入战斗 下面的战斗极其激烈 正常一级净化者的表现 绝对是可圈可点 至于修炼净化者 表现得极其敷衍 让人看了就恼火 宁妙仪板着脸说 我觉得 现在这样是不行的 应该把普通净化者 和修炼净化者分开 形成两个战队 轮流投入战斗 这样才能防止 有人浑水摸鱼 大家谁都不是傻子 每个人的命都只有一条 不要把人逼急了 玉波道人 对于这些修炼净化者的表现 也是极为不满 于是就点头答应 一切按照他们说的来 在这些丧尸被消灭之后 于国鹏没有继续进攻 似乎今天只是和他们打个招呼 让他们知道 一切都开始了 第一天的战斗很轻松 但是生存点的气氛 却极其压抑 净化者对修炼者的怨念 几乎达到巅峰 大家集中在郑姓雄的别墅 提到那些修炼者 一个个都是愤愤不平 郑姓雄晃了晃手指说 你们这么激动干什么 不是已经和修炼者商量好了 以后大家各自为战 等到他们动手的时候 这么回事 抱怨就像往鞋子里倒水 只能让自己不舒服 对别人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 郑姓雄继续说 而且你们不会以为 咱们真的能守住生存点 通过今天的事情就能看出 绝对是白日做梦 于国鹏对人心的掌握 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 今天这么多的目的 就是要挑起进化者 对修炼者的不满 那些修炼者真没让他失望 简直就是神助攻 当时就连我都想去抽他们 更不要说其他人了 等到修炼者遭受失败 大家就会觉得 修炼者没什么了不起 之前被他们欺负的怨念 一定会爆发出来 大头领隐忍到现在 等的就是这个时刻 他一定会带领进化者 对修炼者逼宫 让他们接受平等的条约 修炼者在缔结条约之后 心中同样也会觉得不愤 这样就埋下了一颗种子 接下来让种子生根发芽就行了 景美华疑惑不解地问 既然是平等的条约 这些进化者又有什么不愤的呢 善思丸解释道 这些修炼者已经习惯了高高在上 对于他们来说 平等就是羞辱 是不可接受的事情 景美华气鼓鼓地说 这些修炼者怎么能够这样 忘了他们欺负人的时候 是多么可恨了 苏联卿叹息一声 这些修炼者认为自己是人上人 欺负人是理所当然的 咱们想和他们平等 就是天大的不敬 要想他们改变这种想法 就只能让他们付出巨大的代价 把他们彻底打入尘埃 才知道自己是什么玩意 而咱们要是这么做的话 就中了于国棚的诡计 这是一个无解的局 想想就让人头痛欲裂 大家听得目瞪口呆 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 很多时候就是这种阳谋 才让人无计可施 景玉玲犹豫了一下说 我觉得现在能做的 也就是进人事而听天命 真到了不可挽回的那一步 谁死谁命短吧 我在得到提醒之后 认真的调查了一下 发现大头领和很多一级修炼者 关系相当密切 反倒是和二级以上的修炼者 基本上没什么大联系 这倒是符合大头领的作风 他以前掌控战队的时候 就是选择从下道上 让很多人巧妇难为五米之吹 最终向他妥协 屈方贵不解的说 那种手法在普通人那里好用 在咱们这里根本就不行 我和舒坤联手 起码也能对付一二十个一级进化者 要是三级进化者出手 一级进化者毫无机会 宁妙仪笑着说 江山易改 秉性难移 大头领已经习惯了这种手法 自然是按照熟悉的来 大头领只要聪明一些 让咱们的利益始终在一条线上 想要获得咱们的支持 并不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大家深以为然的点了点头 很多事情说到底 就是利益交换 只要大家在利益方面一致 很多事情全都好说 郑信雄最后总结 该说的都已经说清了 大家以后不要再纠结这个方面 有时间还不如想一想 怎么提升实力 跑得更容易一些 所有的人都哈哈大笑 实际上心中却另有算计 不管到什么时候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呀 第二天 大家再次集中在城墙上 进化者和修炼者 精卫分明 彼此之间看着不顺眼 气氛特别尴尬 按照昨天商量好的 郑信雄 这伙人变成小透明状态 全都是一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模样 二级进化者王归分 最早的时候不险山不落水 这回却跳了出来 一副进化者代表的模样 王归分看着祥风和尚说 从今天开始 大家轮流出击 修炼者一直高高在上 不如有你们先来如何 御波道人抢着道 就算你们不说 今天也会有我们出手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是修炼者的力量 王归分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希望像你们说的那样 千万不要是赢辣枪头 忠看不忠用啊 那些修炼者听到这句话 心中极其恼火 呃狠狠地看着王归分 恨不得立刻给他一个好看 就在这种气氛下 丧尸和怪物联军终于发动进攻 依然是由普通怪物打头 士兵列队跟在后面 郑信雄没有出手 而是由军队调动炮火 不断地对这些怪物进行打击 在连续的攻击之下 怪物的损失颇为惨重 可是这种损失 完全在怪物的可接受范围之内 在接近警戒线之后 修炼者按照约定出手了 这些修炼者的手段 确实不错 纷纷凝结法印 各种各样的攻击 向着怪物拢罩去 怪物本来就损失惨重 在这种打击之下 更是雪上加霜 很快就全军覆没了 修炼者露出得意的表情 接着把目光放在士兵身上 咆哮着向他们冲过去 打算将他们碎尸万段 修炼者的想法是好的 但现实不尽如人意 士兵比普通怪物厉害 而且攻击有一定的章法 双方仅仅是刚一接触 修炼者的损失就颇为惨重 佛门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道门简直就是不堪一击 这些修炼者不过是苦苦挣扎 根本就没有办法 形成有效的抵抗 很快就挨红遍眼 欲波道人先是看得目瞪口呆 随着师弟们不断被杀掉 急得眼睛都红了 他对着净化者大叫 你们在这看什么 还不赶快出手救人 知不知道修炼者有多高贵 用你们的贱命去换 是你们的荣耀 净化者本来是想要出手的 听到这句话 立刻就不动了 大家的命都只有一条 凭什么去换他们的命 祥风和尚郁闷地看着欲波道人 觉得说他是猪队友 都是对猪的侮辱 脑袋绝对是让驴踢了 但凡被驴少踢几脚 都说不出这种话来 这家伙该不会是净化者派来的卧底 故意找事的吧 欲波道人见净化者没有反应 气得暴跳如雷 不停地嗷嗷大叫 就像个葬嗷似的 宋宇柔忍不住开口 你不要跟跳大神一样 跳来跳去了 有本事你自己下去就 在这叫唤什么啊 你们修炼者的命是命 我们净化者的命同样是命 凭什么用我们的命去换你们的命 你昨天晚上喝假酒了吧 欲波道人被对了一顿 总算是反应过来 直到自己说错话了 如今情形已经不同 不再是生存点刚成立的时候 修炼者在想高高在上 完全是白日做梦 祥风和尚见欲波道人 终于不再上蹿下跳 暗中松了一口气 急忙上前一步 双手合十行了一礼 他态度诚恳道 欲波道友刚才是过于着急 所以才会口不择言 各位大人大量 莫要和他一般计较 咱们都为守卫生存点出力 根本没什么高下之分 不过白白损失 实在是有所不妥 希望各位能够伸出援手 修炼者感激不尽 郑姓雄给凯尔库恩佐死了个眼色 很多时候要懂得见好就收 真把事情闹得太僵 对谁都没有好处 凯尔库恩佐大叫一声 大师说的有道理 大家现在出手 把这些该死的丧尸杀光 像下饺子一样跳下去 很快就扭转了战局 郑姓雄来到祥风和尚身边说 你们之所以如此不堪一击 分明就是战法不对 拿法师当战士用 不死天理难容 除了少数的午休之外 剩下的修炼者 就不应该近身战斗 回去把他们好好区分一下 远程的就放在城墙上 你们的指挥者 简直就像白痴一样 真是一将无能 累死千军 今天死的这些人 都得记在这个白痴的头上 他说话的声音不低 欲波道人听得一清二楚 脸红的跟猴屁股似的 心中羞愧难当 欲波道人在羞愧的同时 把郑姓雄彻底恨上了 觉得他就是特意羞辱自己 找机会 一定让他付出代价 郑姓雄思维属性 全都过千 感知力相当强 瞬间就感受到 欲波道人的杀意 稍微一想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他同样在心中 判了欲波道人死刑 对于这种心怀叵测之辈 把他们送下地狱 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这场战斗 以生存点惨胜告终 大家的心头都非常沉重 按照这种消耗方式 是绝对耗不过丧尸和怪物联军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丧尸和怪物联军 迄今为止 出动的都是最低端战力 强悍的还没有出来 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大家再次回到各自的地方 修炼者要总结自己的失败 进化者同样要商量对策 至于说城墙 让士兵守着就行了 反正以大家的能力 能够在第一时间赶到这里 邱维军兴奋地晃着拳头大叫 没想到修炼者那么没用 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看到他们哀嚎 感觉实在是太爽了 郑信兄摇着头说 不是修炼者没用 是他们没有找好战术 从明天开始 进战由进化者接手 修炼者中的少量午休 和大家一起进战 剩下的全都远程配合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 大家的最强战力 祥风和尚说的没错 不管是进化者 还是修炼者 都是生存点的守卫者 必须得好好配合 不能做无谓的消耗 大家惊讶地看着郑信兄 不知道他怎么改其意志 转换到这条道上来了 思维的跳跃幅度 也太大了吧 郑信兄哈哈一笑说 有句话叫 此一时比一时也 所有的事情 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所以不能一成不变 丧尸和怪物联军 表现出的力量太强了 对咱们形成巨大的压力 这种情况下 要是再不改变 自己抹脖子算了 我相信修炼者那边 有时之事 肯定也是这么想的 至于说那些不识时务的 找机会 送他们下地狱 这种改变 只是策略上的改变 在根本上不会变 大家还是要做好准备 必要的时候立刻跑路 仅于林家墙和大头领的沟通 咱们的基本盘是一致的 不存在谁抄谁底的问题 可以互相达成谅解 从明天开始 宁妙仪不要再到城墙上去了 就坐镇组织委员会 防止出现不可预知的情况 打乱咱们的部署 记住咱们撤退的优先层次 孩子是排在第一位的 然后是年轻女人和男人 接着是中年女人和男人 最后才是那些老人 另外 另外没有特权阶级 所有人都要按照这个层次来 反正大头领对自己的家人也不在意 不行就用他们杀鸡儆猴 在智慧之心的加持下 郑姓兄所有的布置都恰到好处 该算计的都已经算计到了 最后就只能听天由命了 进化者一共分为三个团体 他们是最强的一伙 另外还有军方团体 以及大头领笼络的那伙人 军方团体完全握在强勇猛手里 这些人绝大部分都是郑姓兄 后期用进化药剂进化的那些人 因此 郑姓兄的影响力也不小 反倒是大头领 因为之前刻意为之 影响力降到最低 不得不说是个笑话 大头领笼络的那伙人 在数量上绝对不少 但是质量极其堪忧 三级进化者 一个没有 二级进化者 数量有限 而且 这些人是另外两个团体不要的 应该算是垃圾回收处 适合当炮灰的 都在这了 唯一占据的 就是数量优势 金方记现在心中也颇为后悔 早知道之前就不自无了 那样将两个团体融为一体 说话的底气也就足了 锦玉玲来到金方记面前 把之前商量的事情 原原本本地讲了一遍 连一个字都没添加 金方记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郑姓兄已经把一切都算到骨头里了 只能按照他说的去做 金方记毕竟还顶着大头领的名头 由他出面和修炼者谈判 在很多方面达成共识 对大家都有利 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失败 所以 修炼者的气焰被打消了很多 并且指挥拳已交到降风和尚的手中 降风和尚是个非常聪明的主 特意让凡风和尚和郑姓兄 好好地吃了一顿香肉 问到应该怎么排兵不振 在这种情况下 修炼者和进化者之间的合作 变得越来越协调 战斗力也是直线上升 于国鹏发现这个情况 停止试探挑拨 终于开始动真格的 出动二级怪物和诗将参战了 郑姓兄站在墙头 看到他们的等级 同样让二级进化者参战 并且加大了远程打击力度 随着参战者战力的提升 战斗也变得越发血腥 进化者和修炼者的死亡比例 越来越高 丧尸和怪物联军已经靠近城墙 对城墙造成一定的破坏 要不是大家给力 防线就被撕破 苏联青一直用激战搜索信号 终于和远在凤城的生存点联系上了 对方表示愿意接纳他们 唯一的问题在于 他们得自己前往凤城 以前坐高铁的时候 还要四个小时才能到达 这段距离 对于他们来说 绝对是血腥之路 但是没有任何办法 只能选择走下去 郑信雄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出过手 原因非常简单 他的级别最高 他引出不可预知的变化 他实际上心中焦急的不得了 不动手就意味着不能提升实力 实力得不到提升就代表退步 完全是不可接受的 虽然说他身边有不少人阵亡 让他减到了不少的血气 可是实力不够 有再多的寿命也是徒劳 郑信雄和金方济见面 开门见山道 以现在的情形来看 咱们想要守住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之前的心存侥幸 现在看来就是笑话 而且还是一个不好笑的笑话 让人想流着泪笑 金方济明白 这话是什么意思 之前做的所有准备 都是在保住生存点的前提下 如今连老巢都要没有了 只能成为丧家之犬 跑到别人那里养人鼻息 准备的再多 又有个屁用 转过头想一想 郑信雄的准备 倒不是一点用都没有 起码替罪羊这一条能用得上 这样就更悲哀了 金方济不是一个输不起的人 现在这种情况 只能说是人算不如天算 当初装得大意凛然 这回梦想成真了 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懂你的意思 到了现在这一步 已经怪不了谁了 只能说是命中有此一劫 我现在就通知委员会 进入撤退倒计时 你觉得咱们什么时候撤退 才是最有把握 郑信雄毫不犹豫地说 当然是越快越好 咱们应该放弃城墙 退到中间区域的二道防线 这样可以给他们一个假象 认为咱们是保存力量 进行殊死一波 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时间 我之前就说过 墨世不需要圣母 为了弄得逼真 所有的老人全都留下 由我带领 做最后一道防线 在你们全都撤出之后 我再从后面追赶你们 至于说这些老人 只能和他们说一声抱歉 下辈子 不要再生在墨世了 他这番话说的合情合理 可信度也是非常高的 实际上是有自己的心思 老人在精神上 终究要差一些 特别适合使用精神影响控制他们 之前弄到了大量的炸药 正好适合这些老人使用 能够为人类的延续进最后一份力 也算是他们的荣耀了 郑姓兄心里非常清楚 这个借口说出口之后 他就是一个乌龟王八蛋 但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 委员会这个时候的表现 倒是相当不错 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所有的孩子都被塞进装甲运兵车 装甲运兵车在队伍的核心 四周都是卡车和大巴 最后一个层次的老人不存在 倒也算是省力不少 于国鹏恰巧玩够了 亲自到动物园 去见这些怪物的老大 五级怪物星星王 单纯地从实力来讲 星星王比于国鹏要厉害一些 但是综合来说 又差了不止一筹 星星王呲牙咧嘴的大叫 你这个没趣的家伙 又到我这来干什么 于国鹏淡然一笑道 我觉得打得已经差不多了 是时候结束所有的一切 想要掉你这里的强力怪物 冲破对方的城墙 星星王敲着胸口 兴奋地叫嚷 你终于想开了 这样做才对吗 明天就派犀牛 把那道破墙撞开 于国鹏想了一下说 为了稳妥起见 把大象一并派过去 无论如何 也要一战攻城 不能再浪费时间了 星星王表示 一点问题都没有 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 不过要让他多抓一些活人 活吃人脑的味道太好了 在太阳升起之后 选为赶死队的士兵 眼神坚定地缩在坦克里 这回准备了足够的炮弹 可以好好地打一场了 依然和之前一样 少量的三级怪物 带着二级怪物冲锋 后面跟着的是 狮将所带领的队伍 所有的炮弹像 不要钱一样 对着他们倾泻 经过一遍又一遍的洗礼 很多怪物全都倒下了 师将对着后面挥了挥手 士兵方阵向两侧闪开 十几头犀牛怪 好像坦克一样 向着城墙冲过来 郑信雄查出 对方是四级怪物 心中顿时一惊 没想到 于国鹏也选择在今天总攻 真是麻烦到家了 这些犀牛皮操肉厚 炮弹就算直接打中 都只是一个小伤口 其他的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郑信雄 只能不断地扔出大型电器 由苏联青将其引爆 形成一定的伤害网 希望能够阻拦一下犀牛怪 事实证明 他想的太多了 这些犀牛根本就不怕 就连速度都没有减慢 已经冲到城墙边上了 郑信雄知道 不能再等了 立刻使用五雷正法 雷霆从天而降 终于把这些犀牛给烤熟了 因为犀牛就在城下 正好在拾取范围之内 将属性气泡全都捡起 增加的全都是力量 绝对是个有意的补充 郑信雄刚松了一口气 忽然觉得地面颤动起来 郑信雄从来没使用过五雷正法 刚才也是病急乱投医 没想到威力这么强悍 把这些犀牛怪全烤熟了 他立刻从城墙上跳下去 以最快速度割到两块犀牛肉 回去种到灵田里 以后牧场就有攻坚者了 郑信雄刚做完这一切 就觉得地面一阵晃动 感觉好像要地震了一样 他急忙向着前面望去 顿时吓了一跳 竟然是三头小山一样 大小的大象怪 直接碾压过来 郑信雄这两天 吸收了一些阴魂 法力增加到十八斯 也不足以支持 使用两次五雷正法 他要想再使用五雷正法 起码也得两个小时以后 这期间面对大象怪 只能选择臂气锋芒了 郑信雄立刻双腿用力 直接翻过城墙 甩开膀子 向中部区域跑 只能对其他人说声抱歉了 坦克里的战兵也被吓傻了 只能疯狂地对着大象怪开炮 炮弹打在大象怪的身上 就像挠痒痒一样 大象怪的冲击力 绝对不是盖的 特种刚做成的城墙 就好像纸糊的一样 轻易就被撕开了 城墙后面的坦克 被大象怪一脚踩中 直接就变成铁饼 鲜血从缝隙里冒出来 大象怪冲进来之后 并没有沿着直线前进 而是在里面到处乱跑 看来傻大哥这个定理 对怪物一样好用 随着城墙被撕开缺口 之前的那个带毒师帅 一马当先地冲在最前面 毕竟这里曾经是他的地盘 要是让别师拔得头筹 以后没有脸见尸了 还怎么出去混 他们冲进外部区域 发现里面连一个人都没有 立刻觉得有所不妥 向着中部区域狂奔 那些老人 都已经被固定在防御攻势后面 面前是各种各样的武器 立刻对着这些怪物 倾泻火舌 苏联青引爆之前 埋在这里的大型电器 就好像引爆地雷一样 炸的这些家伙 人仰马翻 扇思晚凭借着强悍的精神力 控制了上百门火炮 自动装弹射击 打得热闹非凡 发出愤怒的咆哮 双手向着空中一举 一道黑光射出 在防御阵地的上空 出现了一片黑云 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云彩 而是由毒气凝结而成的 接着下气毒雨 把整个阵地都给腐蚀了 两个女人在下雨之前 就已经躲到空间世界 之前想的自杀袭击 彻底成为炮影 没必要再露面了 郑姓雄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 把这些老人的魂魄 全都吸收 恰好增加了两丝法力 可以使用一次五雷阵法 他没有选择对丧尸使用 而是把目标 放在大象怪身上 恰巧三头大象怪 正聚在一起吃东西 一阵狂雷劈下 大象也全都被烤熟了 在挖下肉的同时 顺手把象牙也给拔了 这玩意可是好材料 郑姓雄做完这一切 立刻向着后面狂奔 在到达后门的时候 拧下手中的遥控器 引爆藏在生存点下面 数百吨的炸药和炮弹 他立刻躲进空间世界 通过放在外面的摄像头 看到最后一个画面 一朵蘑菇云升起了 郑姓雄作为最后的执行者 所有的杀戮都算在他的头上 空间里多得大量的物品 只可惜不能出去减属性气泡 他对这些物品进行辨识 得到的东西五花八门 其中好东西真是不少 首先是土地的增加 黑土地增加了八块 红土地增加了五块 黄土地增加了三块 沙土地居然增加了十二块 土地面积一下子增加了两千八百平米 再加上以前的 已经是一块相当大的地盘了 其次就是在碎片方面 神奇的生产线和辉煌的宫殿都完成了 治疗室和药剂合成盒也向前迈出一大步 另外又多了一个超级毒虫培养盆 暂时还不知道有多厉害 但是需要五十块碎片 足以让人期待 此外他又得到了一个厂房 正好用来放生产线和武器锻造台 还有一条小河和一部水车 可以放在林田和牧场的边上 使用这些组件后 宫殿取代木屋 耸立在沙土地上 厂房坐落在黄土地上 原来黄土地是工业用地 除此以外还得到大量的种子和水产苗 最为关键的是 终于捡到了牧场能养的幼崽 不用再从地里往处种了 这个幼崽的名字很霸道 是龙生九子中的芽字 就是芽字秘报里面说的那个玩意 绝对是鸟不得的存在 芽字最大的问题是 生长周期太长了 光幼崽期就需要十年 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能指望得上 只能算是个念想了 郑兴雄打开版面 果然又增加了召唤神兽这个选项 以后真是任重而道远 还得继续努力才行 姓名 郑兴雄 级别 四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1298 力量 1365 速度 1225 精神 1142 法力 十八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土盾术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七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超级嗅觉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掩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巴冷紫金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腐 锋利无比的糖刀 肩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超强的药剂合成和 十五分之九碎片积攒中 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五十分之一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非常神奇的牧场 辉煌的宫殿 超级治疗室 二十二分之十二 他对版面上的数据 还是很满意的 想想舍弃的那些属性气泡 心中又是一阵阵的肉痛 为了分散注意力 带着两个老婆走进宫殿 真不愧是辉煌的宫殿 果然是辉煌无比 他们看着宫殿的装修布置 不觉得一阵阵的发晕 实在是太豪华了 绝对的毫无人性 有了这么好的地方 才独自来到外面 看着眼前化为乌有的生存点 只能发出一声长叹 他使用之前得到的土盾术 瞬间就穿过几十里 完美的避过丧尸防线 向着撤退队伍的方向追去 队伍在昨天晚上 就已经开始悄然撤退 整个车队都处于静默状态 直到天亮之后 才完命狂奔 景美华坐在吉普车里 不断地向后望 希望能看到郑姓兄一家三口追上来 只可惜连个影子都没有 就在他特别焦急的时候 看到一朵巨大的蘑菇云 在生存点的方向升起 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景美华流着泪大叫 为什么熊叔他们还没有跟上来 难道真的出事了 一定不会是这样的 景戴库在一旁劝解 熊叔一家人本领高强 肯定不会有事 你用不着太担心 相信他们很快就会追上来 景美华好像抓到救命的稻草 急忙点头答应 在这小丫头的心目中 郑姓兄已经占据非常高的位置 相对于这个丫头的担心 很多人却是心中窃喜 对于这些人来说 郑姓兄要是回不来 才是一件大好事 林敏仪不停地晃着拳头 喃喃自语 让他们一家子 全都完蛋 省得以后还在我面前装 这回倒霉了吧 宋雨柔瞪了林敏仪一眼 又向着边上扫了一下说 以后不要再说这种胡话 不知道祸从口出啊 郑姓兄本领高强 到现在为止 创造了多少奇迹 说他会和丧尸同归于尽 你觉得可能吗 孙丽颖本来还想说两句 听到这话 立刻就憋回去了 万一郑姓兄真回来了 岂不是自己找不自在 相对于进化者 还能克制一下 修炼者就差没直接欢呼了 高兴之情无以言表 看得人心中摇头 祥风和尚看了一眼 老神在在地凡风和尚 索性不再说什么 只是低着头 不停地念经 景玉玲看着大头领说 按照之前的计划 应该留下一些人组织防线 为队伍争取更多的时间 金方记打断他的话 刚刚的爆炸那么剧烈 丧尸和怪物 必然损失惨重 暂时不会追上来 咱们应该加速前进 争取将距离甩开 景玉玲见金方记 一副心意已决的样子 知道再说 也没什么意义 索性就闭口不言 将目光放向外面 过了仅仅二十多分钟 大家听到一阵嘶鸣声 立刻向后望去 看到上白皮马怪 驮着丧尸追来 这些马的速度极快 汽车根本就没法比 按照现在这个情况 十几分钟之后就会被追上 队伍后面的几辆卡车 拉了很多的混凝土块 立刻按照之前的预案 将这些混凝土筷子扔下来 形成一堆堆的障碍 本来应该是在地上麻起来的 现在只能胡乱地乱扔 效果自然是差了不止一筹 起到的作用非常有限 凯尔库恩佐大叫 究竟是怎么回事 按照之前的计划 后面那几辆车 不是应该停下来 伪障碍物吗 金方记脸上的痛红 七七爱爱地回答 是我考虑不周 光想着让大家快跑 没想到 他们这么快能追上来 山姆高德气呼呼地大叫 说的简直就是屁话 制定计划不执行 还要计划干什么 真是坑死人了 虽然没有人接这个话茬 但是从眼神就可以看出 这些人的心中极其不满 平山又美大声说 现在说这些没有用 马丁瑞德和山姆高德 带领身强力壮的净化者 立刻下车拒敌 其他人继续撤退 马丁瑞德和山姆高德 都是他们这边的人 让这两个人带头 别人根本就说不出话来 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去做 祥峰和尚 看到净化者下车迎敌 立刻吩咐修炼者 使用远程攻击 对他们进行支援 御波道人对此非常不满 觉得应该趁这个机会 削弱净化者的力量 让修炼者掌握话语权 兴许禅师呵斥 以后不要再有这种想法 大家现在是一条线上的蚂蚱 彼此之间利益攸关 你怎么敢保证 净化者死光之后 修炼者一定能挡得住丧尸和怪物 到时候全军覆没 岂不是毁之晚矣 屈云道掌点了点头说 禅师说得非常有道理 以后一定要有大局观 不要心胸这么下暗 否则得不偿失 御波道人表面上点头答应 实际上心中充满了不愤 觉得这些家伙不懂得把握机会 应该想办法取而代之 他们在这里争辩的时候 战斗已经打响了 丧尸从马背上跳起来 恶狠狠地扑向净化者 提前准备的修炼者 立刻结了一个法印 同时向着前面一指 各种各样的法术发出 在空中干掉不少丧尸 马丁瑞德大叫一声 挥动锤子冲在前面 和剩下的这些丧尸 打成一团 在所有的丧尸 都跳下马背之后 这些马立刻掉头往回跑 很快再次返回 又卸下一批丧尸 宁妙仪皱着眉头说 这些马怪的速度太快了 一定要想办法阻止他们 否则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丧尸 投入战斗 这种情况对我们非常不利 毕竟车子是要烧油 还有机械的损耗 咱们肯定靠不过他们 王归芬无奈地大叫 这些马怪根本不靠近战场 咱们没有办法越过丧尸 对他们造成有效的杀伤 他的话音刚落 几十台大型电器落到马怪群里 接着砰砰地炸开 碎片到处乱飞 对马怪造成巨大杀伤 郑姓雄挥着血腥的开山腐 从后面杀向马怪群 斧头专门砍马腿 很快就杀伤一片 扇丝丸使用念能力 把大型电器送到需要的地方 苏联青再将电器引爆 效果更加明显 他们一家三口配合得极其到位 祥风和尚立刻命令午休 冲进战场之园 在大家的群策群力下 终于把这些马怪和丧尸斩杀殆尽 郑姓雄带着两个老婆回到队伍里 所有的人都高声欢呼 大叫他们是及时语 金方济和玉波道人听到大家的欢呼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忽然对望了一眼 有一种志同道合的感觉 善思婉算是因祸得福 在伤好之后 精神力翻了好几倍 技能的威力 同样比之前提升了许多 他使用念能力 把散布在地上的混凝土块 重新码了起来 形成一道全新的防线 郑姓雄看着马丁瑞德和山姆高德的尸体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山姆高德不算什么 马丁瑞德绝对是一员汉将 他板着脸说 按照之前的计划 生存点被炸了之后 应该立刻组织防线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强勇猛懒过责任说 当时大家前进的速度很快 和生存点拉开很大一段距离 我觉得丧尸不可能这么快追上来 就想着多前进一段 再布置防线也来得及 做梦也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有这么快的马怪 结果出现了致命的疏忽 一切罪责由我全力承担 郑姓雄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道 你是绝对的猛将之才 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帅才 让你来做指挥 本来就是白痴行为 你出现任何指挥上的失误 都是可以原谅的 毕竟你能将功补过 将来的作用不可限量 这次的事情就算了 说起来也是我阅祖带庞 根本不应该顾问这件事情 你们继续按照自己的心意指挥 用不着考虑我 大家全都在心中吐槽 见过不要脸的 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 彰显完存在 又说出这么一番话 真是既当又利啊 大家沿着国道继续前进 国道的尽头就是封城 也是他们要去的地方 只是不知道这条路 会不会一直这么顺畅 宁妙仪打开电子地图说 按照地图所示 槟城的地理范围 最远就到河庄市 离开那里就脱离槟城 根据郑姓雄提供的信息 于国鹏是槟城之王 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束缚 只要咱们脱离槟城的地狱范围 就能摆脱他了 宋长经犹豫了一下说 即便是脱离这里 前面也有不少的城市 谁敢保证里面不会出现失望 言和道人是少数进化方向 与修炼功法完全一致的修炼进化者 所以具有一定的话语权 他毫不犹豫地说 根据我这段时间的研究 一个城市里双方的高端战力 肯定是持平的 郑姓雄是四级进化者 所以在咱们这里 才会觉醒失望 相信在其他的城市 有如此能耐的人不多 因此我觉得 在那些城市里 失率应该就是最高级别 只不过 数量多少是个问题罢了 咱们又不是想在那些地方立足 只不过是想穿过那里 这样风险就会降到最低 完全在可应对的范围内 他这番话说的非常有道理 得到大家的认可 同时 他们看向郑姓雄的眼神 又有了一些莫名的变化 郑姓雄没把他们的眼神当回事 将自己的装甲运兵车拿出来 如此高大上的存在 又把其他人吓了一跳 实际上 除了这辆装甲运兵车 他开包裹 还得到了其他的东西 因为拥有超级驾驶技术 全都能完美的使用 只不过 现在没有必要 将这些东西拿出来而言 超级军火生产线 已经安置在厂房里 之前得到的军火图纸 都输入其中 可是想要生产 还需要材料才行 郑姓雄之前捡到了不少的材料 能够生产一批武器 在关键时候 可以发挥作用 现在拿出来没有意义 本来只有他们一家三口 在装甲运兵车里 结果景美华软磨硬炮的 非要进来 只能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这个小丫头 如此执着的表现 打动了扇思丸 在他的坚持下 小丫头获得了 进入空间世界的权限 景美华看到如此神奇的地方 心中高兴得不得了 像个小燕子一样 蹦蹦跳跳 看哪里都特别新奇 他对郑姓雄沉沦得更深了 不断地诅咒发誓 一定要做他的小娇妻 否则就死给他看 郑姓雄本来就是吃肉的 面对这么个青春美少女 要说一点心都不动 绝对是放屁 如今也就顺水推舟 把这个小丫头给收了 只不过年纪还小 只能占些便宜 不能踏出最后一步 景美华和宋宇柔不同 就是个没心没肺的小丫头 没有那么多的野心 更容易掌控 不会惹出那种麻烦 郑姓雄把景玉林一家人 请到运兵车 有些无奈地将事情说了一遍 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知道老牛肯嫩草 实在是有些说不过去 但是很多事情发生了 也是没有办法 你也不要这么说 我很了解这丫头的脾气 只要是他认定的 就是八头牛都拉不回 再说现在这个势道 能找到一个强人庇护 也算是祖上积德 只要你以后对美华好就行了 景玉林的老婆 拉着女儿的手 极其无奈地说出这番话 甭管到什么时候 母亲都是宠爱女儿的 景玉林之前被大头领算计了一把 如今能不能保住性命 还是个未知数 用女儿和郑姓雄 缔结这种关系 等于多了一道保命符 绝对是一件好事 高兴还来不及 又怎么会反对 景玉库自然更是没话说 妹妹有一个好的归宿 当哥哥的也替他高兴 骑马以后能活得好 这件事情定下来之后 郑姓雄在牧场里拿出几口肥猪 做了几大锅的肉食 整个队伍人人有份 郑姓雄如此大张旗鼓的宣传 实际上也是千金买马骨 给大家提个醒 跟着他绝对好处多多 只不过跟随他的方式有很多 这种方式还得得到他的认可 使用其他的方式 应该更容易一些 金方记狠狠地咬着猪脚 心中全都是愤痕 自己这个大头领 当得实在是太别屈了 一定得想办法改变这一点才行 刘桂叶以前是军方的后勤部长 特别擅长溜须拍马 老婆尼宝珠 更是一个有名的贱人 他凭借察言观色的能力 看出金方记心中不happy 眼珠一转 就有了个主意 舔着脸凑上去 刘桂叶凑到金王笛身边 故意愁眉苦脸说 我是主管后勤的 知道咱们这支队伍 后勤多么吃紧 大少爷这次一定要多吃点 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吃到肉 还得看郑大人啥时候心情好 想想真是苦啊 金王笛生气地哼了一声 这些进化者偷着藏了大量的物资 却让大家挨饿受冻 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我这就去找我父亲 让他命令进化者 把所有的物资都交出来 由后勤统一规划 这样才显得公平 刘桂叶急忙拉住金王笛 不停地劝阻 大少爷千万不要这么做 这样只会让大头领陷入两难之地 之前的情况 你又不是没看到 进化者和修炼者 才是这支队伍的天 别人在他们面前 连个屁都不是 说起来 大头领和大少爷 都是二级进化者 说到这儿我觉得奇怪 其他人都能晋级到三级进化者 为什么大头领 做出这么多的贡献 却还只是个二级进化者 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金王笛听到这番话 就觉得一股无名热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他气冲冲地去找金方济 把这番话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 金方济脸色同样变得极其难看 金方济板着脸呵斥 以后不要让我再听到你说这番话 否则狗腿给你打断了 你之前闯的货还不够多 我为你查了多少次屁股 你的心里没点数呀 现在是非常时期 你要是再惹货 我绝对不惯着你 到时候 别说我大义灭青 另外 这番话是谁和你说的 立刻把他叫来见我 一定要注意一点 不要让那些人看到 金王笛被骂得莫名其妙 不过还是听老子的话 把刘桂叶悄悄地带到这里 金方济和刘桂叶密谋了一段时间 然后让他们夫妻去做事 郑姓雄对农风红说 你一定要告诉队伍里的人 绝对不可进入荒地 丢掉自己的命是小 把里面的怪物惹出来 是大事 他这段时间又给了农风红不少的手枪 手枪队的人数激增 对于整个队伍的掌控 比之前强了不少 农风红犹豫了一下说 我们在控制队伍的时候 和军方的人多有冲突 万一要是 他说到这里闭口不言 意思却不言而喻 真要是忍不住干起来 郑姓雄得给他撑腰才行 郑姓雄同样没有说话 只是重重地点了点头 很多时候必须给予承诺 否则没有事情能够办成 他在心中合计一下 让景美华把于荣英和高双雪找过的 双方的关系还不错 也许可以更进一步 郑姓雄给了两人 一人一瓶中级进化药剂 让他们成为二级进化者 令他们感激得不得了 于荣英觉得 只要郑姓雄不要他老婆 其他的事情全都没有问题 能够抱上这样强者的大腿 绝对是祖坟冒清烟了 他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说 大人对我们夫妻的恩典 我们就是粉身碎骨 也无以为报 以后大人有什么拆遣 直接吩咐我们就是了 郑姓雄手指敲着膝盖说 我听说你们队伍上 对管理委员会颇有怨言 甚至彼此之间还发生过冲突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高双雪立刻回答 倒不至于这么严重 只是管理委员会的手枪队 一直表现得很嚣张 巡逻队实在是看不惯他们 所以才会有一些龌龊 大家还是很克制的 并没有发生过分的事情 郑姓雄倾咳一声 委员会的背后是宁妙仪 他是和我一起投奔生存点的盟友 这个关系一直没有解除 手枪队手里的枪 也是由我提供的 你们都是战兵出身 应该知道 在非常时期 必须得使用一些非常手段 手枪队不管有什么样的问题 他们在执行命令方面 还是非常不错的 尽管这样做会死一些人 可是你们想过没有 要是这些人不死 会引起什么样的后果 到时候死的人就更多了 于荣因心领神会 急忙表示 一定会和巡逻队沟通 以后一定尽可能的配合手枪队 防止出现类似的事情 郑姓雄一直隐居幕后 又不断的彰显自己的存在 这种矛盾的表现 令人琢磨不透 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什么 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只有让大家觉得摸不准 才不会轻举妄动 等到了更大的生存点 才是真正表现的时候 郑姓雄在拥有空间世界之后 实际上已经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 反正临天什么都能产 不会出现物资匮乏的情况 只不过人是群居的动物 郑姓雄还是希望能住在有人的地方 又不想被人欺压 只能采用这样的手段 苏联青在半导体方面的造诣 的确是令人叹为观止 竟然使用特殊的手段 让空间世界里的激战 可以接收外面的信号 空间世界使用的是汽油发电机 不说他们储备的那些汽油 就是扇丝碗种出的汽油果 也能保证店里永久供应 扇丝碗种田已经种出新高度 就没有他不敢种的东西 真怕哪天他把自己种进去 还不一定长出什么玩意 苏联青用一个平板 把基站里的信号导出来 不断地将信息展现给大家 让大家的心里有数 尽管大家都在各自的车上 但是这些车都是经过改造的 可以进行视频通话 保证消息的畅通 刘归业这几天表现得很积极 在后勤物资方面 一直向修炼者倾斜 他老婆尼宝珠 不知道怎么笼络了一批女孩子 也是向修炼者提供特色服务 他们夫妻两个的做法 已经是司马昭之心 入人皆知 偏偏大家还没什么可说的 龙峰宏向大家报告 最近大家分到的食物越来越少 已经连垫底都做不到了 如果再这样的话 还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 希望各位大人 能够想办法解决一下 这个报告 本来就是宁妙仪安排 在龙峰宏提出之后 立刻就按照计划发难 宁妙仪按照之前的计划 立刻开始发难 我在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着手调查了一下 发现后勤部的那些物资 并没有按照计划 用在大家的身上 刘库总是不是得给我们一个交代 刘桂叶点头哈腰说 大人真是冤枉我了 后勤部的物资 都是好钢用在刀刃上 绝对没有一丝一毫的浪费 我平时的确不是好人 但是也能分得轻轻重 现在都是保命的时候 绝对不敢胡来 要是把命给丢了 一切就全都完了 还要的那些好处 有什么用 各位说是不是呀 仁妮娜不满意的道 你说这些废话干什么 既然物资没被你贪污浪费 那么用到哪了 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吧 刘桂叶支支吾吾的不肯说 不过眼睛却看向御波道人 里面的意思值得玩味 御波道人板着脸说 你们用不着玩这套 那些物资攻击我们修炼者了 我们在修炼的时候 对体能的消耗很大 所以要多吃一些 有好身体以后 才能更好的战斗 这样有错吗 祥风和尚出生附和 的确是这个样子 只不过我们并不知道 你们对此不知情 真是过意不去 风风熙是千佛寺的俗家弟子 同时也是武修的领军人物 脾气一直非常暴躁 他大声嚷嚷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想对我们修炼者发难 你们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的德性 如果要不是末世来临 给了你们一个机会 你们在修炼者面前 就是最卑微的蝼蚁 一脚能踩死一片 郑信雄知道 风风熙说的没错 如果末世没有来临 眼前这些人 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在修炼者面前 连蝼蚁都不如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修炼者才一直觉得 高人一等 进化者和他们平起平坐 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事情 夏玉玲毫不犹豫地回对 在什么时候 说什么话 翻那些老皇帝 有个屁用 真要是有本事 让末世不要来啊 如果没有末世 老娘的日子过得多滋润 哪会像现在这样 今天活着 不知道明天是什么样子 要是可以的话 老娘宁愿回去当蝼蚁 也不愿意成为进化者 你们在那叫唤什么 不过都是可怜虫罢了 他这番话说到点子上了 蝼蚁有蝼蚁的幸福 如果真的能回到过去 只想安安心心地 做一只蝼蚁 郑姓雄淡漠地 看了看宁妙仪 一切都是这个女人 自作主张 看来之前想得太好了 大家的关系 并没有那么美妙 她重重地咳嗽一声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 不如就这样好了 后勤部所有的物资 从今天起 全都供给修炼者 修炼者获得这批物资 也要把自身的责任担起来 以后在遇到怪物的时候 一定要做出表率 至于说 净化者和整治队伍的食物 会由我负责提供 不过你们要服从我的分配 不想吃的 可以选择不吃 大家要是没什么意见 这件事情就这么定网 为了这点小事起冲突 实在是不值得 大头领觉得我说的可对 金方记 之前一直在装气谜 现在看到装不下去了 只能点头答应 表示 一切按照他说的做 切断联系之后 郑姓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这些人 没一个省油的灯 想想就让人觉得头痛 景美华坐过来 为郑姓雄捏肩膀 一边捏一边说 老公干嘛和这些人生气 实在不行 咱们就单干 把这些累赘全都甩了 郑姓雄抓住丫头的御手 轻轻地抚摸着道 真是个天真的丫头 事情哪有那么简单 真的谁都不顾了 反正咱们的食物数那么多 就是人再多几倍 都能养得起 索性就走走看 实在不行的时候 再说别的 只不过 不能太惯着他们 以后就连进化者都算上 能吃饱饭就不错了 不要想着吃得好 真拿我当凯子呀 三个女人对他的话言听计从 迅速做出规划 发给大家的食物 有严格的数量限制 平民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以前后勤供应的时候 基本上也是这个情况 进化者可是怨声载道了 毕竟之前吃不饱的是平民 他们还是很滋润的 现在只能吃饱饭了 郑姓雄除了对自己小舅子一家人以外 绝对是一视同仁 谁想挑毛病 也没机会挑出来 之前的盟友心里非常清楚 郑姓雄实际上是在报复他们 让他们知道大小王 以后不要再肆意妄为 郑姓雄一家子住在辉煌的宫殿里 反正外面装满了摄像头 有事情会第一时间示警 立刻出去也来得及 而且这个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大家或多或少的知道 郑姓雄有一种非常奇特的空间手段 可以把人藏在里面 确保万无一失 郑姓雄正抱着小丫头睡觉 警报声突然响起 飞快地穿好衣服 立刻进入装甲运兵车 三个女人没有跟着出来 这是之前商量好的 郑姓雄先出来观察情况 然后再考虑他们出不出来的事情 郑姓雄打开通信器 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很快得到回应 有人进入道路两侧的旷野 在这些人进入之后 旷野像开了锅一样 不断地有各种声音传出来 所以才会示警 郑姓雄在心中直接就骂娘了 上次地学一行 甭管是蚯蚓怪还是蚂蚁怪 现在想起来都心有余悸 强勇猛命令大家打开探照灯 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 只要能看清楚是什么 恐惧多少会降低一些 郑姓雄一向有自知之明 尽管他拥有智慧之心 但是在指挥方面 绝对是个外行 外行领导内行这种事情 正常人是绝对不会去做的 尤其是在这种生死关头 这么做就是草菅人命 军方这些人绝对是指挥能手 按照他们说的去 出现问题的几率最低 有问题也是不可避免的 灯光照向旷野 终于看清楚究竟是 左侧是金毛大小的田鼠 右侧是一尺多长的蝗虫 全都数量不菲 这回有事干了 郑姓雄看到两侧的怪物 暗中松了一口气 相对于蚯蚓怪和蚂蚁怪来说 还是比较容易应付的 他立刻大声吼道 擅长远程攻击的 集中力量攻击蝗虫怪 剩下的人跟着我 先把这些田鼠怪干掉 所有的人都必须抛弃私心 如今只有拼死一战 才能逃出升天 否则有一个算一个 只有死路一条 他说着 拿出狂暴的八棱紫金锤 带头冲下路机 双锤快速挥舞 迅速砸破十几个田鼠的脑袋 其他人看到他这么勇猛 士气也被彻底勾起来了 同时发出一声怒吼 跟在他的身后 飞坡上 郑姓雄在动手的同时 不断地拾取掉落的属性气泡 以达到以战养战的效果 他很快就发现 宋长迅同样是个勇猛的主 只不过手里的兵器不给力 不能发挥出完全战力 郑姓雄立刻从空间 弄出一条混铁棍 一脚踢给宋长迅 让他以此来敲击田鼠怪 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宋长迅觉得 这条铁棍 不管是从重量还是长度 都是非常顺手的 心中颇为欢喜 打得也就更欢了 郑姓雄之前有和田鼠怪交手的经验 知道怎么做 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所以在大家看来 绝对是所向披靡 他们在这边近身搏战 另外一侧 面对那些蝗虫怪 同样也是极尽所能 各种各样的手段层出不穷 景美华组织了一些少年 每个人都拿着手摇风扇 疯狂地摇动着 形成一股股的风 他使用控制风暴的异能 将这些风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道巨大的龙卷风 向着蝗虫怪洗脚去 善思晚看到这个情形 立刻使用念能力 把一些大型电器送进龙卷风 苏联清心领神会地 将这些电器炸碎 碎片融合到龙卷风里 令龙卷风的威力 起码提升了两个等级 龙卷风所到之处 犹如风卷残云一般 被卷到里面的蝗虫怪 最终只能变成一堆堆的肉泥 宁妙仪同样有控风的能力 只不过以他的本领 没有办法形成风暴 只能变成大风 阻挡蝗虫怪前进 不过他还可以控火 先是弄出一团火球 接着又变成一道火墙 最后火界风势 来了个风火燎原 景美华实际上不止这点手段 都是郑兴雄的女人 郑兴雄当然不可能厚此薄笔 已经使用高级进化药剂 把这个丫头 变成三级进化者 景美华除了可以控制风暴之外 还能够形成云雾 并且控制水流 最后凝水成冰 把冰变成各种样的杀人 只不过郑兴雄 让这个丫头保留底牌 所以才只显示控制风暴的能力 即便是如此 已经令人叹为观止 大家都在心中感叹 跟郑兴雄就是好处多多 羡慕的直流口水 宋宇柔的心情是最复杂的 本来自己有一副好牌 生生地打得稀烂 真是肠子都毁清了 她同时在心中产生怨恨 郑兴雄能够接受这么一个小丫头 却不能重新接受她 实在是太可恨了 郑兴雄要是知道宋宇柔的想法 一定会在心中感叹 这个女人永远都不知道 找自己的错 只会把过错怪在别人的身上 平山又美已经使用信仰屏障 把队伍保护起来 之前之所以没有使用 是因为没有主心骨 要给自己留条退路 郑兴雄对这支队伍的最大作用 就是成为定海神针 让所有的人心里有底 拿出全部本领作战 她就好像一尊杀神一样 不断地挥动手中的双锤 将田鼠怪的脑袋敲碎 郑兴雄在干掉这些田鼠怪的时候 净化者和修炼者一样 死了之后 魂魄立刻就会被吸走 根本就不给郑兴雄 使用幽冥鬼眼的机会 令她觉得特别失望 田鼠怪毕竟是老鼠的一种 胆子并不大 出现巨大伤亡之后 立即溃散奔逃 郑兴雄之前 把一柄方便缠给了风风吸 算是拉上的一点关系 让对方承认了 她的核心地位 郑兴雄从空间里 拿出几十盆汽油 让扇丝丸使用念能力控制 给蝗虫怪下了一场汽油雨 她又拿出一个火焰喷射器 对着前面一阵狂喷 直接来了个火烧蝗虫 烧的是不亦乐乎 经过群策群力 终于把这些蝗虫怪打退了 所有的人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接着摊坐在地上 郑兴雄喘了几口粗气 对龙风红大声咆哮 我之前是怎么告诉你的 绝对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荒地 否则后果难以想象 为什么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今天要是不给我个合理的解释 直接把你埋了 龙风红叫起撞天驱 这次的事情真不怨我 跑进荒地的是几个女人 他们之所以会这么做 是因为你保住那个贱人 强迫他们作践自己 去服侍修炼者 这几个女人不甘心受辱 所以才会逃入荒地 我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 已经晚了 根本没有办法制止 风木熙一把抓住你保住那个贱人 愤怒地大声吼道 你这个该死的贱人 之前是怎么和我们说的 不是说 这些女人全都是自愿的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种情况 差一点就把所有人都害了 一定要将你碎尸万段 你保住舔着一张大饼子脸 一把鼻涕 一把泪的哀求 大人饶命啊 我也没想到会变成这样 现在这个世道 哪有什么自愿不自愿 只要被强者看上了 就是他们的福气 我也是为了更好的服侍大人们 所以才会挑选这些女人 我没有功劳 也有苦劳 饶过我这一回吧 郑兴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畜生 已经到了这个时候 还想把修炼者拖下水 真是奇心可诛 像这种该死的畜生 一刀杀了他 太便宜他了 一定要把他开膛破肚 看看他的心肝 是不是黑的才行 大家对这番话非常认可 宁妙姨这时 又想出一个歹毒的主意 把主意说出来之后 所有的人都心头一颤 宁妙姨笑眯眯地说 剖腹挖心 太便宜这个畜生了 看他一身的肥油 正好用来点天灯 他以最完美的笑容 说出最狠毒的话 大家听了之后 心底都是一阵阵发寒 才做出这样的措施 求大人们开恩 饶过我这一回吧 我可以戴罪立功 检举揭发我丈夫刘桂叶 这个混蛋没安好心 一心想要挑起 进化者和修炼者之间的冲突 让我安排女人 讨好修炼者 就是这个畜生的主意 他希望能取得修炼者的信任 然后再挑拨离间 刘桂叶吓得面如土色 急忙辩解 各位大人 千万不要听这个贱人胡说 一切都是他为了推卸责任 胡编乱造出来的 就算借我几个胆子 我也不敢做出这样的事情 再说这么做 对我有什么好处 难道我还能投奔丧尸 大家觉得这番话 说的非常有道理 不管做什么事情 都得有利益目标才行 邱维军怒气冲冲的 对尼宝珠大吼 你这个该死的贱人 死到临头 还敢瞎咬 实在是罪大恶极 一定不能轻饶 尼宝珠急忙大叫 我说的全都是真的 我是有证据的 不信你们去 我们那辆车里 可以找到他记的日记 上面有详细的计划 他脑袋当初受过重创 很多时候不那么灵活 所以要把想到的 全都记下来 办完了再扔掉 我当初就是留了个心眼 把他扔掉的 全都给捡起来了 就藏在家层里 各位大人 都是有真本事的人 肯定能辨明真伪 刘贵夜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个贱人竟然留了这一手 这回彻底马爪了 直接跌坐在地上 他急忙大叫 这一切不是我的本意 我也是受到别人的指使 所以才会做出这种事情来 王归芬对着一个战兵 使了个眼色 后者立刻冲出来 大骂刘贵夜是王八蛋 接着连开了十几枪 本来以大家的本事 是能阻止这件事情的 但是扇斯婉对大家 使用了轻微的精神冲击 让所有人都慢了半拍 大家的心里有数 扇斯婉会这么做 肯定是得到郑姓熊的受益 至于说这么做的用意 随便一想就明白了 很多事情 即便是心知肚明 只要没有摆到台面上 就依然有转环的余地 现在远眉到翻底牌的地步 苏联青放出一道电流 把你宝珠这个贱人烤糊了 给这件事情 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郑姓熊毫不客气的 吸收了这对混蛋的魂魄 算是气血和法力双丰收 回到空间世界之后 立刻拾取那些碎片 这一战的收获相当不错 工具和组件都向前踏出一步 还多了一个花园组件 姓名 郑姓熊 级别 四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1421 力量 1528 速度 1422 精神 1368 法力 254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土盾术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七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全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超级嗅觉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掩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八棱紫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腐 锋利无比的唐刀 尖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超强的药剂合成和 十五分之十一碎片积攒中 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五十分之四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非常神奇的牧场 辉煌的宫殿 超级治疗室 二十二分之十五 令人陶醉的花园 八分之二 他看着版面上的数据 还是非常满意的 这种大战 对于他来说 绝对势力大于弊 只可惜对别人是灾难 景美华拿着一根香蕉 一边吃一边问 只使刘桂叶这么干的 肯定是大头领 老公为什么不让他揭发呢 苏联青摸着这丫头的头 笑着回答 问题是揭发有什么好处 除了让队伍内乱之外 连一点用处都没有 现在最重要的是稳定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 队伍的最强战力 很多时候要学会隐忍 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去做 现在和你说这些还太早 你也用不着理解 只要知道有这么回事 以后应该怎么去做就行了 景美华嘟着嘴说 这一切听起来好复杂 既然大姐这么说 我就不去想 全都听你们的好了 三个女人重新进行了排序 苏联青是当之无愧的大姐 景美华自然是大家宠爱的小妹妹 估计以后想改变也不容易 郑兴雄眯着眼睛说 这次把荒地里的怪物引出来 绝对是一件大事 恐怕接下来这一路 不像之前那么好走了 在已经见到的这些怪物里 最让我担心的 还是蚂蚁罐 这东西数量不菲 想想就让人头皮发麻 关键是不能干掉以后 就没有办法解除威胁 想要到以学理弄死以后 绝对是难于登天 就算我去了 都得怪 两个女人想到当时的场景 也是一阵阵后怕 铺天盖地的蚂蚁罐 绝对是不可抵挡的 连逃跑都是奢望 善思婉犹犹豫豫豫地说 我觉得咱们不会那么倒霉 撞上那些蚂蚁罐 要是运气真那么差 就只能个人雇个人了 郑兴雄只能无奈地点了点头 他们三个人倒是好说 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亲人 景美华才是最头痛的一个 两个女人之前 不是没想过去找自己的亲人 而是住的地方都太远 根本就不可能回去 再说 以现在的情形 回去又能怎么样 亲人活下来的几率 绝对是寥寥无几 与其到时候饱受打击 还不如现在没心没肺 在末世能够活下来 并且活得这么好 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不只是他们一家人 很多人都在商量 今后这条路应该怎么走 今天晚上这场大战 正是把血腥的序幕拉开了 而那两个贱人的话 又揭开了最阴暗的一面 令大家的心沉到谷底 在刘归业被处决之后 后勤物资的分配又发生了变化 之前的库存用来供应平民 郑兴雄把修炼者和净化者的物资供应接过来 保证大家都能吃得好 有足够的体力和精力作战 牧场是可以调整时间的 一天就能让幼崽长到成年 所以在肉食方面根本就不缺 林田里种植的食物更多 简直就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别说只养活净化者和修炼者 就算养整支队伍都不是问题 只不过郑兴雄不打算这么做 生米恩 斗米仇 人是最忘恩负义的 救世主通常都没有好下场 郑兴雄把一路上碰到的破败车辆 全都回收为材料 造了几辆后勤供应车 让大家吃喝更方便 平山又美看着大家说 我所使用的信仰屏障 依靠的是信仰之力 单凭我一个人是很有限的 所以我希望你们能想办法 收集到更多的八旗人 这样才能获得更多的信仰之力 保证大家的安全 袁美方皱着眉头说 队伍里的八旗人 已经都集中起来了 要是再想找的话 就只能去其他的城市搜索 郑兴雄板着脸道 对八旗人进行分化处理 女人调到核心位置 就在平山又美身边生活 物资由我供给 男人配发炸弹 放到队伍的最前沿 遇到怪物 就让他们发挥武士道精神 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以后每到一个城市 就对城市进行搜索 最好能找到一些幸存者 让我们的队伍壮大 到生存点也能受到重视 幸存者之中的八旗人 同样按照这个方法处理 我不希望在这件事情上 听到不同的声音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 本来想说话的平山又美 立刻就把话憋回去了 能够保下这些女人就不错 男人去死好了 就在大家猛吃猛喝的时候 警报声突然响起 在道路的一侧 出现了一群野狼怪 这些狼都跟小牛犊子似的 眼睛红得发亮 恶狠狠地盯着他们 口水流了一地 强勇猛立刻命令战兵 集中所有的炮火 对野狼怪猛烈轰击 希望能把他们吓退 只可惜 这么做适得其反 野狼非但没有后退 反而发出一声声长嚎 向着他们扑过来 郑信雄对着前面挥了挥手 绑着炸弹的八旗男人 在战兵的注视下 向着这些野狼怪冲过去 野狼怪扑倒其中的一个 这个人身上的炸弹 立刻炸响 爆炸穿透野狼怪的肚子 给对方以重创 爆炸能够如此精准 都是扇斯婉的手笔 以他强悍的念能力 控制炸弹爆炸 是在轻松不过的事情 附近才是为数不多的 自己找到 包裹进化道三级进化者的主 他的能力是控制血液 被炸伤的那些野狼怪 血液在附近才的控制下 不要命式地向外窜 最终失血过多而亡 这些野狼怪还没有冲到队伍附近 就已经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进化者立刻飞扑而出 来个痛打落水狼 狼王看到手下被消灭殆尽 发出一声凄厉的长嚎 犹如一道闪电一般 向着队伍冲过来 刺激怪物野狼王 获得速度强化 激发天赋铜头铁尾 整体评价上加 郑姓雄通过幽名鬼眼 勘察出野狼王的信息 顿时来了兴趣 挥动狂暴的扒冷紫金锤 向着野狼王迎上去 野狼王看到有人冲出来 心中更加恼怒 再次发出一声长嚎 凶狠地一头撞过去 郑姓雄同样大吼一声 挥动手中的锤子 向着野狼王的头砸去 锤子和狼头撞在一起 发出金铁交鸣的响声 野狼王被打得倒退 不停地晃着脑袋 显然是蒙圈了 郑姓雄同样感觉到 一股大力传来 震得手腕发麻 紫金锤差点没脱手而出 他脚在地上一蹬 向着前面扑击 挥动另外一只手 又是一锤砸过去 野狼王的脑袋 还嗡嗡作响 不敢再用脑袋顶 急忙向着边上一闪 用尾巴来了的横扫千军 紫金锤和狼尾撞在一起 再次发出那种响声 只不过这一次 野狼王吃的亏更大 尾巴挫伤了 野狼王最厉害的铜头和铁尾 先后失去效力 不得不调整战法 凭借速度游斗 抽冷子就给郑姓雄一口 扇思婉看到这个情形 先用精神连接和郑姓雄联系上 接着调整角度 对野狼王放出一道精神冲击 这些怪物最大的弱点 就是除了少数类人怪之外 精神力都不强 很容易受到强力打击 野狼王就是这个样子 那点可怜的精神力 在精神冲击的打击下 直接就处于崩盘状态 郑姓雄抓住这个机会 把紫金锤换成开山斧 绕到野狼王的一侧 狠狠的一幅砍在马杆腰上 野狼王直接就被腰斩了 他发出一声极其淒厉的惨叫 两节身体向两侧飞奔 跑出十几里才弃绝身亡 好在属性气泡留下来 主要是敏捷属性的增加 如此强悍的进化者 是队伍最大的保障 金王狄看到这种情况 脸阴沉的跟要挤出水一样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只能在心里画圈诅咒郑姓雄 同样表现的还有玉波道人 他很快就发现 志同道合的金王狄 想到对方的身份 不由得眼珠一转 有了不少的坏主意 言和道人同样不是一个善茬子 看到玉波道人眼珠乱转 知道这家伙没憋好水 对他留心了 郑姓雄看着大家说 刚才被我干掉的是野狼王 能在怪物中称王 肯定盘踞了一大块地盘 咱们接下来这点道路 安全系数应该高尚不少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休息 让各方面都处于巅峰状态 随时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战斗 苏联青在一旁补充 再向前就是合庄式了 通过这里就脱离槟城的地界 算是完成了第一步 我觉得玉波棚 肯定不会让咱们这么容易突破 一定会有一场大战 大家必须得做好心理准备 所有的人都点头答应 气氛在瞬间达到顶峰 合庄式在末世之前 是北三市中发展最好的一个地级市 拥有几十万的人口 绝对不能小看 最令大家头痛的是 合庄式拥有十几个养殖场 尽管里面全都是家畜 但是这玩意变成怪物 也够人喝一壶的 扇斯婉本想使用精神扫描 对这里大范围的扫描一下 没想到却遭到压制 只能扫描百米之内的范围 他一脸都不可思议 不知道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精神扫描相当于作弊器 这回作弊不了了 郑幸雄眯着眼睛说 出现这种情况并不意外 既然幕后黑手讲的是平衡 所有的技能都会被克制 像精神扫描这种类似于作弊的技能 克制的方法一定不守 否则漏洞太明显 简直就是欺负丧尸和怪物了 扇斯婉不高兴地嘟着嘴 在他的技能里面 最实用的就是精神扫描 现在这种情况 等于废掉了他一只手 想想就觉得郁闷 都快要抓狂了 苏联清之前 把军方的无人机 全都收归己有 并且以此为蓝本 扫描到军火生产线上 他控制一架无人机 向着城市里飞去 通过基站处理信号 再转移到平板电脑上 让大家一看究竟 宁妙仪皱着眉头说 这里实在是太寂静了 寂静地让人心里发慌 总觉得咱们进去 就是踏入地狱 夏玉林无奈地说 问题是 咱们除了穿过这里 根本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 就算明知道是坑 也不得不往里跳 强勇猛深吸了一口气 命令大家保持对行 所有人处于高度警戒状态 缓缓地进入城市 苏联青放出好几架 查打一体机 在周围不断地巡视 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这种可怕的寂静 让大家的心里像猫抓一样 还不如有敌人出现 好好的大战一场 郑信雄忽然心中一动 对仁妮娜说 我记得 你在末世之前 是非常有名的记者 应该对槟城的名人很了解吧 仁妮娜自信满满地答道 你可以怀疑我的人品 但是不能怀疑我的专业 已经不是了解 是了如指掌 郑信雄立刻问 何庄是 有什么有名的人物 其中有没有特别擅长心理学的 仁妮娜沉思了一下说 出名的人里肯定没有 但是 这里有一座监狱 里面灌了不少的诈骗犯 我记得 其中有一个最厉害的 叫尹长江 智商高到离谱 都说他要是不跑插到了 绝对是大科学家的材料 这家伙的诈骗案例 简直比小说都神奇 被他骗的那些人 在他被抓起来之后 还认为都是真的呢 郑信雄点了点头说 看来 咱们这次的对手 就是他了 以他的聪明才智 肯定是智慧型的诗帅 隐藏将是在和咱们玩心理战 让咱们把心中这根弦 绷到极致 到时候稍微的碰触一下 就有可能将这根弦绷断 马上传令下去 所有的人都放轻松 这一路上什么没见过 还会怕城里的这点丧失 简直是笑话一样 那些家畜变成的怪物 如果要是赶来 就把他们全都给砍了 让他们知道 家畜就是家畜 永远都是上桌的货 这番话的激励作用非常大 大家在听了之后 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 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不少 在河庄市最高的大厦上 隐藏将端着一杯烟红的鲜血 优雅地看着下面的队伍 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隐藏将突然在这些人的脸上 看到轻松的表情 眼神不由的一变 他们应该非常紧张才对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所有脱离掌控的改变 都是不应该存在的 隐藏将将酒杯摔在地上 清脆的声音传到各处 提前埋伏好的丧尸和怪物冲出来 苏联青通过查打一体机 提前发现丧尸和怪物的行踪 立刻向大家示警 所有的人都做好准备 按照之前制定的预案 车队是不能停下来的 必须得一鼓作气地冲过去 彻底脱离冰城地界 只有离开渔国棚掌控的地界 才算完成第一阶段的胜利 后面在遇到的城市 可以尝试搜索幸存者 隐藏将看到空中飞舞的无人机 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 作为一名智慧型的狮帅 对使用武力是非常排斥的 并没有出手的意思 不过不耽误他传递信息 命令会飞的鸽子怪 对这些无人机进行绞杀 然后从上空袭击队伍 郑幸雄之前就一直觉得奇怪 为什么在碰见的怪物里 没发现有会飞的 飞禽走兽是动物的主要两大类 只见到走兽不见到飞禽 实在是太反常了 让人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现在看到直升机大小的鸽子怪 郑幸雄这颗星终于放到肚子里 只要摆在明处就好说 起码能想办法对付 早就准备好的便携式防空导弹 立刻对这些鸽子怪进行打击 效果倒是很不错 三两发就能干下来一个 因为信仰屏障的原因 鸽子怪的尸体落在上面 直接被弹向两旁 并没有造成堵塞 郑幸雄抓住一个机会 从鸽子怪的身上弄到一块肉 回头种到林田里 牧场就有会飞的品种了 进化者和修炼者一直按兵不动 等待着将棘丧尸出现 现在兵棘丧尸 战兵们足以应付了 就在他们行进到三分之二路程的时候 尹长江终于把尸将放出来了 也就意味着战斗 进入到最后阶段 郑幸雄看着前面一字 排开的几十名尸将 毫不犹豫地带头扑上去 这些尸将在他的眼中 根本就不够看 和之前的野狼王比起来 简直就是天地之差 郑幸雄在知道尹长江是智慧型尸帅后 对于突破这道防线 就已经有十足把握 事实证明他猜对了 尹长江一方面是出于对自己智谋的自信 一方面也是为了自身安全 没有让其他的尸帅进入这里助战 所以在尹长江计谋失败之后 这道防线对于他们来说 已经算不了什么了 这也是于国鹏给他们的最后机会 很庆幸他们把握住了 接下来迎接他们的 是一条真正的血腥之路 大家顺利地打穿合装饰防线 一路冲出城市 心中欢喜得不得了 决定停下来庆祝休息一下 郑幸雄也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妥 这段时间大家神经紧绷 如今暂时度过危险 理应放松一下 他特地从牧场拿出不少的肉食 绝对是人人有份 令气氛达到高潮 所有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苏联青却觉得有些不妥 但是又想不明白 问题在哪 只能回到空间世界 认真的研究地图 大家坐在一起 有说有笑 就连防御的士兵 都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绝对是松散到极致 就在大家极度开心的时候 苏联青终于发现问题所在 急忙从空间世界出来 苏联青一出来 就放飞了几十架无人机 对四周进行全方位立体式的搜索 很快就证明他的猜测是对的 他急忙拉响警报 尽管刺耳的警报声已经响起 但是大家彻底放松了神经 一时之间却绷不起来 郑信雄反应倒是极快 一个箭步冲到苏联青身边 询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苏联青根本来不及解释 只是伸手指向天空 大家立刻抬头望去 眼中露出惊骇的神色 天空中出现一只只刻机大小的燕子 这些燕子在超低空飞行的时候 来了一个药子翻身 扔下大量的兵级丧尸 因为之前过于放松 平山又美根本就没有使用信仰屏障 结果被这些丧尸长驱直入 直接落到人群里 在末世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连普通丧尸都抵挡不了 现在的情况和那个时候比起来 绝对是更糟 因为普通人的时 利病没有得到提升 依然还是那种弱机 可丧尸已经变成士兵 绝对是大杀四方 郑信雄立刻大吼一声 凯尔库恩佐带人保护你老婆他们 立刻使用信仰屏障 阻止对方二次投兵 强勇猛立刻组织战兵 对四周进行警戒 发现敌人集中火力攻击 一定不要让他们靠近 其他人跟着我 把这些丧尸清扫干净 只要是受伤的全部碎头 集中在一起烧了 任何人胆敢反抗 一律格杀勿论 这个时候绝对不能手软 否则死的人会更多 他的声音绝对够响 所有人都听得一清二楚 立刻把他的话当成准声 按照他说的去做 但是整个队伍乱成一团 想要穿过拥挤的人群 消灭肆虐的士兵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郑信雄再次大吼 所有的普通人全都趴下 站着的都是攻击目标 一个都不要留下 他说着挥动锋利的堂刀 只要是站在面前的 甭管是人还是士兵 直接就一刀砍过去 其他人有样学样 这样速度快了很多 至于说被误杀的普通人 不听话永远不会有好下场 郑信雄在大杀四方的同时 不断地使用幽冥鬼眼 吸收阴魂 反正也是这种情况了 总不能浪费不适 同时不断地减取属性气泡和气血 相对来说 气血更多一些 寿命不断地增加 已经达到三百多年了 他们在这里搏杀的时候 果然从四周杀出不少的怪物 这些怪物都是马牛羊一类 背上驮着兵级丧尸 好像骑兵一样攻击 扇思丸改变攻击方向 不断地把电器用念能力送出去 放到合适的位置上 由苏联青直接引爆 造成大量的杀伤 他还拾取那些掉落的武器 对外不断地攻击 一个人的作用超过几个连队 绝对是猛的没边 燕子怪空头的那些士兵 在大家的联合绞杀下 终于全都被干掉了 尸体集中在一起焚烧 变成一个个火堆 被扇思腕迅速地移到外面 算是一道屏障了 隐藏将坐在一只燕子背上 对取得的成果非常满意 发出一声长嚎 丧尸和怪物快速退去 大家看着一片狼藉的场面 很多人都是欲哭无泪 真是高兴得太早了 结果乐极生悲 郑信雄把指挥权交还给金方济 刚才要不是迫不得已 才不会把指挥权接过来 金王迪突然从一旁跳出来 对苏联青大吼大叫 你是怎么知道 丧尸和怪物要进攻的 为什么不早告诉大家 他话还没有说完 郑信雄一脚踹在他的脸上 踹得他鼻口窜血 牙齿掉了好几颗 趴在地上直哼哼 郑信雄冷声呵斥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这里大呼小叫 我一直给你爹面子 既然你给脸不要脸 你爹就不能怪我不给面了 所有的人全都默不作声 郑信雄刚才的表现极其惊人 可以用力挽狂澜来形容 也就是金王迪这个白痴 在这个时候 跳出来找不自在 不打他都天理难容 苏联青见大家都不说话 轻壳一声道 我之所以能发现问题不对 是因为我在看地图的时候 突然发现 合装式的地域边界线 并不是出事就完事了 而是向外扩展了38公里 只有超过这个距离 才算彻底脱离槟城 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正好在这个边界线上 说起来 咱们的运气也是差 哪怕在向前运动一公里 都不会出现这次的事情 尹长江是一个真正的心理战高手 之前给咱们挖了一个坑 让咱们觉得 已经彻底突破合装式防线 然后掉以轻心 最终在这里伏击咱们 效果 你们也看到了 咱们从主市区走到这里 一路上的损失加起来 连这次的一半都没有 我不知道 你们是怎么想的 反正我是输得心服口服 碰上这么一个高手 被他骗得倾家荡产 都理所应当 景美华好奇地问 难道说 他就不担心 万一咱们不如他所愿 直接冲出边界线 岂不是前功尽弃了 宁妙仪接过话头 这个世上所有的计划 都可以视为是一场好赌 既然是赌 就有输有赢 输了只能冤自己运气不好 倒也怪不得旁人 毕竟人算不如天算 一万里还有个一 谁敢保证所有的事情 全都在掌握之中 宁妙仪这番话 说得非常在理 但是也从侧面说明 大家就是一群白痴 所以才会一败涂地 郑信雄不得不出来打圆场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 队伍立刻前进十公里 然后稳定稳定再走 大家也没有其他的好办法 只能按照他说的来 找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安营扎寨 先把伤口舔尸好 在大家安顿下来之后 宁妙一过来找郑信雄 一见面就说 龙风红在混乱中被杀了 郑信雄听到这话 眼神微微一变 龙风红不是被丧尸咬死的 而是被杀掉的 意思就变得不一样了 他板着脸说 当时情况混乱 要求所有人都趴下 站着的就是攻击目标 被杀也没什么大不了 宁妙一摇着头答道 龙风红不是在那个时候被杀的 是在战局已经稳定 丧尸和怪物撤退的时候被杀的 当时恰巧被我看到了 是一道剑光闪过 割断了他的咽喉 出手的肯定是修炼者 并且是玉州官的人 在剑光归去的那个方向 只是几个普通弟子 所以我觉得是玉盖弥彰 真正动手的不是玉拨道人 就是颜鹤道人 郑姓雄眉头挤成一个穿字 疑惑不解的说 龙风红虽然是委员长 但也只是一个普通人 地位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又不是不可取代 为什么要杀他 做这种无用功呢 宁妙一同样愁眉苦脸道 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就是因为想不明白 所以才来找你 委员会的成立 与你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现在出了这种事情 你不能坐视不理 得想个办法才行 郑姓雄在心中和计了一下说 你现在去找大头领 就说龙风红是被丧尸弄死的 需要一个新的委员长 金王迪不学无术 干别的只能拖后腿 但他好歹也是二级进化者 让他当委员长 欺负普通人 倒是专业对口 金方纪肯定认为 你是想打击他的威信 所以才让他儿子坐这个位置 一定不会怀疑 你有其他的用意 他也不想自己儿子永远不出头 一定会顺水推舟答应下来 这样既能让你放心 又能完成自己的愿望 可谓是一箭双雕 宁妙仪还是觉得莫名其妙 不过知道问不出来什么了 索性就闭口不言 按照郑姓雄说的去做 看看有什么收获 回到空间世界之后 景美华好奇地询问 老公刚才为什么那么做 让金王迪那个白痴当委员长 真是便宜他了 郑姓雄把景美华抱在怀里 笑着说 我之前殴打金王迪 毕竟是打了他爹的脸 总得给他点补偿才行 另外 修炼者击杀农风红 让我百思不得其解 肯定不只是为了泄粉 一定还有其他的想法 既然这样 我就安排一个草包 坐这个位置 看看修炼者 有没有进一步的动作 然后再判断他们的心思 我这么做 同样也是一举两得 反正结果都是我想要的 而且 不过是举手之劳 为什么不这么做呢 景美华似懂非懂得点了点头 觉得郑姓雄太高大上了 能成为他的女人 实在是太幸运了 郑姓雄不再理会这丫头 而是把目光放在那些物品上 看看能捡到什么好东西 超神器契约 使用之后 在宿主脑中 生成主契约 可以随意生成子契约 主契约和子契约 生命共享 受到伤害均摊 主契约 可掌控子契约的一切 随时让子契约签署者 出现在自己身边 已经签署 不得更改 郑姓雄听到系统的提示音 脸上露出欣喜若狂的表情 在心中大叫 系统爸爸太给力了 他在拥有三百年寿命之后 就为如何和老婆长相厮守 脑头的不得了 毕竟老婆不能活那么久 真是瞌睡就有人送枕头 这个契约的出现 完美地解决了这一点 这才是真正的同生共死 而且还有伤害分担 这项特殊能力 也就是说 不管受多重的伤 都有几个人共同承担 完全可以做到 大伤变小伤 小伤变没伤 最后就是可以随时 召唤子契约的签订者到身边 等于给老婆们 又加了一道护身符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四级进化者 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1876 力量 1923 速度 1963 精神 1458 法力 514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土盾术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七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超级嗅觉 炎叶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炎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八棱紫金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斧 锋利无比的糖刀 肩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超强的药剂合成和 十五分之十四碎片积攒中 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五十分之七碎片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非常神奇的牧场 辉煌的宫殿 超级治疗室 二十二分之十六 令人陶醉的花园 郑幸雄先看了看版面上的数据 还是觉得非常满意的 接着把三个老婆叫过来 给他们一人一份子契约 三个女人对这份神奇的契约 也是高兴得不得了 赶快将契约签署 以后永不分开 景美华笑嘻嘻的说 既然有这么神奇的契约 咱们就应该多找一些姐妹 姐妹的数量越多 安全越有保障哦 郑幸雄笑着在这丫头头上拍了一下 接着又把花园安置好 带大家到里面散散心 这个花园确实是厉害 绝对的百花齐放 所有的品种都能找得到 花香特别宜人 善思婉惊讶地说 没想到花园能够恢复精神力 我之前消耗的精神力 本来要半天才能恢复 现在已经都恢复了 郑幸雄听得眼睛发亮 立刻使用掌心雷 耗费了两次法力 果然和想的一样 在这里同样能够快速恢复 他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 有了这个作弊器 以后很多的事情都好做了 郑幸雄对收获极其满意 脸笑得跟花似的 外面却是愁云惨淡 很多人都是哭哭啼啼 挨到死去的亡魂 他们要是知道亡魂 已经被郑幸雄 使用幽名鬼眼 转化成法力 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郑幸雄对这件事情 一直守口如瓶 这辈子都不会告诉别人 哪怕最亲近的人都不行 免得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经过一夜的调整之后 大家收拾心情 继续上路前行 只不过对于前途 蒙上了一层阴影 郑幸雄的装甲运兵车 一直没有开过火 所以大家不知道 这辆车的火力有多猛 只是当做普通的装甲车看待 景美华发现 夹层里的突击步枪 立刻就来了兴趣 拿在手里把玩 不时地从射击口探出去 景戴库作为军人子弟 对枪械很有研究 看到射击口探出的枪管 顿时就来了兴趣 通过特殊手机联系妹妹 景美华得到郑幸雄允许之后 把一支突击枪送给哥哥 没想到这支枪 引出了大麻烦 司马英杰是大头领的卫队长 一直以来都属于优先强化的对象 作为一名二级进化者 能力就是枪械精通 他看到景戴库手中的突击步枪 眼睛立刻就亮了 一个箭步冲到他身边 一把将枪抢过去 尽管都是二级进化者 景戴库能力更偏向于辅助 身体素质的强化 也比不上由战兵转化过来的 景戴库在枪被抢走之后 生气的咆哮 你想要干什么 把我的枪还给我 司马英杰不屑一顾道 你真是好大的口气 竟敢说这是你的枪 这种枪在末世之前 是部队最先进的武器之一 即便是咱们整支队伍 加起来也不会超过一百支 后来出事之后 这一批枪就不见了 没想到是让你给偷了 把剩下的拿出来 景戴库气呼呼地大叫 你不要含血喷人 这支枪是我妹妹送给我的 才不是我从军火库偷的 你想要冤枉我 简直就是白日做梦 不幸现在把我妹妹叫过来 咱们大家当面对峙 一切自然就清楚了 司马英杰撇着嘴说 你用不着吓唬我 知道你妹妹攀上高枝了 你们家有了一条粗大腿 根本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 就算你在巧舌如簧 也不能改变你偷枪的事实 不和你计较 你就偷着乐吧 要说这事也是巧了 景美华正好过来找哥哥 将这些话听到耳朵里 爆脾气 直接就被点着了 景美华气势汹汹地冲过来 乐狠狠地盯着司马英杰 大声呵斥 有种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们一家人 怎么就不要脸了 我和老公真心相爱 到你嘴里 变成无耻贱人 我乃犯贱了 今天要是不说清楚 大头领也保不住你 不要以为 我们不知道你们的小心思 不就是想把我们排挤出去 你们这些不要脸的东西 一天就知道内斗 多拿点心思出来 琢磨怎么对付丧尸和怪物 也不至于有这么大的损失 司马英杰对大头领忠心耿耿 听到小丫头这么说 就觉得一股无名热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他愤怒地拿着突击步枪 对着他们兄妹两个比划 本来就引起大家的注意 只不过不想将事情闹僵 所以都视而不见 但是怎么也没有想到 司马英杰如此胆大妄为 竟然敢开枪偷袭锦家兄妹 郑信兄一个箭步冲过去 狠狠地一拳打向司马英杰 直接将他打飞 身上的骨头断得七七八八 金方济也从一旁冲过来 连声大叫 大家先不要动手 把事情搞清楚也不迟 凯尔库恩佐大吼一声 你当我们都是瞎子 还有什么可搞的 以前真是太惯着你们了 就应该把你们全都杀光 所有的进化者准备 把战兵手里的枪全都给下了 但凡有反抗者 一律格杀勿论 宁妙仪跟着附和 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和大头领勾结的进化者 全都站着不许动 谁敢乱动杀无射 随着他们两个人发话 高级别的进化者 全都行动起来 迅速将整个队伍控制 郑信兄看到警戴库中了十几枪 已经处于弥留之际 就算是有灵丹妙药 也难以回天 只能在心中暗叹一声 真是造化弄人 没想到 他们这边死的第一个二级进化者 竟然会是自己的小舅子 而且这种死法 绝对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之前实在是太仁慈了 否则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 郑信兄想到这里 冷冰冰地看着金方济说 之前我一直都没有动你 是觉得你能实大局 知道怎么做 对大家都有利 看来我真是高看你了 果然每一个上位者 都是卑鄙无耻之徒 你为了自己的野心 致大家的安危于不顾 根本就不配为人 金方济极其无奈道 我这回真是冤到姥姥家了 就是我真想做什么事情 也不至于蠢到这个地步吧 我怀疑司马英杰是故意这么做的 就是为了挑拨离间 引发咱们的内部冲突 只要好好地审一审他 就一切真相大白 司马英杰身负重创 本来就是苟言残喘 听到这番话之后 更是挨大漠过于心思 他苦涩地笑着说 这件事情的确与大头领 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我头脑一热 做成这种大错 我承认一直看不上锦家 觉得他们是可耻的叛徒 背叛了大头领 全都应该下地狱 但是我真没想过要杀他们 我也不知道刚才是怎么回事 竟然会做出这种事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既然事情我已经做了 也没什么好说的 你们动手就是了 苏联青看着司马英杰的眼睛 觉得他并没有说谎 这件事情就是突发事件 只不过在偶然中 有必然的联系 郑姓雄看了一眼金方济 将突击步枪交给他 接着做了一个手势 金方济接过突击步枪 看着眼神黯淡的司马英杰 心中全都是不忍 又一点办法都没有 强勇猛硬着头皮站出来说 我和司马英杰是多年的同僚 绝对相信他的人品 这件事情他确实做得不对 理应以命偿命 但现在是非常时期 就应该特事特办 给他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吧 景美华跳着脚大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哥哥该死 今天他杀我哥哥没事 是不是告诉大家 明天就可以杀我爸 后天就可以杀我 然后再杀我老公 知道你们是穿一条裤子的 但是也不能这么欺负人 你要是觉得二级净化者杀人 可以不用负责任 我是三级净化者 现在我把你们军方的净化者 全都杀光 是不是也说明你们该死 我是对的呀 强勇猛背对的哑口无言 这种话本来就说不出去 只能低着头退到一旁 祥风和尚宣了一声佛号 阿弥陀佛 我不是偏向女施主 而是觉得他说得非常正确 要么咱们就讲规矩 要么就讲实力 不管从规矩还是实力 人家都有能力这么做 很多事情大家心知肚明 现在人家只让司马英杰尝命 已经是宽宏大量了 不要给脸不要脸 在所有人的心中 已经认定这件事情 是大头领主使的 就是想要试探一下大家的底线 司马英杰是一个蠢道家的蠢材 被人家扔出来当探路时 这种白痴死了也不多余 活着只能浪费粮食 司马英杰看着金方记说 我从大头领的卫兵 一直干到卫队长 深得大头领的信任 一直对我提携有加 这次是我献大头领于不义 绝对是死有余辜 能够死在大头领的手里 我的心中无憾 大头领动手吧 金方记叹了一口气说 你一向都是一个稳重的人 怎么会做出这种措施 让我连救你的机会都没有 古有孔明灰泪斩马素 今天由我撒泪杀英杰 你千万不要怪我 希望你下辈子 投胎个大富大贵的人家 不会再有这些苦楚 他说完立刻扣动扳机 将剩下的子弹 倾泻在司马英杰身上 打得跟破布娃娃似的 绝对是狠辣至极 包括郑姓雄在内 所有人都看得目瞪口呆 真没想到 平时文文尔雅的大头领 发起狠来 居然这么厉害 锦玉玲叹息一声 我儿子的死 让我心里憔悴 实在是无暇在顾及其他的事情 大头领副官这个位置 还是交给其他人 我好好地陪陪老婆 争取能走完这条路 他这番话 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摆明了 就是要把所有的权利都交出去 以后不再参与争斗的事情了 大家看了看地上的两具尸体 心中都是一阵感叹 为什么非要内斗 损失了两个二级进化者 何苦来呢 经过这件事之后 队伍的气氛变得更加微妙 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信任 全都处于防范之中 处于对安全的考虑 平山右美处于绝对的保护核心 不经他的允许 任何人靠近一定范围 都会遭到致命攻击 另外 重新拿回武器的战兵 被要求在面对进化者和修炼者的时候 武器一定要放在他们能看到的位置 同时 大量的战兵被布置到外围 不经允许 不许回到队伍中间来 防止再出现意外情况 这些安排 令大家很不满意 而大家的矛头 完全指向金方济 觉得要不是他的愚蠢 根本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金方济一直隐而不发 默默地承受着一切 这种表现 让郑信雄心头沉重 觉得一定会有事情发生 郑信雄悄悄地把盟友集中在一起 共同商量现在的情况 究竟应该如何应对 得拿个章程出来 宋宇柔率先开口 我觉得 咱们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就是过于在意这支队伍 一直试图避免 队伍出现大的伤亡 这么做的结果就是 所有人都认为 咱们遇到的危险 实际上并不大 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也就是说 不管换上谁 都能带着这支队伍 安全地到达奉承生存点 这样也就说明 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 也正是因为如此 有想法的人才会那么多 我觉得 要想改变这一点 就得让大家 承受巨大的损失 只有性命和鲜血 才能让他们明白 究竟是谁可以带着他们前进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是我们在负重前行 已经得到认可 混到盟友之中的 鱼绒鹰和高双血 对这番话高度认可 鱼绒鹰一副钦佩的样子说 他说的实在是太对了 这几次的战斗 战兵都是在一旁打鞭鼓 基本上没出现什么重大伤亡 以至于在整个队伍之中 弥漫着一种轻敌的情绪 完全是我上我也行 他们根本就没有想过 如果要不是有进化者拼死作战 指望他们 挡住丧尸和怪物 根本就是无稽之谈 我认为 让队伍出现一些伤亡 让大家好好的渐渐血 并不是什么坏事 起码能让他们知道 天高地厚 远美方觉得这番话 说的非常有道理 同时也想到大家顾忌的地方 决定给大家吃磕定心丸 他将头发掖在耳边说 知道大家担心什么 怕人员的伤亡太大 到达凤城生存点的时候 不会得到重视 实际上这个问题 根本就不是问题 首先 咱们沿途会经过很多城市 应该能得到一些补充 起码能维持出现在的规模 其次就算得不到补充 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你们认为 凤城生存点会严重缺人吗 我觉得不会 根据大夫人联系的情况来看 像凤城移动的队伍 不止咱们这一支 就算每支队伍 都剩下十分之一的人 数量也是不菲 在现在这个世道 人口固然重要 但并不是排在第一位的 真正引起重视的是实力 或者说是最高端的战力 咱们只要保证有足够的实力 到时候又能团结一心 想要得到重视 根本就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大家听到这番话 全都露出恍然大悟的表情 原美方这番话 令大家毛色顿开 以前确实是钻牛角尖了 把自己引入一个误区 做出错误的选择 擅思完使用精神连接 把他们一家人连接在一起 迅速进行交流 决定怎么应付这个场面 最终决定正姓雄部发表言论 一切都由三个女人去说 这样即便有些披露 将来也有转环的余地 景美华刚死了哥哥 正好可以借着发泄的借口 把一些话说出来 到时就说 人小不懂事就行了 他气鼓鼓地说 美方姐姐说的真有道理 我这回算是想明白了 只有进化者和修炼者 才是最主要的 没必要把普通人看得太重 要我说 咱们就带着自己的家人 舍弃队伍快速前进 反正咱们的战斗力够强 目标又小 肯定能冲过去 宋长津犹犹豫豫地说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 毕竟大家都是人 让他们自生自灭 实在是于心不忍 还是按照之前的决定 让他们多吃点苦头 以后知道怎么做人 然后一起走比较好 孙丽颖毫不犹豫地反驳 我觉得不能有富人之人 现在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莫是不需要圣母 是信雄说出来的 难道你们觉得不对 他绝对是拉虎皮扯大旗 大家就算是有些想法 也不好明面说出来 只能全都闭口不言 善思晚不高兴地哼了一声 如今你和我老公 已经没有关系了 并且有了自己的男人 不要说得这么暧昧 我觉得宋长津的话 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人之所以为人 就是还有道德底线 等到事不可为的时候 才是不要底线的时候 他这番话 在表面上看来 就是和孙丽颖唱对台戏 实际上有其他的深意 只不过能领会的人不多 随着事情定下来之后 大家按照约定的着手准备 这次商量的内容 很快就被其他小团体知道了 郑信雄心里非常清楚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所以才会不说话 免得被人抓住把柄 成为被攻击的突破口 大家沿着国道前进 头两天 只是受到一些小的骚扰 凭借着战兵的火力 勉强导也应付得来 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田野里怪物的骚扰力度 越来越大 除了田鼠这一类小怪 已经开始有森林里的大怪出现了 野生的猛兽 本来就比动物园里的厉害 变成怪物之后 更是如此 主要是体现在天赋方面 车队正停下来 调整休息 突然传来一声唬啸 一道肉眼可见的声波 向着车队覆盖来 平山又美大吃一惊 急忙调整信仰屏障 对声波进行抵挡 并没有完全挡住 依然有一部分渗透进来 被声波波及到的人群 全都震得蹊跷流血 同时在灶子里发出嘀吼 好像变成了野兽一样 这些人嗷嗷大叫 向着附近的人扑过去 疯狂地撕咬那些人的身体 一时之间血肉模糊 他们和丧尸完全不同 并不具备病毒的传染能力 但是攻击性更强 破坏力相当差 郑幸雄使用阴阳眼 看到他们被打死之后 从身体里冒出的鬼魂 与之前的完全不同 是另外一种形态 他使用幽冥鬼眼 将这些鬼魂吸收 得到鬼魂的信息 顿时吓了一跳 没想到竟然是猖鬼 再联想到刚才的虎啸 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回碰上大敌了 是山林之王老虎怪 看来老虎怪的天赋中 肯定包括虎啸和制造猖鬼两种 历来就有为虎做猖这个说法 倒是可以接受 郑幸雄立刻使用通讯器 把自己的猜想告诉大家 同时准备了大功率音箱 干扰老虎的虎啸 就在他们准备救绪后 率先从田野里冲出来的 是袍子似不像一类的怪物 一个个都有卡车般大小 一看就不好对付 战兵立刻进行火力覆盖 有远程攻击能力的修炼者 同样也发动进攻 力争给这些怪物造成巨大杀伤 刚开始的时候 效果还不错 随着修炼者调息 恢复体力 效果就直线下降 火力覆盖的作用 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那些战兵看到他们的攻击 效果甚微 立刻将目光投向净化者 结果却发现净化者 根本就没有出动的意思 强勇猛焦急的大叫 怪物已经快要冲过来了 大家还在等什么 赶快杀出去啊 龙徒喜大咧咧的回应 你大呼小叫什么 以为你嗓门大 这才哪到哪 哪里用得着我们出手 你们军方不是也有自己的净化者 而且还有大量的武器装备 完全能够应付得来 不要保存实力啊 强勇猛听到这句话 在想到之前得到的信息 心里顿时咯噔一下 知道这些人真要玩得很的 他同样也是个狠人 立刻发布命令 所有的战兵收缩防线 等于是打开了一个缺口 让这些怪物能冲进来 金王敌成了委员长之后 一直都是作威作福 现在同样也不例外 正在指挥手枪队 吓唬这些百姓 没想到突然出了个缺口 怪物生生地冲进来了 百姓立刻乱作一团 哭爹喊娘的到处乱窜 金王敌哪见过这个 直接就像马爪了 仗着自己的身体素质好 立刻向着里面跑 他绝对是倒霉催的 被两只松鼠怪给盯上了 被他们吐出的松子 轻易就给击杀了 死得和司马英杰一样惨 金方季远远地看到儿子的惨状 心头一阵发颤 觉得这就是报应 天道轮回 报应不爽啊 郑姓雄看看火候差不多了 对着其他人吩咐一声 进化者立刻蜂拥而上 轻易就把冲进来的怪物 全都干掉 强勇猛极度配合 战兵立刻将防线重新展开 一切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只是现在战兵的脸上 不再有那种轻松的表情 仅仅刚才这么一会 他们就已经想明白了 以前战斗轻松 并不是他们有多厉害 而是因为他们真的不重要 如果没有进化者和修炼者出手 他们比普通人强不到哪去 同样是怪物的下韭菜 说不定还能吃得更饱一点 郑姓雄没心思关心 这些战兵的想法 而是目光炯炯地望向外面 这次面对的是虎王 谁知道会玩出什么花样来 苏联青放出十几架小型无人机 向着对面探索而去 之所以不让扇斯婉 使用精神扫描 是怕出现不可预知的危险 无人机不断地把画面传回来 果然发现有大量的怪物在集结 这些怪物层次感分明 有种排兵不振的架势 苏联青用无人机确定坐标 队伍里幸存的几门车载火炮 向着那个方向开火 希望可以打乱他们的阵型 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尽管怪物受到一些损失 但是并没有任何慌乱 好像是有指挥者一样 郑姓雄心中觉得有些不妙 在心中和解了一下 让大家全都上车 向着前方移动 希望能够脱离他们的势力范围 怪物发现车队开始移动 立刻变得焦躁不安 接着传来两声唬笑 他们终于动起来了 向着车队快速扑来 郑姓雄命令车队加速 争取向前多前进一段 摆脱怪物选好的地形 不让他们占据地理 他之前分配给每辆车一些小电器 现在命令他们把小电器也扔出去 既能当障碍物 又能当炸弹使用 苏联青不断地引爆这些电器 各种各样的碎渣到处乱飞 形成一定的杀伤范围 起到了一些效果 只不过随着怪物变得越来越强 电器爆炸的威力逐渐下降 慢慢地只能起到骚扰作用 景美华再次形成风暴 向着那些怪物席卷去 风暴把电器爆炸的碎片融合在里面 杀伤力变得更加强大 其他人也各用手段 其中佛门的佛光 对这些怪物有诱惑的作用 一旦有怪物被诱惑住 立刻去攻击其他的怪物 这个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怪物的智商毕竟有限 分辨不出哪只怪物被诱惑 通常会攻击整个种族 怪物在受到攻击之后 自然会展开反击 一切也就变得更乱了 严重置缓了他们的脚步 呼啸声再次传来 混乱的怪物恢复正常 并且开始分成一个个阵营 自己阵营处理被诱惑的怪物 防止在出现之前的情况 车队跑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 大家立刻摆开防守阵型 平山右美带领八起女人 使用信仰屏障 贪婪的看着这里 眼神中都是对食物的渴望 祥峰和尚宣了一声佛号 带着师弟们放出佛光 不断的诱惑那些怪物 让他们自相残杀 御波道人同样指挥师弟 放出一道道的弗箭 选择强壮的怪物动手 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郑姓雄提着血腥的开山斧 站在近战队伍的前面 目光炯炯的望着那些怪物 等待着和他们一站 他通过精神链接告诉善思婉 真到了守不住的时候 可以使用召唤术 多招些召唤兽出来 正面和怪物硬刚 同时农场里那些可以战斗的动物 也可以放出来活动一下 现在用不着再演示实力了 善思婉听到吩咐 心中喜悦的不得了 除了精神扫描之外 召唤术是他的另一大杀器 终于可以使用了 至于说要到守不住的时候 实际上只是一个说辞 究竟什么情况下 算快要守不住了 绝对是忍者见仁 智者见智 那些怪物在连续损失之后 终于忍不住了 有狗熊怪带头冲锋 其他怪物紧随其后 郑幸熊晃动斧头大吼一声 带头向着怪物冲去 极其凶狠的一幅 把一个怪物劈成两段 大家看到这个情形 同时发出一声呐喊 士气瞬间就高涨了 毫不畏惧地向着怪物冲去 这些怪物里最厉害的是狗熊怪 不但皮操肉厚 力量极其巨大 而且天赋和土地有关 能够使用一些特殊的攻击手段 郑幸熊对着一头狗熊砍了十几斧 才凭借强悍的力量将狗熊砍翻 顺手把需要的肉割下来 扔到空间里准备当种子 它在每一种怪物的身上 都割下一块肉 这样可以让牧场的物种 变得更加繁多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能派上用场 郑幸熊做这一切的速度很快 除了凡风和尚之外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凡风和尚是所有和尚里 墨鱼最厉害的一个 连打酱油都算不上 绝对是烂鱼冲术 他把郑幸熊做法看在眼中 心中多少有了一些想法 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 还是跟着其他和尚一起念经 郑幸熊确定 没有合适的目标怪 让苏联青控制无人机 继续寻找 一定要把那只虎王找出来 功夫不负有心人 无人机在被摧毁之前 总算是确定了虎王的位置 就在距离这里不远的树林里 郑幸熊对着凯尔库恩佐喊了一声 你们对付这些怪物 我去把背后的指挥者干掉 他说完使用土盾术 消失在这些怪物面前 眨眼之间就到了树林附近 换上盾牌和堂刀钻出来 郑幸熊通过阴阳眼 看到很多的猖鬼 在树林里飞来飞去 充当那只老虎的耳目 他立刻使用幽民鬼眼 把这些猖鬼一扫而空 不愧是被虎王锤炼过的 对法力的提供 做出重要贡献 虎王发现猖鬼全都失去联系 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 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 从树林里冲出来 五级怪物虎王 战斗力极其彪悍 牙齿 爪子和尾巴都是强悍的武器 本命天赋 酝酿仓鬼 激发天赋虎啸 控风 整体实力超过狮王 弱于狮王 对物理攻击抵抗力较强 法术攻击抵抗力一般 雷法攻击抵抗力较弱 郑幸熊被得到的信息吓了一跳 没想到虎王居然是五级怪物 比狮王还厉害 关键虎王不光物理攻击猛 还能够控制风 使用数法攻击 面对这么个主 想想就心头发颤 幸亏刚才已经把猖鬼一扫而空 否则连一点银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五雷正法 找到合适的机会使用 把这只虎王送去地狱 在郑幸熊拟好对策的时候 虎王也决定拿他当点心 顺便把他的魂魄 变成狗腿子猖鬼 虎王对着郑幸熊 发出一声唬笑 他装出一副头晕目眩的样子 实际上早有准备 耳朵里塞了一对耳塞 虎王对自己的天赋 是非常自信的 信心满满地扑过去 张开血盆大口 打算将他生吞 郑幸熊以前做过很多准备 将不少的东西 分门别类地放好 需要的时候 立刻就能拿到 他手中多了一捆炸药 飞快地扔到虎王嘴里 怦然一轰然一声响 想要把虎王的嘴巴炸开花 理想是非常丰满的 可惜现实特别的骨感 虎王除了嘴巴有点妈外 连层皮都没破 防御力绝对是杠杠的 郑幸熊吓了一跳 急忙向着边上一闪 挥动锋利的长刀 向着虎王身上砍去 结果只砍掉几根毛 他想到信息上说的 强悍防御力 心中就一阵阵叫苦 压的是一只老虎 又不是皮厚的鳄鱼 干嘛防御力这么强 虎王被砍了一刀 虽然没有受到伤害 但是侮辱性极强 让他觉得丢虎了 一定要咬死眼前这个混蛋 他再次发出一声咆哮 尾巴像钢鞭一样甩出 重重地抽在盾牌上 把郑幸熊直接抽飞了 郑幸熊觉得 一股大力传到胳膊上 要不是有三个老婆帮着分担 估计胳膊这下就断了 虎王不但防御力超强 攻击力更是猛到没边 除非脑袋被驴踢了 否则和虎王肉搏 就是给人家送餐 郑幸熊把糖刀收起来 只留下盾牌做防护 同时将手一扬 一个掌心雷发出 打在虎王的背上 虎王发出一声哀嚎 背上有拳头大小的地方 被烧焦了 散发着一股烤肉的香味 让人食指大动 郑幸熊眼睛顿时一亮 看来之前的方案是可行的 多使用几次五雷正法 肯定能干掉这只大猫 问题的关键在于 虎王是活的 不会站在那让雷劈 万一让他躲掉一部分攻击 到时候不死就麻烦了 扇斯婉通过精神链接 知道这里的情况 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立刻回到空间世界 他之前在种地的时候 一不小心种出一棵麻药树 上面的果子 都是最好的麻药 扇斯婉在牧场里 选了几头肥猪 拼命地往他们肚子里塞麻药果 每头猪都塞下十几个 郑幸熊知道扇斯婉的计划后 立刻把这些肥猪放出来 肥猪对虎王的诱惑力 绝对是杠杠的 关键这些肥猪放出来之后 竟然气势汹汹地去撞虎王 虎王自然不会灌他们的脾气 结果就是 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了 虎王的吞食能力 绝对不是盖的 一口一个 把肥猪全都给吃掉了 吃饱了 力气更足 正好收拾眼前这个混蛋 就好像喝醉酒一样 卖着猫不乱晃了 郑幸熊抓住这个机会 拿出之前捡来的合金笼子 把虎王关在里面 接着使用五雷阵法 对着笼子一阵狂劈 连续五次五雷阵法 全都准确地落到虎王的头上 虎王在万般不甘之下 最终一命呜呼 虎王绝对属于BOSS级别的 上来就是大爆 各种各样的属性气泡 密密麻麻地散了一地 郑幸熊飞快地拾取着 没想到除了属性之外 竟然还爆出了不少的法力 这回真是赚到了 他立刻返回空间世界 把其他的东西全都捡起来 最好的是一本技能书 使用之后可拥有预兽术的技能 本来之前说再有技能就给苏联清 但是这个技能 就是为善思晚量身定做的 沟通一下之后 还是给了这个丫头 其次是一套叫阴风术的法术 应该说这次能干掉虎王 有很大的侥幸成分 虎王因为习惯 所以并没有使用控风的天赋 只是纯粹的物理搏杀 否则还不一定谁干掉谁呢 结合在一起威力更加强大 只不过对法力的消耗更多 最后就是一种叫虎啸魔音的技能 说白了就是虎啸的变异版 取消了把人变成猖鬼的能力 但是威力得到巨大的强化 再剩下的就是一些碎片和土地了 依然是之前那几种土地 只不过规模上又扩大了不少 另外超级药剂合成合终于合成了 可以根据材料生产一些药剂 最厉害的地方在于 只要材料足够 可以批量生产净化药剂 也就是说有的超级药剂合成合 全民进化这条路 变得不再遥不可及 只不过能走多远 掌握在郑姓雄手中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四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3563 力量 3874 速度 3598 精神 3361 法力 123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土盾术 阴风术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七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世眼 超级嗅觉 虎啸魔鹰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掩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八棱子精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斧 锋利无比的糖刀 肩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超强的药剂合成和 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五十分之九碎片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非常神奇的牧场 辉煌的宫殿 超级治疗室 二十二分之十七 令人陶醉的花园 郑信雄满意地 看着版面上的数据 如今四维属性 全都过三千 法力也达到一百七十多斯 实力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至于说进化药剂的事情 还得好好地考虑一下 毕竟事关重大 如果一个弄不好 很可能会引起轩然大波 郑信雄从空间世界出来 向着队伍的方向跑去 还有怪物要收拾 慢了就跑没了 善思挽留在空间世界 看看能不能把虎王种出来 万一要是成功了 以后就可以横着走了 郑信雄赶回战场 战斗依然还在继续 只不过和开始有所变化 这些怪物正在逃散 他心里非常清楚 肯定是怪物感觉到 虎王被干掉了 所以才会树倒狐孙散 郑信雄无论如何 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直接把目标 放在那些狗熊身上 现在多消灭一些强力怪物 对将来一定是有好处的 毕竟现在的怪物实力 整体偏弱 郑信雄挥动血腥的开山腹 气势汹汹地杀向狗熊 斧头连续挥舞 不断地将狗熊开膛破肚 一直在打酱油的凡风和尚 和郑信雄的想法倒是一致 手中多了一串佛珠 向那些豺狼打过去 只可惜 其他人显然并不是这么想的 先是柿子挑软地捏 后面是穷扣墨锥 看着怪物逃走 两人的杀伤力终究有限 最终只能望而心探 好在这一次的目的达到了 以后的事情更容易做 风风吸晃动方便铲 哈哈大笑道 这一战打得真是痛快 以后这些怪物再赶来 一定让他们死无葬身之地 言和道人讥讽说 你装什么大尾巴郎 这次要不是郑居士击杀虎王 哪有这么容易击退怪物 郑居士真不愧是四级净化者 果然是好手段 如果要不是由我们拖累 他们一家人肯定更容易 大家听到这番话 心里全都咯噔一下 这个倒是说的没错 郑姓雄本领如此强悍 万一把他们抛弃了 他们哭都没地方哭去 原美方立刻说 郑大人高风亮节 肯定不会这么做 以后大家一定要万众一心 这样才能到达光明的终点 郑姓雄笑着挥了挥手说 我哪有你们说的这么好 只不过人是群居动物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 不能抛弃自己的族群 如今时代已经不同了 人类不再是世界的统治者 想想以前那些神话传说 也许经过千百年之后 咱们这些人 同样是传说中的一部分 不能太丢人 大家笑着附和 心思却是各自不一 只不过以现在的形式 即便有什么小心思 也得先压在心底 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 郑姓雄再次将盟友集中在一起 给所有的二级进化者 每人发了两支终极进化药剂 郑姓雄板着脸说 这是我杀了虎王之后 在一个洞穴里找到的 数量比你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现在先把你们都进化成三级进化者 提升整个队伍的高端战力 之前的三级进化者 稍微的等一等再说 在以后的战斗中 战兵里表现好的 都将会成为一级进化者 只有进化者的数量足够多 咱们才能走得更远 实际上 这些进化药剂 都是用超级药剂合成和合成出来的 高级进化药剂不是合不出来 而是消耗太大 合成一瓶高级进化药剂的材料 能合成十瓶中级进化药剂 上百瓶初级进化药剂 现在只能先奔着两来 在这些二级进化者 进化成三级之后 又把一级进化者 进化成二级 整个团体的实力 向上翻了好几番 在这些人之中 宋宇柔是最憋屈的 尽管她使用的猫女卡 在实力上 相当于三级进化者 但是已经没有希望了 而从现在的情形来 看这些人 只要能一直活下去 将来会变得越来越强 最终 让她望尘莫及 宋宇柔从来不会找自己的错 永远都认为错的是别人 再加上之前的事情 彻底把郑姓兄恨上了 所有的人都处于喜悦之中 没有人会留心 宋宇柔的眼神变化 等大家再看的时候 她已经将眼中的恨意 隐藏起来了 第二天队伍出发之前 大家先把战兵集中起来 给昨天表现出色的 十几个人 初级进化药剂 让他们成为一级进化者 算是对他们的奖励 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所有的战兵都喘着粗气 眼中充满了渴望 虽说好死不如赖活着 但是谁能顶得住 这个又变强的诱惑 又成为人上人的机会 拼了命也要抓住 金方济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不由得在心中一声长叹 真的是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只能乖乖地认命 郑姓雄来到金方济身旁 将两瓶终极进化药剂递过去说 如果你能放下对权力的渴望 不想着去操控一切 你是一个非常优秀的领导者 这支队伍真的需要你带领 给自己一个机会 不要让大家失望 金方济匪夷所思地看着郑姓雄 没想到他会说出这番话来 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 郑姓雄微笑着说 我不管是从战斗力 还是从智慧方面来讲 都是上上之选 但是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的心里非常清楚 因为在末世之前地位的原因 绝对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很多时候不得不承认 出身决定一个人的高度 出身低微的人 除非是天赋过人 否则很难成为真正的霸主 我就是这样的人 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 有非常明显的短板 诸葛亮为什么不能当皇帝 就是这个原因 金方济常常地出了一口气 接过两瓶药剂 头也不回地转身就走 默契已经达成了 没必要再多说废话 郑姓雄不是忽悠金方济 而是心里真的这么想 想要成就霸业 不是脑袋一拍就行了 也得看有没有这个命 他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懒散的人 根本不想成为一方霸主 那么辛苦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美人全是 郑姓雄如今已经是美人在怀 而且还不止一个 以后的数量肯定会越来越多 那么辛苦干什么呀 他回到空间世界 为三个老婆烹饪美食 看着老婆们幸福的样子 已经非常知足了 一晃又过了两天 队伍只是遇到一些小的骚扰 战兵们表现得极为勇猛 轻易就全都打发了 又有几十个战兵得到奖励 大家的心气变得越来越高 只是在这种气氛下 平民之中却暗流涌动 新上任的委员长徐宁雅 急匆匆地找到宁妙仪 向他汇报这个情况 现在在平民之中 出现了一种思潮 他们对进化药剂都给战兵使用 心中极其不满 认为应该一视同仁 将一部分进化药剂 分给平民 让平民也能成为进化者 拥有一步登天的机会 我觉得这件事情 如果不好好处理 肯定会出现大问题 万一这些平民 做出什么事情来 到时候就麻烦了 徐宁雅担忧地向宁妙仪报告 在话语之间 还有一丝威胁的意味 显然她的心中也有想法 宁妙仪面色阴沉道 简直是一派胡言 这些战兵 一直都在战斗的 付出理应得到回报 平民除了白吃白喝以外 一点作用都没有 不但不知道感恩 还有这种想法 真是把他们给惯的 另外有一件事情 你要清楚 委员会的作用 是解决矛盾 不是把矛盾扔给我们 自己在一旁看热闹 如果委员会什么事情 都做不了 要你们还有什么用 干脆把你们解散 实行军管就完了 徐宁崖下的心惊胆战 毕竟她是第三任委员长 之前的两个委员长 都被干掉了 血淋淋的前车之剑呀 她脸色惨白的辩解 大人千万不要误会 我没有其他的意思 只是觉得事关重大 所以才报告给大人 真要是明心浮动 最后搞出一些事情来 对大人们来说 多少也算是一些麻烦 亡羊补牢 不如防患于未然 宁妙仪觉得 这话说的也对 真要是出点什么问题 到时候再进行弥补 确实是为时已晚 她吩咐徐宁崖 你先让委员会的人 安抚一下大家的情绪 对于闹得最欢的 可以让手枪对镇压 我把这件事情 报告大头领 然后再和其他人商量一下 看看应该怎么样解决 能让所有的人都满意 徐宁牙连忙点头答应 按照吩咐 回去处理这件事情 同时在心中有个小期盼 希望自己能成为进化者 郑幸雄已经和盟友们通过气 对大头领表现的尊重一些 毕竟到了更大的生存点 还需要有人去交涉 金方纪知道这件事情以后 把强大的进化者和修炼者集中起来 商量这件事情 应该怎么处理 随着现在进化者的数量越来越多 修炼者也开始改变策略 收那些异能进化者做弟子 以此达到双赢 强勇猛不满意的嚷嚷 这些平民实在是太不相话了 要是没有战兵保护他们 怎么能走到现在 他们看不到战兵的付出 多少人战死沙场 就看到战兵得到的好处 一个个红眼病 真是可恶到家了 风风吸咳嗽一声 我承认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平民想要变强 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要给他们一个机会嘛 于荣英和高双雪夫妻 是暴政性熊大腿 得到好处的典范 如今都是三级进化者 话语权越来越大 于荣英不满意的回队 拼命的时候 让战兵挡在前面 有好处的时候 又说要机会军等 未免太不要脸了吧 高双雪夫唱副随道 要想得到机会也行 想要机会的人报名参战 只要能和战兵一样 立下功劳 可以给他们进化药剂 他们夫妻的话合情合理 不管是谁都找不出毛病来 想得到还不付出 哪来的脸呢 王归芬犹豫了一下说 这么做倒是合情合理 关键是 咱们没有足够多的武器 总不能让平民 冲上去肉搏吧 末世之前 主管军方装备的江兰桂 想了一下说 前面就是大石桥了 靠近那里 有一个军火库 里面储存了大量的老式装备 虽然旧了一点 但是依然可以使用 而且就枪械而言 实际上 老式的威力更大 新式枪械 是在性能上 比老式枪械好 真正说到子弹威力 老式枪械的大口径子弹 自然是更强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 军火库是在山里面 想要进去 可以利用队伍的实力更强 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尽管它有军火生产线 但是需要很多的材料 而且还不方便展示 不如去军火库更划算 郑信雄板着脸说 只要你能把军火库的位置 标记出来 我就能去把那些军火拿出来 江兰桂表示 一点问题都没有 所有军火库的位置 都在他的脑子里 从这里到凤城 足足有十击处 郑信雄得到军火库的位置后 让大家继续前进 得手之后 他会追上队伍 随后使用土盾术 消失在大家眼前 他从一个山头钻出来 抬手放出几只鸽子 都是农场里养出来的 永远都不会被感染 绝对值得相信 鸽子的身上带着摄像头 不断地将周围的信息传送回来 为他指引方向 同时躲避危险 郑信雄连续躲过几拨怪物 悄悄地靠近军火库 使用三十眼 观察军火库里的情况 并没有发现 守卫变成了丧尸 他不知道是应该觉得高兴 还是应该悲哀 再次使用土盾术 进入军火库 找到一箱箱的装备 这里储存了十万只各种枪线 确实都非常老旧 甚至还包括拨拨杀冲锋枪 不过弹药倒是非常充足 都是以外 还找到上千门老式火炮 用来布置防线 倒是不错 最后就是整箱整箱的手榴弹 绝对是收获颇风 郑信雄将这些东西收起来之后 正打算离开这里 突然听到墙壁后面 传来当当的响声 他立刻使用透视眼 向着墙壁望去 发现一条长长的隧道 不知道通向哪里 响声是从隧道深处传过来的 勾起了郑信雄的好奇心 他先回到空间世界 让几个女人 把一部分武器交出去 先把队伍装起来 找个地方安营扎寨 做好进入大石桥的准备 他到隧道里去看一看 会不会有意外的收获 在一切都商量好之后 郑信雄再次回到军火库 使用土盾术穿过墙壁 出现在隧道里面 郑信雄一手拿着盾牌 一手拿着糖刀 小心翼翼地向着里面摸索 郑信雄使用三十眼 将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 这条隧道看上去 不像是人工开凿的 反而像是天然形成的 已经走了十几分钟 还没有到达隧道的底部 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 好像是有人在求救一样 郑信雄怎么走 也走不到尽头 心中变得极其焦虑 使用阴阳眼看了一下 并没有发现有任何不妥 他觉得自己是在原地打转 可是他精通鬼术 能够确定不是鬼打墙 出现这种情况 实在是让人疑惑不解 苏联青一直在空间世界里 关注他的动向 从电子地图上的显示来看 他的确是在不停地打转 而且是先向左转 再向右转 连转几圈之后 才会重新转回原点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苏联青通过激战运算了一下 认为出现这种情 肯定是磁场受到干扰 进而影响了人的大脑 造成判断失误 磁场干扰 对于机械是无解的 就是在先进的机械电子设备 在磁场干扰的情况下 也不过就是一堆废铁而已 所以 想要改变这种局面 就只能依靠动物的特性 牧场所有的动物中 只有鸽子有这个能力 之前放飞的几只鸽子 再次被放出来 鸽子在空中不断地调整飞行轨迹 很多次看上去 都像是走上岔路 但是跟着鸽子走下去 却是一条康庄大道 终于来到一处石门前 敲击声 就是从门后传出来的 郑姓雄使用透视之眼 向着石门望过去 结果眼前一片混沌 根本没有办法看透石门 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情形 他想使用土盾树进去 却发现地面尖如金刚 脚都已经堕妈了 也没有办法潜入分毫 郑姓雄没想到 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下彻底郁闷了 只能不停地打量着石门 琢磨开门的办法 景美华通过耳麦说 我看小说里说的 这种地方肯定有机关 老公好好找一找 兴许会有收获 郑姓雄觉得有道理 开始向着四周打量 经过一番认真的勘察 终于发现有一块石头 多少显得有些突兀 他从空间里 弄出一条长长的铁棍 小心翼翼地对在石头上 用力地向里推 终于有所松动 随着石头慢慢地被压下来 石门传来一阵咔咔声 接着向两侧慢慢划开 从里面照出一道光芒 这道光芒落在郑姓雄身上 透体暖洋洋的 就好像泡在温泉里 舒服得不得了 忍不住想要发出呻吟声 郑姓雄突然发现自己的法力 飞速地向上提升 在光芒彻底消失之后 竟然突破了五百丝 绝对是意外的惊喜 他的胆气壮了不少 紧紧地握着糖刀 又晃了晃盾牌 向里面快步前冲 一头扎进门里 郑姓雄之所以选择这么做 是害怕自己打退糖骨 只有成为既定事实 才能面对一切 他在穿过石门的时候 好像通过了一道水波 并没有遇到任何危险 郑姓雄眼前出现一个巨大的水潭 在水潭的四周 有五个人形雕像 雕像栩栩如生 一眼看去难分真假 五个雕像的装束 非常奇特 既像佛又像道 再细看 又是似是而非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来路 扇斯婉犹犹豫遇到 我以前看过一些杂书 里面提到五老木 据说是五个神人 镇压妖魔的地方 老公该不是跑到那里了吧 郑姓雄觉得很有可能 既然连末世都能发生 鬼魂都会出现 谁敢保证这些传说 不是真有其事 而且从隧道的整体情况来看 单纯的凭借人工 想要做到这一点 难于登天 只有超自然力量才可以 至于说他听到的敲击声 很有可能是被镇压的邪魔 用来吸引人的 希望能够借来人的手 逃出生天 自古乱世出邪魔 有什么世道 能比末世更乱 邪魔想要借着这个世道脱困 完全是合情合理的 现在已经都乱成这副德性了 再弄个邪魔出来 大家真的不要混了 洗净脖子 等着头胎转世吧 郑姓雄对着五尊雕像跪拜一番 祈祷 不知道尊神是不是无老 如今世道混乱 外面民不聊生 各种各样的邪魔起出 晚辈不敢说有大作为 也力求保护一方平安 就不在这里陪着各位了 希望这个邪魔 能够永远被镇压 不会出来祸害苍生 真要是有那一天 只要被晚辈碰到 一定死拼到底 郑姓雄诚心诚意地祈祷了一番 正打算起身离开 没想到雕像上泛起五道光芒 同时落在他的身上 郑姓雄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强大的力量在身体里蔓延 脑子里多了很多的信息 几乎都和功法有关 接着眼前一暗 等到恢复光亮的时候 已经出现在队伍边上 五老的确有大神通 让人心中惊骇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四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4563 力量 4874 速度 4598 精神 4361 法力 一千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阴风术 五行奇术 奇门遁甲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奇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试掩 超级嗅觉 虎啸魔鹰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掩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八棱子精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斧 锋利无比的糖刀 肩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超强的药剂合成和 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五十分之九碎片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非常神奇的牧场 辉煌的宫殿 超级治疗室 二十二分之十七 令人陶醉的花园 郑信雄 调出版面查看 果然得了天大的好处 四维属性 全都增加了一千 法力直接达到一千丝 同时 土盾数消失了 多了五行奇术 和奇门盾甲 两项综合类法术 绝对是鸟枪换炮 来了个天翻地覆的变化 他在心中欢喜的同时 也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得了五老这么多好处 还不知道 以后要怎么偿还 郑信雄先进入空间世界 把得到的好处 告诉三个老婆 同时 把奇门盾甲的内容打出来 让他们自行修炼 相对于没心没肺的小丫头 景美华 苏联青和善思丸 脸色极为凝重 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 便宜哪是那么容易占 郑信雄晃了晃手指道 已经到了这一步 没有选择的余地 只能就这么走下去 走到哪算拿好了 奇门盾甲 除了能进入空间世界的人外 绝对不可以外转 相对于丧尸和怪物 同类更不值得信任 三个女人连忙点头答应 各自翻看奇门盾甲 想看看 能不能找到一些 有用的东西先练 善思婉露出惊喜的表情 他在奇门盾甲中 找到一种方法 可以保护自己的元神 免受伤害 元神说白了 就是灵魂 只要能保证灵魂不受伤 和精神力有关的技能 就能随意施展了 三个女人 作为三级进化者 思维属性都极高 善思婉在精神力方面 更是一只独秀 这种法术 只能说是小竹 善思婉非常轻易就掌握了 以后只要深入修炼 效果会越来越好 郑信雄看看火候差不多了 才从空间世界出来 使用五行奇术中的五行盾数 和银地拉开一顿距离 然后再走回来 大家看到 他回来了 立刻询问隧道的事情 把事情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只是隐瞒了吴老的传承 说自己害怕坏事 只能忍痛跑出来了 大家对这话是不太相信的 但是郑信雄 作为队伍里的最强者 又容不得他们质疑 只能把一切都放在心里 金方记插开话题道 再向前十几公里 就进入大石桥了 大石桥只是一个县级式 规模和合装式差不多 咱们应该怎么做 夏玉玲立刻回应 我觉得应该按照计划形式 看看能不能在这里找到一些人口 补充一下进化者数量 最重要的是 能不能找到一些包裹 咱们从逃亡到现在 已经很久没有见到包裹了 不是个事啊 大家觉得 这番话非常有道理 不能总是把希望 放在郑信雄身上 自己也要想办法提升实力 不管到什么时候 实力才是王道 郑信雄要不是最强者 一家人怎么会有这种超然的地位 郑信雄猜到大家的想法 并没有放在心上 很多时候想是不犯错的 只要不做出错事就行了 意见达成一致之后 所有的人立刻投入准备 并且向平民发出号召 愿意战斗的平民 将会组成民事 由原地方武装主任徐洪亮 担任民事的总指挥 配合战兵作战 并且享有和战兵一样的待遇 这个号召发出去之后 之前叫嚣的那些平民 反倒成了缩头乌龟 他们只想占便宜 并不想付出 倒是很多有上进心的平民 加入到民事中 领取武器之后 单独被规划在一处地方 防止出现问题 徐洪亮被提升为二级进化者 这样可以更好地管理民事 同时告诉他 一定要公平地对待每一个人 否则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要说这事也是巧了 徐洪亮和徐宁牙 是同族兄弟 两人都握有权势 队伍里徐家的人 立刻就扬起来了 大家准备就绪 向着大石桥方向推进 很快就到了城市边缘 再次停下来 先好好地侦查一下 苏联青放出上百架小型无人机 进行大范围的搜索 同时用基站搜索信号 希望能有一些收获 结果真的联系上了 这里有一个小型生存点 里面大约有一万多人 最强的是三个三级进化者 从进化者的等级 就能推断出 这里最强的丧尸是尸帅 完全在可应付范围之内 直接进城就行了 路上碰到了一些丧尸和怪物 全都不堪一击 很快就被他们消灭殆尽 来到那个小型生存点 生存点的人一看生活就不好 即便是那些进化者 也是面黄鸡兽的 看到他们以后 完全是一副泪眼汪汪的样子 生存点的三级进化者 辛蒂德 张亚杰和陈思雨 本来心里多少有些想法 但是看到他们的实力 没开眼笑说 见过各位大人 真不愧是大城市过来的 果然实力强悍 凯尔库恩佐大咧咧地回应 我们从槟城一路杀到这里 在路上连五级怪物都干掉了 实力当然说得过去 以后 你们就加入我们的队伍 跟着我们一起到凤城去 不要想着 在这里苟言残喘 现在已经行不通了 景玉林把之前的事情 大致地讲了一遍 听得三个人目瞪口呆 心中充满了惶恐 立刻决定抱他们的大腿 他们还是要收拾一下 所以 明天一早离开这里 大家借着这个机会 对这里搜索一番 看看能不能找到包裹 擅思完有空间扫描 这个作弊器 他们一家人再次拔得头筹 找到了五十多个包裹 把其他人羡慕坏了 还是按照老规矩 所有的包裹 都由修炼者拆盲盒 这回的运气不错 弄出了几十张卡片 让他们的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郑姓兄疑惑地问陈思雨 你们这里 怎么没有修炼者 按照道理来说 每个城市或多或少 都应该有一点 他不是无地放食 而是之前问过降风和尚 知道修炼者的数量 实际上并不少 基本每一个城市都有分布 只不过 修炼者的修为有高有低 表现出来的情况也不一样 所以 在每个城市里的地位不同 陈思雨晃着头回答 我们这里从末世来临到现在 就没听说过修炼者 该不会是一开始就死绝了吧 郑姓兄摇了摇头 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以修炼者的适应能力 不应该这么容易被干掉 里面一定有不知道的原因 他再次询问 你们这里在末世之前 有没有什么有名的大仙 大仙有什么手段 陈思雨对此并不了解 但是不耽误去问 很快就问出一个情况 陈思雨兴高采烈的汇报 我已经查清楚了 以前在大石桥 确实有一个很有名的大仙 这个大仙叫东郭金峰 说是百堂口的出马仙 只不过 他供奉的不是五大仙家 而是非常少见的狼 景美华听到这里笑出声来 我以前只听说过 东郭先生与狼 没想到 还真有人信这个信 偏偏又是个玩狼的 真是太有意思了 郑信雄无奈地看了这丫头一眼说 现在说郑氏呢 你不要跟着老打岔 不行就回去吃零食吧 我倒是听说过出马仙家 不是说 只有五大仙家 这会又冒出个信狼的 究竟是什么情况 所谓的出马仙五大仙家 只是具有代表性的五家 实际上任何生灵 只要修炼到仙家的地步 都可以成为出马仙家 狼也算是有灵性的 并且实力也不差 还出过魁木狼心郡 多少算是有靠山 成为出马仙家 并没什么奇怪 御波道人虽然看他不顺眼 但还是开口解释 只不过在语气之中 对的成分比较大 郑信雄对此一向不以为意 他又不是包裹 能够做到人见人爱 再说不招人度是庸才吗 他摸着下巴说 我觉得这座城里的诗帅 很有可能就是东郭金风 不然他怎么会跑不出来 大石桥当时的丧尸 总不可能比槟城还厉害 你们两家连生存点都弄出来 他只想逃个命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你们觉得 我说的可对 连何道人琢磨了一下说 狼仙虽然小众 但毕竟是猛兽变来的 干别的可能不行 打架绝对没有问题 所以东郭金风想要逃命 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最终没有逃出来 完全符合你的猜测 我认为一点问题没有 他和御波道人态度完全不同 说明在玉州观的阵营里 存在着两个声音 还是有失实物的主 郑信雄继续引导 从这个方向推论 东郭金风成为师帅的可能性极大 而且他的能力更强 咱们一定得多加小心 可惜早没有想到 否则就应该在白天离开这里 黑夜是狼群的天下 对咱们实在是太不利了 我在之前的军火库里 找到的不少照明弹 晚上对于探照灯看不到的范围 发射照明弹照亮 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发射一颗 一定要保持连续性 这样才能防止被偷袭 真出现那种情况 咱们的麻烦就大了 大家对这番话是高度认可的 所谓小心使得万年传 现在这种情形 小心肯定无大错 真出问题就晚了 郑信雄特意拿出几十门火炮 炮口对象生存点的四周 尽管是老式装备 同样能令大家安心 灵田和牧场产出的越来越多 郑信雄也就不再吝啬 隔三差五就让大家调剂一下 今天收了一拨新人 当然更要庆祝一番 让他们更加归心 平民每人三个馒头 一碟小咸菜 再加上一块肉 对他们来说 已经是特别丰盛的饭菜了 至于说修炼者 自然是在最好的房子里 摆上一桌桌的酒席 大块吃肉 大碗喝酒 让他们舒爽得不得了 外面的那些守卫 一边舔着嘴唇 一边谨慎地望向四周 今天晚上要是表现好 说不定 明天就能成为进化者 一颗照明弹飞向一个阴暗的角度 在光芒的照耀下 一群群眼睛泛着绿光的野狗 出现在大家的视野里 防守的战兵不敢怠慢 一边拉响警报 一边向着那个方向开炮 炮弹的呼啸声 令狗群骚动起来 领头的野狗 发出一声狼嚎 告诉大家他们的身份 郑信雄来到生存点的外围 看着咆哮的狼群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眼神中全都是轻视 这些由野狗进化来的狼怪 和之前在外面遇到的野狼怪 根本就不能同日而语 差的绝对不是一心半点 这些狼怪唯一的优势 就是数量 毕竟城里的狗更多 真不知道那些所谓得爱汪人士 被自己儿子咬死的时候 是不是肠子都毁清了 郑信雄笑着说 幸亏这些狼怪 不是由田园犬变来的 只能算是串种的祸 实力根本不值一提 先给他们来个火炮洗礼 然后再迎接子弹的狂风暴雨 估计能到咱们面前的 也就是大狗小狗两三只了 新帝德犹豫了一下说 据我所知 大石桥有一个东北最大的狗场 里面有很多的猛犬 就连藏骜都有 要是那些狗变成狼怪 战斗力会不会直线飙升 对咱们构成巨大的威胁 不能掉以轻心啊 郑信雄直接爆粗口了 老天爷真是坑人 竟然会有这种情况 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了 苏联青立刻派出大量的无人机 对周围进行地毯式搜索 一定要把那些强力的变异狼怪找出来 扇斯婉看着冲过来的狼怪 心中忽然有一个想法 对着他们使用精神影响 唤醒他们作为狗的基因 狗作为人类最好的朋友 在基因里是亲近于人的 只要能够将这种基因唤醒 就可以让他们内乱 事实证明扇斯婉想法是正确的 有一部分家养的狗 在基因被唤醒之后 立刻向着旁边的狼怪扑过去 狼怪的队伍乱成一团 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前进速度 调整之后的火炮 对着他们狂轰烂炸 随着狼怪的损失越来越大 师兵战团也出现了 并没有什么组织 阵型散乱地向生存点扑过来 所有的战兵和民事 疯狂地向着师兵开火 在大量子弹的撕扯下 师兵的尸体变得四分五裂 最终倒在前进的路上 郑信雄又要拿出一箱箱的手榴弹 尽管都是木炳的 杀伤力颇为有限 但是也比没有强 而且木炳的扔得更远 不断地投掷到师兵密集的地方 炸得到处都是残枝断壁 看上去惨不忍睹 郑信雄现在已经完全确定 这里的尸帅就是东郭金风 换一个人也不会指挥得这么惨 完全是让丧尸自由发挥好吧 他决定去找东郭金风 看看修炼者变成的尸帅 究竟有多牛 郑信雄一向是想到做到 立刻使用五行盾术 来到这些怪物的后面 根据无人机传回的信息 寻找东郭金风 无人机很快发现一个区域 根本就没有办法探知 在靠近的时候 直接就短路坠毁了 郑信雄确定 东郭金风就在那个地方 立刻向着那里狂奔去 很快就要到目标附近 他再次使用三视眼 结果和预想的一样 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只是无功而返 郑信雄在心中合计了一下 截了一个法印 放出一道道阴风 阴风里传出鬼酷狼嚎的声音 这是他将阴风术和鬼术结合 弄出的一种手段 实际上 阴风里的鬼魂 并不是真正的鬼魂 而是演化出的一种假象 这种鬼魂 令阴风的力量大增 同时还会受到鬼眼的控制 具有很多神奇的功效 阴风鬼魂靠近那个地方 感受到极其浓郁的阴气 绝对是如鱼得水 立刻就渗透进去 郑信雄通过鬼眼 看到里面的情况 是一个类似于堂口一样的地方 一个人影 在里面晃来晃去 他再次结了一串法印 这回使用的是奇门遁甲 一股力量落在前面 飞快地进行渗透 最终打开门户 郑信雄抓住这个机会 一个箭步冲过去 一头扎进门户 又有那种穿过水波的感觉 他有了两次经历 心中产生了一丝明雾 这种感觉 实际上是穿过结界 达到类似于空间世界的地方 现在所到的这个地方 应该就是东郭金风的堂口 对方能够做到这一步 果然是个真正的猛师 郑信雄一边想 一边四处张望 看到的都是白茫茫一片 不知道东郭金风藏在哪里 真是让人头皮发麻 他和空间世界联系了一下 发现并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随时可以进入其中 心里立刻就有底了 郑信雄脚在地上一朵 放出了一大片的老鼠 这些老鼠都是牧场里养出来的 不存在被铜化的可能 老鼠无孔不入 很快就遍布各处 终于找到了东郭金风所在的地方 让郑信雄不再是瞎眼的家瘸 郑信雄正打算向那个地方前进 眼前的白雾突然消失 一个老人出现在他的面前 他双手抱拳道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你就是东郭金风大仙 东郭金风黑黑一笑说 你看起来是一个有意思的主 到我这里来干什么 不会是想消灭我吧 郑信雄毫不掩饰道 我的确有这个想法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变为现实 像你这样的大仙 变成丧尸实在是一种侮辱 东郭金风蛮不在乎说 不过是一副皮囊 没什么侮辱不侮辱 你要是就想和我说这些 未免太让人失望了 郑信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既然阁下如此执迷不悟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送你去见你的狼神 东郭金风哈哈大笑道 你要是真有这个本事 我倒是求之不得 要是吹牛皮的话 你的魂魄就是狼神的食物 该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接下来就是手底下见真章 郑信雄先发制人 抬手就是一道掌心雷 他刚才已经用幽冥鬼眼看过 东郭金风算是尸鬼 雷法对他有伤害加持 是最好用的手段 东郭金风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在他的地盘 郑信雄竟然能使用掌心雷 法力的确不是盖的 是个真正的对手 他双手连续挥 一道道阴气凝结 化成一个榔头 向着掌心雷迎上去 一起化为虚无 郑信雄有一千丝法力 绝对撑得上法力身后 又通过契约 让扇斯婉向樊风和尚 弄了一些扶转法器 这些东西交替使用 威力也是相当可观的 打得东郭金风哇哇大叫 却一点办法都没有 东郭金风彻底被激怒了 双手不断地敲击胸口 身上冒出一道黑气 变成一只黑色巨狼 黑色巨狼一看就不是凡物 随便一声狼嚎 都震得郑信雄头晕目眩 郑信雄几个掌心 雷打在巨狼身上 对方只是冒出一股黑气 并没有受到什么损伤 他看着一步步逼近的巨狼 心中忽然有了一个主意 这只巨狼属于鬼魂的范畴 为什么不能把它吸收了 郑信雄立刻按照想的去做 幽冥鬼眼放出一道黑光 笼罩在黑色巨狼的身上 不断地吸出一道道黑气 随着吸收的速度越来越快 黑狼的体型不断变小 狼脸变成东郭金风的脸 上面全都是恐惧的表情 东郭金风拼命地大叫 你明明是一个修炼正法的人 怎么会使用这种手段 赶快把我放了 否则狼神一定不会放过你 郑信雄冷冷一笑道 我现在把你放了 才是放虎归山 必然有大麻烦 还不如把你直接灭了 起码眼前无忧 至于说狼神找我报仇 先别说能不能找得到我 就算能找到也是以后的事情 根本顾不了那么许多 这番话说得非常到位 而且完全合理 东郭金风背对的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能发出痛苦的嚎叫 郑信雄终于把黑狼吸收殆尽 真不愧是大仙转变来的 增加了三百丝法力 绝对是大收获 黑狼被吸收之后 东郭金风剩下的身体 就是行尸走肉 为了以防万一 自然是大蟹八块 一把火烧成飞灰 没想到这么做 竟然还爆出一些东西 回到空间世界查一下 是上百张各种各样的福传 在东郭金风被干掉之后 那些狼怪全都失去控制 不停地发出嚎叫 疯狂地冲向生存点 扇思晚上次没有使用召唤术 这回终于得到表现的机会 同样放出一批狼怪 彼此之间厮杀在一起 大家看得目瞪口呆 觉得之前真是小看扇思晚了 由此可以推断 另外两个女人的本领也不差 郑信雄一家人 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惊喜 甚至都有些惊吓的感觉 他们一家子这么生猛 让别人如何自处 只不过情况特殊 所有的想法都压在心底 郑信雄没想到 他们过人的表现 却埋下了一个重大隐患 大家再次启程出发 有了之前一战的经验 接下来的路程顺利不少 连续扫荡了几座小城 得到一部分人口 新加入的进化者和修炼者 在耳轩目染之下 知道郑信雄一家人 才是队伍里真正的老大 只不过 人家平时韬光养晦 不愿意多管闲事 真正遇到危机的时候 还是得靠人家力挽狂澜 进化者相对来说要好一些 修炼者却是很不服气 漠视之前他们高高在上 早就已经习惯了服侍众生 如今当初的蝼蚁之中 出现了一个猛马巨像 让他们不得不仰望 是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的 这些修炼者发现千佛寺 表现得颇为懦弱 并不能为他们争取更多的利益 索性就投靠玉州官 令其实力大增 心绪禅师看着屈云道长说 很多事情 大家心知肚明 没有必要拐弯抹角 这么做没有好处 又是何苦呢 趋云道长 看着天上的云彩道 很多事 不是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而是大家想要怎么样 我不相信你们这些和尚 真的四大皆空 全都无欲无求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大麻还要跟着签写 我知道你话里的意思 但是很多的事情不是一下 怎么知道一定不行 没有写的教训 又怎么会甘心 心绪禅师无奈地宣了一声佛号 最终还是闭口不言 佛门讲究一切都是原法 只能顺其自然了 郑幸雄正悠闲地在鱼塘边钓鱼 景美华一头扎到鱼塘里 装成一条美人鱼 不停地游来游去 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个小丫头 总是这么调皮 尤其是在哥哥死了之后 对他更加依赖 苏联青来到郑幸雄身边 压低声音说 我发现那些修炼者 另外建立了一条通信频道 肯定是背着咱们在密谋什么 我觉得一定不是好事 咱们应该做好准备 万一真的发生内乱 也不至于被打得措手不及 郑幸雄眯着眼睛说 内乱倒是不至于 毕竟有两位大佬 压着 知道怎么样最有利 夺权是肯定的 我这两天也在合计这个问题 别看咱们这一路 碰到不少危险 实际上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我总觉得是幕后推手 希望咱们能够融合 所以给咱们开的绿灯 不然在山野之中 哪能让咱们这么逍遥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在到达凤城生存点之后 低调是非常必要的 免得让人得算计了 想要低调就得交权 别看咱们一家人表面上没权 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你我的心里非常清楚 咱们说话的分量有多重 苏联青知道 郑幸雄说的完全在里 以他们现在的影响力 说出的话 根本没人敢忽视 两人在商量好之后 所要做的就是等待了 等到一个有利的时机 把自己彻底摘出来 新来的这些修炼者里 有两个精通阵法的家伙 在大家休息的时候 可以弄出防御法阵 安全系数更有保障 郑幸雄觉得 阵法是生存点真正的防护罩 相信奉承的生存点 就应该有阵法守护 否则不会固若金汤 修炼者和进化者 再次聚在一起 修炼者看向进化者的眼神 和之前有所不同 进化者不自觉地防备起来 御波道人咳嗽一声 想必各位也看到了 现在保护大家的安全 主要依靠的就是防御法阵 说明修炼者的重要性 绝对在进化者之上 我觉得 大家之前做出的决定 实在是有所不妥 应当重新商量一下 领导权的问题 金方济毫不犹豫地达到 我做这个大头领 已经越来越力不从心了 实在是无法继续胜任 如果能换一位领导者 肯定能带领大家 更好地到达奉承生存点 至于说 这个人是谁 想必大家的心中 已经有他的名字了 郑信雄接过话头 我觉得 大头领说的没错 御波道人和祥峰和尚 都是领导者的合适人选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祥峰和尚 毕竟他宅心仁厚 当领导者 能让所有人放心 你们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 这个想法是不对的 咱们现在的目标不是手 而是通过强有力的进攻 打通前往奉承生存点的路 所以我觉得 御波道人 才是最合适的人选 另外我认为 修炼者成为老大 也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大家怎么也没有想到 开口反驳郑信雄的 竟然是他的盟友 凯尔库恩佐 随即恍然大悟 平山右美 也是一个修炼者 只不过一直以来 平山右美 没有得到修炼者的认可 所以才和进化者混在一起 但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影响 平山右美 还是希望能融入到修炼者之中 对方以此拉动他 自然是成效显著 善思完眼睛一瞪道 我老公也没说 修炼者不能当老大 不是已经推荐祥峰和尚 你现在还说出这番话来 究竟是几个意思 凯尔库恩佐 立刻闭口不言 刚才开口 已经是迫不得已 没必要把人得罪狠了 那样根本没有好处 祥峰和尚推辞说 出家人四大皆空 让我当领导者 实在是太难为我了 终于得到机会了 害怕再出现变化 索性连推辞这一步都省了 他高傲地昂着头说 既然大家都认为 我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也就不推辞了 一定会带领大家 顺利到达凤城生存点 他接着又说了一大堆的废话 说得慷慨激昂 只可惜 下面听的这些人 一个个都是昏昏欲睡 郑姓雄在预播道人说完之后 立刻接过话头 领导者讲得太好了 真是让人热血沸腾 所以我决定 带着三个老婆做探子 在前面为队伍探路 一旦发现什么危险 及时传递给大家 让大家能够防患于未然 这番话 绝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郑姓雄来了个釜底抽薪 直接选择脱离队伍 郑姓雄现在这个做法 摆明了 就是想要天高任鸟飞 郑姓雄向大家诠释了 什么叫行动派 也不管大家同不同意 直接就发动装甲车 一头扎进夜色之中 因为锦玉林夫妻 还留在队伍里 所以大家也不好说什么 毕竟人家冒着风险探路 算是做出巨大牺牲了 玉波道人 心中恼火的不得了 觉得自己又被郑姓雄算计了 成为大家眼中的笑柄 他深吸一口气说 郑姓雄如此高风亮节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为了让他免去后顾之忧 我决定 将金方济和锦玉林夫妻 安置在队伍核心 由修炼者保护他们的安全 一定做到万无一失 以后修炼者 处于队伍的核心部位 修炼者的外围 是进化者 最外围是战兵和民事 他们和进化者中间 安置那些幸存者 强勇猛眉头一皱说 按照你的安排方式 修炼者岂不是被保护起来 明明有那么强的战力 却成为被保护的对象 不太妥当吗 侯永峰是布置法阵的 两个修炼者之一 因为其特殊性 所以地位非常高 话语权很重 他不满意地哼了一声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谁说修炼者 是被保护的对象 难道我们没有 做出应有的贡献 有一点你要清楚 如果没有法阵保护 就凭你们这些人 是绝对抵挡不住 那些怪物的 而且等到了 封城生存点之后 主要依靠的 也是修炼者中的阵法师 所以说 修炼者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是人上人的存在 他话里充满了威胁的意味 让这些进化者明白 这个世道 本来就是不公平的 以前不会有公平 以后同样不会有 明妙仪总算明白 凯尔库恩左夫妻的做法 跟着修炼者 才是有前途的 进化者只是一个方向而已 他开口道 我觉得 进化者当然说的没错 一切就按照他们说的来 很多事情 等到了奉承之后 再重新定夺吧 修炼者看到进化者妥协 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之前所有的阴霾 一扫而空 重新登上了云端 凡风和尚突然开口 进化者中的异能进化者 加入到修炼者的队伍中来 可以传授你们基础的修炼功法 等到了奉承之后 会根据你们自身的属性 为你们找到合适的门派 以后就是一路人了 其他的进化者 也不要气馁 如果你们能够持续进化 将来一定会成为强者 同样也是人上人 正信雄 就是你们的榜样 你这个和尚破戒了 怎么会说妄语 干嘛不把真相告诉他们 让他们知道正信雄 实际上 也是一个修炼者 只不过正信雄 不属于咱们两家势力 是一个野生的修炼者 如果不是因为功法厉害 怎么会强到这种地步 普通进化者 刚刚升起的热情 也变成一个笑话 相对于普通进化者 异能进化者 倒是兴高采烈 他们在衡量一番之后 全都投入千佛寺的阵营 玉州冠之前的表现 不得人心 令他们没有办法信任 觉得还是这些和尚可靠 关键时候能得到庇护 这里发生的一切 都被景玉玲的老婆 通过特殊的监控设备 传到空间世界的基站 让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景美华像一只气鼓鼓的小猫 不停地张牙舞爪 恨不得现在就回去教训那些混蛋 苏联青拉着这丫头的手说 这一切都是 我跟老公的计划 你可不要忍不住 小不忍会乱大谋 另外 你不用担心伯父伯母的安全 只要有我们在 绝对没有人敢动他们 而且还要确保他们无恙 景美华不高兴地嘟着嘴 怎么也想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分明就没有一点好处吗 郑姓雄笑着解释 我这么做的目的 就是为了天高平鸟飞 海阔任愉悦 让咱们拥有足够的自由 之前的内斗 牵扯到咱们大量的精力 成为不被人算计的存在 就得拥有极强的力量才行 咱们现在要做的 就是追求更强大的力量 对你们来说就是持续进化 我因为本身的特殊性 需要杀大量的丧尸和怪物 来提升实力 同时得到一些东西 只要我能得到足够多的材料 就可以为你们 弄出更好的进化药剂 让你们完成进一步的进化 景美华还是听得莫名其妙 索性不去想这些 一切都按照他们的计划来 反正错不了就是了 这辆装甲车的威力 一直都没有显示过 这回单独外出 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通过无人机和精神扫描 发现怪物之后 立刻就使用自动武器站进行攻击 低级怪物直接就会被绞杀 系统认定装甲车杀掉的怪物 算在正性熊头上 尽管没办法捡到属性气泡 但是其他的东西 还是会出现在空间里的 尽管低等怪物 爆好东西的几率不高 但是总有个几率 而且材料并不算是太好的东西 爆出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军火生产线和锻造台不同 只要有武器图纸 把材料投进去 自己就生产了 绝对的自动化 而锻造台需要正性熊亲自操刀 算是纯手工打造 所以双方弄出来的东西 也有很大的差别 军火生产线生产武器的强弱 主要取决于图纸强大与否 而锻造台更倾向于材料和方法 药剂融合和和军火生产线差不多 只不过不需要药方 只要把材料投进去 就可以弄出相应的净化药剂 投入的材料种类越多 净化药剂的等级越高 这是一种非常奇特的现象 反正是解释不通 正性熊不在生产中初级药剂 而是奔着更高级的药剂下手 一定要把三个老婆 都弄成四级进化者才行 他们和队伍的距离大约在50公里左右 这个距离不远也不近 绝对是恰到好处 苏联青突然通知正性熊 之前派出去的十几架无人机 全都失去联系了 恐怕是遇到危险了 得小心一些才行 正性熊听说无人机被干掉了 兴趣立刻就来了 把装甲车收回空间 就知道究竟是什么情况 万一真是猛到没边的东西 一下冲到人家面前 是怕人家没吃饱 送上一份甜点 让人家垫吧垫吧呀 正性熊在飞奔的同时 三世眼直接打开 就好像雷达开机一样 周围的情况尽收眼底 景美华把这件事情告诉老妈 再由老妈通过频道广播 让所有人都知道怎么回事 免得被打得措手不及 景欲林夫妻不能干吃饭 于是就有了这么个活 这个活肯定是重要的 别人想干也干不了 队伍的速度立刻降下来 小心翼翼的向前推进 大家都在心中祈祷 希望正性熊能够搞定一切 甭管这些人承认 还是不承认 正性熊就是这支队伍的定海神针 别人想要取代他的位置 真的是多余了 樊峰和尚一手拎着酒瓶 一手拿着猪蹄 完全是一副花和尚的样子 谁都拿他没有办法 他调侃御波道人 你之前吹得那么愣 现在遇到事情了 干嘛在这里装缩头乌龟 去把事情解决啊 御波道人面色阴沉道 正性熊是咱们队伍的侦察兵 他不把事情侦察清楚 让我怎么出手 你不要和我胡搅蛮缠 这一套对我不管用 就算是对我不满意 也轮不到你来说我 樊峰和尚不屑地撇了撇嘴 一似不言而喻 这个孤名钓鱼的家伙 根本就不值一提 风风西摆弄着方便铲 犹豫了一下说 我觉得之前的安排 还是有不妥之处 伍修老是躲在队伍中间 不敢出去战斗 如何能提升自己的实力 到最后被甩下了 岂不是哭都没地方哭去 翔峰和尚叹息一声 五修本来就是很尴尬的存在 很多事情也是没有办法 要不这样好了 你带着千佛似的五修 和那些普通进化者混在一起 把你们修炼的功法交给他们 这两天我就在考虑 普通进化者虽然没有异能 但是身体的强度被提上去了 作为五修的潜力还是有的 即便是到了奉承生存点 有法术的修炼者 数量终究是有限的 在很多事情上 还得依靠有战斗力的进化者 咱们把这些普通进化者武装起来 到时肯定能得到足够多的好处 最起码在话语权方面 能够更进一步 师父这段时间使用他心通 已经联系上奉承的千佛寺 从他们那里得到消息 这么干肯定没错 奉承的千佛寺和槟城千佛寺是一家 只不过是上院和下院的区别 彼此之间的法术是互通的 能联系上很正常的 只不过联系上的人不是心绪禅师 而是九肉和尚凡风 为了保护他 财安在心绪禅师的头上 就在他们商量行动的时候 郑姓雄终于到达目标地 被眼前的怪物惊呆了 郑姓雄看着有上百米长 每一节身体都有横置篮球场大小的蜈蚣 直接就凌乱了 这里可是深山老林猛兽的聚集地 竟然出了这么大的蜈蚣 也未免太夸张了吧 郑姓雄觉得这条蜈蚣的出现 是对这些野兽的侮辱和挑衅 不可能没有野兽出来打擂台 现在一只都没有看到 说明都被这条蜈蚣给干掉了 从侧面左正 这条蜈蚣厉害无比 之前的那些无人机 已经都变成残骸 落在蜈蚣的脚边 显然是被荡成食物 然后又被嫌弃了 苏联青出现在郑姓雄身边 向着那些残骸一指 所有的残骸全都爆裂 碎片打在蜈蚣身上 连个印记都没有留下 郑姓雄在心中直接就骂娘了 这条蜈蚣的防御力 估计比虎王多强 想要干掉对方 不知道五雷正法好不好用 他想到这里 使用幽冥鬼眼妄想蜈蚣 得到蜈蚣的信息 四级变异怪物 巨型蜈蚣 防御力得到惊人强化 物理攻击难以造成伤害 数法攻击伤害减八成 雷系法术威力减一半 巨型蜈蚣 巨型蜈蚣不具备毒性 每只脚都锋利无比 可以轻易切割特种钢 咬合力极其惊人 咬碎太合金不成问题 智力可以忽略不计 郑姓雄得到这个信息之后 就已经不是骂娘 而是骂祖宗十八代 这玩意根本就打不动 攻击还那么猛 真是要得老命吗 他忽然被智力忽略不计吸引住了 扇斯婉拥有御兽这项技能 简直可以当诱惑之光使用 兴许能把这条蜈蚣弄过来 扇斯婉觉得可以试一试 不过为了安全起见 在牧场里抓了一大堆攻击 塞满了麻醉果 先把蜈蚣放翻再说 他从空间世界出来 看着巨大的蜈蚣 心中也是打鼓 御兽技能要是不好用 大家就只有逃命的份了 扇斯婉首先是散发善意 降低蜈蚣的防备心理 然后把攻击扔过去投位 这么做即拉近关系 又达到目的 绝对是一箭双雕 攻击是蜈蚣的天敌 但是同样的 蜈蚣也是很喜欢肌肉的 逮到机会就要来一口 巨型蜈蚣改变不了这个天性 一口就把攻击吞下去了 对味道非常满意 防备的心理进一步下降 扇斯婉在扔出一百多只攻击后 终于让这只蜈蚣迷糊了 同时 善意也达到零界点 可以签订预售契约 预售契约占据的是精神力份额 精神力越强 能签订的契约契约就越多 从理论上来讲 是没有封顶限制的 但是人力有穷尽 想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 扇斯婉在这方面 却可以投机取巧 因为神奇契约的原因 他们四个人是联在一起的 在精神力方面 同样也是如此 郑姓雄精神力的数值极高 再加上本身就不低的扇斯婉 已经达到一个非常恐怖的地步 苏联青和景美华 毕竟是三级进化者 基数在那摆着 精神力又能差到哪去 所以整体的数值 绝对令人惊叹 随着这条巨型蜈蚣被拿下 他们的底牌又多了一张 这回真是赚大了 拿下巨型蜈蚣之后 郑姓雄一家人 心中特别喜悦 又多了一张强烈的底牌 以后的胆气更足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有破风之声传来 几十块磨盘大小的石头 向着他们劈头盖脸的砸下 他们立刻回到空间世界 躲开石头的攻击 随后再次出现 站在这些石头上 扇斯婉使用精神扫描 将周围的一切 映现在四个人的脑子里 发现扔石头的是一群猴子怪 这些猴子怪都跟金刚似的 从山上扒下大石 正在瞄准他们 接着将石头扔过来 三个女人回到空间世界 郑姓雄向着猴子怪的方向冲去 不断地辗转藤膜 把这些石头躲掉 猴子怪的眼神很好使 看到郑姓雄冲过来 投掷石头的频率加快 就像一场石头雨一样 郑姓雄结了一个法印 使用五行盾束 从石头中穿过去 把这些猴子怪下了一跳 猴子怪不停地挠脑袋 想不明白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么坚硬的石头 是咋过来的呢 郑姓雄看着高大的猴子怪 觉得锤子和斧子都没用 于是就亮出长刀和盾牌 打算到他们身上弄死他们 猴子怪见石头砸不死郑姓雄 立刻四散逃窜 显然没有金刚的勇气 不敢和他硬刚 这些猴子怪的速度很快 眨眼之间就跑没影了 郑姓雄只能望而生叹 向着来路撤退 结果退出没多远 猴子怪又杀回来了 依然是各种石头一顿砸 郑姓雄再次冲向猴子怪 这回他们更直接 毫不犹豫地转身就跑 根本就抓不到 这些猴子怪特别难缠 不打他们就扔石头 一打跑得比兔子都快 根本就打不着 令人郁闷得不得了 关键是 这些猴子怪还不上当 从空间拿出上了麻醉药的食物 引诱他们 连一点没有效果 郑姓雄彻底被整无语了 只能把这个消息传回队伍 让大家接近这里的时候停下来 想想怎么收拾这群猴子怪 苏联青把无人机拍到的图像 放给大家看 让大家知道 现在有多麻烦 不拿出解决的办法 肯定是过不去 姜郎贵犹豫了一下说 如果车队将速度提到极致 有没有可能直接冲过去 徐洪亮毫不犹豫地否决 车跑得再快 还能有人家扔下的石头块 再说 石头落在前面 你能飞过去啊 要想通过这里 唯一的办法就是干掉这群猴子怪 但是他们的速度太快了 除非咱们有飞机 否则绝对白扯 俞荣英插话 有飞机也够呛 谁知道 猴子怪防御力有多强 万一要是打不动 还不是白飞啊 关键是 能够搞到飞机 也没有飞行员 槟城的空军部队 一直没联系上 估计当时就团灭了 槟城做一个沿海防御城市 实际上 军种是很齐全的 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只有陆军保留下来了 空军 海军 导弹部队 一点消息都没有 估计是凶多吉少 让人家给直接包园了 高双雪 气气哀哀的说 既然咱们没有办法 为什么不问问那些修炼者 说不定他们有办法解决 再说 现在异能净化者 全都投入到修炼者的阵营中 咱们缺乏远程打击手段 也绕不过他们呀 风风吸咳嗽一声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想要对付这些猴子怪 最后还得依靠远程打击 必须得由他们帮忙 随着情况的不断改变 队伍里的两大阵营 已经由净化者和修炼者 转变为进战者 和远程打击者的划分 净化者和修炼者 进一步混淆 绝对称得上是一个进步 而在新的两个阵营之中 修炼者 还是占据主导地位的 天地军青师 再是华国的传统文化 这件事情通报给远程打击者 远程打击者表示毫无压力 只要能看到那些猴子怪 一定让他们知道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郑姓雄之前 也使用了掌心雷 只可惜独目难知 效果并不明显 但是可以确定 能把猴子怪打疼 随着大量的远程攻击者加入 对猴子怪的打击力度 不断加强 开始有猴子怪被打死了 猴子都是欺软怕硬的主 猴子怪同样也是如此 在出现伤亡之后 立刻就树倒狐孙散 大家并没想过 要团灭猴子怪 把他们撵走就是胜利 车队快速通过这里 很快来到了路上 最大的大城安城 郑姓雄一家人 作为先遣队 首先到达安城的城市边缘 这座城急急喧闹 好像里面有多少人一样 无人机很快传回画面 画面的内容 把他们一家人惊呆了 这里到处都是普通丧尸 好像根本就没有进化的说法 而且丧尸的数量之多 绝对令人咋舌 估计这里连一个活口都没有 所有的人全都遇害了 景美华咽了一口唾沫说 不至于这么惨吧 难道说这里没有修炼者 要不要这么夸张 郑姓雄眯着眼睛道 这里的主宰不是丧尸和怪物 而是我们以前没见过的东西 必须得加倍小心才行 你们待在空间世界 我进去看看什么情况 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 必须得要弄清楚 否则晚上连觉都睡不好 三个女人点头答应 又放出大量的无人机 希望能够有所收获 同时通知后面 再次停滞不前 郑姓雄小心地进入城市 先杀了几个普通丧尸 的确是老魏道 说明在这方面并没有作假 他又找到了一些猫狗的尸体 这些尸体 没有任何变成怪物的意思 从侧面说明这里 压根就没出现怪物 郑姓雄更加觉得不可思议 这种情况完全超出认知 按照道理来说 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才对 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他越想心中越是焦躁 就在这个时候得到通知 之前的无人机失去掌控了 并不是被摧毁 是彻底失控了 按照苏联青的说法 这些无人机在一瞬间拥有了自主意识 通俗点来说 无人机全都活了 郑姓雄听到苏联青的通报 整个人都蒙圈了 无人机活了是什么意思 以为是拍终结者啊 他在好奇心的驱使下 向着无人机的方向狂奔 很快就发现无人机 果然已经长出脸来了 特殊变异怪物机械精灵 此怪物没有等级划分 实力根据附体机械的强弱而定 将附体机械消灭 机械精灵灭亡 郑姓雄被幽名鬼眼得到的信息清单 没想到还有这么神奇的变异怪物 果然在漠视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就在他观察的时候 无人机在空中一个翻转 变成带翅膀的小机器人 凶狠地向着他扑过来 郑姓雄看到这个情形 直接就爆粗口 哇靠 这玩意哪是机械精灵 分明就是变形金刚 还能不能愉快地玩耍 他虽然发出惊叹 下手却一点都不慢 向着后面退了好几步 同时双锤出现在手中 狠狠地一锤锤过去 锤子砸在小机器人的身上 直接将其砸为废铁 这种民用无人机变成了小机器人 战斗力根本不值一提 这种机器怪物 自然是不会爆出属性气泡 却爆出不少材料 而且本身可以收到空间 当作材料使用 郑姓雄心中颇为高兴 立刻去寻找其他的机械精灵 首先找到的是无人机 轻易就将其全都毁掉 接着碰到各种各样的交通工具 这些附体民用交通工具的机械精灵 除了身材高大之外 战斗力同样堪忧 郑姓雄凭借着双锤的威力 绝对是大杀四方 很快就干掉了大量的机器精灵 捡到不少的东西 他决定先回空间世界 看看捡到的都是什么 兴许能得到一些启迪 找到这些机械精灵 出现了源头 没想到运气爆棚 竟然捡到了一本技能书 正是如何制造机器精灵 分明是为苏联青量身定做的 苏联青学会这项技能之后 可以人为的制造机器精灵 也让他们第一次看到 机器精灵的真容 机器精灵和童话里的花精灵差不多 是拇指大小的机器小人 背后还有各式各样的机器翅膀 郑姓雄再次想到终结者 立刻用那些干掉的残骸 做出T800机器人 让机器精灵附在上面 真正的机器战士产生了 这种机器战士的战斗力 比之前碰到的那些厉害得多 唯一的缺点就是 制作起来比较慢 三个小时才能制作一个 郑姓雄做出一个机器战士后 不打算在这里浪费时间 重新回到城市捕杀机器精灵 同时通知大部队 快速通过这里 既然找不到机械精灵的源头 这是最明智的选择 苏联青从军火生产线上 弄了十几辆坦克 将制造的机器精灵附在上面 变成强悍的坦克战士 他同样没有过多的制造 只要确定能弄出来就行了 等到必要的时候 再进行生产 免得引起不必要的恐慌 大家在快速通过这里的时候 丢失了几十门火炮 看守的人怕担责任 并没有把这件事情抱上去 主要是让平民知道他还在 并没有抛弃他们独自离开 强勇猛一边啃着肘子 一边不停地抱怨 现在那些异能进化者 都投入修炼者的怀抱 已经和我们不是一条心了 最关键是这些家伙 变得和修炼者一样 见到我们的时候 完全是一副趾高气昂的样子 让人看着就不爽 风风吸点头附和 不只是那些异能进化者 修炼者中的法术修炼者 也开始歧视我们五修 让人心中恼火的不得了 法术修炼者 基本上都是玉州冠那边的人 现在尾巴都要敲到天上去了 一个个嚣张得很 得想办法让他们知道厉害 郑幸雄给他们倒了一杯酒说 这条路现在走得很轻松 说明咱们到达生存点 肯定不会有任何问题 既然这样 你们干嘛 放着轻松的日子不过 非要搞一些事情出来 对大家来说 一点好处都没有 之前我已经看过地图 咱们走了大半路程了 按照现在的前进速度 再有几天就会到达目的地 现在也不知道 到达目的地是什么情况 还是不要节外生枝 等到把一切都弄明白了 再确定怎么做 他这番话是典型的霍西尼 应该说他现在对这支队伍 已经不抱希望了 只是想跟着到生存点去 这一路对他来说 收获还不错 但是对别人来说 是一个真正的优胜劣汰 并不是死亡的那种 而是比死亡更可怕 风风西回到千佛寺的地方 把谈话内容告诉祥风和尚 祥风和尚 才到郑幸雄的心思 也是一阵的无奈 祥风和尚叹息一声 这些人永远都不会明白 究竟失去了什么 将来有一天肯定会后悔的 我们不能做后悔的人 一定要和郑幸雄 保持良好的友谊 你现在做得不错 还得继续努力才行 风风西惊讶地看着祥风和尚 没想到 他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用力地点了点头 表示一定按照他的话去做 宁妙仪 作为拥有风火两种属性的 异能净化者 得到玉州观的高度重视 曲云道长亲自出面 把他从千佛寺挖过去 他看着于书坤说 你说郑幸雄 现在一点管事的意思都没有 这和他的性格不符 里面到底有什么猫腻呢 曲方贵在一旁插话 我觉得应该是失望至极的表现 他为这支队伍付出多少心血 实际上大家心知肚明 而大家现在做的事情 说白了就是对他的背叛 我都不好意思面对他 真是惭愧啊 宁妙仪沉音的片刻道 既然已经决定走出这一步 就不能想那么多 如今已经走了大半 距离凤城生存点越来越近 绝对不能出现任何意外 你们一定要小心一点 至于说其他的事情 等到了凤城生存点再说 这个世上哪有什么朋友 说白了不过是利益交换而已 有各种想法的人不守 大家最终都选择隐忍 队伍里所有的主持人 全都各怀鬼胎 就这样又走了三天 凤城已经遥遥在望 郑姓兄再次回到队伍 打开电子地图说 咱们只要越过公主岭 就会进入凤城的地界 公主岭我已经侦查过了 基本上没什么大的危险 关键在于咱们怎么进城 找到生存点 我老婆已经和生存点联系过 他们控制了凤城的铁锡区 是整个区域都在他们的手中 也仅限于此 而咱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需要穿过两个区域 才能进入铁锡区 问题是 这座城里有狮王 狮王更是每个区都有一个 生存点能占据整个铁锡区 就是因为他们的最强战力 是一个在等级上 超过五级进化者的卡片修炼者 对方的战斗力强悍无比 上来就把狮王给弄死了 并且击退了狮王 才保住生存点 并且达到了现在的成就 王归芬咽了一口唾沫说 咱们想要穿过两个区域 很有可能面对两个狮王 凭咱们现在的实力 肯定做不到啊 郑幸雄板着脸说 做不到也得做 在咱们经过的城市里 找到的那些八起女人 是这次获胜的关键 只要有足够强力的信仰屏障 以最快的速度冲过去 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 关键是速度一定要快 越过公主岭之后 所有的装备进行检修 并且将油料准备充足 推土机在前面开到 剩下的车紧随其后 有一件事情 我觉得你没有考虑清楚 现在不应该由你来发号施令 而是由玉波道人说话才对 孙丽颖突然冒出头来 直接来了这么一句 所有人的脸色瞬间就变了 这个女人太不识大体了 玉波道人咳嗽一声 现在是非常时期 用不着计较这么多 郑幸雄安排的合情合理 按照他说的去做就行了 大家一声不响地散开 每个人心中的想法更加坚定 这一次进入凤城 是最佳表现的机会 郑幸雄回到空间世界 擅思挽气鼓鼓地说 孙丽颖真是太放肆了 早知道他会变成这副德性 当初就不应该救他 郑幸雄笑着摇了摇头道 不过就是一个小人 没必要和他计较 别忘了咱们之前的计划 擅思挽生气地翻了个白眼 倒是不再说什么了 去地里照顾正在生长的虎王树 这才是正事 在郑幸雄成为侦察兵之后 后勤方面就靠队伍自己了 大家又回到水深火热的时候 每天只能垫个底 如今他回归队伍 在这方面自然不小切 一下就拿出储备的一万袋方便面 让大家吃得饱 这回绝对是一视同仁 除了关系好的几个人之外 修炼者和进化者并没有受到优待 连个鸡蛋都没家 凯尔库恩佐看着方便面 不满意地哼的一声 自从上次的事情之后 他已经被驱离阵营 不再是郑幸雄的盟友了 平山又美 小声小气说 我一直觉得上一次的事情 咱们实在是得不偿失 就是让那些倒是给忽悠了 凯尔库恩佐瞪了他一眼 没好气地呵斥 你的信仰屏障多重要 可以让多少人活下来 法阵就算再好 也不能移动 平山又美 不敢反驳丈夫的话 只能低着头 默默地吃面 对于明天的行动 心里总是觉得没底 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 车队慢慢地开向城市 城市越来越近 速度越来越快 郑幸雄的装甲车 在最前面 紧跟在两辆推土机的后面 推土机并不是游人驾驶的 而是放了机器精灵 锦玉林夫妻也在装甲车里 他负责操控武器战 老婆缩在一旁 心中忐忑不安 如今有了军火生产线 可以对弹药进行补充 根本用不着节省 发现目标干就完了 之前的那些老式火炮 重新被收起来 装备到什么时候 都是重要的 可以成为提高地位的筹码 不过枪械倒是都发下去了 所有的人都可以通过车窗 进行射击 很多时候只要气势起来了 效果还是不错的 大家终于进入奉天的范围 这里的街道非常干净 显然已经被清理过了 就是不知道是谁干的 道路上的车辆也全都消失不见 这样在前进的时候没有障碍 还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在整支队伍都进入街道之后 两侧的胡同里 传来猫狗的咆哮声 打头阵的依然是猫狗怪 当之无愧的第一炮灰 随着一声令下 所有人全力开火 子弹铺天盖地的 向着猫狗怪打过去 绝对的覆盖是伤害 将它们直接撕碎 在猫狗怪受到打击的时候 下水道的盖子被拱开 数以百计的老鼠罐 信仰屏障只能防备顶部和四周 并没有防备脚下 很多轮胎都被咬爆了 幸亏之前通过锁链 把车子拴在装甲车上 所以才没有出现翻车事故 由装甲车拖着 继续向前跑 老鼠怪变异的是牙齿 个头并没有变大 被车子直接碾压 成为一滩肉泥 散发着独特的臭味 爆掉车胎的这些车 拖累了整个车队的速度 幸亏有信仰屏障保护 能够杜绝那些怪物扑进来 就在大家觉得没什么问题 肯定能够突破过去的时候 宋宇柔三个女人 悄悄地靠近八起女人所在的车辆 本来按照之前的吩咐 除非得到平山又美的允许 否则任何人都不得靠近他们 一旦违背 直接杀无赦 但是现在的情况特殊 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外面吸引了 没有人注意到内部情况 出现了不该有的纰漏 孙丽颖和林敏仪 眼神变得极其古怪 同时发出一声大叫 钻到那辆车里 引爆弹在身上的炸药 轰然两声巨响 除了平山又美 其他人全都被炸死了 大家还没反应过来 是怎么回事 宋宇柔向着平山又美扑过去 大家做梦都没有想到 本以为是手拿把捏 没想到却变生肘叶 三个女人居然会对平山又美下手 凯尔库恩佐 愤怒地向宋宇柔大吼 你这个该死的女人 赶快放开我老婆 否则一定把你碎尸万段 宋宇柔撇着嘴说 你不用在我这装恩爱 队伍里的那些女人 和你有关系的还少吗 不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有用 所以你们才拿她当宝一样 今天我就把她毁了 让所有人一起下地狱 宁妙仪咬牙切齿道 你这个蛇蟹女人 真没想到你这么阴毒 大家一起死 对你有什么好处 别忘了 你也是一个进化者 即便是到了生存点 也会得到大家的重视 热泽肯定能过得好 宋宇柔哈哈大笑说 你用不着忽悠我 我是什么情况 自己心里非常清楚 根本就没有希望了 与其到时候 成为被你们呼来喝去的奴仆 还不如现在拉着你们 一起下地狱 要怨就怨郑姓兄 一点希望都不给我 善思婉听到这句话 就觉得一股无名夜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他跳着脚大骂 你这个忘恩负义的贱女人 当初要不是我老公救你 你早就死在校园里了 而且我老公给你卡片 让你拥有自保的能力 不说对你有恩 也称不上有仇 至于说毁掉你的希望 也是你自己选的 当时就和你说得很清楚 是你自己不能等 只能歇斯底里的大吼 我管不了那么多 就是老天爷对我不公平 我要所有人都给我做陪葬 他能力实际上还是不错的 费了这么半天话 大家都没找到出手的机会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扭断平衫又美的脖子 凯尔库恩佐愤怒的大吼 挥动手中的十字剑 向着宋宇柔杀过去 其他人也纷纷出手 宋宇柔在动手的时候 就已经知道必死无疑 所以根本没有抵抗 直接就被砍成肉泥了 如今队伍失去了信仰屏障的保护 完全暴露在丧尸和怪物的眼前 只能依靠自己了 侯永峰和童光海 作为队伍里为二的阵法师 成为大家最后的希望 结果得到的只是失望的消息 两人根本就弄不出可移动的阵法 所以大家还得依靠自己 现在不需要跑过别人 能跑过身边的人就行了 郑姓雄拿出一个扩音器 大声吼道 如今咱们已经走了一半的路程 剩下的一半只能靠自己狂奔了 为了生存冲啊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所有的车辆都开足马力 向着前面拼命的前冲 希望能够凭借速度 最终逃出升天 很明显丧尸和怪物 不想给他们这个机会 大量的飞鸟怪出现在空中 好像头弹一样 把丧尸和怪物扔到队伍里 大巴车相对来说还好一些 毕竟有个顶棚 勉强可以抵挡一下 敞篷货车就麻烦了 里面不断地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随着越来越多的丧尸和怪物进入队伍 车辆开始出现碰撞现象 最终导致车队停滞不前 进化者和修炼者投入战斗 将队伍里的丧尸和怪物杀掉 然后要求大家下车 自行向着前面狂冲 凯尔库恩佐挥动双手剑 大声吼道 我老婆已经死了 我也不想活了 够胆量地和我一起抵挡丧尸和怪物 为大家争取时间 邱维军手中提着一把末刀 大声地响应着 他能够这么做 绝对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 红光龙和龙突袭也是热血上脑 大叫着挥动兵器 和他们并肩作战 为大家争取时间 郑兴雄看到这个情形 手里握着开山斧 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 斧头上下翻飞 生生地杀出一条路来 金方济看着锦玉玲说 我之前犯了那么多错误 终于到了长环的时候 往装甲车里多塞一些炸药 我和那些怪物同归于尽 锦玉玲哈哈一笑道 我给你做了那么长时间的副官 真的很有感情 反正我儿子已经死了 女儿也不用我担心 老婆刚刚又被丧尸咬了 索性就跟你一起去地府 两人开着满是炸药的装甲车 冲向旁边的一栋高楼 装甲车将高楼炸塌 把后面的路给堵上了 锦玉环看到父亲这么做 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咬着牙操控风暴 清扫两侧的丧尸和怪物 扇丝丸把能召唤的怪物 都召唤出来了 本来想要拿出大蜈蚣 最终想想还是放弃了 关键是容易出现不必要的麻烦 苏连青将制造的机械找人都放出来 在后面做成钢铁城墙 继续抵挡追击的怪物 为大家争取足够多的时间 郑姓雄发现周围的怪物越来越多 整支队伍已经死伤过半 如果没有奇迹 想要到达目的地 绝对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发动契约的力量 将三个女人扔回空间世界 人都是自私的 能生存的时候 还是优先考虑自己 帆风和尚 双手连续挥动 不断地放出佛光 只要是被佛光照耀到的怪物 立刻就变成他的手下 就在大家马上筋疲力尽的时候 突然传来一声惊天巨吼 正在进宫的丧尸和怪物 犹如潮水般退去 大家的脸上露出莫名其妙的表情 但并没有停下脚步 依然向着前面狂奔 一切都为了生存 在凤城地标建筑里 一个极其优雅的男人 手里拿着一杯美酒 悠闲地看着窗外 他就是凤城的狮皇 完颜成海 因为他有皇族血统 所以才能成为狮皇 本管是人类还丧尸 公平就是一种奢望 很多东西是天生的 后天根本就求不来 就好像说 条条大路通罗马 当你在路上急奔的时候 有些人直接就生在罗马 令你渴望而不可及 一个妩媚到极致的女人 来到完颜成海身旁 是他手下的狮王之一 有名的电影明星阮鲤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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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解地看着完颜成海 明明已经胜券在握 为什么要放过那些蝼蚁呢 完颜成海从来没有向手下解释的习惯 手下人只要听命行事就行了 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你就满意了 你们这些女人 全都是蛇蝎心肠 圣人果然说的没错 为女子和小人难养也 高霜雪一下就跳起来 张牙舞爪的怒吼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在那放什么屁 没有女人 谁使你出来 你不能因为三个贱女人 就攻击所有的女人 三位夫人同样也是女人 可比你厉害多了 徐宁衙急忙说 我堂兄一时口不择言 各位千万不要和他一般计较 他并没有什么坏心 徐洪亮也知道自己说错话了 不断的道歉 随后低头退到一旁 不敢再多说一句话 修炼者这次的损失也不小 不过主力并没有受到多大损伤 在这种情况下 话语权又提升了不少 御波道人板着脸道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 有这个机会就比没有强 咱们一定要抓住机会 赶快向生存点前进 免得再出现变故 大家一想是这么回事 立刻整顿队伍 向着生存点的方向 绝对是小心谨慎 害怕再出现问题 这一路走得战战兢兢 直到平安地到达铁西区 所有的人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苏联青本想通过激战联系 没想到心绪禅师和去云道长 各自截了一个法印 放出一道强光 很快就得到回应 一支队伍快速向他们靠近 这些人全副武装 一看就是精锐战队 郑姓雄敏锐地发现在这些人的服装和武器上 各有一个特殊的符文 显然不是装饰 而是另有用处 领头的看着他们说 我是第一战斗小队队长 二级进化者谭耀辉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是谁放的信号 预波道人上前一步 打了一个骑手道 我们是从槟城过来的 之前一直和你们有信号联系 刚才发信息的是我师父区云道长 和佛门高僧心绪禅师 我们和这里的修炼者 是同根同源 谭耀辉听到这句话 脸上的表情立刻就变了 表现得极其恭敬 足以说明修炼者在这里的地位 那些修炼者的优越感又回来了 一个个变得趾高气昂 看向周围人的目光 完全是俯视的感觉 谭耀辉恭敬地说 原来是修炼者大人 刚才真是试镜了 按照基地的规矩 法术修炼者为最高等居民 亦能修炼者可以拜法术修炼者为师 只要拜师成功身份 自动转化为法术修炼者 五修和三级及以上进化者 是第二等的居民 在身份上略有差距 不过基本上平等 没有那么多规矩 一二级的进化者是第三等居民 对头两等居民要保持尊重 见面的时候要称之为大人 除此以外 没什么特殊规定 普通百姓就是最低等的了 需要遵守的规定很多 等到安顿好之后 会有专门人交给他们 大家听到这番话 脸上的表情各自不一 很多人的心中都有不满 只是不敢表达出来 大家跟着谭耀辉 来到了一处广场 已经有很多人等在这里 对他们进行分流安置 普通人被送到平民区 这里是铁锡区以前的住宅区 已经被彻底清理过 水电煤气都恢复了 普通人在登记在册之后 会进行夫妻匹配 然后分给他们房子 为他们安排工作 和末世之前差不多 战兵先是被带到兵营 然后进行检查分流 大部分都会变成普通人 铁锐继续留下使用 被化为第三等的进化者 都是没有异能的普通进化者 只能算是比较强壮的普通人 只不过是不用工作 但是会被分配到兵营 和那些战兵一起进行训练 主要是强化彼此之间的配合 基本上都是军官了 五修和三级及以上进化者 是具有强大力量的存在 也是进战的中间 平时没有人管他们 需要的时候听召集就行了 作为第一等存在的修炼者 以及异能进化者 直接被带到各个修炼者门派 寻找合适的加入其中 成为绝对的高端战力 这个划分看上去非常不错 郑幸雄却觉得有所不妥 问题就出现在 作为绝对高端战力的 法术修炼者身上 谁敢保证 这些法术修炼者一定好用 他们占据了那么多的资源 万一到时候不给力 大家哭都没地方哭去 郑幸雄心里虽然这么想 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来 同样把自己的身份 定在四级进化者上 没有往修炼者方面靠 他们的待遇还是很不错的 又分配了一间独门独院的别墅 同时有一张卡 可以以此去领各种物资 郑幸雄随手把卡扔进空间 对这里的物资 一点都不感兴趣 空间世界的出产 已经足够用了 没必要和别人抢 在他们被安置好之后 有人对他们的队伍展开调查 很快就把整支队伍的情况 了解得一清二楚 作为隐藏巨头的郑幸雄 资料摆在高层大佬的面前 引起了他们的兴趣 这里的绝对老大西门立国 平时很少管事 管事的是几个老人 组成的领导班子 严律国敲着桌面说 对这个人 你们怎么看 汤佳琪立刻回应 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刺头 绝对的不安定因素 必须得多加注意 免得惹出麻烦来 龚山叶轻蔑地哼了一声 你这个老太婆 就是见不得别人强 你要不是老大的奶娘 哪有资格坐在这里 龚山叶倒不是替郑幸雄说话 只是单纯地看不上汤佳琪 认为对方就是个老妇女 压根没资格进入领导班子 汤佳琪瞪着眼睛大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是对老大不满意 有本事你去和老大说啊 惊险黄打着原厂说 咱们都是这里的最高领导者 一定要讲素质 和气生财嘛 最后一个老人罗书春 是真正有才华的一个 也是唯一能出主意的人 罗书春咳嗽一声 真不知道 你们还能干点什么 基地有基地的规矩 按照规矩办事就完了 甭管这小子是不是刺头 他的能力 还是相当不错的 按照资料上的说法 没有他 这支队伍根本到不了这里 既然这样就足够了 咱们一定要懂得居安思危 丧尸和怪物 不会一直和咱们相安无事 早晚咱们之间还是要打的 真到了打的时候 总不能什么事情都靠老大 那样 还要咱们干什么 在老大不出手的情况下 是不是得有一个 能拿得出手的人 就你们手下那几头算 出去还不够丢人现眼 这番话说的完全在理 另外几个人立刻就不出声了 一个个左顾右盼 好像发现什么新奇的东西一样 罗淑春失望的摇了摇头 站起来 迈着方部向外走 根本没把他们当回事 郑姓雄带着三个老婆 从别墅出来 漫无目的地到处闲逛 得先把这里的情况弄清楚 然后再琢磨其他的事情 苏联青眨着眼睛说 我当初和这里联系的时候 与我联系最多的是一个叫司徒黎月的女人 我看看能不能联系到她 约她出来聊一聊 应该能了解到更多的情况 总比咱们瞎猫碰死耗子强 郑姓雄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苏联青立刻联系对方 没想到一下就联系上了 还得到了一个地址 司徒黎月是一级进化者 能力是与电脑相通 就是人脑可以和电脑相连 想干什么想就行了 她的能力说强不强 偏偏还有一些用处 所以黛玉勉强过得去 自己有一间公寓 基地把铁系区恢复得相当不错 饭馆咖啡厅一类的地方都是存在的 只不过能到这里来的 都是一二等居民 司徒黎月要不是受到他们的邀请 绝对不敢到咖啡厅来 顺时一亮 对方是一个身材高挑的长腿美女 那双玉腿简直是绝了 只可惜司徒黎月穿的是长裤 如果穿上超短裙 肯定是腿完年的典范 起码也得三年起步 苏联青笑着说 都说屏幕后面的人不一定什么样 没想到你是这么漂亮的美女 司徒黎月恭敬地回答 大人真是说笑了 三位大人才是真正的美女 我和你们比起来差远了 扇思婉挥了挥手道 你不用和我们这么客气 大家都是进化者 只不过级别有高低 根本算不了什么 司徒黎月眼神黯淡说 大人用不着安慰我 我的心里很清楚 像我现在的职位 想要再进一步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景美华笑咪咪道 不就是终极进化药剂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送给姐姐一支 让你进化到二级不就完了 她说着 真的拿出一支终极进化药剂 蛮不在乎的递给司徒黎月 把对方吓了一跳 司徒黎月恋恋不舍地看着药剂 摇着头不敢接受 把景美华惹不高兴了 硬给她灌下去 司徒黎月迅速完成进化 成为二级进化者 思维属性得到巨大提升 只可惜增加的是 超级计算这项辅助能力 尽管有这点小遗憾 司徒黎月还是露出一副欣喜若狂的表情 能够成为二级进化者 是以前连做梦都不敢想的美事 郑姓雄非常随意地笑着说 像你这样连续出现辅助能力的 倒是比较少见 等你适应好了 弄之高级进化要寄给你 不幸还能是辅助能力 司徒黎月急忙说 能成为二级进化者 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不敢再劳烦大人 苏联清拉着他的手道 进化要寄对你来说很难得到 对我们来说并非如此 不用在这方面和我们客气 说起来在基地里 能和我算得上是朋友的 也就只有你了 朋友之间有通才之意 不会是不想和我做朋友吧 他在看到司徒黎月的时候 已经打定主意 一定要让对方做姐妹 不然身体越来越强壮的郑姓雄 实在让他们吃不消 大家接下来相谈甚欢 对于基地的一些规矩 也已经了解了 不得不说这个基地 的确是利害非凡 整个铁锡区被一个金刚法阵笼罩 丧尸和怪物 根本没有办法在这里生存 只不过是实力越强 支撑的时间越久 另外 这里的战兵 身上装配的是符纹兵器 也就是他们之前在弹药灰身上 看到的那些装备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 法术修炼者 在这里的地位才最高 只不过 法术修炼者有缺陷 需要武修和强大的进化者进行弥补 所以 这两者的地位才被提起来 几乎和法术修炼者相提并论 同样具有很大的特权 郑兴雄摸着下巴问 如果要是二等和一等居民起冲突 上面通常会怎么出脸 司徒黎月豪各不犹豫地回答 当然是看谁的本领够强 不管到什么时候 永远都是强者为王 郑兴雄听到这里 心里就彻底有数了 说白了 还是丛林法则 谁的拳头硬 谁就是老大 拥有最大的话语权 该问的 已经问得差不多了 几个女人在那说闲话 在苏联青有意的引导下 司徒黎月无意间 说出自己还是处子之身 苏联青眼睛变得更亮了 笑着询问 像他这么漂亮的美女 怎么会没有一个男朋友 难道基地里的男人都瞎眼了 司徒黎月多少也感觉到一些意思 故作苦闷说 有个二代缠着他 弄得现在都不敢回家了 苏联青打折随棍上 邀请司徒黎月 暂时到他们的别墅去住 郑说着 那个二代就找上门来了 司徒黎月听了苏联青的话 一笑道 大家都是朋友 只要你不嫌弃 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景美华笑眯眯地说 而且我们和别人不一样 不需要消耗基地里的物资 所以想怎么样 也没人管得着 司徒黎月一双美目瞪的溜元 怎么也没有想到 景美华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不用基地的物资 难道他们另有渠道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 要是能跟着他们 起码以后风衣族是不是问题 总好过于被那些二代逼迫 司徒黎月不自觉地看了看郑姓雄 发现对方极具男儿气感 心头不觉微微发颤 露出一丝羞涩的表情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发展 人们对很多事情 已经在观念上出现转变 这就是人类独有的适应性 几个人正打算从这里离开 看到几个公子哥 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其中一个看到司徒黎月 眼睛立刻就亮了 直奔他们来 司徒黎月脸色一变 小声说 他叫魏飞月 是基地里很有名的一个二代 他爹魏恒生 是一个四级进化者 而且还得到五休的修炼功法 之前的几次保卫战 立下赫赫战功 魏飞月仗着他爹的威势 在基地一向是欺男霸女 以前针对的都是平民 也没有人理会他 他胆子越来越大 不再满足于欺负平民 把目标放在女进化者的身上 已经祸害好几个女进化者了 这段时间盯上我了 一直对我死缠烂打 要不是我看管激战 多少有些用处 他早就用墙了 他话音刚落 魏飞月来到他们面前 看到另外三个女人 眼睛变得更亮了 魏飞月高傲地看着他们说 没想到 你们这些低级进化者 竟然赶到这种地方来 真是不知道 天高地厚 你们如此不懂尊卑 今天我就把你们带回家 好好地教教你们 应该怎么尊重高级进化者 郑姓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不过是一个二级进化者 充其量是三等居民 谁给你的胆子 敢在我这个二等居民面前叫嚣 魏飞月身边的一个狗腿子 立刻像疯狗一样 跳起来大叫 你真是豪大的狗胆 竟然敢这么和魏少说话 也想有大人的特权 岂容你叫嚣 他话还没有说完 郑姓雄一步到他面前 一个耳光扇在他的脸上 巨大的力量 把他从咖啡馆扇出去了 郑姓雄轻蔑地说 不过是一个一级进化者 也敢在我面前叫嚣 真是不知道死字怎么写 他接着将目光放在魏飞月身上 毫不犹豫地一脚踹过去 把这个白痴踹到墙上当壁画 魏飞月从墙上滑下来 身上的骨头断得七七八八 好歹也是二级进化者 这种伤并不足以致命 郑姓雄居高临下 看着魏飞月 及其轻蔑说 就你这种废物 打你又能如何 你爹要是敢说废话 连你爹一起打 回去告诉你爹 打你的是从冰冰城过来的 四级进化者郑姓雄 不满意就让他来找我 让我看看他的本事 究竟有多强 另外让你明白自己错在哪 这几个都是我的女人 其实你能惦记的 我就是杀了你 也是理所应当 魏飞月就是个欺软怕硬的主 看着郑姓雄冰冷的眼睛 连个屁都不敢放 把话都憋回去了 郑姓雄带着几个女人 大摇大摆地回到别墅 司徒黎月在路上 始终是一副恍惚的样子 似乎是充满了担心 扇思婉拿出一些零食说 月姐姐用不着担心 以后就放心住在这里 那些人要是敢找事 枉死了收拾他们 司徒黎月低声道 我也不能一直待在这里 不然成什么事了 名不正言不顺呀 景美华笑嘻嘻地说 想要名正言顺 说了契约的事情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偷眼看着郑姓雄 脸红得不要不要的 郑姓雄哈哈一笑说 你要是不嫌弃我 以后就和他们做姐妹 不愿意 我也不强求 肯定会护你周全 他说着把契约递过去 司徒黎月毫不犹豫地 将契约签了 很多时候就是这样 有句话叫 形势比人强 司徒黎月已经成为自己人 三个女人立刻将她 带入空间世界 她看得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 还有这么神奇的地方 同时在心中庆幸 幸亏刚才没有犹豫 否则还不得哭死 郑姓雄自然不会厚此薄笔 给了司徒黎月 一瓶高级进化药剂 让她成为三级进化者 司徒黎月新增加的两项能力 一个是脑电波干拢 可以通过干扰脑电波 达到欺骗对方的目的 大家一致认为这项技能 是专门克制精神扫描的 幸亏出现在司徒黎月身上 否则扇思晚就惨了 另外一个技能 是从脑电波干扰衍生出来的 可以将人带入幻境 甚至可以在幻境中 令人陷入死亡 司徒黎月在辉煌宫殿中 选了一个房间 看着白满的化妆品 挂满的漂亮时装 再次觉得自己的选择没错 郑姓雄自然是想用自己的美餐 之前猜想的没错 那双玉腿果然是三年起步 实在是太美妙了 司徒黎月已经是三级进化者 并且还是四级进化者的老婆 自然不需要再去工作 和主要领导打招呼 以后就不去了 他肯定是连续得到进化药剂 基地里的进化药剂 都是统一调配的 司徒黎月能够得到进化药剂 当然要追查来源 郑姓雄之前做过的那些事 再次被挖了出来 大家的目光立刻就盯过来 想要得到他手中的进化药剂 魏恒生所在的势力 打算以这次冲突为借口 好好的敲诈一笔 郑姓雄每人在怀 心情happy的不得了 每天就宅在家里 陪几个老婆 根本不管外面的事情 一晃过了两天 根据监控传回的信息 郑姓雄从空间世界回到别墅 让小机器人将门打开 三个男人从外面走进来 领头的和魏飞 跃在相貌上有几分相似 一下就猜出对方是魏恒生 郑姓雄打了一个哈哈说 我是从外面来的 在这没什么朋友 和三位也不相识 不知道上门有什么事 魏恒生左边的人开口 我叫马文瑞 他是冯承旭 都是三级五修进化者 这位是四级五修进化者 魏恒生大人 至于说我们为什么来 想必你的心里非常清楚 大家都是敞亮人 没必要拐弯抹角 这件事情 你想怎么解决 郑姓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原来 你们是替那个废物出头 哪里用得着说那么多 看谁的拳头硬就完了 你们把我打趴下 想要怎么处置都行 我把你们打趴下 你们以后 也不敢在我面前乱叫唤 三个人直接被噎住了 之前想好的那些说辞 全都派不上用场 只能在那大眼瞪小眼 冯承旭舔了舔嘴唇说 大家都是高级别进化者 咱们之间发生冲突 是一件很大的事情 郑姓雄毫不客气地打断他的画 知道是很大的事情 你们还敢找上门来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明知故犯 大家都是聪明人 何必说这么多废话 你们到底想要怎么样 直接画出道来就行了 哪用得着这么麻烦 魏恒生深吸了一口气道 你果然是个明白人 既然这样 我就直说了 你打断了我儿子浑身的骨头 拥有医术的进化者已经说了 想要治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过 要是再次进化的话 一切都会不治而遇 人是你打伤的 这件事情就要着落在你的身上 一支高级进化药剂 十支中级进化药剂 百支初级进化药剂 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他之所以会提出这么多 是准备一会儿讨价还价 所谓漫天要价 就地还钱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郑姓雄轻蔑地看着他们说 你们昨天晚上喝假酒了吧 这种话也能说得出来 是觉得我太傻 还是你们太聪明 进化药剂 我有的是 就是不想给你们 你们又能怎么样 还是刚才那句话 不服气 咱们就干 看看谁能把谁干趴下 没本事 就从这滚出去 不要在这丢人现眼 以后大白天别做梦 白日梦是永远都不可能实现的 明白我的意思 三个人听到这番话 就觉得一股无名夜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魏恒生愤怒的大吼 你这个该死的外来者 实在是太嚣张了 你以为你是谁 敢这么后说话 当初基地刚创立的时候 丧尸和怪物对这里发动袭击 我们是经过连场大战 才打下所有的一切 郑姓雄冷冷一笑道 你是在吓唬我了 真是非常可惜 我是吓大的 从来都不吃这一套 你们守卫基地 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不光打过生存点守卫战 还一路从槟城打到这里 路上碰到过不少怪物 我干掉过虎王 弄死过野狼王 在安城见过变异怪物 还消灭过 由出马先变成的尸帅 你见都没见过这么多吧 三个人真被对住了 大家都是打出来的 谁也别吓唬谁 能动手就别吵吵 魏恒生面色阴冷道 有件事情 恐怕你还不清楚 虽然基地里除了老大以外 还有一个五位长老组成的领导班子 但是领导班子 只把握大方向 对基地其他的管辖 一般并不怎么插手的 都是靠各方力量 自行进行管理约束 我是腾龙会的副会长 我们会长江玉鹏 不但是四级异能进化者 而且还是一个法术修炼者 本领极其强悍 另外 像我这样的副会长 还有好几位 你得罪的 不光是我 是整个腾龙会 你一定要好好想清楚才行 郑姓雄之前 已经从司徒黎月嘴里 知道整个基地的情况 腾龙会只属于中型势力 真正牛的是以千佛寺 侠光灌为首的福道门派 而这些中小型势力 要么就是这些门派的附庸 要么就是有散修创建的 整体实力相对有限 郑姓雄轻蔑地哼了一声 你以为我真是小白 你想怎么吓唬都行 难道你没有打听到 我和千佛寺的和尚有交情 你们有什么手段就施展出来 千万不要心慈手软 我也好见识一下 你们这些大生存点的高人 究竟有多大能耐 魏恒生恨得咬牙切齿 但是却不敢多说什么 千佛寺是绝对得罪不起的 弄不好就会一命呜呼 他们灰溜溜地离开之后 郑姓雄在心里合计了一下 拿出特质的手机 给樊峰和尚打个电话 约他出来吃狗肉 樊峰和尚毫不犹豫地答应 还说要带一位师兄金木和尚过来 对方也是一个馋嘴和尚 经常让佛祖在心中留 两个和尚很快就来到别墅 根本不在乎被人看到 闻到狗肉的香气 立刻忍不住冲进来了 金木和尚是个肥头大耳的主 信奉的居然是靖坛使者 摆明了就是一个大吃货 让人不得不说一声福气 他看着狗肉直流口水说 之前贫僧就听师弟说 郑施主手里有不少的好货 当时还觉得他忽悠我 没想到居然是真的 在这饱餐一顿 回去告诉那些师兄弟 肯定让他们羡慕得不得了 想想心里就觉得爽 郑姓雄笑着说 大师要是喜欢 可以经常到我这来吃 至于说寺庙里那些大师 你们要是不介意的话 猪牛羊可以给你们送去 我这个人最大方 这些东西又不缺 只要大家是好朋友 肯定让你们满意 大师觉得如何 金木和尚立刻点头答应 同时表示大家是好朋友 以后不管有什么事情 肯定力挺他到底 郑姓雄要的就是这句话 很多时候见识 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 两个和尚离开别墅的时候 大包小篓的跟班家似的 看得其他人目瞪口呆 再次想到情报里说的 心中痒痒的不得了 有腾龙会的前车之剑 怎么从郑姓雄的手里 讨到好处 绝对是一项技术活 得好好斟酌 一下才行 黑社会是由八七人 组成的一股势力 东北因为特殊的原因 八七人数量非常多 很多人侥幸逃到这里 会长丰田七海 是一名李高野法利僧 在阵法上多有研究 所以在基地的地位很高 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副会长爱乃真晃 和准名李沙 全都是阴阳师 手段倒也说得过去 可以通过祈祷 增加基地的气韵 也为他们增加了不少筹码 准名李沙笑着说 想要和郑姓雄拉上关系 未必非得从他身上下手 众花家一直有枕头疯这个说法 咱们完全可以在那几个女人的身上下手 只要和他们成为好朋友 就可以以此为跳板 搭上郑姓雄这条线 我已经查过了 当初这支队伍中 有一个叫平山又美的巫女 能够制造信仰屏障 为队伍做出巨大贡献 他们最后的突破战 如果不是队伍里 有三个贱人反水 把平山又美杀掉了 绝对不会死那么多人 也就是说 他们这支队伍 对咱们八旗人并没有那么排斥 是可以成为朋友的 这就是咱们可以利用的地方 丰田七海心领神会道 既然这样 这件事情就交给山源桃花 一切由你自行定夺 山源桃花立刻鞠了一宫说 一定不会辜负会长的期望 必然取得成效 龙虎堂是由黑道中人组成的 在末世之前就存在 老大邵施嘎 是一名真正的功夫大师 本领极其强悍 邵施嘎在末世来临之后 组织手下大范围的猎杀丧尸 得到了不少的包裹 一路将自己推升到四级进化者 手下数百个小弟 最差的也是一级进化者 只不过 连一个异能进化者都没有 让他们郁闷得不得了 宁妙仪因为出身的原因 虽然加入了 以女修炼者为主的宿女官 但是依然带着所有手下 成为蒙虎堂的一员 宁妙仪看着邵施嘎说 郑姓雄是个真正的猛人 太难的事情 但是想要取得他的信任 确实一件很困难的事 郑姓雄给人的感觉 就是一个矛盾结合体 低调之中透露着张扬 张扬的时候又要低调 狠起来像猛虎 隐忍的时候是毒蛇 反正我觉得这样的人 能不招惹 还是不招惹的好 如果一定要招惹他 就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邵施嘎从笛子里哼了一声 我出来混了这么多年 什么样的人物没见过 就不幸搞不定他 约他出来谈一谈 宁妙仪无奈地点头答应 让于书坤去找郑姓雄 毕竟两人的关系还不错 多多少少能给些面子 基地里另外的一些势力 也是想出各式各样的办法 反正就是希望 从郑姓雄身上捞点油水 郑姓雄按照约定 来到猛虎堂控制的酒店 整个顶楼已经被清空 只有一张大桌放在中间 邵施嘎爽朗地大笑道 我以前是出来混的 就是粗人一个 不会像他们那么文粥粥 你可千万不要介意 郑姓雄笑着回应 我在末世之前 也是一个底层社畜 根本就算不了什么东西 从来不在乎这个 少老大请我吃饭 绝对是我的荣幸 什么时候有空 一定回请你 相信不会让你失望 两人在话语之间 完成了第一轮交锋 意思都非常明确 谁也没有占到便宜 邵施嘎端着酒杯说 说起来 真是怀念末世之前 当时每天就是喝酒打架 日子过得真是潇洒 结果突然变成这个样子 让我一时手足无措 好在兄弟们给力 重新又混了出来 真是呜呼哀哉啊 郑姓雄叹息一声 都说您做太平权 莫作乱世人 又有什么世道 会比莫世更乱 想想真是心中发苦 不过 一切已经改变不了 就只能选择适应 就像那句话说的 生活就像那啥 如果不能反抗 闭上眼睛享受吧 他这番话说得很粗鲁 但是特别对邵施嘎的脾气 觉得两个人有些共同语言 也许可以成为朋友 喝了几杯酒之后 邵施嘎撇着嘴说 你们队伍的事情 我也听人说了 那些人真不是东西 摆明就是过河拆桥 如果他们要是一直听你的 肯定不会有那么多危险 也不会死那么多人 红眼病是每个人都有的 真是害死人啊 郑姓雄没有接这个话茬 有些话能说 有些话不能说 所谓祸从口出 说了不能说的话 弄不好是要付出代价的 邵施嘎见郑姓雄不上套 再次将话题岔开 不过接下来的聊天 显得没那么和谐了 郑姓雄随便找了个借口 结束这次见面 在心中给邵施嘎打了个叉 没有必要得罪 也绝对不会做朋友 接下来几天 宴请他的人络绎不绝 只不过都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 在这些人的心中 郑姓雄成了不识实物的代表 山源桃花是这些人之中 唯一取得成果的 和几个女人的关系不错 弄到了不少化妆品一类的东西 有扇斯婉这个重地狂人在 任何物资 只要经过他们的手 都会变得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毕竟是能种出来的嘛 他种出的那颗化妆品树 绝对是奇葩的存在 每个之鸭是一个品牌 而且还带自动更新的 绝对是最新款式 郑姓雄和几个女人商量 咱们老呆在基地里不行 不能提升自身的实力 就是最大的隐患 得想办法出去转转 司徒黎月立刻说 基地是允许进化者出去的 只不过每次回来的时候 要交上一定的物资和包裹 如果要是没有物资和包裹 就不让再回到基地 因此 每个人对于要不要出去 都是非常谨慎的 大家听了司徒黎月的话 眼睛瞪得溜圆 没想到还有这种玩法 果然有点意思 真是长见识了 苏联青微笑着说 反正咱们物资不缺 到时候再拿出几瓶进化药剂 也能应付过关 这条限制不到我们 郑姓雄点了点头道 你们几个留在基地里 我独自一个人出去 这样即便有什么事情 也能第一时间知道 随着空间世界的地盘 变得越来越大 功能也越来越强悍 只要是有契约者在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信诉到其身边 所以 不存在单独作战这种情况 只要始终留一个人在基地 就可以随时往来 应付一切发生的事情 司徒黎月本身以辅助技能居多 是最好的留守者 即便是真需要算计什么事 在空间世界说就行了 郑姓雄来到以前铁锡区政府所在地 现在是整个基地的首脑中心 同样也是申请事情的地方 他和管理的人说了一下 得到一块特殊的符纹 凭借符纹可以离开基地 但是在回来的时候 必须得在外面得到确认 才能通过金刚法阵 否则就会拒之门外 郑姓雄离开这里之后 把符纹交给扇斯婉 让这丫头种到林田里 真的长出一棵符纹树 结出各种各样的符纹果 他发现这些符纹果是很好的材料 不管是铸造台使用 还是放在生产线里 都可以让武器拥有特殊效果 郑姓雄试着做了一批符纹子弹 具有极强的穿透力和伤害力 用来对付士兵绝对绰绰有余 之前的普通武器 在对付士兵的时候 杀伤力急剧下降 往往挤梭子子弹下去 才能造成一定的伤害 郑姓雄有了这种手段 底气又足了不少 将来遇到什么大事 可以作为筹码 和基地讨价还价 他在地图上查了一下 发现在附近的几个区域里 黄屯区是大家去的最少的 于是就把目标定在那里 郑姓雄还是乘坐那辆装甲车 司徒黎月已经对车载电脑进行改造 自动化性能更高 趋近于机器精灵了 之所以 没在装甲车上使用机器精灵 是因为被机器精灵附体的机器 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并不适合乘坐 苏联青出现在郑姓雄身边 放出几十架无人机 对周围进行全方位搜索 希望能够找到一些目标 这些无人机很快就被燕子怪击落 坠落之后 自动转化为炸弹 只要检测到 有东西从一旁过 就会直接爆炸 很快此起彼伏的爆炸声响起 如此巨大的声响 自然是吸引了丧尸和怪物的注意力 把他们向着这个方向引过来 郑姓雄看到 旁边有一处酒店 立刻把装甲车收起来 闪身进入其中 身旁的人也换成扇丝碗 扇丝碗发动空间扫描 将整个酒店笼罩 在里面发现一部分士兵 数量非常有限 怪物一个都没有见到 郑姓雄心中有些好奇 先把酒店的门封上 然后轻易斩杀里面的士兵 整个过程没有任何问题 扇丝碗犹豫了一下说 我觉得是咱们太过小心了 这样的酒店在凤城有很多 说不定丧尸根本就没当回事 郑姓雄觉得这番话非常有道理 很多时候过于自以为是 就是失败的根源 她来到酒店楼顶 看到周围的街区 已经出现很多丧尸 一个个有序的排练 就好像一队队战兵一样 景美华这个小丫头 耐不住寂寞 跑到她的身边 看到这个情形 立刻拿出一把扇子 狠狠地扇了几下 她将这鼓风凝聚 慢慢地扩充为风暴 向着街区一指 风暴立刻洗脚去 丧尸被风暴卷重 很快就变成一团团血污 向着四周扩散 利用剩下的丧尸 变得极度兴奋 小丫头对此很不满意 立刻将空中的水汽凝结 接着变成瓢泼大雨 把周围的地方彻底淋湿 然后又使用冰霜的能力 将那些地方冰封 把这些丧尸封在里面 将它们永远囚禁 景美华傲娇地扬着头说 老公觉得 我的能力怎么样 就这么一回功夫 灭掉了足够多的丧尸 郑姓雄温柔地 摸着这丫头的头 不住口地夸赞 我们家小丫头是最棒的 没有人能和你比得了 就算是我出手 都不能像你这么干净利落 把这些兵全都震碎 不给他们复生的机会 小丫头笑眯眯地答应着 一切都按照他说的去做 将这里彻底清扫一空 这里的变化 引起这个区域失望的注意 立刻派遣尸帅 过来看看是怎么回事 如此大规模的损失 已经很久没出现了 尸帅来到这里 找到几个漏网之鱼 知道事情的经过之后 顿时就怒了 立刻联系附近的尸将 决定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同时还驱使大量的怪物 向着酒店靠拢 就是凭借数量优势 也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苏联清布置在各处的无人机 很快发现这个情况 立刻将信息传递回来 郑信雄一家人 再次来到楼顶 这回空中出现很多会飞的怪物 看到他们之后 气势汹汹地扑过来 擅思挽一个精神冲击放过去 这些飞行怪物 头晕目血 纷纷从空中坠落 简直就像是坠机一样 下面正在集结的那些怪物 被这些飞行怪物 砸了个阵阵 很多直接被砸成肉饼 称得上是出尸位 劫身先死 这些怪物的头领 是一只四级藏骜怪 觉得这回彻底丢狗了 恼怒得不得了 立刻发出一声长嚎 让怪物进行攻击 景美华故技重施 再次放出大量的风暴 对怪物造成巨大杀伤 同样也形成了大量的血物 苏联清敏锐地发现 这些血物会被怪物吸收 而怪物在吸收了血物之后 得到全方面的提升 他立刻让小丫头 把风暴散去 使用重火力进行打击 发现被打得千疮百眼的怪物 同样也会有血物放出来 苏联清立刻把这种情况告诉大家 郑信雄同样是心中暗惊 在心里合计了一下 从牧场放了一些动物出来 想要做个实验 郑信雄放出牧场里的动物 和这些怪物抢夺血物 动物吸收的血物之后 瞬间得到全方位的提升 只是因为牧场的特殊性 这些动物是不能并变化的 于是就砰得一声炸开 只不过没有血物放出 郑信雄得到这些动物的反馈 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由得一阵头皮发麻 丧尸和怪物果然开始有新的进化 好在他现在知道一些解决办法 只可惜 这种办法治标不治本 而且在大规模的作战中 具有极大的限制 扇思丸想了一下 放出一些召唤兽 召唤兽吸收血物之后 不但变得极其厉害 竟然还能摆脱召唤兽的束缚 不再听从扇思丸的指挥 好在这些召唤兽 是彻底陷入疯狂 对周围的一切进行无差别攻击 和那些怪物打成一团 而且召唤兽被干掉之后 同样会放出血物 但是他们放出血物的颜色 是紫红色的 和之前那些怪物的完全不同 怪物吸收了紫红色的血物 变得和召唤兽一样疯狂 而且力量比其他的怪物 起码强出三分之一 这倒是一个解决的办法 只不过是双刃剑 召唤兽要是把怪物全干掉 还得集中力量干掉召唤兽 否则日子也不好过 他们在这里做实验 藏狗怪可是出离愤怒了 觉得他们实在是太欺负狗了 必须得让他们付出惨重的代价 藏狗怪再次发出疯狂的嚎叫 大量的怪物被吸引过来 其中包括一支 由三级老鼠怪组成的队伍 面对这支队伍的冲击 郑兴雄有些力有不歹 让三个女人回到空间世界 自己从楼上一路冲下去 接着掉头就跑 郑兴雄没有选择进入空间世界 就是想看一看 会不会有人痛打落水狗 说不定能捡到一些便宜 他在奔跑的时候 留下不少的浮温地雷 炸的那些怪物人仰马翻 空中弥漫的血物越来越多 狮帅看到这个情形 立刻命令丧尸加入到追击之中 借机吸收血物 强化他们的力量 郑兴雄通过三视眼看到这一幕 心中忽然有了一个想法 丧尸和怪物只是联盟 彼此之间未必没有龌龊 最起码从现在的情形来看 丧尸就是在捡怪物的便宜 同时也是防止怪物过于壮大 到时候伟大不掉 根本就控制不了 郑兴雄越想越觉得有道理 怪物怎么样先不说 丧尸从尸帅开始 已经可以称得上是新人类 智商绝对是杠杠的 新人类也沾上一个人字 要说没有人的劣根性 郑兴雄是绝对不相信的 否则幕后黑手 也不会让双方竞争 在人的众多劣根性之中 猜忌是最不可忽视的一个 多少亲密无间的夫妻 就是因为彼此之间的猜忌 最终走上散伙这条路 郑兴雄觉得 可以在这方面做些文章 因为从现在的情形来看 怪物达到四级以上 智力同样得到提升 最起码不像之前那么蠢 对很多事情是有所反应的 只要这样 就有可能挑拨离间 让他们陷入内斗 郑兴雄想的非常多 同时手里也不慢 之前捡到的很多一次性武器 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 打得丧尸和怪物 哭爹喊娘 狮帅在力量方面 要略低于藏狗怪 但是可以通过其他方面弥补 在综合方面达到平衡 他对藏狗怪大叫 命令你手下的怪物 从两侧绕过去 在前面对他实现包围 这样才能把他干掉 藏狗怪毫不犹豫地吼道 你压的 给我闭嘴 用不着你对我指手画脚 狗爷知道应该怎么做 你这个该死的混蛋 满肚子的坏水 让你的诗 不要抢我们的好处 不然把你们直接啃了 诗帅郁闷地 看着藏狗怪 这家伙是真狗 这个时候还计较这些 实在太不是东西了 让他们自生自灭算了 打定主意之后 诗帅悄悄地 给手下下命令 除了在吸收血物的时候加速外 发现这一点 恶狠狠地瞪着诗帅大叫 你究竟几个意思 跟着我们捡便宜呢 真当爷是一条傻狗 让你随便耍着玩 让你的手下冲到前面去 要是敢说半个不字 狗爷现在就咬死你 然后把所有的怪物都叫回来 先把你们给收拾了 诗帅心中极其恼火 但是又没什么办法 只能再次变更命令 丧尸追击的速度加快 郑姓雄看到那些怪物减速 立刻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 看到旁边有一栋公寓楼 立刻踹门冲进去 丧尸和怪物将公寓楼团团围住 究竟要派谁上 再次产生了分歧 最终在藏狠怪的逼迫下 丧尸成为了排头尖兵 善思婉在郑姓雄进入公寓楼的时候 立刻就出现在他身边 使用精神扫描 将公寓楼笼罩 把里面的情况弄得一清二楚 郑姓雄通过精神链接 准确地掌握里面的情况 本着攘外仙安内的原则 把躲在里面的丧尸全都杀掉 漠师进化到这一步 基本上已经不再存在野生的幸存者 因为就算藏得再好 也没办法逃过丧尸和怪物的魔爪 也就是说那些基地 是人类延续的希望 只不过从现在的情形来看 距离完善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郑姓雄以前听司徒黎月说 像凤城这样的基地 东北一共有三处 正好三个会守城市 一个城有一处 他觉得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 按照道理来讲 整个东北应该只有一处 否则三个湿地是不可调和的大麻烦 在整个种花家的范围内 出现九个湿地还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在种花家的历史上 整个大陆恰好分成九部分 东北一直都是一部分 所以只能出现一个湿地 也就意味着他们以后 肯定会出现特别巨大的变故 也许这三个基地 都不是真正的天选之地 至于说 那个地方会出现在哪里 现在真的说不好 郑姓雄一直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别人 实在是太疯狂了 让别人知道 肯定会闯大火 还不如烂在肚子里 郑姓雄将心中的想法压下去 再次将心思放在眼前 如今被丧尸和怪物团团包围 看上去有些丢人 司徒黎月出现在他身边 反正只要始终有一个人在基地就行 剩下的可以轮流过来 他双手连续挥动 凭空放出一道光芒 光芒笼罩了一片丧尸 将它们带入幻境 在这些丧尸眼中 怪物全都变成美味的大餐 张牙舞爪地扑过去 想要好好的饱餐一顿 怪物受到攻击 一点都不惯着 立刻展开反击 双方打成一团 完全是一副乱糟糟的样子 狮帅和藏狗怪都没有阻止的意思 任由丧尸和怪物尽情厮杀 产生血物滋养他们的同类 令同类变得更强 善思婉没有放过这个机会 立刻召唤出大量的召唤兽 投入到怪物当中 抢夺散发的血物 然后发狂攻击身边的怪物 波及面越来越广 场面变得越来越混乱 有一部分发狂的怪物 把目标放在公寓楼上 凶狠地撞向大门 司徒离越把景美华替换出来 小丫头支起几个电风扇 不断地将风变成风暴 向着公寓楼的四周蔓延 藏狗怪看到这个情形 终于忍不住了 发动自己的天赋 正在肆虐的风暴 脱离了小丫头的控制 这些风暴融合在一起 变成一道巨大的龙卷风 向着公寓楼席卷而来 想要将这里彻底摧毁 郑信雄不会让藏狗怪得逞 飞快地结了一个法印 双手向外一推 空中出现一道氯气 石帅露出不屑的笑容 手在鼻子上打了几下 张口喷出一道火焰 把这些树全都给点着了 郑信雄在心中叫了一声卧槽 使用五行奇术中的控火术 把火焰从树木上抽离 形成一片火球 进行全覆盖式打击 它已经让老婆们回到空间世界 做完这一切之后 直接从窗户跳出去 身上多了一个滑翔伞 向着远处飞去 石帅和藏狠怪见 郑信雄又逃走了 就觉得一股无名热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尸怪体都要气炸了 同时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 命令手下狂追 一定要把这个该死的混蛋 消灭在自己的区域里 郑信雄看到有飞行怪物追过来 脸色变得非常难看 在空中一个盘旋 向着一栋高楼飞过去 他一头撞碎玻璃 在地上打了个滚 同时挥动双手 用力量带起来的风 将碎玻璃从窗户射出去 追过来的那些飞行怪 被碎玻璃打个阵阵 巨大的力量令他们千疮百孔 从空中掉下去 砸死下面的丧尸和怪物 算是神助攻 郑信雄这回没让老婆们过来 现在太凶险了 万一老婆们受点伤 还不得把他心疼死 他一个箭步来到窗边 看着下面聚集的丧尸和怪物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拿出大量的燃烧瓶扔下去 很快下面就变成一片火海 反正城市已经废了 就算把这里烧成焦土 也没什么大影响 石帅强化的就是火焰 立刻使用手段 弄出一个火焰巨人 向着这栋楼扑过来 郑信雄嘴角再次露出冷笑 从另外一个窗户穿出去 带着火焰巨人兜圈 把这些高楼变成一个个火炬 藏熬怪大声吼道 你这个白痴 真是狗都不如 帮着人家放火 究竟是哪方面的呀 石帅总算反映过未来 立刻将火焰巨人散去 同时将所有的火焰灭掉 看着一片狼藉的地方 恨得咬牙切齿 郑信雄不想再和他们玩下去 使用五行盾术 向着一个方向飞盾 很快就摆脱他们 暂时安全了 他找到一个酒店钻进去 躲到最隐蔽的房间 然后进入空间世界 得好好地休息一下 几个女人看到他回来 连忙询问有没有受伤 确定没有任何问题 才松了一口气 郑信雄一边喝可乐 一边说 从刚才的情形来看 这里的丧尸和怪物 比之前遇到的要强得多 尤其是在组织方面 几乎没有任何可比性 到现在为止 碰到的只是狮帅 如果碰到狮王 肯定没这么容易脱身 肯定会把狮王引出来 就能好好地掂量一下了 善思丸眨眨着眼睛说 这个狮帅能够控制火焰 比想象的要厉害得多 刚刚弄出的那个火巨人 真的吓人一跳啊 司徒离月见惯不怪道 火巨人没什么了不起 之前大战的时候 有一个狮帅 弄了一条水蛟龙出来 那玩意才叫厉害 秒杀了好几个法术修炼者 后来还是大家群策群力 才把这个狮帅干掉 劍消灭水蛟龙 老公刚才的表现 已经相当强悍了 估计在基地里除了老大之外 能够和你抗衡的 没有几个 我听小妹说了之前的事情 我觉得老公的处理方法 有很多值得商榷的地方 当时我要是在你身边 肯定不会让你这么做 最起码不能放弃领导权 这个权利是很重要的 对于到达基地之后 地位的定位 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你们这支队伍 就是没有一个真正的领导者 所以你们进入基地 迅速就被肢解了 而之前进入基地的几支队伍 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 他们的领导者 现在都是高层 拥有很大的话语权 景美华瞪着卡兰兹般的大眼睛 疑惑不解道 加入高层又有什么好 顶多是作威作福 咱们有足够的实力 不去欺负别人 也不会被别人欺负 这样不是挺好的吗 司徒黎月摇着头解答 只能说是见识 束缚了你们的思想 你们之前的生存点太小了 敌人也太弱了 所以才会有这种想法 像我们这里当初进行的大战 没有话语权的话 很容易被派到危险的地方 就算是实力强悍 谁又敢保证万无一失 所以说拥有话语权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最起码不会被荡成炮灰 牺牲得毫无价值 司徒黎月这番话 听着几个人目瞪口呆 再想想刚才的战斗 好像完全在理 真是这么回事 郑兴雄惊喜地看着司徒黎月 想想他的几项辅助技能 这回真是捡到宝了 以后有出谋划策的智囊了 尽管他拥有智慧之心 但是在很多方面 依然有一定的不足 而可以像电脑一样 精密运算的司徒黎月 正好可以弥补这一切 苏联青琢磨了一下道 黎月说的非常有道理 但是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 好像想挽回 也不太容易 司徒黎月成竹在胸说 我这两天 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已经想到破解之法 首先咱们得知道 咱们最大的优势在哪里 并非是战力有多强 而是能拿出足够多的进化药剂 咱们用不着拿出太好的药剂 只要能拿出足够多的 一级进化药剂就行了 到时候来个全民进化 肯定是功德无量 咱们也不是一次性的拿出来 是一部分一部分的拿出来 并且不是无偿给大家使用 是在基地开一个店 将进化药剂明码标价 能拿得出代价的人 才能得到进化药剂 同时再给那些大佬送一些 彰显他们的地位 另外对于战力的显示 同样也要有一个度 战力太弱不行 很容易为人做嫁衣 被啃得连扎都不胜 战力太强 同样未必是一件好事 所谓天无二日 基地已经有老大了 老大是基地的最强者 连接近的人都不应该有 如果老大的位置受到威胁 还不一定发生什么事 到时候成为整个基地的敌人 必然是天大的麻烦 几个人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想想的确是这样 想要把握这个度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司徒黎月继续说 最后就是背靠大树好成梁 咱们也得找一棵大树靠一靠 没事为咱们挡挡日光 长老会的五位大老中 罗淑春是真正的智者 严律国是真正办事的人 汤家骑是个真正的贱人 这三个人都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剩下的只有金显黄和龚山叶 都是自私自利 唯利仕途之辈 我昨天侵入基地的主电脑 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领导班子之前讨论过 如何对待老公的问题 龚山叶当时替老公说话了 甭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这就是一个善缘 只要咱们能把握得住 就能得到足够多的好处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找人散布一下消息 咱们就可以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登门感谢 一切顺理成章 三个女人惊讶得合不拢嘴 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司徒黎月竟然这么聪明 大家都是女人 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郑姓雄感受到三个女人的想法 立刻哈哈大笑道 能有你们这些贤内主 真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只要咱们一家人团结一心 肯定能够齐立断金 相信在咱们的努力下 小日子必然会蒸蒸日上 他这番话说得很巧妙 将有可能出现的裂痕化解掉 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是家和万事兴 一家人和和睦睦 才能成大事 事情定下来之后 司徒黎月和苏联青 不再管外面事情 专心运作这件事 等到一切成形 郑姓雄就返回基地 司徒黎月所做的第一件事 是把从沿途军火库 找到的那些武器 全都交到军营 由军方自行规划使用 这么多的目的非常简单 就是先弄到一个好名声 甭管到什么时候 好名声对办事情 都是有加持作用的 反正这些武器 他们也用不到 军火生产现在那摆着 什么先进武器生产不出来 郑姓雄从空间世界回到酒店 隔着墙壁看向外面 发现街上的丧尸和怪物 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许多 他在心中合计了一下 觉得是施帅 把他们的情况 报告给失亡了 所以才会加派队伍 想要把他们找出来 扇斯婉出来 用精神扫描看了一下 酒店里多了不少的蟑螂怪 应该也是来搜索他们的 只是那些蟑螂怪 没有想到 他们有神奇的空间世界 可以躲避搜索 就这么完美的错过了 郑姓雄弄出一堆炸药 把房间塞得满满的 接着拉开导火锁 同时使用五行盾术 远远地逃开 轰然一声巨响 整个酒店被炸上天 里面的蟑螂怪 全都气化 大厦残骸 来了个自由落体 砸死不少的丧尸和怪物 空间里又多了不少爆出的东西 只可惜 那些属性气泡没有捡到 没有办法进一步提升四维属性 郑姓雄趁着丧尸和怪物被吸引 向着相反的方向摸索 看看能不能有新的收获 他一路上走走停停 消灭了不少落单的丧尸和怪物 终于把四维属性 全都凑过五千 成为五级进化者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五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5013 力量 5039 速度 5029 精神 506 法力 1300思 法术 掌星雷 五雷正法 鬼术 阴风术 五行奇术 奇门遁甲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七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超级嗅觉 虎啸魔鹰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掩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八冷紫金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斧 锋利无比的糖刀 尖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超强的药剂合成盒 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五十分之九碎片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林田 非常神奇的牧场 辉煌的宫殿 超级治疗室 二十二分之十七 令人陶醉的花园 郑信雄看着版面上的属性 露出得意得笑容 单纯的从进化等级来说 自己已经是整个基地的天花板 而且 有这么强悍的战力 即便是真的和老大方对 谁能把谁干趴下 还是个未知数呢 郑信雄又想到这里的狮黄 对方也是个强悍的存在 不知道两人交手 究竟孰强孰弱 郑信雄终于成为五级进化者 尽管四维属性将将达标 而且没有增加其他的技能 也令他信心大增 他立刻调转方向 向着刚才的地方杀回去 一定要让那个控火师帅 还有那只死狗 为追击他付出代价 郑信雄优先考虑 干掉控火师帅 对方弄出火炬人的本事 要是知道郑信雄的想法 肯定得叫起撞天驱 要不是他弄出火海 怎么会制造出火炬人 要不怎么说 哪个庙都有冤死鬼 真是没有地方说理去 只能自己在心里憋屈了 郑信雄悄悄地摸到后面 很快就找到控火师帅 这家伙正在大声咆哮 显然对手下的无所作为不满 他将糖刀握在手中 脚在地上一灯 犹如一道闪电一般 冲到控火师帅身后 使出全力劈出一刀 郑信雄超过五千的力量 再加上糖刀足够锋利 直接把控火师帅 从头到脚劈成两半 一点机会都没给 他迅速捡起属性气泡 接着使用五行盾术 瞬间逃出十几公里 随后躲进空间世界 先避避风头再说 控火师帅 除了贡献一些四维属性 一点好东西都没爆出来 想想就让人觉得郁闷 郑信雄成为五级进化者后 超级药剂合成合 已经可以合成 进化到四级进化者的进化药剂 他立刻弄出四支进化药剂 让四个老婆成为四级进化者 整体实力再次得到提升 通过这种药剂完成进化 全都会增加新的能力 不像使用高级进化药剂叠加 只会提升四维属性 这次进化之后 扇斯婉增加了精神陷阱 和精神炸弹两种能力 精神陷阱是用精神力制造陷阱 和真的陷阱一般无二 绝对是暗算人的好东西 精神炸弹是将精神力 变成炸弹扔出去 威力根据使用精神力的多少而定 同样是了不得的能力 苏联青增加了一个笼统的电磁能力 就是将本身的电力转化为电磁力 从而达到磁力的效果 它作为一个半导体方面的精英 绝对不是别人能比的 直接利用电磁力 把人体电磁炮弄出来了 威力绝对是杠杠的 景美华增加的能力 同样只有一项 但是更为恐怖 是可以制造天气 有了这项能力 前面的能力 全都得到质的提升 司徒黎月也增加了两项能力 还是偏向于辅助 分别是脑波冲击和脑波读取 两项能力配合 基本上就是读心术了 几个女人对新得到的技能 全都满意的不得了 尤其是司徒黎月 再次在心中庆幸 之前做出最正确的选择 景美华笑嘻嘻地说 如今咱们的力量 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是不是不用执行之前的计划了 司徒黎月摸着这丫头的头道 你在想什么呢 计划当然是要贯彻实施下去 真要是发生内斗 对咱们没有半点好处 只不过有了这身本事 郑幸雄一锤定音 黎月说的很有道理 大家继续按计划行事 我去弄死那条死狗 让他之前追着我咬 几个女人看到他咬牙切齿的样子 不由得笑出声来 气氛变得极其火焰 郑幸雄从空间世界出来 发现丧尸和怪物已经散去了 看来是控火师帅被干掉后 有了新的情况 他觉得要是不干掉藏狗怪 心情就舒畅不了 于是按照之前的路线 前去寻找藏狗怪 一定要弄死那条死狗 藏狗怪趴在巨大的狗窝里 突然打了几个喷嚏 不高兴地叫了两声 恼火地从狗窝里爬出来 他发出一声长嚎 分布在附近的怪物 惶恐地行动起来 像眉头苍蝇一样到处乱闯 根本不知道要干嘛 藏狗怪绝对是倒霉催的 郑幸雄本来找不到目标 听到长嚎声 立刻就有目标了 向着这个方向快速前进 郑幸雄看着大象一样的藏狗怪 嘴角露出一丝音效 这条该死的死狗 一定要把它种到林田 长出来的全都吃狗肉 狗对危险是非常敏感的 藏狗怪心中非常焦躁 不停地嗷嗷直叫 指挥那些怪物到处寻找 一定要把危险员找出来 郑幸雄对自己的实力非常自信 拎着巴楞紫金锤 发出一声怒吼 向着这条死狗扑过去 他对挡在前面的怪物 专门向脑袋上砸 绝对是一锤一个 打得怪物闻风丧胆 怪物毕竟是由动物转化过来的 在面对危险的时候 具有趋吉避凶的本性 很快就四萨逃 藏狗怪吼叫的几声 发现没有怪物搭理他 心中恼火的不得了 爪子在地上拍了一下 地面像地震一样晃动 郑幸雄和藏狗怪比起来 在个头上完全不够看 这种体型的对比 引起了藏狗怪的轻视 藏狗怪参加过之前的大战 知道能对他造成威胁的 是那些特别炫酷的法术 搏斗人类根本不是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 藏狗怪毫不顾忌地挥动爪子 向郑幸雄狠狠地拍过去 郑幸雄把锤子换成开山斧 向着后面退了一步 接着轮远膀子 对着狗爪子砍过去 四件兵器经过多次锻造 攻坚能力绝对是杠杠的 连堂刀都能剔开施率 更何况是厚重的开山斧 一道血光闪过 藏狗怪的爪子被砍下来了 剧痛让他陷入癫狂 拼命地打滚嚎叫 郑幸雄看到有机可乘 拿出几十根镖枪 钻到藏狗怪身后 使出必杀计千年杀 藏狗怪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七粒惨叫 叫声的穿透力绝对是杠杠的 就连基地里的人都听到了 完颜承海听到如此的惨叫声 兴趣被勾起来了 瞬间从椅子上消失 接着出现在藏狗怪的尸体旁 他速度绝对够快 但终究还是慢了一步 郑幸雄在藏狗怪惨叫的时候 就知道事情不好 飞快地割下想要的肉 接着逃回空间世界 躲在里面不出来 谁也没有任何办法 只有干瞪眼的份 完颜承海看着死相凄惨的藏狗怪 也觉得后面一紧 龌龊的人见得多了 这么龌龊的确实罕见 他伸手对着藏狗怪一抓 从他身上抓出一股气 在掌心里凝聚 最后变成郑幸雄的模样 完颜承海打了一个响指 阮铃鱼出现在他身边 恭恭敬敬地行礼 连大气都不敢出 他把定型的母偶交给阮铃鱼说 把这个和这条狗交给另外几个狮王 告诉他们 这是特别龌龊的主 碰到之后 一定要多加小心 否则这条狗就是前车之剑 阮铃鱼小心地接过魔偶 又看了看死相凄惨的藏狗怪 不由地咽了一口兔沫 再次仔细地看看魔偶的模样 一定要印在脑子里 郑幸雄郑幸高采烈地看着 扇思完把藏狗怪的肉中到灵田里 没想到自己已经引起注意 而且还落得个龌龊之徒的名声 司徒黎月坐到他身边 一本正经说 把那些武器交出去之后 咱们的名声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我已经向上面申请 希望能得到一个店铺 并且特意注明贩卖进化药剂 上面还没有回应 我觉得你应该返回基地 准备应付上面的问询 最主要是说明 进化药剂的来源 总不可能说是找到的 其实你当初在队伍里的说辞 很多人就是不相信的 只不过他们需要依靠你 因此没有戳戳而已 郑幸雄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后 应该是这个样子 队伍里的聪明人不少 肯定有人看出猫腻 司徒黎月继续说 说起来你们那只队伍 真是藏龙卧虎 袁美芳在末世之前 就得到罗淑春的赏识 袁美芳来到这里之后 很快就和罗淑春取得联系 如今是她的专属秘书 地位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她在成为专属秘书之后 把夏玉林和仁妮娜也给拉走了 两个女人都得到相应的职务 成为你们之中的第一个利益团体 宁妙仪拜入宿女官之后 带着手下投靠了蒙虎堂 如今是堂主邵施嘎的夫人 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主 强勇猛得到军方强人金子锋的赏识 如今也是得到重用 队伍里不少的进化者 都在她的手下当官 看到这些人的发展 越发觉得你当初的选择错了 这些人要是都握在你的手里 现在的情况肯定不一样了 郑兴雄潇洒地笑着说 所有的一切都是命 说不定他们真握在我的手里 反而是一件或是 现在考虑这些也没有用 你还是加紧运作 反正这次的收获已经够了 我明天就返回基地 司徒黎月点了点头 接着露出妩媚的笑容 超短裙显露出的玉腿 轻轻地晃了晃 她是个特别聪明的女人 知道如何扩大自己的优势 只要是在空间世界 一定换上漂亮的超短裙 郑兴雄一夜耕耘之后 第二天从空间世界出来 发现藏狗怪的尸体不见 倒也没有在意 她向着基地的方向前进 沿途碰到的丧尸和怪物 都成了垂下亡魂 多多少少有点收获 在酒店的时候 找到了几个包裹 随便拿出一个胶上去 就算是应付过关 大摇大摆地回到基地 郑兴雄听到有人喊她 向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是当初的委员长徐宁雅 看起来混得不太如意 徐宁雅满面堆笑说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大人 莫非大人之前出去了 郑兴雄非常随意地回答 呆得太无聊了 所以出去转一转 看看这里的丧尸和怪物 究竟有多大本事 槟城和这里确实比不了 当时要是碰到这些丧尸和怪物 咱们根本就不可能离开槟城 全都是人家手里的菜 徐宁雅立刻拍马屁 话倒也不能这么说 大人的本领高强 即便是在槟城碰到他们 肯定也能带着我们杀出来 想想战死的那些同伴 心中就是唏嘘不已 马上就要到达这里 有个苟延残喘的地方 却在门口把命给丢了 郑兴雄不喜欢拿死人说话 于是就岔开话题 我之前听说 强勇猛混得不错 很多人都在他手下当官 看你的身上没有制服 应该不是在军营讨饭吃 说起来你也是二级进化者 难道入不了他的眼 徐宁雅一副愤愤不平的样子说 说起来我就生气 强勇猛在军营混了个肠 整个人就飘起来了 看不起这个 看不起那个 我堂兄徐洪亮 本来让我和他一起去广库 谁知道强勇猛说 我不是那个材料 把那个位置给了傅金财和王归分 我和他争辩了几句 他就把我从军营踢出来了 虽然我是个三等居民 但是没活干也不行 现在到处打杂呢 郑姓雄眉头微微一皱 强勇猛 不是个飞扬跋扈的人 而且一直是军营出身 特别重情义 按理来说不应当如此 他笑着说 可能是你们八字不合 没必要想那么多 宁妙仪在猛虎堂混得不错 已经是堂主夫人了 你当初就是他的手下 现在去投奔他 绝对是相得一张 你的能力一点都不差 说不定还能更进一步 你要是不知道猛虎堂在哪 把你的地址告诉我 我给于书坤打个电话 让他来找你 徐宁雅本来是想跟着郑姓雄混 现在一听有更好的去处 自然是点头答应 说了一大堆感激的话 郑姓雄当着他的面 把电话打了 于书坤自然是满口答应 很快就和屈方跪过来 见他已经离开了 就把徐宁雅带回猛虎堂 郑姓雄回到别墅之后 把这件事情告诉几个女人 他们联系过其他女人 还真就没联系过强勇猛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景美华眨卓言说 我上次给高双雪打电话 他们夫妻和强勇猛的关系 似乎也不太好 彼此之间没什么来往 要不把他们叫到这里来 好好地问一问 万一要是有什么龌龊 咱们的心里也好有个准备 免得殃及迟鱼 他最后几句话 把大家给听问了 真难想象 是从这丫头嘴里说出来的 看来真是长大了 于荣英和高双雪夫妻 接到电话后 第一时间赶到这里 都是一身戎装 看上去英姿飒爽 郑姓雄看了一眼两人的尖章 和谭耀辉一模一样 也就是说 他们夫妻全都是小队长 善思婉之前已经用精神连接 把一家人的精神连在一起 这样更方便于交流 苏连青开口问 当初那个小队长谭耀辉 不过是个二级进化者 你们两个是三级进化者 怎么也是小队长 高双雪无奈地说 我们毕竟是外来的 在这里没有任何根基 好位置都让别人占没了 只能当个小队长 说起来我还不是正的小队长 我们夫妻两个在一个小队 他是正队 我是副队 倒是妥妥的夫妻当 其实我们两个还算不错 江兰桂被分到炊事班去了 只是一个副班长 听说现在专门养猪养鸡呢 景美华不高兴地哼了一声 我上次给姐姐打电话 姐姐还说过得不错 干嘛要骗我呀 我听说 强勇猛得到军营负责人的赏识 现在混得很好 和他关系好的几个人 都有不错的差事 就没帮忙你们 于荣英一脸苦笑道 小夫人也说了 是和他关系好的人 才有好差事 我们是打着大人的标签 因为我老公强勇猛才对你们不管不顾 过分了吧 高双血急忙打圆场 我丈夫说话一向直 三夫人千万不要介意 能够打上大人的标签 是我们夫妻的福分 我们能有现在的生活 都是大人的恩典 当初要不是大人 我们怎么能成为三级进化者 哪能当上队长 他说的情真意切 但是也从侧面回应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夫妻才遭到强勇猛的排挤 司徒黎悦眼珠一转说 据我所知 三级进化者 不一定非要在军营任职 你们是二等居民 拥有极大的自主权 不如你们从军营退出来 到我们即将要开的店里工作 以后我们不但供给你们生活物资 而且还给你们高额的报酬 让所有的人都知道 打上我们的标签 非但不会吃亏 反而有好日子过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 于荣英夫妻之所以这么说 就是有这方面的考虑 他们觉得 只要抱住郑姓雄的大腿 前途肯定是不可限量 于荣英立刻说 二夫人看得起我们 我们不能不实抬决 一切按照夫人说的来 回去我们就辞职 苏联青叹息一声 咱们是好朋友 用不着这么客气 说起来 大家一起从槟城过来 也算是患难与共 怎么就到了这一步 高双雪攥着拳头道 我之前问过其他的队伍 他们到达这里之后 依然是一个整体 力争用一个声音说话 就连平民都唠叨不少的好处 而他们那些人的人脉 和咱们这支队伍根本没法比 如果咱们要是能够团结 肯定比他们强多了 他说到这里闭口不言 意思不言而喻 队伍里的牛人 全都各顾各地 谁也不管谁 还团结个屁呀 雪崩的时候 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 这支队伍的分崩离析 有本事的人全都有责任 郑姓雄同样是光想着自己 司徒离岳就是最好的例证 有时间逃老婆 没时间去帮助其他人 郑姓雄露出一丝善孝道 很多事情也是没有办法 当初是大家一致决定 把队伍的领导权交给玉博道人 结果这家伙来到这里之后 跑到修炼者那没动静了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什么意思 不敢越阻带袍呀 高霜雪心里非常清楚 有些话点到极止就行了 不能说得太过分 否则没办法收场 对谁都没有好处 他岔开话题 用心询问 刚才二夫人说要开店 不知道咱们要做什么买卖 我好准备一下 司徒离岳说出店铺的规划 我们的目的是 开一个大型的杂货店 普通业务是卖各种生活必需品 价格比市面上低三成 稍微好一点的业务 是卖各种武器 包括我们自己研究的符文武器 性能肯定不比外面的差 在价格上差不多 但是品种更加齐全 最核心就是卖进化药剂 再加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些东西都是价值千金 根本就不和他们讲价 咱们说多少就是多少 你们夫妻是自己人 也就不瞒着你们了 我们一家人有特殊的能力 能够使用材料 做出进化药剂 只不过每一种药剂都有成功率 一级进化药剂的成功率最高 也是作为主打的进化药剂 力争做到 人人都能成为一级进化者 但是咱们也不能白做 人工才行 所以才有我之前的说法 于荣英和高双雪听得目瞪口呆 随后心中激动的不得了 觉得自己又赌对了 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 别看他们两个只是在店里打工 不能决定把药剂卖给谁 但是可以决定卖的顺序 排在后面的能不能买的这 这玩意就不好说了 而且听司徒离乐话里的意思 还会有更高级的进化药剂存在 这种药剂的数量肯定不多 顺序就更加重要了 只要将来拿出的进化药剂 越来越好了 他们的地位就会跟着水涨船高 而这一切只要他们付出忠心就行 应该说这对夫妻特别的聪明 知道怎么做才是最有利的 用忠心换回利益 是真正的无本买卖 而且大转特转的那种 司徒离乐继续说 我已经把资料报上去了 估计这几天就能批下来 本来我还在考虑找店铺的事情 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 好好地考察一下 店铺的位置并不重要 只要店铺足够重要 就是在耗子洞里 也会有人找上门来 两个人急忙点头答应 表示一定把这件事情办好 现在就回去辞职 然后开始找店铺 刚把他们两个人打发走 圆美方的电话就打进来了 说是姐妹好久不见 想一起逛街聊聊天 大家立刻猜到聊天的内容 嘴角全都露出笑意 几个女人出门和圆美方逛街 郑兴雄则到千佛寺 去找几个和尚吃狗肉 把上下关系全都打通 夏玉玲和仁妮娜 作为圆美方的闺蜜 自然也被拉过来凑数 七个女人在一起 叽叽喳喳的说个不停 任妮娜笑眯眯的说 在末世来临之后 我连做梦都没敢想 还有机会管宣传这一摊 当初做记者的时候 最羡慕的 就是管宣传的这些人 什么能说 什么不能说 就看他们上下嘴唇一碰 我这个人从小运气就不错 不光有个好闺蜜 还有这么多的好姐妹 以后给你们多多帮衬才行 苏联青笑着硬道 咱们是一个地方出来的 在先天上就比别人亲近 当然没有任何问题 理应互相帮助吗 景美华在一旁插嘴 我觉得有些人不是这么想的 刚才见到的于荣英夫妻 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非但没有得到帮助 反而还遭到强勇猛的打压 我估计在他们心中 巴不得不认识强勇猛 说不定还好一点 夏玉玲瞪着眼睛说 真没想到强勇猛竟然是这样的人 我最瞧不起这种人 有本事对外人使 欺负自己人算什么能耐 我现在负责窗口审批那一块 这段时间只要是咱们槟城 有事全都加速办 能活着到这不容易 几个女人一阵长嘘短叹 对强勇猛口诛笔伐 这个男人已经成为小人的典范 简直是不当人子 原美方看火候差不多了 将话引入正题 你们的那份报告 罗老已经看过了 在心里是支持你们的 唯一的问题在于 你们能不能找到那么多的净化药剂 到时候店面支起来了 药剂却找不到 可就彻底热闹了 善思婉把之前的话又讲了一遍 然后说 我们这段时间 囤积了不少的材料 整体来说问题不大 我们既然敢开这个店 心里自然有数 否则还不成整个基地的笑柄 以后要不要见人了 三个女人听得眼睛一亮 之前对这方面就有所怀疑 如今得到证实 心中激动的不要不要的 司徒黎月搅着咖啡说 说起来 我们开店最大的问题 就是可用的人不多 现在只有于荣英和高双雪两个员工 本来这应该不是问题 看看其他过来的那些队伍 人家都是一个整体 什么都有可能缺 就是不缺人 结果槟城这支队伍可好 真是开创先河 没用外人动手 自己就分崩离析了 让人哭笑不得 他作为基地里的一员 相当于是一个旁观者 所谓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说的话令人很幸福 原美方犹豫了一下说 现在这种情况 已经不是咱们能搞定了 我马上打电话给宁妙姨 让她过来谈谈这件事情 宁妙姨当初在郑大人的帮助下 组建过平民委员会 处理这种事情 轻车熟路 应该会有好主意 她打电话的时候 任妮娜在一旁抱怨 咱们队伍里的这些男人 连郑大人都算上 就没有一个靠谱的 让咱们这些女人操碎了心啊 这些女人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觉得就是这个样子 那些男人要是靠谱 也用不着他们在这里商量 宁妙姨一直关注他们的情况 接到电话 立刻就赶过来 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眼睛亮得跟灯泡似的 她舔着嘴唇道 这可是一件大好事 咱们冰城系 能不能在基地立住脚 就看这一次了 美方一定要想办法 得到罗大佬的支持 哪怕在必要的时候 让出一部分利利益 也在所不惜 司徒黎月立刻说 我之前已经有这方面的打算 决定将店铺收益的三成 交给领导班子 只不过缺少一个桥梁 原美方马上表示 一点问题都没有 别看领导班子有五个人 真正好用的就是罗书春 其他人全都多余了 景美华疑惑地看着司徒黎月 之前要攀附的大佬 不是罗书春 怎么现在变卦了呢 扇思丸使用精神链接这项技能 把几个女人的精神粘在一起 通过精神交流 防止出现纰漏 所谓计划没有变化快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小丫头似懂非懂地应了一声 反正只要几个姐姐 做主就行了 也没必要搞得那么明白 如今顶层搞定了 接下来就是各方势力 毕竟总有人过来捣乱 也不是一件好事 宁妙仪毫不犹豫地说 我就举贤不避清了 蒙虎堂以前就是道上混的 手下人敢打敢拼 如今 我是蒙虎堂的堂主夫人 你们都算是我的娘家人 蒙虎堂入一股 专门负责摆平外面的事情 司徒黎月毫不犹豫地答应 只要蒙虎堂能保证 我们不受到骚扰 所有收益的一成给你们 但是拿钱得办事 如果要是因为你们办事不利 让店铺遭到损失 别说我翻脸无情 宁妙仪拍着胸脯道 拿人钱财 与人消灾 要是连事都办不成 我们凭什么拿着一成收益 总不能脸都不要了吧 最后就是人缘的问题 于荣英和高双雪夫妻 可以成为员工领班 所有的员工都归他们管 既然咱们队伍的进化者不好用 直接招那些平民就是了 只要是表现好的 每个月可以有一个人 得到进化药剂 有进化药剂的诱惑在这 这些平民肯定屈之若鹜 于荣英夫妻是三级进化者 总不可能管不了他们吧 善思婉赞同道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不一定非得局限于槟城的平民 其他地方的也可以 说不定还能成为桥梁呢 宁妙仪笑着应了一声 接着说 最后的问题就是那些修炼者 在佛道两门之中 得选一门依靠 别看我是在道门混的 实际上更看好佛门 虽然大家骨子里一样 但是佛门好歹还装装样 吃相没那么难看 景美华露出一副傲娇的小表情 笑眯眯的说了两句 把他们给震慑了 景美华笑眯眯的说 那些和尚经常到我们家 和我老公一起吃狗肉 一个个嘴馋的不得了 肯定没有问题了 几个女人听得目瞪口呆 之前知道 郑姓雄和樊峰和尚关系好 没想到好到这种程度 实在是小看他们家了 如今所有的关系都理清了 接下来要做的 就是按照计划行事 没有必要低调 反正只包不住火 终究是瞒不住的 这个消息 很快被各方所知 大家全都觉得 天雷滚滚 在震惊过后 兴奋的不得了 琢磨怎么奋一杯羹 金子峰冷冰冰的看着强勇猛 粗声粗气的问 关于郑姓雄一家子 要开店的事情 你应该听说了吧 强勇猛低着头回答 当初他们拿出进化药剂 帮助队伍里的战兵 成为一级进化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方面的怀疑 只不过当时的情况特殊 不允许我们考虑这件事情 也就压在心底了 来到基地之后 一直忙其他的事情 把这件事情疏忽了 是我的失职 请对我进行处罚 金子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我生气的 不是你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而是你究竟怎么弄的 会和这样的人关系不睦 你千万不要告诉我 于荣英和高双雪夫妻的事情 你一点都不知情 和你连半点关系都没有 你可真是行呀 让两个三级进化者 去当小队长 而且还是一阵一阵 咱们军营已经这么奢侈了吗 强勇猛额头上全都是冷汗 支支吾吾的 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 想想做的 确实是太过分了 金子峰生气的拍着桌子大吼 这还不是最关键的 关键的是 咱们失去了最好的机会 他们夫妻已经辞去职务 今后是那家店铺的员工领班 阎望好见 小鬼难缠 人家现在是小鬼头了 知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 军营将会是最后能拿到进化药剂的 这个影响不可估量 我已经得到详细的资料 活着到这里的进化者领导 除了你这个废物之外 全都在这件事情上 捞到足够多的好处 宁妙仪不过是一个女人 却能把猛虎糖拉入火 他们得到的不光是一成收益 是在里面的一部分话语权 我现在真是后悔 怎么就听了风风吸的话 赏识你这么个白痴 你还能干点啥呀 强勇猛被训得狗血喷头 肠子都已经毁清了 早知道是这种情况 无论如何 也不会犯这么多的错误 他硬着头皮说 一切都是我的错 我现在就去找郑姓兄 向他赴金请罪 缓和他与军营之间的关系 金子峰叹了一口气道 那么做 只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反倒更让他看不起 之所以告诉你这些 是让你认清自己的身份 自己去参谋部交接一下 从明天开始 你负责外围的巡逻工作 没事不要回来 免得让人看到不爽 强勇猛及其失落地应了一声 这种分配等于流放 彻底离开权力核心 以后也没什么前途了 郑姓兄正在鱼塘边钓鱼 小丫头蹦蹦跳跳地过来说 风风溪过来找你 说是有些事情 要和你解释一下 郑姓兄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从空间世界回到别墅 晃晃悠悠地来到大厅 见风风溪正在悠闲地喝茶 郑姓兄哈哈大笑道 我几次去千佛寺 都没有看到你 当时还觉得好奇 不知道你跑到哪去了 风风溪笑着回答 你去的是法术修炼者的地方 我们这些午修修炼者 是没资格待在那里的 我们在西北处有一块地方 那里以前是最大的体育场 现在是我们练武的地方 有时间你可以去看一看 郑姓兄点头答应 两人接下来相谈甚欢 又准备了一桌韭菜 一边吃一边聊 风风溪终于引入正题说 强勇猛是我推荐给金子峰 当时是想他们都是军营的人 在那里能拨个前途 只是没有想到强勇猛 被怨恨蒙蔽了心智 做出这样的措施 想想真是觉得惭愧 对不住你和金子峰啊 郑姓兄好奇地询问 你这么说我还真是不解 说起来 我和强勇猛之间 怎么会有仇怨 一直以来 我们配合得不错呀 风风溪叹了一口气说 你不知道 强勇猛和司马英杰是好朋友 据说当年在训练场出现事故 是司马英杰救了他的命 司马英杰的死 虽然是救游自取 但是在强勇猛的心中 认为要不是你的话 司马英杰根本用不着死 只不过 因为当时情况特殊 强勇猛将这一切都压在心底 并没有表现出来 也没有被我们察觉 他有了这个位置之后 压制了向你寻仇的想法 但是 对打着你标签的虞荣英夫妻 是怎么看都不顺眼 结果就出了这种情况 郑姓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这个混蛋真是可恶 有本事就过来找我 欺负别人算什么能耐 以后别让我见到他 否则一定让他知道 什么叫恶有恶报 一定让他明白 花儿为什么这么红 风风溪急忙劝说 他就是心里别不过这个劲 时间长了 这件事情非常抱歉 本来想要请你赴宴 亲自向你赔罪 又怕有所唐突 所以才让我代为转达 强勇猛 如今已经被派到外围 主要负责巡逻工作 不允许他随便回来 眼不见心不凡吧 郑姓兄露出笑容道 这件事情也不能怪金大人 毕竟他事务繁忙 不可能事事都照顾得到 我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那家店铺 是由我的女人负责 我除了提供药剂和物品之外 其他的一概不管 他们都是知道轻重的 肯定不会做出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保证会令大家满意 不会有任何问题 风风熙听了这番话 等于吃了一颗定心丸 同时对于接下来应该怎么做 心里多少有点数 他笑着举起酒杯 继续推杯换盏 交情越喝越深嘛 郑姓兄见几个女人忙店铺的事情 只有他无所事事 决定再出去转一转 看看能不能得到一些好处 有了符文果树的存在 用不着再去申请 回来的时候 也不需要别人开门 直接走空间世界就行了 郑姓兄这回 没有走经常出入的地方 而是绕到基地的后方 按照地图所示 从这里穿出去 实际上就脱离凤城市区了 他拿出一颗符文果 三口两口吃下去 额头出现一个符文 接着使用五行盾术 轻易通过金刚法阵 郑姓兄穿过法阵的时候 千佛寺的几个老和尚 同时将眼睛睁开 用心地感受一下 露出疑惑的表情 几个老和尚对望了一眼 最终还是闭上眼睛 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 不过对这个区域更加流行了 郑姓兄穿过法阵 眼前是一条水泥路 和市里的公路比起来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他对比一下地图 这里是城乡结合部 后退是城市 前进是乡村 怪不得多了不少乡土气息 郑姓兄按照既定计划 沿着水泥路向前 走了大约半个多小时 看到不少矮啪啪的房子 这些房子看上去特别破败 应该在末世之前 就是废物 里面会盘踞很多的蛇虫鼠蚁 这个时候全是怪物 郑姓兄之前 已经和几个老婆说好了 除非有特殊的情况 否则用不着他们出来帮忙 把店铺弄好就行了 他开启三世言 周围的一切 尽收眼底 向着破屋的方向前 准备提升一下四维属性 顺便再剪点东西 这些破屋连成一片 看上去像是一个居民点 顺着风 还能闻到一些新臭味 里面的怪物 不爱干净啊 郑姓兄看到 在第一个破屋里 有几十只脸盆大小的蟑螂 懒洋洋地趴在地上 他取出十几罐杀虫剂 从窗口扔进去 杀虫剂落地就爆 迅速将整个屋子笼罩 被杀虫剂笼罩的蟑螂 直接陷入蒙圈状态 在地上不停地打转 最后腿一伸 直接就翻白了 郑姓兄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 这些虫子变成怪物 杀虫剂居然还有用 一定要再试一试 是不是只有蟑螂如此 如果杀虫剂对所有虫子 都有用的话 终于找到 克制蚂蚁怪的办法了 只要种出足够多的杀虫剂 就能覆灭蚂蚁怪 郑姓兄想到做到 先进去把属性气泡剪了 然后再去其他的房子 用那些虫子做实验 在这个过程中 郑姓兄意外地 剪到十几个包裹 看来是这里没人来 所以 出现的包裹都被剩下了 郑姓兄对实验的结果非常满意 立刻传信给扇斯婉 让他抽时间重杀虫剂 以后又多一件大杀器 他正打算离开这里 耳边突然传来雷鸣一般的滋滋声 立刻向着声音的方向摸去 看到一只大象大小的白鼠 特殊变异怪物 带有超级病毒的白鼠 具体等级模糊 本身战斗力一般 身上带有上千种病毒 一旦自身爆炸 病毒会笼罩一方天地 里面的生物无所幸免 全都会被消灭 建议立刻将其清除 郑姓兄本来只是好奇的 用幽名鬼眼看一下 没想到带来的消息如此震惊 具有上千种病毒的白鼠 简直就是行走的生化炸弹 幸亏只有这么一只 如果数量足够多的话 估计就是狮黄也贵了 说什么不能放过他 但是对于怎么干掉白鼠 郑姓兄十分挠头 毕竟这玩意碰不得 万一炸了就毁了 郑姓兄琢磨了半天 决定使用阴风术 先把白鼠控制住 然后将其快速弄死 扔到虚无空间的最深处 他制定好策略之后 飞快地结了一个法印 一时之间 阴风大作 风里面鬼哭狼嚎 想要迷惑这只白鼠 白鼠针对得起评价 战斗力极其堪忧 被阴风吹入大脑 瞬间就变成植物鼠了 然后窒息而死 郑姓兄不给白鼠爆炸的机会 直接扔到虚无空间的最深处 等到确定没有任何问题 再考虑重不重的问题 整个过程不惊险 郑姓兄却吓得满头大汗 在完成之后 立刻回到空间世界 好好地放松一下 压压惊 郑姓兄美美地睡了一觉 睁开眼睛 看到老婆们回来了 立刻将之前的事情讲了一遍 把老婆们吓得花容失色 司徒黎月拍着胸口说 老公这么做太冒险了 万一你要是出点什么问题 让我们怎么办呀 以后不允许再这样 其他几个女人纷纷附和 郑姓兄心中满满的幸福感 不断地点头答应 表示以后不再这么做 几个女人说起店铺的事情 进展非常顺利 等房子装修好 就可以正常营业了 到时一定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郑姓兄笑着夸奖了几句 接着大背同眠 美妙的风景 不足与外人倒栽 他在心满意足之后 一时之间也睡不着 索性再次来到外面 看看夜晚有什么不同 郑姓兄意外地发现 旷野里飘着不少鬼火 使用阴阳眼望去 是眼神麻木的鬼魂 他毫不客气地使用幽明鬼眼 将这些鬼魂吸收一空 没想到 这些鬼魂的年头够久 带来的法力甚多 郑姓兄心中产生疑惑 这些鬼魂不是最近死的 为什么没有进入地府 莫非这个地方有什么毛腻 他不由得想到吴老木 那种传说的地方都能存在 这里真有什么问题 似乎也能说得通 郑姓兄又想到 除非是从一个有病毒的地方出来的 他想到这里 脑中灵光一现 莫非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当初那个 以人做实验的杀人魔窟 如果是这样 一切就能解释得通了 当年那些畜生那么凶残 不知道还有没有残余鬼魂 如果要是有的话 正好替先辈们 把他们灭了 也算是解解恨 对得起列祖列宗 郑姓兄正在胡思乱想 突然听到奇特的声音 耳朵不由地动了动 确定声音的方向 他想想空间里的那些浮咒 胆气绝对够了 立刻向着那里前进 同时不断地使用鬼术 克制周围的幻象 沿途碰到不少的鬼魂 全都被幽冥鬼眼吸收 转化为自身的法力 等到地方的时候 本身法力已经达到1600丝 姓名 郑姓兄 级别 五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5113 力量 5124 速度 5117 精神 5039 法力 1600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阴风术 五行奇术 奇门盾甲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七 技能 幽冥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超级嗅觉 虎啸魔鹰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掩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巴冷紫金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斧 锋利无比的糖刀 肩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超强的药剂合成盒 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五十分之十三碎片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非常神奇的牧场 辉煌的宫殿 超级治疗室 二十二分之二十 令人陶醉的花园 他先看看板面上的树植 让自己的信心变得更足一些 然后才使用阴阳眼 向着四周窥视 郑幸雄很快发现端倪 再次结了一个法印 一阵阴风吹过 面前出现一个黑色的门户 他使用幽冥鬼眼看了一下 门户上的阴气极盛 确定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才小心地向着门户走去 郑幸雄使用阴风包裹全身 看上去和鬼魂颇为相似 没有受到门户的排斥 非常顺利地进入其中 他在穿过门户的时候 又有那种穿过水波的感觉 心头微微一惊 没想到又是一个独特的空间 郑幸雄这回使用的是四视眼 各方面更加全面 不会有任何披露 免得惹出麻烦 他沟通了一下空间世界 确定随时可以退回去 胆子立刻就大了 向着里面大步而去 郑幸雄走了大约十几分钟 眼前出现一片八旗风格的建筑 里面还传来迷你之音 他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毫不犹豫地来到建筑前 看着上面的文字 立刻明白 这里是老式的俱乐部 郑幸雄将裹在身上的阴风 变得更加强烈 这样不会有任何问题 可以放心大胆的行事 他大摇大摆地走进俱乐部 看到里面隐隐绰绰 很多八旗装扮的鬼魂 在这里喝酒作乐 郑幸雄正在四处张望 一个穿着和服的女鬼 来到他的面前 非常恭敬地居了一躬 女人恭敬地说 我是藤田真有美 不知道大人是诗帅 还是诗将 我们好按级别接待 郑幸雄眼中闪过一丝的惊讶 没想到这个女鬼会这么说 看来这里和外面并非没有联系 他故意哼了一声 摆出一副高傲的样子 没有说话的意思 只是挥挥手 示意在前面带路 郑幸雄之所以这样的表现 是因为不知道 诗帅究竟会不会说话 会的话应该怎么说 他上次光芒着逃亡了 并没有听到 控火诗帅和藏熬怪之间的对话 后来也只是知道 怪物到级别会说话 郑幸雄觉得诗帅 肯定也是会说话的 但是心里没谱 不敢随便乱来 只能使用这种方法 希望可以蒙混过关 藤田真有美真 就吃这一套 恭恭敬敬地居了一躬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带着郑幸雄到里面去 郑幸雄一边走 一边使用四十眼观察 结果看到很多触目惊心的景象 就是历史书上说的那些 他心中恼火的不得了 恨不得立刻把这些混蛋 全都变成法力 磨了半天的牙 好容易才忍住 郑幸雄突然发现在一个包间里 有两个师帅正在喝酒 下酒菜是人闹 聊得不亦乐乎 他总算是确定了自己的想法 在师帅这个级别 丧失是可以说话了 而且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郑幸雄心里有底之后 故意哑着嗓子说 我是外来的 经人介绍才到这里来 对这里不太熟悉 你和我详细地说一说 腾田真有美 急忙点头答应 大人能够到这里来 肯定是得到师皇陛下的赏识 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的主人是鬼王高田内桥 这座城里所有的鬼魂 全都归鬼王大人调配 这也是师皇陛下的恩典 鬼王大人平时不带在这里 我们这里只是用来招待各位大人 当初在盛世降临的时候 我们抓捕了大量的马路达 他们都是最合适的菜肴 郑姓雄听到这番话 肺都要气炸了 在心中暗自决定 一定要找机会干掉师皇 这家伙简直就是数典忘祖 再想好像也不对 人家连种族都改了 和祖宗自然是没什么关系 这么要求人家 好像太苛刻了 郑姓雄暗中吸了一口气 把心头的怒火压下去 开口询问 你们当初抓的那些食材 现在还剩下多少 腾田真有美 露出一副苦闷的样子回答 如今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那些修炼者布置的法阵 把基地弄得跟铜墙铁壁似的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穿过去 只能望而心探 等到这批食材全都吃完 就得有鬼王大人 向师皇陛下敬言 对那个基地发动攻击 我们借机进入其中 迷惑一批食材出来 已经试过两次 每次都轻松的不得了 郑姓雄已经得到想要的信息 不会再和这些畜生客气 立刻使用幽明鬼眼 把这个女鬼变成法力 她急不返回到前面 幽明鬼眼全力发动 寻欢作乐的那些八旗恶鬼 连挣扎的机会都没有 通通被吸收的一干二净 外面的动静 惊动了里面的诗帅 好几个家伙一起冲出来 看到阴风国体的郑姓雄 都露出疑惑的表情 其中的一个大声叫 你是哪个区域的 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郑姓雄嘴角露出一丝音效 唐刀出现在手中 向着他们扑过去 郑姓雄现在是五级进化者 在地位上和诗皇相当 即便是实力上有所差距 也不是诗帅能够抵挡 更何况还有突然袭击的成分 郑姓雄有如砍瓜切菜一般 轻易就把这几个师帅都给砍了 在干掉这些师帅之后 郑姓雄决定一不做二不休 直接把这里翻个底朝天 给鬼王送一份见面礼 郑姓雄拿出一张烈火符 口中念念有词 向着前面一甩 一道火焰放出 把这里给点了 他把这里点着之后 没有向外退 反而是更加深入 反正之前得到的符转足够多 可以大把的挥霍 郑姓雄唯一的遗憾 就是符转种到灵田里 得到的并不是符转 而是一些很特殊的果子 那些果子拥有符转的力量 但是不能给人吃 只能给牧场里的那些动物吃 让这些动物拥有相似的天赋 这么做的好处 是那些动物变得更加厉害 坏处是需要消耗符转 法器的情况差不多 总体来说是利大于弊 毕竟符转法器是可以捡到的 郑姓雄放出几十只老鼠 这些老鼠是当作自杀性法器使用的 效果绝对是杠杠的 将这里炸得到处是残垣断壁 如此大规模的破坏 终于引起了鬼王高田内乔的注意 这家伙立刻驾着阴风赶过来了 高田内乔看着被毁的俱乐部 肺都快要气炸了 立刻将手一挥 一股阴风席卷 想要把火焰灭掉 郑姓雄看到席卷的阴风 马上截了一个法印 用阴风术夺得控制权 来了个火界风势 风筑火威 烧得更旺盛了 高田内乔注意到郑姓雄 愤怒地咆哮 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赶到本王这里来捣乱 郑姓雄不懈地撇了撇嘴 非常随意地回答 我是从基地出来的 压根就没把你当回事 有本事你弄我呀 高田内乔和狮王是同一级别 因为战斗手法诡异 实力稍微还能强上一些 一直以来自认为是狮王之下第一王 现在被郑姓雄如此小看 高田内乔就觉得一股无名热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鬼体都要气炸了 高田内乔发出愤怒的咆哮 手中多了一把武士刀 向着郑姓雄扑过去 想要把他一刀两断 郑姓雄毫无巨色 挥动锋利的唐刀 气势汹汹地迎上去 打算给这个畜生 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教训 武士刀是从唐刀演话来的 如今一人一鬼交手 一时之间刀光阵阵 谁想拿下谁 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高田内乔向后飘了一段 将武士刀举过头顶 大叫一声 让你见识一下 我的鬼刀飘人间 看我把你碎尸万段 他说着武士刀向着前面挥出 空中出现无数把黑色的鬼刀 将所有的空间封死 进行宝盒式打击 郑姓雄露出惊讶的表情 没想到这个八奇畜生 竟然有这种手段 之前真是小看他了 他拿出坚固的盾牌 融入了符文之后 盾牌可以随意变大变小 瞬间变成一面大盾 把所有的鬼刀都给挡住了 郑姓雄收起堂刀 抬手放出一道掌心雷 雷霆快若闪电 一下就打在高田内桥身上 立刻冒起一股黑烟 高田内桥就是表现得再猛 也不能改变 它是一个鬼的事实 雷霆对鬼魂的克制 绝对是无以伦比 杀伤力更是杠杠的 掌心雷劈在高田内桥的身上 疼得这个家伙 嗷嗷直叫 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恐惧 立刻掉头就跑了 不得不说 鬼魂在逃跑这个方面 优势还是非常明显的 毕竟他们没有形体 到哪都能穿过去 正信雄想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得使用五行盾术 追击普通的鬼魂还行 面对鬼王 只能望而心探 他又拿出一张天雷符 用雷霆将这里离了一遍 彻底把这里毁灭之后 才大摇大摆地 回到空间世界 正信雄盘点这一次的收获 因为吸收的鬼魂足够多 法力又增加了两百丝 属性增加的倒是不多 不过超级治疗室 终于凑齐碎片 就安放在辉煌宫殿的一侧 超级治疗室的功能极强 只要还有一口气在 就能在里面治好 只不过伤得越重 需要的时间就越久 最极端的那种情况 怎么着 也得治疗个几千年 到时黄花菜都凉了 如今只剩下特殊毒虫培养盆 依然还在碎片积攒中 已经好久没有 再得到新的工具和组件 弄得心中只痒痒 姓名 正信雄 级别 五级进化者 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5163 力量 5175 速度 5153 精神 512 法力 1840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阴风术 五行奇术 奇门遁甲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七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超级嗅觉 虎啸魔音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炎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八冷紫金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斧 锋利无比的糖刀 肩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超强的药剂合成盒 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五十分之十八碎片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非常神奇的牧场 辉煌的宫殿 超级治疗室 令人陶醉的花园 郑信雄看着版面上的信息 心头还是非常满意的 同时觉得 刚才在动手的时候 还是有很多的不足 高田内桥 既然是鬼王 很多鬼术 应该对他有用 因为之前鬼术使用的太少了 所以根本就没有想到 另外五星奇术 和奇门遁甲 同样也是应该有用处的 看来 以后要改变战斗习惯 不能一门心思的好勇斗狠 郑信雄心中想的挺好 就是到真动起手的时候 恐怕又会按照老习惯去做 毕竟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吗 他好好地梳洗一番 重新躺回到脂粉堆里 好像刚才就没出去过 做了一场梦一样 郑信雄第二天继续活动 这回的目标是附近的乡村 郑信雄从空间世界出来 四周张望了一下 向着附近的一个村落摸去 绝对是悄悄地进村 打枪的不要 村子的情况和城里完全不同 到处都能看到乌黑的血迹 偶尔会有一些碎肉碎骨 说明当时的惨烈 郑信雄在心里合计了一下 觉得农村的家畜最多 变成怪物的肯定也不少 幸存的几率可以忽略不计 所以像乡村这种地方 简直就是怪物的乐园 一定要多加小心 免得被怪物所伤 郑信雄三世言火力全开 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 连一个角落都不放过 防止阴沟里翻船 他突然停住脚步 看到在一面墙的后面 趴着十几只野狗大小的鸡 这些鸡的眼睛是血红色的 翅膀的羽毛极其锋利 爪子更是锋利无比 妥妥的战斗机 郑信雄立刻拿出一颗符纹炸弹 从墙头扔过去 轰然一声响 炸了这些鸡血肉横飞 鸡毛防御能力还不错 没有一只鸡被炸死 只不过全都处于受伤状态 不停地鸣叫着 郑信雄拿出血腥的梨花开山符 向着这些鸡扑过去 很快就鸡头满天飞 倒是轻松得很 他把几块鸡肉扔到林田附近 扇丝碗看到自然会种 然后丰富牧场的品种 估计这次家禽能凑全了 和郑信雄想的一样 在收拾完鸡之后 鸭子和鹅也出现了 一个个除了个头变大 就是更加凶残罢了 郑信雄把这些鸡鸭鹅杀掉之后 心中觉得有些不妥 这些怪物太弱了 有点麻痹人的意思 尽管村里面家禽最多 但也不至于都是这玩意 起码也得有点猛的吧 郑信雄想到这里 多加了几分小心 继续向着前面摸索 终于出现其他的怪物了 这回是一群重卡大小的山羊 山羊脚极其锋利 就好像羊脚刀一样 整齐滑衣地向他冲过来 郑信雄面对这些山羊的冲锋 也不敢在前面硬挡 那么作偶 无疑是躺壁当车 最终只有死路一条 他在向后飞退的同时 甩出了一条锁链 锁链将这些羊绊斗 彻底打乱他们的阵型 郑信雄抓住这个机会 挥动开山斧冲上去 又是一阵浴血搏杀 把这些羊全都给砍了 在获得羊肉种子的同时 还把山羊脚都扣下来 可以成为制作兵器的材料 批量生产羊脚刀 郑信雄刚刚喘了一口气 看到几头大巴车大小的大肥猪 像鸭路机一样滚过来 摆明了是想碾压它 他立刻躲进空间世界 在这些肥猪停止滚动之后 突然出现在它们中间 挥动斧头又是一顿暴砍 这次耗费了不少的气力 收获倒是也不错 敏捷和体力两种属性 得到很大的提升 年夜泄力这项技能 也被提升了不少 如今可以在年夜之中 增加一些油脂 令皮肤变得更滑 受到攻击之后 轻易将攻击划开 郑信雄对这个变化 还是很满意的 甭管到什么时候 能够提升生存能力 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的大战 耗费了不少体力 郑信雄打算回到空间世界 好好地休息一番 然后再出去继续探索 郑信雄从鱼塘里抓了一些螃蟹 做了一盆醉蟹 要和几个老婆大吃一顿 增进一下彼此的感情 小丫头抓着螃蟹腿 一边咬一边说 在基地实在是太无聊了 我跟老公去杀怪物吧 郑信雄摸了摸着丫头的头 笑着说 你这个调皮的丫头 杀怪物多凶险 还是待在基地里 给三个姐姐打下手好了 小丫头嘟着嘴说 人家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三个姐姐都嫌弃我了 就让我跟着老公骂 司徒黎月白了小丫头一言道 你真是敢说 谁会嫌弃你 是你自己想要缠着老公 不过话又说回来 咱们上次制定的计划中 和龚山叶拉关系这一项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我们这些女人不方便上门 你看看回来一趟 把这件事情处理了 然后再考虑外面的事情 郑信雄听到这句话 立刻知道罗淑春不太靠谱 还得再抱一条大腿 让他们彼此牵制一下 苏连青在一旁说 另外黑社会的山源桃花 找过咱们几次 希望能成为咱们的合作伙伴 我觉得这些八旗人 尽管都是狼子野心 但是特别的崇拜强者 适当奴隶的好材料 咱们只要表现得足够强势 他们就会是非常好的合作伙伴 咱们也不能光靠猛虎堂 还得有制衡的力量才行 郑信雄再次点了点头 觉得这个办法是可行的 不管到什么时候 都得两条腿走路 不能将希望寄托在一股力量上 他咳嗽一声 等我找到这个村子的幕后黑手 就回去拜访龚山叶 力争和他拉上关系 至于说黑社会 你们自己拿主意就行了 反正现在已经送出四成利益 大不了多送一程 咱们怎么都是赚的 苏连青和司徒黎月 同时点头答应 从这里就能看出 在四个女人之中 真正能拿主意办事的 还是他们两个 善思婉和景美华 在成熟性和见识方面 依然具有一定的差距 至于说能不能弥补 真的没放在心上 郑信雄实在是顶不住 小丫头的软磨硬泡 同意他跟着一起到村里 不过约法三章 一定要听话 不可以肆意妄为 他们重新回到村里 小丫头打了一个响指 直接改变这里的天气 一阵大冰雹砸下来 把藏着的怪物 都给砸出来了 这些怪物主要就是 鸡 鸭 呃 钩 根本不需要郑信雄出手 小丫头一阵龙卷风 把他们送上西天 小丫头对这些怪物很不满意 索性来了个暴力拆迁 龙卷风到处席卷 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这么做的效果 是非常显著的 之前隐藏起来的大型怪物 全都被驱赶出来 在这些大型怪物之中 有一个特别小巧的怪物 吸引了郑信雄的目光 一个幽明之眼看过去 被信息吓了一跳 便意怪物黄皮子 成为怪物之前进行一定的修行 可以控制其他的怪物 让这些怪物 按照他的心意行事 同时具有迷惑心智的特殊能力 只要心智不够坚定 就会被黄皮子迷惑 做出不可预计的事情 郑信雄被幽明鬼眼看出的消息 吓了一跳 没想到这次的幕后黑手 竟然是一只黄皮子 信息没说 这只黄皮子的防御能力怎么样 估计还是法术攻击比较有效 尤其是雷法 效果肯定更好 黄皮子特别聪明 被幽明鬼眼窥视的时候 心中有所感觉 立刻发出奇特的叫声 那些怪物听到叫声之后 同时发出咆哮 气势汹汹地向着他们扑过来 小丫头终于等到大场面 兴奋得不得了 立刻抽取空中的水汽 在这些怪物上空凝聚 他把这些水汽变成冰锥 如同下雨一样 快速坠落 在重力加速度的加持下 兵锥的杀伤力极其巨大 那些怪物纷纷被钉在地上 发出痛苦的哀嚎 即便是这样 依然挣扎着向前爬 郑姓雄扔出大量的符文手雷 送这些怪物最后一程 在整个过程中 都没有使用任何法术 他这么做的用意 是麻痹黄皮子 毕竟他以前算是大仙 谁知道有多大本事 万一要是大义士荆州 就完蛋了 别看郑姓雄之前 收拾过一个大仙师帅 实际上没有任何可比性 所以多加一些小心 是非常必要的事情 黄皮子看到那些怪物被杀 恼火的不得了 再次发出尖锐的叫声 这一次的目标是小丫头 想要将其迷惑 黄皮子迷惑人的能力 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较量 只要目标的精神力足够强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郑姓雄一家人 因为契约的原因 在这方面 都属于是抱团捆绑式的 想要对其中一个人下手 就是面对所有人 进化者的思维属性 本来就高 再加上 还有郑姓雄这个高级进化者 以及扇斯婉这种 特别强化精神力的 所以 在这方面的比拼 他们家简直就是精神攻击免疫 能让使用这种手段的敌人 直接哭晕在厕所里 郑姓雄感受到小丫头的精神波动 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 直接联系扇斯婉 出来助战 黄皮子在迷惑小丫头失败之后 心中恼火的不得了 看到新出现的扇斯婉 决定在他身上 把面子找回来 这一下可踢到铁板上了 扇斯婉直接来了个精神炸弹 而且使用的是第二形态 纯粹的精神领域爆炸 黄皮子直接就被炸懵了 彻底处于懵圈状态 给了郑姓雄可乘之机 来了个五雷轰顶 郑姓雄怕一下轰不死黄皮子 连着发了九次 把黄皮子炸得连扎都没剩下 绝对的死无权失 他立刻上前 把属性气泡捡起来 果然都适合精神力有关 然后一家人回到空间世界 看看能捡到什么好玩意 这回的运气真是不错 直接捡到了一个空间组件 是一座翠绿的小山峰 放在空间里 变成一座山岭 因为山岭的出现 一直困在牧场里的猛兽 纷纷脱离牧场 来了个猛兽龟山 整体实力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除此以外 又得到第二只神兽幼崽 不知道是怎么想的 弄死的是黄皮子 得到的竟然是九尾狐 品种差距有点大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五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5330 力量 5392 速度 512 法力 2000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阴风术 五行奇术 奇门遁甲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七 九尾狐幼崽七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超级嗅觉 虎啸魔鹰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炎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唐刀 尖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超强的药剂合成和 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五十分之二十二碎片 积攒中 空间世界组建 适合养水产的鱼塘 富足的灵田 非常神奇的牧场 辉煌的宫殿 超级治疗室 令人陶醉的花园 郑姓雄看着版面上的数据 露出得意得笑容 如此强悍的四维属性 再加上那些技能 真的当福一大白 这次精神属性提升上来了 四维属性变得更加均衡 没有明显的短板 也就不会被人针对 这次还得到了一本技能书 能赋予的技能是迷惑之光 小丫头非常大度地 让给司徒离乐 按照小丫头的说法 她是最受宠的一个 姐姐们实力强了 自然会护着她 所以技能给谁都一样 司徒离乐 确实特别契合这项技能 拥有这项技能之后 实力直线上升 和之前不可同日而语 郑姓雄觉得 郑姓雄是个非常会享受的人 别墅里收了好几个 八旗女仆 领头的叫水川菜菜子 是一个一级进化者 郑姓雄在进门的时候 把一瓶中级进化药剂 递给水川菜菜子 算是表达一番心意 水川菜菜子 之前已经得到 龚姓雄的授意 毫不推辞地将药剂接过去 接着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态度热情了不少 郑姓雄直接被带到书房 这种情况也说明 龚姓雄对她非常看重 有其他的心思在里面 郑姓雄看着 站在窗边的龚姓雄 觉得外面的传言都是错的 她绝对不是酒囊饭带 是真正有智慧的人 龚姓雄转过身 笑着问 你们明明已经攀上罗书春 为什么还来找我 郑姓雄毫不迟一道 在我们本来的计划里 就是要和大佬搭上关系 只不过出现了意外 袁美芳成了罗大佬的秘书 我们是从一个地方过来的 而且之前的关系还不错 所以决定走他那条路 结果就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觉得既然已经做出计划 就不应该更改 而且据我所知 大佬曾经替我说过话 甭管是出于什么原因 我是其中的得力者 就应该感念大佬的情 向大佬表达谢意 龚姓雁完卫道 你的路子挺眼 连我们内部的事情都知道 你说我要不要查一查 究竟谁是内奸啊 郑姓雄摊着手说 大佬用不着这么费事 根本就没有内奸 非要查的话 只会弄出一批冤死鬼 我的二老婆 司徒离月 轻易就可以侵入任何系统 只要记录在案的 全都可以查到 龚姓雁哈哈一笑道 你的胆子真是不小 竟然敢把这件事情告诉我 就不怕我治你们夫妻的罪 郑姓雄悠然说 我竟然敢说出来 自然相信大佬不会治我的罪 那样对大佬没有任何意义 外面有很多的传言 说大佬就是打酱油的 我觉得绝对不是如此的 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 怎么可能成为大佬 今天见到大佬 证明我的猜想是完全正确的 罗书春可能是领导班子里 最能干的一个大佬 但说他是最聪明的一个 恐怕不太好说 真正的聪明人懂得韬光养晦 就好像大佬一样 龚山叶露出一丝笑容道 我当初看到你资料的时候 就知道你绝对不是持终之物 所以才听你说话 而且让所有人都觉得 我之之所以会那么说 只是单纯的 想要对汤佳琪那个死老太婆 这样能迷惑罗书春 你后面做的事情 既在我意料之中 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只能说你干的漂亮 考虑得非常周详 既然你今天过来找我 就说明咱们之间有缘 我一向喜欢顺缘而为 希望我们之间是善缘 以后彼此之间互相扶持 郑姓雄立刻回应 我一定不会让大佬失望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坚定地站在大佬这边 大佬一定不会后悔今天的选择 我也一定会带给大佬惊喜 多余的话我就不说了 说得再好 不如做得好 龚山叶露出满意的笑容道 以后上面这一块 你就不用担心了 我肯定全都替你摆平 至于说剩下的事情 就要看你自己了 给你一个忠告 现在这个世道已经变了 心不狠就站不稳 不杀几个够分量的肥鸡 怎么会让人知道 你是吃肉的 鱼虎谋皮那种事情 还是少做得好 郑姓雄摆出一副受教的架势 不断地点头答应 这种恭敬的态度 龚山叶非常受用 对他的印象又好了几分 郑姓雄回到空间世界 老婆们已经知道 见面的全部情形 并且分析了一番 苏联青敲着平板说 龚山叶说的鱼虎谋皮 指的肯定不是罗书春 他们是一个等级 不会在外人面前互相诋毁 所以我觉得 指的应该是猛虎堂 他们毕竟是道上出身 当初都是地痞流氓 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郑姓雄对这番话高度认可 上次和邵师嘎见面 对这个帮派大哥的印象很不好 只想进而远之 只不过 因为后面的变化 才再次有了瓜葛 即便是这样 两人也没有再见面 都是女人之间的沟通 司徒黎月琢磨了一下说 咱们可以约黑社会的会长 丰田七海 出来谈一谈 这么做 也能给邵师嘎 施加一定的压力 善思婉在一旁附和 我也觉得 这么做很好 宫山夜话里话外的暗示 就是让咱们再强硬一些 小丫头眨着眼睛说 那个老家伙 还说要杀只肥鸡 这只鸡到哪去找 总不能和猛虎堂翻脸吧 郑姓雄哈哈大笑道 那只鸡我已经有目标了 就是当初的那个腾龙会 他们不是说 要让我好看 等了这么久 他们都没动静 言而无信 可不是什么好行为 正好借着这个机会 看看猛虎堂和黑蛇 会谁更给力一点 直接把两个老大都约出来 来个三方见面 免得说 我在背后搞小动作 被人抓住把柄 他才是一家之主 直接一锤定音 这些女人连忙答应 立刻把信息传达过去 丰田七海 看着山源桃花说 你之前的表现非常好 为我们带来了足够的利益 一定要再接再厉 山源桃花笑明你的点头道 一切都是会长大人指导的好 如果不是有大人的英明领导 我又怎么会做出成绩来 准明里莎在一旁说 我觉得 这次郑姓雄与我们见面 将会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面 涉及到以后的利益分配 差一点就不欢而散 后来能再次合作 都是那些女人的手笔 郑姓雄一定不相信少师嘎 这就是咱们的机会 说不定能够彻底 把他们踢出局 得到更多的好处 爱乃真皇 立刻反驳 我觉得 想把猛虎堂踢出局 是一件不现实的事情 众华人特别讲究平衡 郑姓雄一定想让我们两家互相制衡 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这种情况 对咱们来说 同样也是最合适的 另外我觉得 还有一件事情要考虑 郑姓雄和腾龙会的关系 非常不好 双方很有可能开战 我们应当如何自处 丰田七海毫不犹豫说 既然咱们和他是合作伙伴 当然要和他并肩作战 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 把一切都抓在手中 他是个极其聪明的人 做出非常正确的选择 但是与他相反 邵师嘎走上了另外一条路 出人意料的 带了一个人参加聚会 郑姓雄这次邀请两位老大 规格上自然不能差了 选择基地最豪华的酒楼 同样是直接包下来 基地的通行货币是贡献点 上次献出那些武器 得到了大量的贡献点 所以对他们一点压力都没有 按照之前的约定 那些女人没有参与 而是另外选了一个地方 同样沟通一番 郑姓雄直接在大厅摆了一张大桌 上面放的都是好酒好菜 里面有不少材料是他提供的 否则真凑不出来 丰田七海率先到达 一进门就鞠了一躬说 让阁下请我吃饭 真是过意不去 应该我请阁下才对 郑姓雄笑着挥了挥手说 会长用不着这么客气 咱们是合作伙伴 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有的是时间让你请 请入席吧 他言语很客气 但是语气很随意 根本没拿丰田七海当回事 这种表现很没礼貌 但是对方就吃这一套 丰田七海觉得 这是强者应有的风范 强者为什么能成为强者 就是因为与众不同 和别人一样 还算什么强者 两人接下来倒是相谈甚欢 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 邵施嘎依然没有过来 让两人心中不快 又过了十几分钟 邵施嘎才大摇大摆地走进来 而且不是一个人来的 身旁还跟着一个人 丰田七海看到那个人 脸色一变说 邵施嘎身边的那个人 就是藤龙会会长江玉鹏 不知道两人怎么走在一起了 郑姓雄眼中闪过一丝冷力道 他们一个是龙 一个是虎 混在一起也不奇怪 果然有点意思啊 在他们两个人说话之间 邵施嘎和江玉鹏来到桌前 大咧咧地坐在他们对面 有种谈判的意味 邵施嘎一副大包大揽的样子说 我之前听说 郑大人和江会长之间有些误会 所以想做个合适佬 大家都是一个基地的人 抬头不见低头见 彼此之间闹得不愉快 对谁都没有好处 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郑姓雄嘴角微微上扬道 既然是你老大开口 哪有什么对不对 你说的算就行了 我不知道江会长今天会来 所以没有请其他的大人物过来 这一桌合头酒 实在是不够看啊 江玉鹏面色一沉说 郑大人这么说 就是还在怪我了 魏恒生上次上门 不是我的主意 可不要算在我身上 你把他儿子打成那副德性 他上门讨个说法 好像也没什么不对 总不能儿子让人打了 连个屁都不放吧 丰田七海在一旁插话 阁下这么说就不对了 所有的事情都要讲前因后果 然后才能说对错 我觉得郑桑已经是个非常仁慈的人了 这件事情要摊在我身上 他们父子两个要是运气好 都已经重新投胎了 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 甭管到什么时候 都是不共戴天的仇怨 真以为自己是个二代 就能横行大道了 因为巫女的存在 黑蛇会在基地的位置很高 丰田七海 绝对有资格说这番话 谁也挑不出毛病来 邵施嘎咳嗽一声 既然事情已经过去了 就让他过去好了 何必还要抓着不放呢 郑兴雄耸耸肩膀说 邵老大这么说不对吧 我可至始至终 没有再提过这件事情 绝对是吃了哑巴亏 今天是你老大 把江慧长领过来 非说要摆什么河头酒 替我们化解仇怨 怎么还是我抓着不放呢 邵施嘎背对的哑口无言 想想真是这么回事 就是他没事找事 把事情挑起来了 郑兴雄继续说 你老大和丰田会长 是我老婆拉的两个合作伙伴 我觉得不能总让女人说话 所以才邀请两位过来 喝点酒 加深一下感情 结果你老大给我来了个龙虎旗帜 还弄出这么一套说辞 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 想让他也加入我的店铺 然后再分走一成利润 拿我的利益送人情 你的算盘打得也未免太想了 你是觉得我太傻 还是你太聪明 今天话就放在这 江会长想要加进来可以 我的五成利润 肯定是不能动的 不然我还开这个店干嘛 要么你自己去和领导班子讲 从他们的三成利润之中 分出一成给江会长 要么你和丰田会长 各分半成给他 丰田七海立刻大叫 凭什么从我的利益里分半成 连想都不要想 既然他们自称龙虎 也算是一家人 共同享有那一成利润 也是理所应当 话说到这个份上 气氛变得极其尴尬 互相瞪着眼睛 全都处于爆发的边缘 少师嘎拍了拍手道 你果然有胆色 竟然敢这么和我们说话 真以为那条蛇能护得了你 郑兴雄冷冷一笑说 既然你这么说 那咱们就玩一玩 黑社会根本没必要插手 我就能应付你们 他说着掏出电话 当着大家的面 使用免提 和风风希取得联系 我决定不和猛虎堂合作了 打算把分给他们的一成利润 通过你交给金子峰 你觉得怎么样 你终于想开了 那些病猫算什么东西 也可以从你那分利润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那个大痞子就在你身边吧 这家伙肯定是想占你便宜 他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的德性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 你这个大痞子给我听好了 不满意你压的就来找我 看看我们这些午休 能不能打得你们满地找牙 既然你的脑袋让驴踢了 这成利润大爷就笑纳了 回头告诉金子峰那个家伙 肯定能把这个混蛋乐疯了 谢谢 风风希说的一点都不客气 以他午休的身份 再加上军营方面的背景 也没有客气的必要 郑姓熊笑着应了几句 随手挂断电话 皮笑肉不笑道 你老大听到了 想和我合作的大有人在 要不是我老婆给我吹枕头风 你以为我会和你合作 你们这些地痞流氓 永远都上不了台面 郑姓熊骂得一点都不客气 邵氏嘎和江玉鹏偏偏一点脾气都没有 人家现在的背景 完全有这个底气 丰田七海叹了一口气说 人最怕的就是没有自知之明 邵老大太拿自己当回事了 真以为可以一手遮天 邵氏嘎气急败坏的大吼 你这个八七畜生 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 还不赶快给我闭嘴 郑姓熊撇了撇嘴说 你老大现在这样 未免太是风度了吧 现在咱们已经没有利益关系 这一桌可以当河头酒了 究竟是只喝一个 还是和你们两个 你们可以自己选 江玉鹏冷着脸道 你果然是好手段 我们都让你给算计了 不过你也要想清楚了 不要肆意妄为 郑姓熊打断江玉鹏的话 这话应该我说才对 当初你觉得我们没有根基 想让手下人算给我 那个时候你怎么没有想过 自己是不是肆意妄为 现在却和我说这种话了 不觉得好笑吗 我要真想肆意妄为 刚才就不是打电话给风风熙 而是直接联系千佛寺 看看那些和尚怎么说了 他的口气越来越大 有之前的前车之鉴 邵诗嘎和江玉鹏不敢不信 真要是闹大了 就彻底受不了场了 郑姓熊决定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于是就笑着说 尽管咱们不再是合作伙伴 但你们还是尊贵客人 以后只要你们能出得起价钱 我会优先考虑你们 力争让你们货源不缺 你们觉得怎么样 邵诗嘎就泼下驴 哈哈大笑道 我绝对相信你的人品 一切就按你说的来 相信我们以后会是好朋友 先告辞了 就在他们两个离开的时候 那些女人同样也在说着这件事 原美方晃了晃头说 邵诗嘎是个极度大男子主义的人 妙仪给他当老婆 真不是明智的选择 我听说他今天去找江玉鹏了 肯定是要搞些事情出来 郑大人平时虽然低调 但是绝对不怕事 估计他们肯定会谈崩 龙虎堂一定被踢出局 我觉得入局的应该是军营 否则针压不住龙虎 宁妙仪叹息一声 我也是没有办法 才不得不委身于那个粗鲁的家伙 早晚取而代之 还给你们帮忙呀 这些女人已经是利益共同体 所以没有藏着掖着 直接摆到面上 绝对诚意十足 小丫头踢着水说 姐姐想要怎么帮忙 直接把她给干掉 这么做好像不太容易呀 苏联青拍了小丫头一下道 说话怎么不经过大脑 少老大是基地的重要战力 那能随便干掉 当然是让她发挥余热 为基地做出贡献 和那些怪物血战到底 才能显出哪儿本色吗 大家的脸上都露出笑意 很多事情就看想不想做 只要想未必做不到 不怕贼偷 就怕贼惦记呀 酒桌上的事情 很快就传遍整个基地 大家听得目瞪口呆 怎么也没有想到 郑信雄竟然这么厉害 来那个卧虎盘龙 郑信雄的名头 立刻就想起来了 关于他以前的事迹 也被大家翻出来 茶余饭后 津津乐道 很多人都摩拳擦掌 想要得到进化药剂 郑信雄对这些人的想法并不在意 真正在意的是那些修炼者的想法 于是再次来到千佛寺 这次收获了不少的包裹 正好履行之前的约定 这样更能拉近双方的关系 甭管到什么时候 利益关系才是最为稳固的 只要有足够的好处 佛祖都能下凡帮你 心绪禅师带着郑信雄 拜见千佛寺的主持心博禅师 毕竟这里是人家的地方 得奋出大小王才行 心绪禅师双手合十道 之前我们和郑信雄有约定 由我们来开启包裹 开出的卡片归我们所有 其他的东西归郑诗主 郑信雄手中有一些包裹 过来履行承诺 如今我们是千佛寺上院的一员 不敢擅自做主 还请师兄定夺 是不是继续履行约定 心博禅师立刻说 既然都是定好的事情 自然没有必要更改 这种事情对大家都有好处 何乐而不为呢 郑信雄真是一个信任 以后你要是有什么需求 可以直接告诉我们 只要我们能帮得上忙 绝对不会推脱 郑信雄笑着恭维了几句 接着把包裹拿出来 两个和尚没想到这么多 全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心博禅师再次看向 郑信雄的目光 比刚才炙热的不少 把他在心中的地位 向上调了十几级 马上就要到顶了 郑信雄笑着说 我的运气一向都不错 所以每次都会有一些收获 总算没有让大师们失望 不过有一个问题 我当初和玉州官因为误会 产生了不少的龌龊 必要的时候 还希望大师能为我出头 心博禅师毫不犹豫的 拍着胸脯答应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情 这件事情 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 那些个死牛鼻子 一天到晚不干好事 就知道去欺负别人 肯定一切都是他们的错 以后 你是我们千佛寺的好朋友 谁要是敢动你 就是和我们千佛寺过不去 一定让他们知道 十八罗汉降魔的厉害 郑信雄在心中吐槽 果然是位置越高的大人物 越是不要脸 这种话都能说得出口 不得不在心中说声服 他再次道谢一番 然后又说起店铺的事情 基地的这些修炼者 已经过了走弯路的时候 对进化药剂不怎么在意 这些修炼者在意的 是那些异能进化者 把这些异能进化者 说为弟子 绝对是一本万利的事情 所以对于他们来说 全民进化 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这样能让他们更加兴旺发达 文派传承 更好地延续下去 双方这次见面 是非常友好的 取得了非常重要的共识 郑信雄心满意足地离开这里 郑信雄回去 把这件事情 告诉几个老婆 大家的心里也都有数了 接下来就是最后一步 看能不能走得好 郑信雄本着平衡的原则 让祥峰和尚牵线搭桥 和霞光灌的御锦道人搭上关系 请他为店铺选个黄道吉日 御锦道人对此颇为受用 和郑信雄聊了很久 在很多方面达成共识 建立了良好的友谊 很快到了选定的日子 郑信雄在店铺附近 置了两个大棚子 棚子里的几口大锅 煮着香喷喷的猪肉 过来观看的那些人 闻着阵阵肉香 口水忍不住地流下来 对于他们来说 吃肉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情 郑信雄拿着一个扩音器 大声说 欢迎各位参加 重美杂户铺的开业大典 为了表示感谢 今天到这来的每一个人 都可以分到五个馒头 半斤熟肉 以后逢年过节 我们也会如此供应 他的话音刚落 人群中就发出一片欢呼声 对于这些平民而言 这是天大的好事 真是来对了 郑信雄 按照提前准备好的稿子 热情洋溢地讲了一番 主要是感谢领导班子 感谢千佛寺和霞光观 绝对的伟光正 就在大家听到昏昏欲睡的时候 他扔出一个重磅炸弹 作为这次开店的重头戏 我们将会随机选择99人 赠予初级进化药剂 希望这些人 成为一级进化者之后 能够为整个基地的发展 贡献出应有的力量 让那些丧尸和怪物 知道咱们人族的厉害 因为军营为基地的防守 做出巨大的牺牲 所以我决定 将给军营100支 是初级进化药剂 由金统领自行分配 相比于馒头和肉 进化药剂的吸引力更大 都希望自己是那个幸运 得到一步登天的机会 郑信雄再次说 这次挑选幸运者 只局限于平民 请进化者到一旁 那里已经准备好酒席 保证让各位尽兴 于荣英立刻把那些进化者 引到旁边 好吃好喝地招待他们 这些东西 都是他们平时不舍得吃的 高双雪带着选好的服务员 给这些平民发放号码 接着由小丫头随机摇号 一个个幸运者产生 这些幸运者 看着手中的进化药剂 心中激动得不得了 第一时间把药剂用掉 免得让人给抢了 应该说 这批人的运气确实不错 有三分之一 成为异能进化者 守在一旁的法术修炼者 立刻把他们瓜分掉了 这部分人 才是真正的一步登天 剩下的那些进化者 只不过是有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还得继续拼才行 不过这也从侧面证明 郑幸雄并没有说谎 杂货铺的确可以为大家提供进化药剂 只不过 以后不能白漂 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了 高双雪看看火候差不多了 带着大家来到店里 并没有任何食物 全都是各种各样的图片 他笑眯眯的说 图片上显示的东西 我们全都能拿得出来 只要各位付款 我们保证付货 绝对同搜无期 至于说 我们店铺的信誉 已经在领导班子那里备案 大家用不着怀疑 肯定不会让各位失望 现在可以选购了 这次店铺开业 罗书春和宫山叶都没有派人过来 看上去好像不重视 明眼人却知道 恰恰相反 正是因为两位大佬 相信郑幸雄 所以才让他有足够的自主权 到时候 只要得到利益就行了 邵氏嘎躲在暗处 看着所有的一切 心中第一次后悔 失去这么好的机会 真是失策啊 宁妙仪在一旁笑着说 老公用不着想那么多 一时失误 算不了什么 最后的胜利才最重要 郑幸雄最大的弱点 就是对要做的事情 没有一个明确的想法 只是大致有个方向 所以他在做事情的时候 通常会显得很矛盾 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很多想要算计他的人 最终都没有成功 因为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接下来要怎么做 完全是走一步算一步 别人又怎么能算计得到呢 但是同样的道理 正是因为变换无常 所以 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 往往偏离他最初的预期 甚至变得面目全非 邵氏嘎认真地点了点头 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这种变换无常 放在一个人的身上可以 毕竟传小好掉头 但是放在一个势力上 绝对是致命的弱点 连稳定的长远规划都没有 能发展起来才奇怪呢 所以 郑幸雄可以成为 盖世无双的人物 但是不能成为一方豪强 更不能执掌天下 这样 大家最大的冲突就没有了 毕竟他们追求的不一样 这个时候再起冲突 绝对就是自己找不自在 林妙怡这番话 实际上只说对了一半 或者说 就是只说一半 郑幸雄 毕竟不是孤家寡人 身后还有四个老婆 刨除小丫头那种打酱油的 起码有两个半厉害的 完全可以弥补不足 关键就看他们想 怎么做了 宁妙怡之所以只说一半话 是因为在他的心中 邵世嘎才是最大的绊脚石 有机会一定要踢掉 同样愤愤不平的 还有姜玉鹏 他身边可没有人开导他 只能是越想越气 暗自咬牙发狠 一定要把这个场子找回来 魏恒生心中同样恼火 毕竟当初或是他儿子闯的 两子又是他结的 谁知道将来会是什么样 他看着马文锐和冯承煦说 没想到当初那个混蛋 如今还真混起来了 以后咱们是彻底没脸了 马文锐犹豫了一下道 实际上咱们也不是什么都不能做 关键就看怎么去做 郑幸雄一家人咱们动不了 难道还动不了别的人 司徒黎月可是基地里的老人 当初有几个要好的姐妹 咱们只要在这几个女人身上下手 未必就一点办法没有 只要能让司徒黎月踩到咱们头上来 到时候咱们进行反击 谁又能指责咱们的不是 人家的脸是脸 难道咱们的脸就不是脸 可以扔在地上随便踩 冯承煦眼睛一亮 连声附和 这种事情少爷轻车熟路 让他去做肯定差不了 魏恒生也是朱友蒙了心 觉得他们说的有道理 一切按照他们说的去做 郑幸雄就是甩手掌柜 根本不管店铺的情况 完全把自己当成工具人 就是合成药剂和生产武器 几个女人也不强求 反正多他一个不多 少他一个不守 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好了 郑幸雄在家闲得无聊 决定到武修聚集的地方去看看 肯定比武林盛会有意思 他不想节外生枝 和风风熙联系了一下 然后大摇大摆地过去 武修所在的地方 是一个独立场所 被栅栏给拦起来了 看上去有些像动物园 圈养猛兽的地方 只不过 他们可以自由活动 没事就到基地里去溜达 但是说到消费 他们可对不起二等居民的身份 郑幸雄在栅栏口 看到风风熙已经在等着他了 一张脸笑得跟菊花似的 让他想掉头就走 他摊着手腕 看到你的笑容 我觉得今天来错了 我老婆在家里煲汤 现在回去喝汤 还来得及吗 风风嘻哈哈一笑道 你真是越来越风趣了 谁不知道你老婆是大忙人 哪有时间给你煲汤 你也就是想想吧 我是有朋自远方来 不亦乐乎 怎么到了你的嘴里 弄得我好像多猥琐似的 用不用这么夸张 郑幸雄撇了撇嘴道 你个大老粗 和我拽什么纹 咱们连十公里远都没有 哪来的有朋自远方来 看你笑得这么猥琐 就知道肯定没有好事 给我交个十碟 到底想要干嘛 能不能留个全尸 风风嘻摇头晃脑说 以咱们两个的关系 编世这种事情 我是做不出来的 是我们武修老大司马俊风 想和你见一见 郑幸雄之前 听司徒黎月说过 司马俊风是整个基地的第二高手 同样是五级进化者 而且还有一身出神入化的武功 按照司徒黎月的说法 司马俊风在末世来临之前 就已经达到 以武入道的标准 绝对的强人一个 再加一个鬼王 结果大获全胜 打得他们丢盔弃甲而掏 就算是有等级上的压制 想要取得这份战果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所以说明 司马俊风是个多厉害的猛人 如今司马俊风要见他 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要说是对他感兴趣 恐怕未必如此 郑幸雄心里虽然这么想 表面上却是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 都是五级进化者 也不见得就怕了司马俊风 两人来到里面 这里的房屋都是很废旧的厂房 想想也只有这样的地方 才能经得起这些满汗折腾 男武修通常都是标形大汗 相反的那些女武修 颜值怎么样先不说 身材都相当不错 唯一的缺点 就是没有波涛汹涌 但是体型足够匀 肢体充满弹性 同样很吸引人 风风吸一脸苦笑说 这里最大的问题 就是食物总是不够用 我们的消耗实在是太大了 基地配发的那些食物 也就是将将能吃饱 郑幸雄嘿嘿一笑道 这根本就不算是 咱们是好朋友 别说我不照顾你 给你个好机会 你把吃不饱的人统计一下 然后算出 每个月需要多少食物 把单子送到我的店里 有我供应不就得了 风风吸面露喜色 勾肩搭背说 就知道你最够意思 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以后有事说话 保证赴汤蹈火 在所不辞 他的心里非常清楚 郑幸雄在物资这块 有独得之秘 真要是想的话 养活整个基地都不是问题 郑幸雄把这个差事交给他 就是给他掌握话语权的机会 毕竟名单是他定的 有谁没谁 他说了算 郑幸雄笑着说 咱们来自于同一个地方 理应互相帮助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强勇猛 要不是不识实物 现在就该是我在军营的代表 说起来真是可惜了 风风吸 同样叹了一口气 天作孽 有可恕 自作孽不可活 说的就是强勇猛 真是怪不得别人 两人在说话之间 来到一个偏体的厂房 真的令人很难想象 基地的第二强者 竟然住在这么一个地方 司马俊风 是一个年鱼五旬 穿着对金汉衫 看上去特别干练的人 郑幸雄双手抱拳道 见过司马大人 之前一直没有过来拜访 还请大人恕罪 司马俊风淡然一笑说 你用不着这么客气 我在基地不长实权 来的人没有拜访过我的多了 根本不值一提 关于你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那间杂货铺 的确是公在千秋 希望你能一直继续下去 郑幸雄笑着应了几句 把刚才的事情重新提起 风风吸在一旁溜缝 说的特别清楚 司马俊风眼睛一亮宝 若是真能如此 对我们午休来说 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你的意思我明白 这件事情就交给风风吸 相信他一定不会让我失望 你为我们做这么多 我们自然也不会白飘 以后有需要的时候 尽管开口 就没有我们怕的 西门立国虽然厉害 但是咱们两个要是玩命 想和他同归于尽 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 他最后这句话 点名郑幸雄的身份 也有其他的意味在里面 郑幸雄蛮不在乎道 人是群居动物 所以我才想待在基地 如若不然的话 一家人单独生存 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所以我不是一个惹事的人 同样也不是一个怕事的人 真要是闹起来 对谁都没有好处 做这种轻者痛 愁者快的事情 简直是愚蠢到家了 相信老大不会这么蠢 其他人也做不到 司马俊峰露出满意的笑容 转移话题 说了一些别的事情 大家已经是盟友了 以后可以互相帮助 郑幸雄回到空间世界 把这件事情告诉几个女人 让她们知道是怎么回事 剩下的就不管了 一晃过了一个多月 杂货铺的笑意越来越好 郑幸雄一家人的名头 也越来越响 尤其是在平民中 更是达到一个新高度 司徒黎月正在作账 有服务员进来的报告 外面来个女人找她 司徒黎月看着眼前的女人 露出惊讶的表情说 林大姐 怎么会是你 有事你给我打个电话 那用得着亲自来 林真云是司徒黎月 以前的顶头上司 一个特别和善的大姐 当时没少照顾她 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司徒黎月和郑幸雄 在一起之后 还特意给林真云 送去几支进化药剂 让他们一家人 都成为一级进化者 林真云不好意思地说 我本来是不想过来麻烦你的 但实在没有办法 现在只有你能帮我了 她说到这里 眼睛一红 眼泪立刻就下来了 说明是受了极大的委屈 司徒黎月立刻说 林大姐赶快和我说说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只要我能帮得上忙 绝对没有半点含糊 林真云低着头道 还不是魏飞跃那个二世祖 不知道从哪得到的消息 是我当初给你通风报信 才让她功拜垂成 她不敢来找你的麻烦 就把这股火撒在我的身上 不光带着人侮辱我 还闯到我家里 打伤了我的家人 你也知道她的背景很大 我根本就招惹不起 本想忍气吞声 没想到她变本加厉 隔三差五就来收拾我们 我实在是忍不了了 所以才过来找你 你认识的人多 找人帮我求求情 让她放过我吧 司徒黎月听到这番话 就觉得一股无名夜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她咬着牙道 这个该死的畜生 竟然敢这么对大姐 实在是太嚣张了 说起来 大姐是因为当初给我报信 才落得这步田地 这件事情 我要是不管 就网自为人 司徒黎月通过契约 把这个消息 告诉另外三个女人 三女当时就炸了 义愤填膺地赶到这里 小丫头跳着脚大叫 那个该死的混蛋 真是不当人子 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一定要让她付出代价 善思婉因为当初的经历 对于这种事情 深恶痛绝 阴冷地说 像这种败类 留着干什么 就应该好好地治一治 她投错胎这种病 小丫头疑惑地问 投错胎这种病 怎么治啊 苏联青毫不犹豫说 当然 是把她干掉 让她重新投胎 下辈子要是能做人 做个好人就是了 林真云被他们的话吓到了 这次过来 是想找司徒黎月出头 但是 没想过要弄死为飞月 那么做可是大货啊 苏联青在这方面 考虑得比较周详 对林真云说 我以前听黎月提过大姐 我这里正好缺一个 暖心的大姐领班 大姐要是不嫌弃的话 就到我这里来任职 以后 你是我们杂货铺的人 自然受到杂货铺的庇护 魏飞月赶找你的麻烦 就是挑衅我们杂货铺 到时名正言顺 我们也好管这件事情 不知大姐觉得怎么样 林真云自然是点头答应 能够进入杂货铺工作 绝对是一件天大的好事 傻子才会不同意 司徒黎月 给爱乃真皇打了一个电话 将这件事情 大致说了一遍 让黑社会派人 保护林真云一家人 爱乃真皇 表示一点问题都没有 立刻安排人做这件事情 魏飞月要是敢找事 一定让他知道 花为什么这么红 很快到了晚上 林真云一家人正在庆祝 房门被人一脚踹开 魏飞月带着几个手下 大摇大摆地闯进来 魏飞月瞪着眼睛大叫 你们还敢得着好吃好喝 真是没把本少爷放在眼里 看我怎么收拾你们 林真云立刻回答 魏少爷还请自重 如今 我是重美杂货铺的人 不再是无根之评 不是你想动就能动 之前的事情 就当没发生过 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魏少爷的势力虽然大 重美杂货铺也不是吃素的 一个狗腿子大声叫嚷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臭女人 以为抱上杂货铺的大腿 就可以在我们少爷面前嚣张 简直就是做梦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这里叫嚣 欺负我们杂货铺的人 谁给你们的狗胆 滕龙会要是不给我们一个交代 这件事情肯定没完 我有理由怀疑 你们全都是人间 已经把自己的灵魂 出卖给丧尸和怪物了 司徒黎月带着人大步而入 上来就给他们扣了一顶大帽子 并且矛头直指腾龙会 一定要把事情搞大 这也是那些女人商量的结果 觉得正好借这个机会立威 反正之前也想收拾腾龙会了 原美方和水川菜菜子 把这件事情告诉两位大佬 两位大佬也觉得 下面这些势力实在是太嚣张了 正好用腾龙会来一个杀鸡儆猴 让那些白痴知道 在基地里谁才是天 想翻天只有死路一条 魏飞月仪看来的都是女人 胆子立刻就大了 不屑一顾说 你们这些臭娘们 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 也敢在本少爷面前叫嚣 信不信本少爷把你们全都拿下了 让所有的兄弟们一起爽 最后再把你们卖到叶总会去 宁妙仪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真是好大的口气 也不怕风大闪的舌头 是不是我们猛虎堂 以后要管腾龙会叫老大 准明理杀在一旁附和 不止你们猛虎堂 我们黑社会也是一样的 看来基地的势力 有一个腾龙会就足够了 爱乃真谎 直接拱火 咱们的确是算不了什么 可是袁大秘和水川管家 是两位大佬的人 腾龙会连他们都不当回事 摆明了是没把领导班子放在眼里 再细想一下 说不定还想取老大而代之 真是越想越觉得恐怖 我的胆都快要吓破了 得赶紧把这件事情报告上去 不然腾龙会就要发动叛乱了 冯慧平是金子峰的情人 军营作为杂货铺的合作方 总要派个代表 金子峰就把他派过来了 他立刻大叫 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 我现在就给子峰打电话 军营要立刻行动起来 提前平定叛乱 几个女人大呼小叫 实际上并没有采取行动 只是先把道理站住 然后再欺负人 江玉鹏看着气势汹汹的娘子军 以及被打得不成人形 只有一口气吊着的魏飞跃 整个人都懵圈了 他在听到娘子军编织的罪名 觉得天雷滚滚 吓得腿肚子都转惊了 毕竟这些女人的身份 实在是了不得 江玉鹏拱手作一道 我想 这件事情绝对是误会 就算是借我几个胆子 也不敢当人间 更加不敢发动叛乱 基地老大在我的心中 是最辉煌伟岸的存在 是我心中不可取代的天 我怎么敢逆天行 不怕天打雷劈啊 苏联青板着脸道 整个基地的人都知道 我们杂货铺 可以拿出净化药剂 帮助大家成为净化者 为基地尽一份力 魏飞跃公开带人入室 对付我们杂货铺的 领班一级净化者 林真云 如果不是居心叵测 为什么会这么做 江会长千万不要告诉我 一切都是这个 纹固子弟自己的主意 这件事情 要是不说清楚 想洗清罪名 也没那么容易 任妮娜在一旁附和 她说的没错 你们腾龙会如此胆大妄为 连净化者都敢随意欺负 摆明了 就是居心叵测 这件事情 要是不给大家 一个合理满意的交代 肯定是说不过去的 明天报纸的头版头条 保证会是这件事情 而且 我会让人把报纸 给领导班子的每位大佬送一份 至于说 这些大佬会怎么想 你猜猜呀 他这番话 是赤果果的威胁 只要报纸上写得过分一些 大佬们肯定心生不满 尤其是汤家琪 肯定搞一些事情出来 你们用不着栽赃陷害 这件事情 和腾龙会 没有任何关系 一切都是 我们父子自己的主意 魏恒生躲在后面观望了很久 发现肯定是躲不过去了 只能带着马文锐 和冯承煦出来 姜玉鹏气呼呼地看着魏恒生 立声质问 究竟是怎么回事 还不给我说清楚 魏恒生这功夫倒是光棍 把之前商量的计划 原原本本地讲出来 气得这些女人直磨牙 原美方咬牙切齿道 这就是你们腾龙会的副会长 一个如此卑鄙无耻之徒 都能被你们当成宝 看来你们这里 也是藏无纳垢啊 姜玉鹏同样恨得牙根直痒痒 以前怎么没发现 魏恒生竟然如此愚蠢 会想出这么蠢的手段 如今杂货铺的地位如日中天 带给上面足够多的好处 在这种事情上 上面肯定是偏袒杂货铺的 魏恒生主动挑衅杂货铺 摆明了就是自寻死路 关键是他自己死不要紧 还牵扯到整个腾龙会 姜玉鹏极其无奈道 这件事情我确实不知情 如果知道的话 一定不会让他做出这种蠢事 犯错要认罚 挨打要立正 以后他们不再是腾龙会的人 至于说想怎么处置他们 各位姑奶奶 这种事情用不着你们帮忙 我们就足以打发他们了 不要以为四级进化者 有什么了不起 我们真要是愿意的话 用高级进化药剂 同样能够堆出来 它是故意显露底蕴 很多时候藏着掖着 只会贬低自己的价值 最终令自己陷入险境 果然和善思婉想的一样 那些女人听到这句话 目光不停地闪烁 心中显然另有算计 姜玉鹏更是一阵无语 又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只能带着手下退到一旁 来个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魏恒生看到这个情形 心中充满了苦涩 他为腾龙会的成立 是出过大力的 好几次差点命丧黄泉 没想到现在换来的却是抛弃 自己果然是一个废物 生的儿子是个废物 似乎也在情理之中 魏恒生看着瑟瑟发抖的儿子 眼中闪过一道胸光 一脚踩在儿子的头上 把儿子的脑袋 像西瓜一样踩爆 他接着又一拳一个 把马文锐和冯承煦 全都给杀掉了 显然是认为 没有这两个人出的主意 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那两个家伙在死的时候 真的是肠子都毁清了 早知道会是这样 还不如直接装哑巴呢 魏恒生看着这些女人 凶神恶煞的大叫 你们这些贱人 想要杀我也没那么容易 今天一定让你们付出代价 景美华跳着脚回应 你算是个什么东西 也敢在我们面前叫嚣 我们姐妹都是四级进化者 群殴你一个 还怕你不成 她说着随手一挥 空中降下雨滴 能在屋子里下雨 足以说明她的实力 已经超乎大家的想象 小丫头再次挥手 雨滴迅速变成冰雹 全独有玻璃球大小 并且 上面还长满了尖刺 令攻击力大增 魏恒生能够当上 腾龙会的副会长 也不是浪得虚名之辈 猛然发出一声大吼 身上的皮肤 像犀牛皮一样坚硬 那些冰雹 打在魏恒生的身上 只能留下一点点的冰渣 并不能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完全是在做无用功 魏恒生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向着前面飞扑而出 双拳好像铁锤一样 狠狠地砸向小丫头 善思婉和司徒黎月 同时发动攻击 一个使用的是精神冲击 另一个使用的是脑波冲击 两种攻击 有异曲同工之妙 如今同时发动 彼此之间互相融合 演变成了组合攻击 威力变得更加强大 魏恒生觉得脑袋都要炸开了 同时 眼前出现各种各样的幻象 最终变化成被他杀过的人 一个个叫嚣着 向他锁命 凄惨无比 苏联青向着前面轰出一拳 这不是简单的一拳 而是模仿电磁炮发动的攻击 一团电流脱手而出 直接轰在魏恒生身上 把他炸得四分五裂 绝对是死无全尸 苏联青好像做了一件 微不足道的小事 非常随意地拍手说 今天晚上死了一个二级 两个三级 还有一个四级进化者 作为对基地的补偿 领导班子可以选四个人 让杂货铺帮助他们 达到这四个级点 苏联青这番话 这件事情第二天传遍整个基地 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而那些老大解读出不一样的东西 同时 大家对郑姓雄一家人的豪横 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对以后如何面对他们家 也有了新的想法 领导班子再次聚在一起 这回的议题就是 如何分配四个名额 最关键是那个四级进化者名额 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 严律国率先开口 对于昨天晚上发生的事 想必大家的心里都有数 已经是既定事实 没有必要去讨论了 现在说说名额 那个二级进化者名额 我决定分给五修 毕竟他们是主要战力 不能不考虑一下 罗书春赞同道 关于这一点我认同 另外两个三级进化者的名额 应该交给军营 增强他们的实力 军营对我们的重要性 想必就不用我多说了 在必要的时候 能指望的还是这些战兵 其他人终究差一线 金显皇立刻回应 我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 至于那个四级进化者的名额 我就举贤不避轻了 我儿子金国辉 是合适的人选 龚山叶咳嗽一声 我也觉得 你儿子不错 把这个名额给他 算是肥水不留外人田 相信其他人也不会有意见 罗书春和严绿国对望了一眼 谁都没有开口 关键是不好说 毕竟是金显皇的亲儿子 地位确实是够了 汤家琪却瞪着眼睛说 谁说没人有意见 我的意见就不小 金国辉表现得确实不错 但是陆立民同样也不差 也可以争夺这个名额 严绿国眼睛一瞪 大声呵斥 你这个贱女人 能不能不要这么不要脸 陆立民唯一能做好的就是伺候你 做你的小白脸 剩下的一无是处 这么个玩意也想成为四级进化者 简直就是天大的笑话 让他成为一级进化者 已经是给你面子了 不要得寸进尺 汤家琪琪的脸色铁青 大声叫嚷 陆立民能把我伺候好 本身就是天大的功劳 怎么就不能成为四级进化者 老话说得好 火车跑得快 全靠车头带 我也是一个车头 把我伺候好了 对整个基地的发展 好处是大大的 你们别忘了 我是老大的奶娘 你们违背我的意思 就是忤逆老大 将来必然得付出代价 想清楚了没有 龚山叶面色阴沉道 我们已经想得很清楚了 这个名额就给金国辉 其他人连想都不要想 至于你那个小白脸 别说我不给他机会 只要他一个人 能出去干掉两个士兵 我保证他成为四级进化者 汤家琪好像一只踩了尾巴的猫 一下子就跳了起来 张牙舞爪的大吼大叫 简直就是一个泼妇 他气急败坏的大吼 小路子不过是一个一级进化者 怎么可能干得过士兵 想要借刀杀人 你们想的也太美了 不过就是一个破名额 老娘真就不稀罕 小路子在我心中 才是最珍贵的宝贝 其他的都比不了 罗淑春看着撒泼的汤家琪 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最终并没有开口反驳 这个名额定在金国辉的身上 郑姓雄给这些人进化 自然是选择使用药剂叠加 把他们推到相应的等级 主要提升的是四维属性 其他方面差的不是一心半点 他之所以选择这么做 是不想给自己留下隐患 说不定什么时候 这些人就会成为敌人 郑姓雄会有这种想法 是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 找到基地不少的漏洞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出现意外 他接下来的时间 并不打算浪费在基地里 而是决定再次去乡村 看看会不会有新的收获 郑姓雄觉得 城里已经差不多了 如果有新的变数出现 肯定就会出现在乡村 不过在决定出发去乡村之前 郑姓雄打算 先到凤城最大的图书馆去 据说那里有最详尽的地图 郑姓雄一直觉得 地图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只有那样才能 完全确定自己的路线 不至于出现偏差 现在世界这么危险 任何不该有的偏差 都可能是催命符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把小命给丢了 郑姓雄到窗口领了一支符文 之所以要这么做 就是把行踪摆在大家面前 免得他们胡思乱想 要说也是巧了 郑姓雄这次选择出去的地方 正好是强勇猛带人巡逻的地方 而两人正好见面了 彼此对望了一眼 眼神都显得很尴尬 强勇猛率先低头说 没想到会在这里碰到郑大人 大人这是要出去啊 郑姓雄笑着回应 老呆在基地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决定出去逛一逛 确实没想到 会在这里碰到你 说起来当初在队伍里 咱们的关系还是不错的 那个时候 我觉得 你是一个真正的战将之才 肯定能有所作为 没想到 后来造化弄人 出现了这种情况 司马英杰的是情是什么样的 你我的心里都很清楚 司马英杰杀了紧带库 以命抵命理所应当 总不能因为他是大头领的侍卫长 就可以肆意妄为 强勇猛目光低垂道 郑大人说的这些 我不是不知道 只是心里就是拐不过这个弯来 觉得他不应该就这么死 当时的那件事情 大家的心里都很清楚 司马英杰并不是有心要杀紧带库 那么做一点意义都没有 真的只是误杀 当然 误杀也是不应该的 毕竟大家的命都只有一条 怎么能被随意剥夺 现在我已经想通了 只可惜为时已晚 等过一段时间 我休息的时候 会去对于荣英夫妻 说一声对不起 之前确实是我做得太过分了 几乎毁了他们的前程 幸亏他们有你这个贵人 现在比以前混得更好了 郑姓雄看着一脸善笑的强勇猛 一时之间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只能找个借口离开 强勇猛看着郑姓雄远去的背影 目光不停地闪烁 不知道心里究竟在想什么 郑姓雄通过三十眼 看到强勇猛闪烁的眼神 之前的心思立刻烟消云散 对他多了几分小心 当初队伍来的那些人 除了法术修炼者之外 能够拿得出手的男人不多 偏偏还有这么一个不争气的主 郑姓雄在心中感叹一番 接着将这些抛之脑后 只要强勇猛 不是自己找不自在 就没什么大不了 他要去的图书馆 在最繁华的市区 那里一直被视为禁敌 基地已经很久没派人 向那里探索过了 郑姓雄在接近目的地的时候 表现得极其谨慎 三十眼火力全开 将一切尽收眼底 防止出现纰漏 他很快就发现 这个区域有很多士兵巡逻队 他们竟然配备了装备 和以前见到的完全不同 郑姓雄使用幽冥鬼眼看了一下 这些士兵在本质上 没有任何改变 只是多了一个装备加持 战斗力得到很大提升 这种提升在士兵身上 还不算什么 但是放在更高级别的丧尸身上 就能称得上是麻烦了 一不小心就会阴沟翻船 最为关键的一点 能够使用装备的丧尸 已经越来越趋近于人 可以算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新种族了 郑姓雄心中虽然这么想 但是表面上没有表现出来 依然是小心张望 躲过这些巡逻队 向着图书馆的方向前进 他作为一个五级进化者 想要躲开这些士兵 是非常轻松的 很快就来到目的地附近 郑姓雄看着图书馆的窗户 有一丝危险的感觉 似乎里面有什么怪兽 随时会把人吞噬一样 他眯着眼睛想了一下 还是决定进去看看 如果就这样不这儿退 会影响心境 实在是得不偿失 郑姓雄本身的实力够强 保命的手段不少 还有空间世界 作为最后退路 是可以搏一下的 他小心谨慎地摸向门口 之所以选择从正门进入 是因为这样出人意料 能有意想不到的好处 郑姓雄一个加速 闪身进入图书馆 看到图书馆 一片清幽的样子 他差点以为自己又穿了 他将三世言发挥到极致 也没有发现任何丧失和怪物的影子 一脸的不可思议 一股奇特的气味 混在空气中传来 他立刻使用三世言 向着气味的方向看去 一个穿着旗袍 气质优雅的女人 站在楼上转弯处 阮铃鱼做一名女狮王 感觉极其敏锐 在郑姓雄的目光 扫过他的时候 已经有所感觉 他立刻轻移连步 从楼梯走下来 高跟鞋均匀地敲着楼梯 发出有节奏的响声 郑姓雄毫不掩饰地转过身 正好看到阮铃鱼 从楼上走下来 绝对是恰到好处 他悠然一笑道 真是难以想象 丧尸中还有如此美女 让人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阮铃鱼妩媚地说 你怎么确定 我是丧尸 就不能 是幸存者 看我这副样子 像一具尸体吗 郑姓雄立马回答 我要不是有特殊手段 真的会相信你是幸存者 只可惜 你能骗得了别人 根本骗不了我 阮铃鱼鸣嘴一笑说 你真是个有意思的小子 竟然不知道我是谁 在末世之前 我一年绝大部分的时间 都在娱乐版头条 你就算不关心娱乐 也不可能始终宅在家里不出门 我的大型海报 各大城市到处都是 都让人审美疲劳了 郑姓雄立刻用契约联系小丫头 让她通过空间世界 看看眼前这个女人到底是谁 小丫头看到阮鱼鱼 惊喜得差点没跳起来 要不是有点克制力 就从空间世界冲出来了 郑姓雄得到小丫头提供的信息 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说 我说看你有点眼熟 原来是有名的大明星阮鱼鱼 你要是不提海报的事情 我还真想不出来是你 看来你活着的时候是美女 变成丧尸 也是个漂亮狮王 他刚刚使用幽名鬼眼 看出阮鱼鱼的身份等级 心中也是颇为惊讶 没想到这个女人 竟然能成为狮王 阮鱼鱼惊讶地看着郑姓雄 好奇地说 你果然有点东西 竟然能看破我狮王的身份 我是杀了你 杀了你 还是杀了你呢 郑姓雄摊着手说 我觉得这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没有必要说三遍 一遍我就听明白了 别以为你是一个美人师 就可以享受美人的特权 咱们种族不同 我也没必要惯着你 肯定是无所不用其极 阮鱼鱼听到这句话 脑子里不由地浮现出 藏骜怪的惨状 没由来的后面一紧 有种痔疮发作的感觉 他急忙调整状态 一本正经道 我警告你 不要胡来 我可不是个花瓶 战斗力还是相当不错的 你不在基地里待着 跑到这来干什么 莫非是想要图谋不轨 你也太看得起自己的实力了 郑姓雄听到这句话 立刻使用三十眼 向着上面看去 没想到白茫茫的一片 什么都看不清楚 他心头一惊 想到一种可能 自己的运气 真是太好了 竟然在这里碰到 大名鼎鼎诗皇 完颜成海 尽管在级别上来讲 郑姓雄和完颜成海 在同一等级 但真要是打起来 胜负输赢 真不好说 在同一级别之中 怪物普遍比丧尸厉害 丧尸基本强于进化者 法术进化者可能是例外 其他的进化者就悲催了 郑姓雄属于例外中的例外 毕竟他是武力法术双系进化者 本身的战斗力更为强悍 郑姓雄虽然对自己的实力很自信 但是不想做没把握的事情 尤其是在人家的地盘 更是找不自在 他悠然一笑道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误会 我就是想过来找个地图 没有打扰的意思 既然这里不欢迎我 我就先告辞了 相信终有一日 大家会有见面聊天的机会 郑姓雄这句话 是说给完颜程海听的 说完之后 掉头就跑 郑姓雄急匆匆地从图书馆冲出来 来不及辨别方向 随便找条路就向前跑 眨眼之间 跑得远远的 阮铃鱼看着郑姓雄远去的方向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 这么有趣的家伙 即便是在末世之前 也很少见 他听到楼上传来咳嗽声 立刻快步而上 恭敬地站在完颜程海身旁 等待着他的吩咐 完颜程海优雅地说 给槟城的狮王余国蓬发信息 让他到这里来 把有用的手下全都带上 槟城有能耐的都在这里了 他还在那里做土霸王干什么 顺便把其他的狮王都弄过来吧 阮铃鱼心里非常清楚 完颜程海 最后这句是临时起义 看来之前那个小子 让陛下产生了一丝压力 他立刻点头答应 至于说 那些狮王到了这里 地盘如何划分 完全不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 反正他也没有地盘 郑姓雄不知道 因为他在图书馆走一走 就把各地的狮王都弄过来了 大家的力量都在集中 肯定要搞出大事 他之前没有辨明方向 随便找了条路就跑了 很快看到一片假山 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在城里出现假山 只有两种地方 要么就是公园 要么就是动物园 这里是动物园的面打 郑姓雄在心里合计了一下 这里就算是龙坛虎穴 既然已经来了 也要好好的闯一闯 他打定主意之后 没有拿出常用的兵器 而是换了一把九五突击部 小心地进行搜索 郑姓雄之所以使用枪 是因为这支枪 是军火生产线生产的符纹枪 配备的同样是符纹坛 正好验证一下威力 他这段时间 弄到不少的材料 可以生产一批军火 如果确定威力可观 正好用来增加基地的防御 郑姓雄一直坚信 覆巢之下 安有完卵 想要活得好 就得把老巢打造的固若金汤 空间世界是他的最后退路 并不是真正的安身立命之本 所以 强化基地的防御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郑姓雄忽然发现几个影子 立刻向那个方向开了几枪 其中一个影子被击落 是一只手臂大小的猴子 他以前见到的怪物 都是像巨大化发展 头一次看到这种小的 心中觉得非常奇怪 立刻使用幽冥鬼眼看了一下 结果发现这些猴子 全都是营养不良 这种营养不良 并不是吃得不好 而是自身的血气 一直被掠夺 也就是说 在这个动物园里 有一个奇特的变异怪物 是所有怪物的王 并且在不断地掠夺 这些怪物的血气 郑姓雄为了证实自己的想法 立刻对这里进行搜索 先后干掉了不少的怪物 得到的结论 都是一样的 关键是在这些怪物之中 不乏狮子老虎一类的猛兽 对方能够做到这一点 绝对是个了不得的怪物 这些猛兽 虽然营养不良 但是不妨碍成为种子 在地里被种出来之后 跑到山上生活 增加整体的力量 姓名 郑姓雄 级别 五级进化者 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5431 力量 5521 速度 5583 精神 5502 法力 2000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阴风术 五行骑术 骑门盾甲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七 九尾狐幼崽七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兵器精通 全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三视眼 超级嗅觉 虎啸魔音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掩耳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武器 狂暴的八棱紫金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斧 锋利无比的唐刀 肩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超强的药剂合成盒 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五十分之二十四碎片积攒中 猛兽融合龙衣 七零碎片积攒中 郑幸雄看到版面自己弹出来 不由得露出惊讶的神色 连忙仔细的看了一下 发现空间组件 那像没有了 随后 心中产生一丝名物 空间世界的土地规模 已经达到一定程度 以后会直接捡到合适的组件 不再以碎片的方式出现 作为对他的奖励 工具里面 多得一个猛兽融合龙 看名字就知道 是制造猛兽用的 不过需要七十块碎片 想想就让人觉得头痛 思维属性增加了一些 法力却没有一丝增加 倒是给他提了个醒 以后的加紧吸收魂魄 否则出现更厉害的法术 没有法力施展 还不得哭晕在厕所里 到时候 后悔就晚了 郑幸雄正在琢磨这些事情的时候 突然听到一阵沙哑的叫声 立刻向着声音的方向飞奔 他被眼前的情形惊呆了 出现在他面前的 是一座几十层的大厦大小的沸沸怪 沸沸怪的额头正中心 多了一只血红色的眼睛 闪烁着诡异的光芒 看得人心惊胆寒 变异怪物 三眼沸沸怪 等级不好评价 本身物理战力极强 第三只血眼 可以发动血系法术攻击 沸沸怪整体实力极其强悍 智力方面严重不足 第三只血眼 是上好的材料 融入到盾牌之中 增加吸血和血线攻击功能 郑幸雄被信息吓了一跳 没想到眼前的巨型沸沸怪 是这么厉害的主 不过这只眼睛 绝对是好东西 说什么也不能放弃 一定要弄到手才行 想要挖沸沸怪的眼睛 唯一的办法就是先把它干掉 到时候 把它的肉中到地里 说不定能长出强大的沸沸 算得上是一举两得 郑幸雄决定 先和沸沸怪交交手 看看对方的本领到底如何 然后再决定 应该怎么做 他拿出一只火箭筒 对着沸沸怪来了一发 符文火箭弹 砸在沸沸怪身上 爆出一团火花 结果连毛都没黑 沸沸怪反应相当迟钝 呆呆地坐在那里 好像并没有受到攻击一样 郑幸雄在沸沸怪的眼中 简直就是一片尘埃 对方的个头实在是太大了 想要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他只能回到空间世界 和几个老婆商量怎么做 小丫头想出一个办法 小丫头眨着眼睛说 这只沸沸怪这么大 咱们冲到他身上 估计都干不过他身上的跳蚤 攻击他更是无稽之谈 我觉得他就是再怎么变 也改变不了 是只沸沸的事实 咱们应该从这方面下手 多弄一些麻醉香蕉 只要把这个家伙放倒 他就是咱们手里的菜 想怎么收拾就怎么收拾 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 善思婉认真的点了点头道 小妹这个主意不错 这段时间收获的麻醉果 都已经做成了麻醉汁 正好涂抹在香蕉上 大家立刻采取行动 把库存的香蕉都拿出来 然后催化灵田 让香蕉种下去就成熟 万一数量不够 乐子可就大了 郑姓熊出现在外面 把香蕉扒好扔在地上 别看沸沸怪看不着它 但是对那么小的香蕉 却看得一清二楚 对这只沸沸怪而言 香蕉就跟芝麻粒似的 只能趴在地上用舌头舔 直接从沸沸变成狗了 郑姓熊成堆成堆的 往出弄香蕉 沸沸怪吃得不亦乐乎 在吃了上百吨之后 目光终于变得迷离 郑姓熊心中有了一个主意 让几个老婆出来继续喂 自己绕到沸沸怪的后面 看着山洞大小的肛门 嘴角露出一丝邪笑 他从山里弄了一大批毒蛇出来 全都从洞口爬进去 沸沸怪终于彻底陷入瘫痪 郑姓熊先让老婆返回空间世界 接着让军火生产线 造了一个巨大的圆形刀盘 和那只眼睛同样大小 苏联青将一个机械精灵 放在刀盘上 刀盘自行运转 猛然切入到第三只眼眶里 把那只眼睛摘下来了 沸沸怪发出一声惊天动地的惨叫 剧痛让他暂时恢复清醒 两只爪子狠狠地拍向刀盘 郑姓熊急忙把第三只眼扔进空间 接着滚向一旁 同时命令沸沸怪肚子里的那些蛇 随意进行破坏 至于说倒霉的刀盘 已经被拍得支离破碎 碎片被废物回收 拿去造符文子弹了 沸沸怪内外加工 彻底陷入癫狂 两只爪子不停地到处乱砸 所到之处是一片狼藉 郑姓熊按照之前的设计 放出不少的无人机 将大量的汽油浇在沸沸怪身上 接着使用火焰发射器 对着它就是一顿狂喷 沸沸怪变成一个巨大的火炬人 杀伤力更加强大 漫无目的的四处袭击 终于涉及到其他的丧尸和怪物了 这些丧尸和怪物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立刻展开反击 更加吸引沸沸怪 成为首要的攻击目标 郑姓熊在一旁浑水摸鱼 不断地失去它们掉落的东西 好处绝对是大大的 心里爽得不得了 这里这么大的动静 吸引来了一只五级狼王 狼王对着沸沸怪长猴 希望能让他镇静下来 失去第三只眼睛的沸沸怪 已经彻底疯了 听到狼王的嚎叫声 非但没有停止行动 反而向着狼王扑过去 狼王在个头上 和沸沸怪根本没法比 但是战斗力并不差 沸沸怪之前那么厉害 主要靠的就是第三只眼 失去了第三只眼的沸沸怪 也就是个个头巨大的怪物 其他方面并没有出色的地方 郑姓熊看着大展雄风的狼王 心中有了一个主意 趁着狼王不注意 悄悄地摸到他身旁 狠狠地一抚头砍下去 狼王没想到会出现这种情况 恰巧两只前爪 又被沸沸怪牢牢抓住 根本没有办法躲闪 直接就被腰斩了 剧痛激发的狼王的凶性 索性凭着前爪的力量 前半身向前冲 一口咬在沸沸怪的脖子上 沸沸怪连续受到重创 终于一头栽倒在地 彻底处于弥留状态 郑姓熊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拎着锤子扑上去 对着巨大的沸沸头一顿砸 终于把脑壳砸碎了 他立刻回到空间世界 防止被人黄雀在后 同时清点这一次的收获 姓名 郑姓熊 级别 五级净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6,857 力量 6,923 速度 6,122 精神 6,063 法力 2,000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阴风术 五行骑术 骑门盾甲 血术 五修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虎啸魔鹰 铜锤手 铁扫腿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七 九尾狐幼崽七 笑月天狼幼崽七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三视眼 超级嗅觉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掩耳 超级听力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茶道 按摩 武器 狂暴的八棱紫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斧 锋利无比的唐刀 肩不可破的盾牌 工具 神奇的锻造台 神奇的军火生产线 超强的药剂合成盒 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五十分之二十四碎片积攒中 猛兽融合龙衣 七零碎片积攒中 郑信雄彻底被版面上的数据惊呆 没想到 这次有这么大的收获 简直有点惊吓的感觉 首先是多了武修这一栏 之前被划分到技能里的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和虎啸魔鹰 都被划到这一栏里了 还多的铜锤手 铁扫腿两项本领 其次是在法术里面又多了解术 这是一类非常邪恶的法术总称 正是因为够邪恶 所以威力极强 至于说在技能方面 有用的技能多了一个超级听力 狼的听力是动物里最厉害的 有这项技能也不奇怪 另外很久没有动静的生活技能 竟然增加了茶道和按摩 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意思 怎么看都像是用来讨好老婆 难道系统也是舔狗出身 最后就是又多了一只笑月天狼的幼崽 对于这种厉害的神兽 郑幸雄表现得极度无感 反正也用不上 唯一的遗憾就是碎片没有增加 空间组件也没弄到 要是这方面再有所收获 真的就齐全了 郑幸雄正在心里吐槽 突然看到小丫头 怀里抱着一只脑门上长月牙的小狗 郑幸雄看到这只小狗 立刻就知道是笑月天狼 这个小东西居然卖萌 真是太不要脸了 他忽然想到一个问题 之前在牧场里 没有看到神兽幼崽 当时也没留意 现在看来里面有猫腻啊 郑幸雄看着小丫头说 笑月天狼怎么会出现在你怀里 另外两个小家伙 哪去了 小丫头笑眯眯地回答 她是我的好朋友 出现在我怀里 很正常呀 另外两个小家伙 都在我的房间的套间里 小狐狸和小姿牙 完全是两个性格 小狐狸是小女生 特别的乖巧可爱 小姿牙就很调皮 动不动被我打屁股 如今又有了小狼狼 就更有意思了 我打算把套间和另外一间房打通 以后就给他们当窝 老公一定要给他们 多弄几个半样 郑幸雄听得目瞪口呆 没想到这个小丫头 竟然和这些神兽的关系这么好 绝对是一件好事 她笑呵呵地回答 你们都是宝贝 一切按照你们的心意来 我正琢磨几个小家伙太小 让谁照顾他们 以后就交给你了 小丫头笑眯眯地点头 抱着笑月天狼跑开了 等以后这些小家伙长大了 就是小丫头最好的保镖 郑幸雄来到放神奇锻造台厂房 把那颗血眼弄出来 直接扔到锻炼台里 接着又把坚不可摧的盾牌扔进去 她操控锻造台 让血眼不断地靠近盾牌 从血眼里放出道道血丝 不断地侵入到盾牌里 血丝在盾牌的表面 变成一个个诡异的花纹 这些花纹单独成型 又彼此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个抽象的图案 在图案的正中央 有一块空白的地方 图案在不断地加高 好像从盾长起来一样 空白的地方 慢慢变成一个凹槽 随着血丝的不断放出 血眼隔头变得越来越小 同时晶莹剔透 好像一颗血色宝石一般 血眼变得和凹槽一样大小 一下落到凹槽里 所有的图案一起向下压 最终融入盾牌 血眼和盾牌面一屏 在这个过程中 盾牌的形状发生改变 由圆形变成椭圆形 看上去就像一只眼睛 血眼正是眼睛的瞳孔 盾牌从锻造台里飞出来 套在正信雄的手臂上 内侧出现几根针 刺入他的皮肤 将一些血液吸入盾牌 在血液进入血眼之后 盾牌被完全掌握了 以后完全按照正信雄的心意 使用各种手段 正信雄对于盾牌的变化非常满意 将盾牌收入虚无空间 有的这面盾牌 它的实力提升了不少 本来在四件兵器之中 盾牌是用的最少的 以后会有所改变 不然岂不是爆脸天物 正信雄在心中合计了一下 把之前得到的那些羊角拿出来 对无间不摧的糖刀 进行强化升级 这些羊角和血液 根本没有可比性 只是让糖刀变得更加锋利坚固 并没有增加其他的技能 正信雄善善一笑 觉得自己真是太贪心了 已经得到足够的好处 怎么能够贪得无厌 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呀 他来到旁边的车间 这里安装的是军火生产线 之前已经试过符文枪的威力 完全符合要求 可以生产一批了 军火生产线是全自动的 根本用不着正信雄操心 他再次来到外面 打算继续搜索一下 这里好歹也是动物园 肯定还有其他的怪物 正好把他们变成属性 还能消除隐患 绝对是一箭双雕 正信雄果然找到不少的怪物 全都是那种残次品 收获非常有限 只能说苍蝇腿也是肉 他根本没有什么目的性 只是随意地到处寻找 突然耳朵一动 听到战斗的声音 立刻向着那个方向摸过去 正信雄很快就看到一些人 正在和士兵战斗 双方打得如火如荼 一时之间难分胜负 他可以确定这些人 是来自于基地 怎么会跑到这里 倒是令人觉得奇怪 正信雄拿出一支狙击枪 远距离射杀士兵 枪枪都是爆头 杀得特别爽 在他的帮助下 这些人把丧尸全都给干掉了 他不想浪费那些属性气泡 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 正信雄来到了这些人面前 使用属性增加带来的能力 把地上的属性气泡一扫而空 那火人的领头人 双手抱拳道 我是腾龙会的副会长孙子成 多谢阁下相助 不知道阁下是哪一位 正信雄见孙子成目光坦荡 不像是作假 惊讶地问 既然你是腾龙会的副会长 怎么会不知道我是谁 孙子成先是露出疑惑的表情 接着恍然大悟道 莫非你是正信雄 我经常带人在外面活动 待在基地里的时候不多 所以不认得你 请你不要见怪 正信雄哈哈大笑说 我又不是漠视之前的钞票 人人都会认得 你不认识我很正常 我只是觉得奇怪 我和腾龙会之间 有很多仇怨 按照道理来讲 你不应该不认识我才对 没想到你是经常在外 像你这样务实的人不多了 如果大家都和你一样 也就不会有那么多争斗了 孙子成摇摇头说 有人的地方 就一定会有争斗 这是根本不可改变的 我就是不喜欢争斗 才经常出外情 正信雄看出 对方说的是真心话 但是没有接这个话茬 很多时候说的太多 我之前没有辨明方向 随便到处乱跑 结果跑到这里 不知道这是啊 你们在这干什么 孙子成立刻回答 这里是南风区 也是凤城最大的工业区 我们到这里来 是为了收集一些工业原料 基地如今在逐步恢复 需要各种原料的地方很多 领导班子会要求各个市里 完成一定的任务 我们这些出外情的 就是做这些任务 按照规定 外情人员的待遇 要高尚不少 可以令我们的家人 生活得更好 正信雄眼珠一转说 我正巧没什么事情做 不如跟你们一起行动好了 得到的材料全都归你们 孙子成没想到 还有这种好事 连忙点头答应 孙子成虽然不认识正信雄 但是听说过他的事情 知道他是个财大气粗的主 而且说话算话 他觉得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至于说 腾龙会和正信雄之间的矛盾 和他有什么关系 孙子成一直都看不上魏恒生 觉得对方就是个胆小鬼 只敢在基地里装缩头乌龟 正信雄的几个老婆 杀掉魏恒生 大家之所以没什么反应 与这方面有直接关系 不可否认当初基地大战的时候 魏恒生是出过大力的 但是这样的人并不少 孙子成就是其中之一 很多人在基地稳定之后 一直躺在功劳部上 享受各式各样的红利 而不想着继续为基地出力 所以对于领导班子而言 这批人已经是累赘了 只不过考虑到下一次大战的需要 再加上基地的稳定 才能由他们这样 而他们能被人杀掉 说明杀掉他们的人 本领在他们之上 下次大战的时候 自然可以成为主力 并且这种争斗 乐于看到的 自然是采用放纵的策略 郑姓雄之前在这方面 一直有疑惑 现在看到孙子成 才是真的恍然大悟 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 他对那些原料 确实不感兴趣 需要的话 自己去捡就行了 而且得到的种类更齐全 再说还有神奇的灵田 之前种下去的那些材料 如今都是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 又何必和其他人去争呢 郑姓雄非常大方地 取出一些符文枪 交给那些手下说 以后碰到诗将以下的丧尸和怪物 用这个就行了 没必要浪费那么多气力 这是我自己生产的 之前我用了几支 威力还是相当可观的 正好在实战中再检验一下 防止出现问题 只要确定没有任何问题 就让我老婆告诉冯慧平 由我为军营提供一批这样的武器 让那些法术修炼者清闲一些 他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之前的符文枪 只有法术修炼者才能制作出来 而且效率并不高 法力修炼者给出的理由 就是他们太辛苦了 要不时地好好调整一下才行 军营方面对此一直很不满意 毕竟人家属于垄断 只能由他们来定规则 郑信雄要做的就是打破垄断 让那些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至于说会不会由此得罪他们 完全不在考虑范围之内 他现在和千佛寺的关系 绝对是在蜜月期 与霞光观也是利益相关 所以没什么可在乎的 孙子诚他们得到这些武器 心中高兴得不得了 觉得这步骑走的是太对了 一定要好好和对方攀关系 至于说腾龙会有什么反应 关他们什么事情 大不了就离开腾龙会 反正其他的势力多了 投靠谁不混口饭吃 孙子诚拿出地图说 我们这次的目标 是前面的扎钢厂 据说里面有不少的钢材原料 正好拿回去做武器 如果要是一切顺利的话 还可以拿下旁边的电子厂 想必里面的材料也不少 肯定能派上一些用场 郑大人觉得我的安排怎么样 千万不要和我客气 有不同的意见 一定要提出来 这样有利于整对人之间的协调 郑信雄在心中暗自点头 这才是真正的指挥者 把所有的话都说在头里 免得到时候出现问题 他笑着说 我没有任何意见 一切听你们的安排 我在这方面经验不足 肯定不会胡来 孙子诚对这番话非常满意 让大家把装备准备好 接着快速向目标方向推进 在这种情况不明的时候 两脚着地是最安全的 否则任何情况都可能有延迟 延迟往往就意味着死亡 郑信雄放出一些无人机 无人机将信号传递到空间基站 再由基站反馈出来 安全上绝对没有问题 他小声说 根据无人机传递回的信息 这附近连一只丧尸巡逻队都没有 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 防止有其他的问题 孙子诚赞同道 我完全同意郑大人的意见 小心使得万年传 大家的命只有一条 一定要在这方面多加小心 丧尸不出现在这个区域 说明这个区域被怪物完全控制了 他们之间毕竟是合作关系 在很多地方依然有分歧 郑信雄想到上次的事情 深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向大家讲了一遍 重点提到血物 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关于丧尸和怪物死了之后 会把自身的能量 化作血物喷发出来 帮助其他的丧尸和怪物进化的事情 郑信雄早就已经报告上面了 但是上面出于多方面的考虑 只把这件事情 告诉一些老大知道 其他人依然是一无所知 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都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 随后一阵惶恐 心中颇为害怕 郑信雄看到大家这副样子 在心中叹了一口气 现在可以理解领导班子 为什么不告诉大家了 他重重地咳嗽一声 甭管大家是怎么想的 现在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咱们不前进是不行的 而且这也没什么了不起 只要大家对自己有信心 就一定能够应付得了 当初基地大战都参与过 还怕这些小货色 大家听到这番话 一个个热血沸腾 觉得的确是这个样子 不就是一些怪物 又有什么大不了的 直接灭了就是了 大家的心中各怀鬼胎 只不过没有表现出来 毕竟这里还有两位大佬 哪有他们说话的份 大家前进得非常顺利 只是偶尔碰到几个小怪 轻易就给消灭掉了 虽然是这种情况 但是大家的心并没有放下 反倒提得更高了 谁知道这是不是 暴风雨来临之前的平静 郑信雄总觉得 有人在窥探他们 但是使用三视眼 却一点收获都没有 令他的心中特别疑惑 上一次出现这种情况 还是在若鸡的时候 碰到那条变色龙 不知道这回碰到的是什么东西 他并没有把这件事情 告诉其他人 免得大家过于紧张 郑信雄心中觉得不妥当 表面上却一副风轻云淡的模样 毕竟让其他人知道 也只是增加慌乱而已 孙子诚吩咐手下小心 怪物和丧尸比起来 更加难以防范 一不小心就会丢掉性命 一名手下摸进钢铁厂的门口 还没走上两步 就觉得一股热浪袭来 他向着热浪的方向望去 眼睛顿时瞪圆了 发出惊恐的惨叫 一股火红的钢水落在他的身上 把他化为骷髅 关键是变成骷髅之后 他眼眶里出现两团火焰 身上多了一副铠甲 和游戏里的骷髅兵差不多 大家被眼前的情形吓了一跳 不知道这是什么玩意 以前从来没有见过啊 民族最低级士兵骷髅兵 等级相当于士兵 由于自身携带装备 并保有生前的战斗意识 所以战斗力强于士兵 郑信雄使用优名鬼眼看了一下 没想到却得到这样的消息 不知道这个所谓的民族 是从哪冒出来的 宿主发现全新种族 系统进行升级 需要时间48小时 升级期间拾取功能 可继续使用 郑信雄对提示音的内容无感 反正一直以来 系统的作用就是捡东西 也没其他的用处 他想试试骷髅兵的力量 拎着铁锤就冲上去了 极其凶悍的一锤砸过去 没想到砸了个空 骷髅兵果然保持以前的战斗意识 直到进行躲闪 在躲避的时候 还能进行反击 这些都是士兵不具有的 由此证明 幽冥鬼眼的评价是正确的 在力量相等的情况下 骷髅兵更厉害 郑信雄刚才不过是随意试探 如今 拿出真正的手段 两锤就把骷髅兵拍碎了 剪刀的属性气泡 全是增加体质的 至于说 剪刀的其他东西都是材料 而且是和骨头有关的材料 倒也算是废物利用了 孙子诚见郑信雄 干掉骷髅兵 立刻带着手下进来 大家多加了几分小心 防止重蹈覆辙 郑信雄把幽冥鬼眼看到的信息 告诉孙子诚 将这个家伙吓了一跳 没想到 除了丧尸和怪物之外 又多了一个民族 孙子诚舔舔着嘴唇说 以前只听说 外面有个鬼王 没想到 现在就冒出一个民族 真是不让人活了 郑信雄眯着眼睛道 末世才开始了多久 有这样的变化 完全在意料之中 恐怕随着时间的推移 会有更多的东西出现 咱们现在所见到的 和即将出现的比起来 很有可能是小巫见大巫 根本不值一提 孙子诚知道 郑信雄说的完全在理 不安的舔了舔嘴唇 最后深吸了一口气 把所有的恐惧都压下去 人族在末世 只能硬着头皮坚持到底 否则只有死路一条 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选择 孙子诚通知手下 不要分散 彼此之间有个照应 真要是有人变成骷髅兵 立刻将其干掉 郑信雄没有和他们在一起 而是一个人在厂房里乱转 刚才那股钢水 出现得非常突兀 一定得找到源头才行 他忽然觉得 周围的气温在升高 而且是急剧攀升 幸亏他有适应环境这项艺能 身体跟着改变 郑信雄觉得自己 找到地方了 立刻向着最热的地方前进 很快来到一个厂房 里面有一座燃烧的高炉 他冷冷地看着高炉 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 怎么可能还有高炉继续燃烧 连装模作样都装不明白 留着你又有何用 还不赶快滚出来 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 他的话音刚落 高炉里发出咔咔的响声 接着好像火山喷发一样 无数的火焰喷尸而出 郑信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坚不可摧的血盾 出现在手臂上 变成一面巨大的盾牌 轻易将火焰挡住 他抬手放出一道掌心雷 雷霆劈在高炉上 咔嚓一声响 把高炉劈出一个大窟窿 一阵咆哮声从高炉内部传来 借着一个浑身是火 看上去由煤炭组成的怪物 从里面钻出来 燃烧的火焰罐 出自于民族 划分为恶魔类 能够使用火焰攻击 战斗力颇为强悍 必须小心应对 幽冥鬼眼给出的信息 证明了郑信雄的猜测 民族比丧尸和怪物都要厉害 而且在等级划分上 民族颇为模糊 之前的骷髅兵 还提示在等级上相当于士兵 眼前这个火焰怪 已经没有这个提示 只是单纯的提到战斗力 说明民族的强弱 不是由等级决定的 而是由战斗力决定的 估计这也是后面会出现的种族 所采用的方法 火焰怪发出一声咆哮 两个爪子一挥 两团火焰好像流星一样 向郑信雄凶狠地砸过来 郑信雄收起盾牌 向着边上躲避 同时使用五行奇术中的水术 将水器化作一道水龙 向着火焰怪缠过去 火焰怪将嘴一张 喷出一道火焰 直接把水龙烤成水蒸汽 周围变得水气腾腾 郑信雄拿出一张寒冰符 之前捡到了不少的符钻 扇思完美样都在地里种了一些 结果就大风收了 他平时是不愿意使用 毕竟全权倒肉 感觉很过瘾 不代表并不会用 现在这个时候 就是恰到好处 郑信雄一张寒冰符砸过去 水气迅速凝结 变成一颗颗冰粒 周围的温度急剧下降 火焰怪明显对温度下降很不满意 不停地咆哮着 身上的火焰变得更盛 温度再次攀升 郑信雄心中同样很恼火 拿出一打寒冰符 向着前面砸出去 瞬间把车间变成一个大冰窖 火焰怪发出痛苦的嚎叫 高炉外皮变成火红色 无数的热浪喷射而出 把这里彻底融化 冰在融化之后会变成水 而水能起到很好的降温作用 大量的水落在高度上 高炉的温度急剧下降 高炉和火焰怪是一体的 在其温度下降之后 火焰怪也受到伤害 只能发出痛苦的哀嚎 想要钻回到高炉里 郑信雄看明白这一点 那会给火焰怪机会 直接将大量的炸药扔进高炉 把高炉给炸了 连点渣都没剩下 随着高炉被炸毁 火焰怪成为无根之瓶 只能发出痛苦的哀嚎 最终化为火红色的火炭石 郑信雄把这些石头 收进虚无空间 火炭石是最好的燃料 每一块石头燃烧 散发出的热量 都相当于一万吨的煤 郑信雄对这个收获 还是挺满意的 从厂房里大摇大摆地走出来 看到其他人 已经找到足够多的原材料 孙子诚满意地笑着说 这次的风险虽然大了点 但是好处不少 就凭找到的这些原料 可以在基地安心过很久 旁边的电子厂 我决定不去了 总得给别人留口汤喝 这就带着人返回基地 你和我们一起回去 郑信雄摇着头道 我刚从基地出来 回去没啥意思 索性就在这里逛一逛 看看会不会有些意外的收获 孙子诚知道 郑信雄本领高强 也就不再说什么 给他留下一张地图 带着手下急匆匆地离开了 郑信雄先回到空间世界 把火炭石交给扇斯丸 看看他在地里 能种出什么来 结果没有让他失望 扇斯丸把这些火炭石栽在地里 长出一片火炭石灵 上面结满了火炭石 踩下来还会继续往出涨 有的这些火炭石 解决能源危机不是问题 首先把空间世界的汽油发电机 替换成火力发电机组 每天一块石头就够用了 之所以会这么费电 是苏联青想出一个好点子 将大量的电能 装入特制的蓄电池 每块蓄电池放到家里 可以维持一个月的正常使用 把这些蓄电池 放在杂货铺里出售 又是一键利器 至于说拆卸的那些汽油发电机 全都送到午休聚集地 为它们提供足够多的汽油 让它们有足够的电能挥霍 这一切全部做完 耗费了三天的时间 正好系统升级完成 这回有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系统增加了一个查询功能 可以查询到相应的信息 不再像以前一样 只能用来捡东西 其次把工具那一栏也取消了 没有凑齐的特殊的毒虫培养盆 和猛兽融合龙 直接给凑齐了 以后将不会再出现工具 也就是说 以后再捡东西的时候 不会再捡到碎片 而是直接捡到食物 并且工具和组件算到同一类了 对于这个小小的变化 正信雄也不知道 应该如何评价 感觉上是占便宜了 又好像差了点什么 他首先查询民族的信息 脑中立刻出现结果 民族本世界诞生的全新种族 包括鬼魂亡灵等不死生物 等极划分模糊 以战斗力进行尊卑区分 除最低级的骷髅兵外 具体实力以战斗为准 所有评估均不准确 正信雄在心中吐槽 系统真是越来越不要脸了 这种话也能说得出来 真不怕给系统丢人 最后就是对空间世界进行改进 不再需要以人做定位 而是可以增加定位坐标 限制是十个 超过了就得进行替换 有了坐标定位之后 就可以全家出动 不用老留下一个人 在那当灯塔使用 对力量是一种浪费 正信雄觉得 最后这个改变 才是升级之后的最大福利 系统爸爸虽然见了点 还是蛮给力的嘛 他把目光放在毒虫和猛兽笼上 果然和猜想的一样 一个可以制造毒虫 一个可以将猛兽进行合并 不过这两种并不是没有限制的 而是必须遵循最基本的规律 比如说 狮子和老虎 可以合成狮虎兽 但是不能把狮子和狼合在一起 如果强行进行融合 狮子和狼会同时消亡 毒虫的情况也差不多 正信雄对此表示很无感 索性把这两个东西扔给小丫头 让他鼓刀打发时间 免得在家里无聊 姓名 正信雄 级别 五级进化者拥有杀戮之心 智慧之心 体质 7324 力量 7314 速度 7195 精神 7025 法力 2500丝 法术 掌心雷 五雷正法 鬼术 阴风术 五行骑术 骑门盾甲 血术 武修 兵器精通 拳脚精通 顶级格斗术 虎啸魔鹰 铜锤手 铁扫腿 召唤神兽 牙子幼崽七 九尾狐幼崽七 笑月天狼幼崽七 技能 幽名鬼眼可进化 全基础技能 三视眼 超级嗅觉 年夜泄力 环境适应能力 阴阳掩耳 超级听力 超级驾驶技术 顶级厨艺 农业种植技术 超级养殖技术 茶道 按摩 武器 狂暴的巴冷紫金锤 血腥的梨花开山腐 锋利无比的糖刀 肩不可破的盾牌 郑信雄把板面调出来 上面的数据变得更加整洁了 绝对是一目了然 如今思维属性都过了七千 只要能够达到一万 中琢磨了半天 觉得应该是火焰怪给他增加的 顿时就兴奋了 在郑信雄所有的数据之中 提升法力是最难的 哪有那么多魂魄给他吸收 如今多了一个新的途径 绝对是一件大好事 民族实在是太给力了 真想抱着亲一个 郑信雄有了动力之后 立刻决定去电子厂 希望能够再找到一个民族 让法力再增加一些 他谨慎地摸进电子厂 进了大门 就觉得有人窥探 和进入工厂区的感觉是一样的 寻找起来 依然是一无所获 郑信雄索性不再去找 反正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 就不相信对方一直躲着不露头 到时自然就揭开谜底了 他使用三十眼 将周围的一切 尽收眼底 发现什么都没有 心中觉得特别奇怪 按照道理来讲 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苏联青突然出现在郑信雄身边 双手连续挥动 场里的那些摄像头 一个接一个的炸开 窥视感立刻就没有了 他眯着眼睛说 我在空间世界观察半天了 这里的怪物一定和电子有关 所以才能控制这些摄像头 郑信雄听到这里 眼睛一亮 觉得这回恐怕又碰到变异精灵了 不知道对方的手段如何 又能得到多少好处 他在这里琢磨的时候 一阵咔咔声传来 郑信雄一家人 全都出现在电子场 进行第一次全家总动员 这些女人都觉得很兴奋 小丫头摇头晃脑说 这回咱们一家总算是齐全了 不用像以前一样 总要留一个人守在基地 几个女人身以为然地点了点头 全家人一起作战 想想都觉得兴奋 终于能变成现实了 司徒黎月向着四周扫了一眼 将脑电波放出 很快找到波源 立刻转变脑电波的频率 对其进行渗透 他很快与波源完成共振 已经确定是电磁波 这道电磁波是由一台电脑发出来的 估计电脑就是要找的目标 扇思晚已经使用精神链接 将他们的精神连在一处 可以进行隐蔽的交流 这样更加安全 司徒黎月露出惊讶的表情说 这台电脑怎么会深入地下 按理来说不应该 难道这个电子场 在末世之前 有什么大猫腻啊 郑信雄想到 当初在槟城 去过的那个射箭俱乐部 觉得电子场有些猫腻 也在情理之中 没什么大不了 他把当初的事情 简要地说了一下 几个女人沉默不语 看来在末世之前 也有一潭很深的水 不知道经过这场末世 这潭水究竟是变成死水 还是变成毒水 他们参与其中 不知道下场如何 苏连青咳嗽一声 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也不可能比现在的情况再坏了 咱们有空间世界做退路 没什么好怕的 小丫头连声附和 大姐说的没错 夫妻同心 其力断金 只要咱们一家人一起努力 肯定什么都能应付得了 再说 想那么多干嘛 车到山前必有路 船到桥头自然直 咱们就这样走下去 以后的事情 以后再说好了 小丫头尽管说说就吓到 但是不得不承认 她说的非常有道理 与其在这起人忧天 还不如一路闯到底 他们用精神进行沟通 脚步没有停留 在司徒黎月的带领下 来到一处偏僻的办公楼 扇斯婉瞪着眼睛说 把办公楼放在这么偏僻的地方 明眼人都能看出有问题 真当别人都瞎呀 司徒黎月笑着回应 在末世之前 只要有钱 让管事的人变成瞎子 还不是特别轻松的事情 电脑就在办公楼的下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大地下室 不知道会是什么情况 还是小心为上 郑姓雄从牧场里 放出一批小老鼠 这些老鼠是特殊培养的 每只都只有花生大小 绝对是无孔不入 苏联青在这些小老鼠身上 装了特制的微型摄像头 绝对是360度无死角观察 可以将信息全都传到基站 在由基站分析之后 传到他手上的特殊电子腕表 电子腕表是开包裹开出来的 只有他手上这一块 这些小老鼠的速度极快 很快就把里面看得一清二楚 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地下室 看规模 是把整个厂区地下都掏空了 而在这个地下室里 绝大部分的空间都放着机组 也就是说 他们面对的 是一台超大型的电脑 他们所要找的变异精灵 就是这台电脑 想要摧毁它 还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苏联青舔着嘴唇说 这台电脑绝对是智慧的结晶 如果能够据为己有 放在空间世界里 和我的基站联为一体 简直就是绝了 司徒黎悦琢磨了一下说 大姐的要求并非做不到 咱们只要摧毁电脑的核心 CPU 剩下的机组就没有问题了 到时候用大姐的基站 取代核心 CPU 就能完成你的梦想 现在要做的事 把它挖出来 小妹把楼拆了 小丫头表示 毫无压力 一个大风暴卷过去 直接把办公楼平推了 所有的废墟都扔到周围当屏障 她接着调动大量的冰雹 对地面进行攻击 生生地将混凝土顶击穿 给地下室开了的大天窗 下面的变异电脑感受到危机 立刻指挥电子厂的所有设备 从厂房里冲出来 把它们给干掉 电脑的想法是好的 但是现实非常骨感 那些设备想要翻过屏障 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至于说 把屏障推开冲进来 真当小丫头是死的 几股旋风刮过去 就让这些铁疙瘩的努力 变成无用功 在小丫头收拾他们的时候 郑姓雄率先跳进地下室 按照之前的计划 直接把那些机箱 扔进虚无空间 因为虚无空间的特殊性 机箱进到里面 就与核心电脑切断联系 彻底影响核心电脑的运作 因为地下室足够大 机箱特别多 给了郑姓雄足够的操作空间 令变异电脑无计可施 这个破绽 只有郑姓雄才能利用 其他人绝对是想多了 正是因为如此 巨型电脑 才哭都没地方哭去 随着失去的机箱越来越多 变异电脑 变得越来越虚弱 苏联青抓住这个机会 立刻对主要配件进行破坏 变异电脑 拼死进行抵抗 分散了大量的实力 司徒黎月趁虚而入 对变异电脑 进行全方位的骚扰 最后就是扇丝碗 使用精神炸弹 来了个一锤定音 把变异电脑的核心 CPU 直接给炸没了 变异电脑 死得相当憋屈 面对这一家子克星 一点作用都没有发挥出来 就被拆解弄死了 苏联青立刻返回空间世界 把机箱从虚无空间弄出来 重新进行排列组合 并且把机站放在核心 经过一定的人眼花缭乱的操作之后 之前的机站秒枪换炮 成为超级电脑机站 即便放在末世之前 也能傲视全球 有了超级电脑机站 以后再想做什么事情 可就容易多了 甚至还可以用超级电脑机站 控制机械精灵 变异精灵 一个属性气泡都没有 材料更是欠缝 郑姓雄不喜欢和变异精灵打交道 这点是主要原因 郑姓雄在厂区又转了转 没有什么收获 决定返回基地 好好地调整一下 然后再琢磨 接下来怎么做 他在杂货铺转了一圈 没什么事 出去溜达溜达 结果没走出多远 被人叫住了 郑姓雄听到有人喊 向着声音的方向 望去发现 是一伙年轻人 里面有一个女孩 在午休的地方见过 他走到对方面前 笑着说 我记得 你叫司马玉玲 和司马老大是本家 没想到 在这碰到你 司马玉玲笑着应了一句 接着介绍 这位是基地的太子爷金国辉 是他想见见你 郑姓雄露出疑惑的表情问 咱们基地的老大 不是叫西门立国 儿子应该姓西门才对 难道是干儿子 金国辉对这句话很不满意 重重地哼了一声 我爹是领导班子里的金显皇 连基地老大都算上 整个领导层 只有我一个二代 将来我一定是新的领导者 所以他们叫我太子爷 你觉得不对吗 郑姓雄不解地反问 我怎么不知道 基地老大是世袭的 就算是的话 也轮不到你啊 我不管你是不是太子爷 只要你不招惹我就行 想要做朋友 大家就聊一聊 想要在我面前装老大 你可真是想多了 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 然后再决定怎么做 他最后几句话 说得极其霸气 根本没把金国辉当回事 不过就是个二世祖 在他面前装什么大尾巴狼 金国辉成为四级进化者之后 觉得自己成为基地未来的老大 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根本不把其他人放在眼里 如今见到郑姓雄 如此不给面子 就觉得一股无名夜火 从脚后跟直窜天灵盖 整个人都要气炸了 金国辉愤怒地咆哮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 实在是太嚣张了 别以为你有那么个破杂祸谱 就是好人物了 在我眼中连个屁都不是 郑姓雄非常随意地 打断他的话 在你眼中是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在别人眼中是什么 别太拿自己当回事 根本就没人拿你当回事 你要不是有个好店 怎么有机会成为四级进化者 另外有一件事情 你要清楚 你能成为四级进化者 是因为我老婆干掉了一个四级进化者 所以四级进化者 在我们家人眼中 并没有太重的地位 只要我们想的话 随时可以再弄出来一个 你是不是不服气 不服气也没有办法 因为我说的是事实 听说上次开会的时候 陆立明和你争夺这个名额 我现在做出决定 只要陆立明过来找我 我就把他变成四级进化者 甭管在别人眼中他是什么人 在我眼中他值得 最起码人家是凭本事吃饭 不像你只会靠爹 其实靠爹也没什么 生的好是本事 但是得有自知之明 他这番话说得太霸气了 周围的人听得目瞪口呆 想想真是这么回事 一个靠爹的二代 真比不上小白脸自食其力 郑幸雄又把目光放在司马玉玲身上 轻蔑地哼了一声 随后掉头就走 一丝不言而喻 司马玉玲的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他和司马俊峰只是本家 并没有太多的关系 一直都是狐假虎威 这次的事情要是闹大了 司马俊峰不可能讲情面 必然让这个丫头付出代价 以此来安抚郑幸雄 毕竟现在午休 在很多方面都依靠郑幸雄 真要是闹得不愉快 对他们没有半点好处 唐家琪躺在床上 看着身边的陆立民 笑着说 我就知道 把四级净化者的名额 给金国辉 是最错误的选择 所以当时才据理力争 那些人为了排挤我 肯定会把这个名额给金国辉 一切都按照我的算起来 他们也不想一想 我是领导班子里唯一的女人 我想要和那些女人搭上关系 是很轻松的一件事情 既然郑幸雄话已经说出口了 这就是你的机缘 明天你去找他 让他把你变成四级净化者 不过在这之前 你要想清楚了 现在你是一级净化者 我有足够的理由庇护你 让你在我身边好吃好喝 不用出去战斗 一旦你成了四级净化者 作为基地的高端战力 一旦出现事情的时候 你是必须得上的 就好像金国辉也得上一样 陆立民一边给汤家琪捏腿 一边柔声说 大人对我恩重如山 我什么都听大人的 只要能在大人身边 力量对我根本就不重要 汤家琪舒服的哼了一声 你这个小机灵鬼 就是会说话 今天晚上把我伺候好了 明天就去找那小子吧 你告诉那小子 我是老大的奶娘 在基地还是很好用的 有什么事情 放心大胆地去做 我肯定能兜得住 陆立民笑着应了一声 接下来就是使出浑身解数 一定要把这个老娘们哄好 与此同时 在金家书房里 金显皇冷冷地盯着金国辉 心中多少有些后悔 不让他成为四级净化者好了 金国辉七个不服 八个不愤的叫嚷 那小子有什么了不起 竟然敢和我这个基地太子爷叫号 我是基地未来的老大 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 他敢和我找不自在 一定让他付出代价 金显皇大声呵斥 你这个混蛋 给我闭嘴 谁说你是基地未来的老大 别说现在老大还活着 就是老大不在了 也轮不到你这个废物 郑信雄说的没错 基地老大不是世袭的 西门立国能成为老大 是因为他的拳头足够硬 对内对外都能压得住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还想当基地未来的老大 你也不撒泡尿 照照自己的德性 外面的狮王 你能干过谁 金国辉被骂得狗血喷头 脸上都是不愤的神色 但是真不敢接这个话茬 别说是狮王 他连对付狮帅的勇气都没有 金显皇看到儿子这副德性 心中更是恼火的不得了 随后又是一声长叹 他挥了挥手说 就你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是后悔 把那个名额给你 还不如给那个小白脸 说不定人家能雄起一下 金国辉听到这句话 恨得是蹊跷生烟 但是又不敢顶撞父亲 只能把这股怒火 转移到郑信雄身上 他从父亲的书房出来 立刻去找一伙人 林真云绝对是个尽职尽责的人 一大早就带着大家开店 一副忙忙碌碌的样子 刚刚准备妥当 一伙人大摇大摆地闯进来 一个个嚣张狂妄 一看就知道不是好鸟 林真云一边让人去通知于荣英夫妻 一边笑着迎上去说 各位这么早就光临小店 不知道有什么能为你们服 领头的高傲地扬着头道 我是伟大的大棒国战士金子文 到你们店里来 是你们店的荣耀 林真云一听 对方是棒子 眼中多了一些轻视 这些棒子除了狂之外 没有任何用处 他依然露出笑脸说 原来是棒子战士 真是失禁了 我们店里的东西都很贵 你们还是去其他的店里看看吧 金子文跳着脚大叫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看不起我们伟大的棒子 认为我们买不起你们的东西吗 林真云立刻说 各位千万不要误会 我没有这个意思 主要是我们店不赦账 实在是不适合各位 你们如果一定要买东西 就得按照我们店里的规矩 我们一向都是先付钱 然后才能付货 并不是针对各位 各位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去打听一下 我们一直都是这个规矩 金子文气势汹汹的大吼 简直就是屁话 这年头哪有先付钱的道理 不管你们对别人怎么样 在我这肯定行不通 我看你们不是来买东西的 是过来捣乱的 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棒子 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赶到这里来找不自在 真是活得不耐烦了 实相的立刻滚出去 不要让我们负气 把你们打断腿扔出去 于荣英和高双雪 接到通知之后 立刻从后面赶过来 毫不客气地开队 根本没把棒子当回事 全都亮出大棒子 这些棒子连一个法术进化者 都没有 都只是强化四维属性 偏偏还没有武修药他们 他们绝对对得起自己的称号 全都选择棒子做兵器 完全是一副野蛮生长的样子 于荣英夫妻都是三级进化者 而且是军营出身 战斗力绝对杠杠的 根本没把这些棒子当回事 倒是店里的这些服务员 基本上都是平民 只有林真云一个二级进化者 在各方面差得远了 按照杂货铺的规定 每个月会有一个服务员 得到进化药剂 结果连续三个服务员 都是异能进化者 为了让他们更有前途 郑姓雄把他们送到宿女观 宿女观大弟子李雅如 是御锦道人的道理 这么做 可以拉拢御锦道人 分化道道门对他们的敌视 绝对是一剑双雕 好处大大的有 同时这件事情 也从侧面证明 杂货铺出产的进化药剂 出现异能进化者的几率更高 更加引起佛道两门的重视 正是因为有这些原因 高双雪说话才这么有底气 甭管到什么时候 只要能关系到各方的利益 就可以横着走 林真云按照之前的预案 带着服务员 退到后面的小房间 把大厅让给他们战斗 杂货铺摆出来的都是照片 所以就算把杂货铺拆了 损失的也不过就是一栋房子 根本没什么大不了 于荣英亮出一对军刺 冷冷地看着金子文 大声呵斥 你们这些不知好歹的棒子 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感到我们杂货铺的闹事 今天要是不收拾你 以后我们杂货铺的面子 王乃哥 杀了你对我们来说 算不了什么 大不了再赔给基地一个进化者就是了 金子文听到这句话 心头不由的一颤 这些棒子确实不知好歹 但是不代表他们傻 相反的 对很多事情理解得很透彻 这些棒子实际上就是欠收拾 只要好好的收拾他们一顿 他们就知道天高地厚了 就在他们僵持的时候 从外面冲进一伙人 顶头的是黑社会的干野真持 干野真持愤怒的咆哮 你们这些该死的棒子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赶到这里找不自在 今天一定把你们全都砍了 金子文跳着脚大叫 你们这些混蛋 不要多管闲事 否则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干野真持破口大骂 你脑袋让驴踢了 谁都知道杂货铺 有我们议成的利润 是我们的衣食父母 你跑到我们的地方 想砸我们的饭碗 还说我们多管闲事 做人不能这么不要脸 今天砍定你们了 金子文这下彻底马爪了 棒子最怕的就是八起人 因为对方是真不惯着一切 逮着机会就往死里砍 他立马认怂说 这件事情完全是误会 刚才就是开个玩笑 你们不要往心里去 我们现在就走 你当我这是什么地方 说开玩笑就开玩笑 现在我也和你开玩笑 把你的胳膊腿都砍下来 你觉得好不好笑 郑姓雄和陆立民从外面走进来 本来是陆立民请他 在附近喝酒商量 成为四级进化者的事情 结果菜还没端上来 就得到传信 说有人到杂货铺捣乱 陆立民立刻觉得表现的机会来了 陆立民当时就表态 甭管捣乱的是什么人 郑姓雄想怎么收拾 就怎么收拾 他都能担得起 所以两人就过来了 郑姓雄冷冷地盯着金子文 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看你这副德性 也不像敢来捣乱的样 你背后是谁 最好从十招来 你要是不说的话 我就让人把你送到军营去 军营同样从我这拿一层利润 他们肯定愿意找出幕后黑手 他们可不像我这么好说话 下手绝对是没亲没中 不知道你能不能扛得住 千万不要让人失望 金子文额头上全都是冷汗 心里非常清楚 今天要是不把幕后人说出来 肯定都不找好 冷死就算祖坟冒清烟了 他作为一名合格的棒子 关键时刻出卖主人 是非常必要的一件事情 否则也对不起胖子这个称号 金子文立刻把金国辉供出来 陆立民当时就乐了 陆立民听金子文供出 幕后主使是金国辉 立刻就乐了 这个废物二世祖真是有才 竟然指望这些棒子成事 金子文说出金国辉之后 突然觉得自己又行了 立刻仰起头说 你们现在知道了 我是金大少的人 金大少是基地的太子爷 未来的基地老大 实相的乖乖向我赔罪 然后给金大少当狗 不然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郑信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棒子 以为有那个二世祖给你们撑腰 你们就算是人物了 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在我眼中金国辉连个屁都不是 更何况是你们这些狗东西 现在就送你们下地狱 他说着掏出手枪 对着金子文联开了几枪 全都打在脑袋上 绝对是死的 不能再死 陆立明将这一切看在眼中 明白郑信雄为什么这么做 毕竟牵扯到金显黄 还是不要闹大的好 郑信雄拿出几瓶进化药剂 放在陆立明面前说 这些足以让你成为四级进化者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 就是说话算话 从不让人失望 陆立明黑黑一笑道 郑老板果然是信任 以后有用得找我的地方 尽管开口 保证竭尽全力 金国辉一直是个嚣张跋扈的主 恐怕未必会掩其息骨 你不可不妨 另外 各位大佬之间的利益纠葛太深 很多话根本不能相信 自己要多长几个心眼 郑信雄笑着应了两声 接着问出心中的疑惑 我来到基地有段时间了 只是听大家说过 老大西门立国 一直没见老大出现过 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不是这个样子 莫非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把老大给牵制住了 不能在大家面前露面 洛立明犹豫再三道 关于这件事情 我倒是听到过一点风声 好像上次大战 老大动用的力量过大 对本身的伤害极其巨大 之后一直都在疗伤 至于说 伤势好了多少 就是一个未知数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即便是再次爆发大战 老大也有足够的手段 能够击退狮黄 完颜承海 郑信雄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 之前对这方面 已经有所猜测了 看来是八九不离时 的确得做些筹谋 把陆立明送走之后 郑信雄让人 把这些棒子的尸体 扔到最明显的地方 算是给金国辉提个醒 司徒黎月 按照之前的计划 把冯慧平 请到一间水疗室 和他说起符文枪 还拿了一支手枪做样本 冯慧平拿着符文枪 认真地端向了半天 觉得和修炼者提供的差不多 满意地点了点头 司徒黎月笑着说 我老公一直觉得 只有基地稳定 大家才有前途 愿意无偿提供符文枪给军营 以此增加军营的力量 前期我们可以提供 一万支突击步枪 以及百万发符文子弹 并且不要任何材料 不占基地的资源 冯慧平面露喜色 急忙说 郑大人如此为基地担忧 实在是我被楷模 我们一定大力宣传 让所有人都知道 郑大人为基地做出多少贡献 不是那些混账东西能比 之前的事情 我也听说了 杂货铺有一成利润是均营的 有人敢到那里捣乱 绝对是死有余辜 本来我们也想派人过去 只不过考虑到我们的特殊性 所以才没有这么做 让黑蛇会拔得头筹 不过你们可以放心 我们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你们身后 真到了必要的时候 完全可以做一些事情出来 司徒黎月表面上笑容满面 心中却充满了不屑 如果不是拿出符文枪 他们才不是这个说法 金贤黄拎着鞭子 气呼呼地看着鲜血淋淋的金国辉 如果不是只有一个儿子 真想扒了他的皮 金贤黄咬牙大骂 你这个不知好歹的畜生 真是好大的狗胆 我是怎么警告你的 为什么不听我的话 金国辉搭拉着脑袋回答 我就是不甘心 郑姓熊不过是个外来户 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 打狗还得看主人 他不拿我当回事 摆明了 就是没瞧得起爹 不给他点厉害瞧瞧 他怎么知道 马王也有三只眼 爹不妨想一想 郑姓熊迄今为止所做的事情 有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在他的心里 就是汤家祺那个老太婆都比你强 金贤黄听到这番话 眉头挤成一个穿字 儿子说的并非没有道理 郑姓熊的确没拿他当回事 郑姓熊一直以来所打通的关系 都是围绕罗书春和龚山叶 现在又通过陆立明 搭上汤家祺这条线 另外 他和军营的关系非常好 而所有人都知道 金子峰是严律国的亲信 等于是曲线救场 也就是说 在领导班子五个人之中 只有金贤黄被排除在外 所谓宁落一屯 没落一人 的确是做得过了 郑姓熊要是知道金贤黄的想法 肯定得叫起状天驱 他本来是想通过金国辉 和这个老家伙扯上关系的 只是没想到金国辉太嚣张 完全不把别人放在眼里 结果直接就掰了 演变到现在这种地步 但凡金国辉稍微懂点事 也不至于走到这一步 脚底的炮事自己走的 真的是怨不得任何人 金贤黄看着儿子说 以后不允许你 再去招惹杂货铺 里面牵扯到的利益太多 真要是闹大了 我也保不住你 另外 你真想搞事情 也要找有用的人 谁都知道 棒子一无是处 找他们只会坏事 你可以去找斯蒂芬不理 这个混蛋 以前是做雇佣兵的 手下人也是敢打敢拼 可以做一些事情 金国辉听到父亲这么说 知道父亲被他说动了 心中露出得意的笑容 那个东西果然没有骗他 他在得知金子文被杀 尸体扔在大道上的时候 心中恼火的不得了 结果不知道怎么的 脑子里就出现一个影子 这个影子 特别会蛊惑人心 很快就取得金国辉的信任 并且给他出主意 让他知道 怎么做最有利 金国辉本来还有点怀疑 这回是彻底相信了 完全按照影子的话去做 郑姓雄闲来无事的时候 喜欢待在午休的地方 看着这些人练舞 也是蛮有意思的 风风西在他身边说 对于上次的事情 司马老大让我替他说声抱歉 司马玉林太不懂事了 被人家荡枪使 郑姓雄笑着挥了挥手道 不过是一件小事 没必要放在心上 你们这些练舞的人 缺心眼难道不正常啊 风风西哈哈大笑说 没你这么损人的 我们又不是练傻了 怎么会缺心眼 不过那些女生 确实被宠坏了 以为自己多少算好人物 实际上啥也不是 将来就是给人暖床的货 说起来 司马玉林的丫头也不错 干脆把他赔给你 就是用来暖床 也算是废物利用啊 郑姓雄瞪了风风西一眼道 你可不要害我 我家里有四只河东狮 知道我在外面招花惹草 还不把我给删了 我都说了 不计较 干嘛还要赔罪 不过你们得约束一下 女孩子和那些顽固子弟在一起 很容易吃亏的 风风西笑着应了几声 这件事情就此结果 他们也多了个心眼 以后离领导班子的人远一点 郑姓雄在大家练完舞后 拿出一大桌子好吃的 外加两坛好酒 一边吃一边喝 关系变得更加亲密 他觉得基地所有的人里 午休是最容易拉拢的 这些人没那么多花花肠子 相对来说 更值得信任 郑姓雄酒足饭饱之后 大摇大摆地离开这里 走到半路心有所感 似乎是有人在窥视他 他立刻使用三十眼 将周围的一切尽收眼底 很快就发现有一个老外 悄悄地跟着他 郑姓雄可以断定不认的这个老外 而且从对方的表现来看 恐怕也是不安好心 尽管基地不阻止战斗 但是在这里动手终究是不好 毕竟领导班子的面子 还是要给的 郑姓雄故意找一个偏僻的地方 到了那里之后 猛然一个转身 一颗手雷脱手而出 老外没想到 郑姓雄突然发动攻击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好在本事还算不错 向着旁边扑倒 没有被手雷炸伤 老外心中知道不好 想要逃离这里 结果刚想起身 被郑姓雄一脚踩在背上 几鼓直接踩断了 进化者再怎么强化 也摆脱不了世人的事实 受到这种伤害 同样只能变成一滩烂泥 郑姓雄冷冷地看着这个老外 对方倒也不畏惧 艰难地仰头和他对视 他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没想到你还有点气感 既然这么有脾气 告诉我你的名字 老外咬着牙说 我是二级进化者 安托万沃克 就算你有地位 也不能随便 对一个进化者下手 郑姓雄冷冷一笑道 你用不着打马虎眼 我为什么对你下手 你的心里一清二楚 告诉我想知道的 还能给你一个痛快 你要是不说 我有的是手段对付你 最后你一定扛不住 还是得说出来 早晚都得说 何必遭罪呢 安托万沃克 把头偏向一旁 摆出一副 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看得人心中恼火 郑姓雄把安托万沃克 拖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放出牧场里的恶狗 对着他一顿咬 很快就遍体鳞伤 安托万沃克 倒是很有骨气 连下面都被咬掉了 依然咬着牙 不肯开口 司徒黎月 出现在郑姓雄身旁 笑着说 审讯这种事情 哪里用得着这么麻烦 交给我就行了 他说着 先是一个脑波冲击 摧毁安托万沃克的脑部防御 接着使用脑波读取 提取他的记忆 安托万沃克 要不是被打成重伤 又被狗咬成这副德性 也不会这么容易 起码能多坚持一会 毕竟人的意志力是有限的 之前消耗了太多的精力 在面对这种打击的时候 当然是顶不住了 司徒黎月 揉了揉太阳穴 把读取的记忆整理一番 接着摸出一把枪 对着安托万沃克的脑袋 开了两枪 他吹着枪口 他是蛮夷联盟的人 是奉了老大史蒂芬布里的命令 跟踪监视老公 至于说 为什么要这么做 史蒂芬布里没有告诉他 不过按照他的推测 应该和金国辉有关 肯定是那个二世祖 不甘心失败 在那些棒子之后 又找到这些蛮夷 想要借着他们的手 把老公干掉 根据安托万沃克的记忆 蛮夷联盟的主力 在末世之前 不是雇佣兵 就是那些使馆的五官护卫 实力相当不错 正信雄 把安托万沃克的尸体 扔到明眼处 给史蒂芬布里提个醒 让他真刀真枪的来 用不着使用这种手段 他悄悄地把一只蚂蚁 放在安托万沃克的尸体上 果然尸体很快就被弄走 带到蛮夷联盟的秘密基地 史蒂芬布里 看着安托万沃克的尸体 脸色变得极其难看 牙齿咬得哥哥只想 他愤恨地说 正信雄这个该死的混蛋 真是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杀我们蛮夷联盟的人 安托万沃克的哥哥 萨玛基沃克 跳着脚大叫 我弟弟不能白死 一定得让那个混蛋付出代价 史蒂芬布里 眯着眼睛道 当然不能善罢甘休 死的是你弟弟 就由你去报仇 让洛伦怀特和科德尔斯 跟你一起去 一定要速战速决 免得惹出不必要的麻烦 萨玛基沃克 晃着拳头叫嚷 老大尽管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让那个该死的混蛋 成为我的拳下亡魂 他在这叫唤的欢 洛伦怀特和科德尔斯的心中 可不是这么想的 觉得自己遭到无望之灾 对他恨得要死 洛伦怀特和科德尔斯 去过杂货铺 在里面买了不少的东西 知道对付杂货铺的老板 风险有多大 两人的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他们要是反对的话 斯蒂芬布里 不但不会听 还有可能对他们下手 所以两人没得选择 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希望这件事情 能够瞒得住 最终不会成为替罪羊 郑幸雄通过蚂蚁知道这些 心中暗自冷笑 索性出去多转 给他们动手的机会 郑幸雄 依然是按照固定的路线往返 给那些蚂蚁一个错觉 然后在这条路上伏击他 他看着站在面前的三个蚂蚁 嘴角露出不屑的冷笑说 前几天有一个蚂蚁跟踪我 然后让我给弄死了 不知道和你们什么关系 萨玛基沃克大声吼道 你杀的是我弟弟 今天我们是过来给弟弟报仇的一定 让你血债血偿 郑幸雄撇着嘴说 你真是好大的口气 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 既然你们兄弟亲身 我就送你们团聚好了 没想到你们这些蚂蚁 也有讲义气的兄弟 他们两个愿意陪你 希望你们下辈子能做亲兄弟 洛伦怀特和科德尔斯 同时在心中吐槽 谁想和那个白痴做亲兄弟 如果有的选择 才不会在这拼命 郑幸雄看到两人的表情 明白是怎么回事 露出嘲讽的笑意 没有放过他们的打算 他连兵器都懒得用 直接使用铜锤手和铁扫腿 向着这三个家伙扑过去 典型的硬碰硬 萨玛基沃克以前是个拳击手 成为进化者之后 拳头得到进一步强化 杀伤力变得极其巨大 他看到郑幸雄扑过来 哇哇的大叫着 一个凶狠的直拳 狠狠的打过去 洛伦怀特和科德尔斯对望了一眼 现在没有其他的选择 只能一左一右攻上去 希望有所成效 郑幸雄脸上的不屑之情 变得更加浓郁 强悍的力量直接爆发 铜锤手直接变成重炮 轰在萨玛基沃克的拳头上 就听到咔嚓一声响 萨玛基沃克的拳头 直接被打得粉碎 同时手臂的骨头 从肌肉里穿出去 郑幸雄跟着向前踏出一步 凶狠的一腿扫在 萨玛基沃克的脑袋上 把他的脑袋 像西瓜一样踢爆了 他如此凶悍的表现 把洛伦怀特和科德尔斯 吓得魂不附体 好容易积攒起来的斗志 彻底烟消云散 洛伦怀特大叫一声 我们根本不想和你为敌 实在是逼不得已 所以才不得不来 虚晃两招就算了吧 郑幸雄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你们真是想得美 如果现在被打趴下的是我 你们会放过我吗 两人被问得哑口无言 如果要是有机会 肯定是痛打落水狗 怎么可能会放过他 出手抵挡 结果轰然一声响 把科德尔斯上半截身子都炸没了 只剩下两条血淋淋的腿 洛伦怀特彻底被吓到了 竟然掉头就跑 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 一颗符纹子弹要了他的命 郑幸雄把三具尸体扔在明显的地方 因为洛伦怀特是完整的 所以蚂蚁联盟 立刻就知道死的是谁 实地分部里已经出离愤怒了 连续折损了四个二级进化者 对蚂蚁联盟来讲 绝对是重大损失 他的情人罗克宾斯 是个金发碧眼的美女 默示之前是使馆的情报官 头脑绝对够用 罗克宾斯摇着头说 咱们不能再这么下去 如此大的损失 会动摇咱们的根基 引起下面人的不满 实地分部里重重地哼了一声 我才是联盟的老大 下面的人就算不满又如何 难道我不会杀人 罗克宾斯眼底闪过一丝厌恶 表面上却笑颜如花道 大人是真正的强者 那些人当然不必放在眼里 我是觉得 咱们没有必要白白损失 如果大人认为应该这么做 咱们就这么做好了 也没什么大不了 郑信雄本领确实不错 恐怕别人去了也是白费 若是由大人出手 必然能够马到成功 也让其他人知道 大人的厉害 使地分部里觉得 他说的有道理 别人去了只能送死 他却可以把郑信雄干掉 正好彰显他的威势 他点了点头说 一切按照你说的办 去替我安排一下 找个合适的机会出手 罗克宾斯笑着答应 离开总部之后 立刻去找准明里莎 把这件事情告诉对方 准明里莎笑着说 姐姐真是个聪明人 郑信雄能为大家带来足够的利益 和她成为朋友 绝对是天大的好事 我会把这件事情 报告二夫人 一定不会忘记姐姐的功劳 咱们女人就应该互相扶持 才能在这个世道有所作为 罗克宾斯笑着应赫 我也是这么想的 所以说 女人一定要依靠男人 只要抱团取暖 一样能成为老大 汤佳琪大佬 很欣赏 你们这个女子联盟 我愿意成为联系枢纽 让咱们拥有更多的话语权 你觉得怎么样 准明里莎犹豫了一下说 我在这个联盟中的话语权很低 不敢对你承诺什么 得去问问几位夫人才行 不过 我觉得问题不大 不管是几位夫人 还是宁妙仪 都不是一般的角色 相对于几位夫人 宁妙仪更是不甘于人下 罗克宾斯听出弦外之音 笑着点了点头 知道接下来 应该以谁为突破口 完成大佬交给任务 郑信雄听了司徒黎月的话 嘴角露出一丝笑意道 我一向觉得 女人不应该做花瓶 只要对咱们有利 就放心去做好了 实地分不理 想要算计我 怎么能不给她机会 你们去安排一下 让我看看这个家伙 究竟有多大本事 司徒黎月笑着点了点头 把玉腿放在她的身上 轻轻地摩擦了几下 接下来自然是干柴烈火 因为契约的原因 这些女人绝对不会背叛 但是在这个前提下 她们同样会有一些谋划 这和她们的性格有关 小丫头就没心没肺 全家死光之后 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所以能得到小神兽的认可 单思晚相对来说比较单纯 毕竟之前一直待在象牙塔里 还不知道外面的龌龊 没怎么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就被正姓雄救了 苏联青相对来说更加成熟 但是作为大学导师 一个标准的科技宅 在野心方面倒也不那么明显 司徒黎月算是经历最多的 想的自然也最多 更愿意担起事情来